叶真穿越玄幻世界 身份是太荒圣地神子 拥有至尊体质荒谷圣体 天生虫童 体内拥有九块至尊骨 一身血液蕴含大道治理 并且还有十位天娇未婚妻 可谓是王诈开局 直到有一天 她遇到了身受重伤的女帝 叶真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用你一身天赋资质 换取更高的机缘 二 我强行夺取你的天赋资质 我选择一 面对强势的女帝 叶真无奈选择了一 但叶真怎么也没想到 女帝所说的机缘 竟然是一个系统 叶 恭喜宿主 获得新手大礼包 满级悟性 黄街中级灵术开山权 顿悟为天阶高级灵术大天造化权 黄街低级灵术碎石掌 顿悟为天阶低级灵术星 与灭神掌 而令叶真更为震惊的是 满级悟性仅仅只是开始 铸就先天混沌体 至尊古重生 重同进化 叶真表示 这机缘有些过分盛大了 太荒圣地 义士大殿 整个大殿占满了气息强大的老者 任何一个放在外界 都是足以引发地震的大能 此刻却全都面色严肃地动用各种神通宝树 为一个年轻人检查着身体 但越是检查下去 这些老者的面色便越是难看 圣主 一位老者收了神通 对着高坐在主位上的一位中年人 摇了摇头 目光中满是惋惜 叶真 已经果真失去了荒谷圣铁 坐在主位的圣主震怒 强横的地位有些凌乱 彰显着内心的不平静 无妨 叶真对此却是并不在意 淡淡道 圣主 其他几位为叶真检查身体的老者 也是有了结果 目光中无异不是充满了震撼与不解 讲 圣主尽量平复了一下情绪 开口道 九块至尊骨 净数化为凡骨 已经没有一丝至尊宝树存在的痕迹 其中一位老者脸色难看到 圣主闻言脸色顿时一变 刚刚稳定的情绪 险些崩溃 但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彻底无法冷静下来 大道神血化为凡血 已无半分道运 天生重铜已完全隐化 再无半分神意 九重神附近的修为 净数化为乌有 目前处在炼体近一层 一道道惋惜叹息的话语传来 让坐在主位上的圣主 宛如坠入冰窟 太荒圣地崛起的希望 就这样没了吗 叶真 圣主几乎咆哮道 弟子在 圣主莫慌 叶真的面色依旧很平静 丝毫不见半分慌万 仿佛这事情 与自己无关一般 告诉我 究竟怎么回事 圣主强忍愤怒与不甘 从主位上站了起来 最后抱有一丝稀奇地问道 如圣主所见 我现在是一个凡人 叶真淡然道 叶真的话 顿时把圣主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掐灭了 面色苦涩地 谈坐在了主位上 抱 圣主 外界的神朝 长生世家 与先宗等势力来信 有人进入了议事大殿 恭敬道 讲 圣主有些有气无力的 那人犹豫了一下 随后开口道 兵皇神朝长公主萧书雪 退婚 清秋神进九尾神尊关门弟子清禾 退婚 长生世家 江家嫡女江揽月 退婚 十万大山王族 圣血安然 退婚 神农帝王谷圣女江义 退婚 天魔教魔女苏黎 退婚 严神殿殿主独女伙卖 退婚 盗天先宫真传弟子仙 退婚 伴随着那人 将一封封信件宣读完毕 大殿中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叶珍的身上 有不甘 有惋惜 也有幸灾乐祸 唯独叶珍仍旧面无金色 仿佛这一切与其无关 叶珍 你告诉本座 你的资质天赋 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圣主有气无力道 弟子不知 叶珍摇了摇头 不知的意思是 也许可以挽回 也许不能 但在场的众人谁都知道 想要重新具有以往的天赋资质 那是一个不可能事件 圣主文言连连叹息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原本太荒圣队 因为叶珍的存在 其他的先宗 神朝 以及各路圣帝世家等等 都对其极尽讨好 甚至有些到了跪舔的地步 想要联姻的超级势力 更是数不胜数 因为他们都知道 太荒圣帝的叶珍 是百万年来 唯一有希望探索先路的绝世天骄 天生重同 至尊骨 荒骨圣体 大道神血 任何一样放在其他人身上 都足以傲视所有的同龄人 更何况 叶珍前无古人地聚集了 几乎天地间 所有最为强大的神迹 因为这份资质 在同龄人中 叶珍可谓是一气绝尘 没有任何一个同龄人 能够入得了叶珍的眼 也因为叶珍的存在 太荒圣帝 也从此有了超然的地位 隐隐间有成为 这个玄幻世界龙头的趋势 但现在 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圣主 按照规定 叶珍如今已经没有资格 担任我太荒圣帝的神子 甚至以如今的资质 就算是最为普通的外门弟子 也没有资格 大殿中 一位老者忽然站了出来 他是太荒圣帝的执法长老 黎长老 这 圣主有些犹豫 目录不忍 圣主 这是太荒老祖定下的规矩 执法长老义正言辞 竟然直接将太荒老祖扳了出来 好吧 从今往后 剥夺叶珍神子之位 并且逐出太荒圣帝 叶珍 你可有意义 圣主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目光有些惋惜地看着叶珍 面色一直非常平静的叶珍 终于不在淡定 苦笑道 圣主说什么 便是什么吧 太荒圣帝 此前因为有叶珍的存在 各个势力都来跪舔 所以 形势也霸道了起来 如今 叶珍成为废人 其他的各方超级势力 自然也不会灌着太荒圣帝 甚至会有强烈的报复 如今若是太荒圣帝 逐出叶珍 说不定可以平息一些势力的怒火 圣主和执法长老 显然是因为这个 才会做出此番决定 至于太荒老祖的规矩 只是一个幌子罢了 但是理解是一回事 能不能接受 就是另一回事了 叶珍自穿越而来 一直在太荒圣帝生活 对于这里 自然也是有些感情的 此番被逐出太荒圣帝 心里肯定也是有些苦涩的 这也让叶珍不得不感叹 人走茶凉 果然 在这残酷的玄幻世界 实力天赋决定一切 既然如此 明日你便离开吧 圣主最终道 圣主 刘苏有话要说 就在这时 一位名谋好耻 身着广袖流仙群的女子 忽然站了出来 圣女想说什么 圣主面带微笑道 圣主 刘苏要退婚 月刘苏毫不犹豫道 这你确定 圣主文言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显然在意料之中 叶珍如今已经是一个废人 自然不配再与刘苏结为道理 希望圣主准许 月刘苏无情道 根本没有昔日那般 对叶珍崇拜的样子 圣主看了一眼 面色平静的叶珍 开口道 准了 多谢圣主恩准 月刘苏恭敬道 在面对叶珍的目光时 没有丝毫的在意 仿佛两人是陌生人一般 为什么 叶珍开口问道 与其他女子不同 两人一同长大 还算是有些感情的 只有强者 才配成为我月刘苏的道理 月刘苏眼中光滑流转 声音中没有一丝感情 了解 叶珍点了点头 在众人的注视下 离开了意识大殿 可惜一代横压万古的天骄 一位长老看着叶珍离去的背影 有些惋惜道 叶珍离开意识大殿后 来到了他在太荒圣地的住处 荒谷峰 整个荒谷峰灵气阴晕 无数精美的亭台楼阁 不规则的分布 山林中灵寿出没 在半山腰处 甚至开垦了大片的药田 这座荒谷峰 是叶珍的专属之地 整个荒谷峰 只有叶珍一人 其他人只有膜拜的份 叶珍直接来到了荒谷峰的峰顶 相比于其他地方的优美装饰 峰顶只有简单的一间竹屋 原本这里也是有着 一座精美的亭台楼阁的 只不过 后来被叶珍给撤了 仅仅只是 简单的修了一间竹屋 原因是 如今竹屋的主人喜欢如此 拜你所赐 我如今已被赶出太荒圣地 荒谷峰也很快有别人来接手 叶珍有些郁闷道 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位女子 愿意嫁给你 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 竹屋打开 一位红裙女子 赤着足走了出来 在竹屋旁的灵池边坐了下来 狱卒轻轻摆动 池面微起涟漪 竟显万种风情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叶珍文言微微一惊 这件事 只有在一师大殿的人才知 其中可是有着圣主这位准地及强者作证 红裙女子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在圣主的眼皮底下探知消息 在这方世界 还没有我不能知道的事情 红裙女子美眸微台 有些慵懒道 答应你都未经做到了 那么你说的机缘呢 叶珍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当日红裙女子突然降临荒谷风 二话不说 就将叶珍拉到了一个神秘的小世界中 给了叶珍两个选择 是选择用一身资质天赋 换取更高的机缘 还是选择被强行夺取自身的资质天赋 对于这莫名的说辞 叶珍一开始自然是反抗的 但是奈何红裙女子的实力 简直强大到害人 哪怕是面对玄圣 叶珍都没有那般绝望过 因此叶珍只能认怂 选择用自己的一身天赋和实力 换取那所谓的机缘 随后 在红裙女子神通下 叶珍的荒谷圣体大到神血 九块至尊骨以及虫铜 全部被弃剥离了 甚至就连一身修为 都被红裙女子夺走了 小家伙 我受了极重的伤势 急需用你的天资 抵消我身上的伤势 至于你的修为 若想承受这份机缘 必须重头再来 红裙女子解开了 叶珍心中的疑问 天资抵消伤势 叶珍简直闻所未闻 不过 想必是红裙女子的某种大神通吧 红裙女子的真正实力 一直是一个谜 但是叶珍知道 整个太荒盛的加起来 也不是其对手 这就够了 在叶珍思索间 一团混沌光芒 出现在了红裙女子的手中 小家伙 为了这东西 我甚至身受重伤 但却不认可 我而认可你 便宜你了 红裙女子说完 叶珍将手中的混沌光芒 抛向了叶珍 混沌光芒 融入叶珍的身体 叶珍顿时感到 身体中仿佛被一阵电流给刺激了 妈妈痒痒的 有点小舒服 恭喜宿主 激活天命系统 现已发放新手礼包 一阵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让叶珍瞬间愣在了原地 谢 系统 叶珍有些惊讶 作为穿越者 叶珍自然知晓 系统是什么东西 只不过 原本叶珍以为自己的穿越福利 叶 恭喜宿主 获得初始天赋 满极悟性 满极悟性 还是初始 叶珍猛了 这么给力的吗 虽然目前看起来 满极悟性 不如自己先前的天赋 但是这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啊 这么看来 这一波交换 似乎不亏啊 在叶珍感到惊喜的同时 红群女子 忽然漂浮在了空中 小家伙 这个世界 存在着某种禁忌 因此 想要探寻仙路 要困难得多 但有了我给你的这份机缘 相信难不住你 红群女子 伸出仙仙玉手 手指轻轻一点 竟然打破了虚空 叶珍抬头仰望 知道红群女子伤势以后 恐怕要离开了 最后 我名神玄阶 世人皆称 我为红尘女帝 红群女子 踏入虚空之中 只留仙音回荡在叶珍的耳边 到了第二天 很快便有人来到了荒谷峰 告知叶珍 从此以后 不得留在太荒圣地 荒谷峰 也从此再度成为了 圣地长老们的居所 对此 叶珍自然也只能同意 没想到 最后只剩下你了 太荒圣地扇门外 叶珍手掌抚摸着一头 撞入麒麟般灵兽的头颅 苦笑道 原本太荒圣地 给予叶珍的灵宝神丹等物 已经被禁术收了回去 只剩下这头 无关紧要的天灵兽 至于离开太荒圣地去 叶珍也做好了打算 经过此次事件 叶珍算是彻底看清了 玄幻世界的残酷 一个没有背景的散修 在这里 只能沦为炮灰 所以 叶珍打算前往天云先宗 也就是那唯一一位 没有选择退婚的女子 所在的宗门 也不知道 西遥现在怎么样了 其在天灵兽的身体上 叶珍喃喃自语道 云西遥是天云先宗的圣女 早年间 叶珍曾经在太荒圣地长老的带领下 拜访过天云先宗 当时叶珍的天赋 刚刚显露冰山一角 仅仅只展露了天生虫童 与大道神血 似乎是天云先宗的宗主 修炼出了岔子 需要叶珍的大道神血压制 为此太荒圣地 也是从天云先宗 换取了不少的资源宝物 而云西遥 当时仅仅只是天云神宗的外门弟子 在灵兽森林历练时 遭到了解煞狼围攻 叶珍恰巧路过出手 救了云西遥一命 并且意外地将一滴大道神血 送入了云西遥的口中 正好激发了云西遥的隐藏体制 天云先体 也就是自那之后 云西遥被天云先宗立为了圣女 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赶路 叶珍总算是顺利抵达了天云先宗 这位师弟 我要见你们宗主 可否通知一声 天云先宗扇门前 叶珍对着两位守山弟子道 你谁啊 我们宗主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守山弟子感知到 叶珍只有炼体进一层的修为 不由得小看到 你只需说 叶珍前来拜访便可 叶珍淡淡道 纵使天赋尽尸 身上仍旧有一股上位者的气质 叶珍 守山弟子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顿时一颤 再没有了先前的不敬 叶 叶神子 先前是晓得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不要见惯 守山弟子声音颤抖道 行了 赶紧去通知吧 叶珍拍了拍守山弟子的肩膀道 晓得这就去 这就去 其中一位守山弟子 顿时使出了吃奶的劲 朝着宗内狂奔去 叶珍见到这一幕 不由得感到心中好笑 若是这些人知道 如今自己已不是太荒神子 不知做何反应 留下来的守山弟子 目光时不时地偷看叶珍 这可是叶神子啊 传说中的人物 没想到今日竟然有幸见到 至于为何感知起来 只有炼体静一层的修为 开玩笑 叶神子的真实修为 也是自己这种小喽啰 可以感知到的 很快 天空中风云变化 一道伟岸的身影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朝着叶珍飞了过来 叶神子 好久不见 云爵子目光略显复杂地看着叶珍 在确切地感知到 叶珍果真 只有炼体静一层的修为时 心中也不免有些惋惜 云宗主客气了 不过 如今我可不是什么神子了 叶珍苦笑道 云爵子闻言 却并没有感到惊讶 想来也是料到了 会是这个结果 那不知叶神子 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云爵子问道 我想要加入天云先宗 还望云宗主不要嫌弃 叶珍笑道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云爵子点点头 自己所料果然没错 这个自然没问题 只不过 云爵子有些欲言又止 宗主但说无妨 叶珍笑道 只能辛苦叶神子 先从外门三等弟子做起 云爵子开口道 叶珍曾经也算救过自己的性命 此番叶珍遭劫 云爵子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但是天云先宗 也有自己的规矩 不可能给叶珍太高的待遇 这点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叶珍丝毫没有在意 有系统在手 还怕日后翻不了身不成 既然如此 那么从今日起 叶神子便是我天云先宗的弟子了 云爵子笑道 给予叶珍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身份而已 根本没有损失什么 并且还能收获良好的名声 何乐而不为呢 叶珍哥哥 就在这时 一道甜美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道身着素裙的倩影 快速地朝着叶珍 一路小跑而来 随后直接扑到了叶珍的怀里 温香软玉在怀 叶珍的心中 也是有些激动 叶珍哥哥 西瑶想死你了 云西瑶抬头望着叶珍坚毅的面旁 甜甜一笑 叶珍轻轻地摸了摸云西瑶的头 心中也是一暖 得知自己天赋尽失 还能初心依旧 在这残酷的玄幻世界 属实难得 嗨嗨 云爵子忍不住轻渴几声 西瑶 不要胡闹 云爵子呵斥道 云西瑶闻言 对着云爵子 做了一个鬼脸 继续猫在叶珍的怀里 哪有半分圣女的样子 云爵子闻言 不由得感到非常无奈 但是谁让人家拥有天云仙体呢 就是这么豪横 叶珍哥哥 此番前来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云西瑶有些期待道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 是想要顺带加入天云仙宗 叶珍脸不红心不跳道 真搭 喂 那个老头 还不赶快给叶珍哥哥 安排一个圣子身份 云西瑶毫不客气地 对云爵子道 云爵子 叫叶珍就是叶珍哥哥 叫我就是那个老头 西瑶 不可胡闹 圣子的身份 岂是说给就给 云爵子立声呵斥道 这件事上 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面对云爵子的严厉呵斥 云西瑶不由地感到心里有些委屈 闷闷不乐道 难不成只让叶珍哥哥 做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 好了 西瑶 宗主可以收留 我便很感激了 叶珍笑道 为云爵子解了围 那好吧 云西瑶有些不开心道 三人说着 便进了宗门 叶珍如今 只是外门三等弟子 是没有资格进入内门的 云西瑶知道后 自然又和云爵子大闹了一顿 最终还是在叶珍的劝说下 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 最后 云西瑶才恋恋不舍地 跟随云爵子 回到了内门 是时候学习几门灵术了 叶珍喃喃自语道 红群女子不但废掉了自身的修为 就连原本所修的功法灵术 也全部废掉了 并且 叶珍还神奇地发现自己脑海里 已经完全遗忘了修炼方法 叶珍没有犹豫 很快便来到了天云先宗外门的藏宫阁 这是我的弟子名牌 叶珍将一枚代表着 外门三等弟子身份的名牌 交给了看守藏宫阁的老者 老者确认无误后 将名牌还给了叶珍 道 进去吧 记住只能在第一层挑选 叶珍点了点头 进入了天云先宗的藏宫阁 藏宫阁的第一层非常巨大 一眼望去 其中所藏灵术 恐怕至少有上万部 叶珍随意地来到一个角落 拿起基本灵术翻看了起来 黄街低级灵术 遂师长 叶珍健壮 面色一黑 以往这种级别的灵术 都是被自己极度嫌弃的 在这个玄幻世界 灵术的等级 分为天地玄黄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又细分为低级 中级与高级 叶珍又看起了其他的灵术 但是毫无疑问 全部都是黄街灵术 甚至都没有黄街高级的灵术 算了 先凑合用用吧 叶珍叹了一口气 拿起记载着碎石长的灵域 尝试着修炼了起来 这灵术口诀有些过于简陋 我似乎可以将其完善 叶珍眉头微微一挑 知道这恐怕是自己满级悟性的缘故 抱着适时的态度 叶珍开始按照自己心中所想 改造这部黄街低级灵术 随着改造逐渐完成 原本平平无奇 通俗易懂的碎石长口诀 变得逐渐悬傲起来 甚至有些晦涩难懂 完成了 叶珍感到有些欣喜 叮 恭喜宿主 成功将黄街低级灵术碎石长 升级为天街低级灵术星 与灭神掌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珍直接愣在了原地 天 天街灵术 天街灵术是什么概念 就算强如太荒圣地所收录的天街灵术 也不超过二十步 至于天云先宗 恐怕不会超过十步 每一道天街灵术 都具备着图神灭膜的莫大神威 并且 几乎所有的天街灵术 都对自身的修为境界 有着极高的要求 就拿以往的叶珍来说 也不过仅仅只修成了一道 天街低级灵术 这还是因为 那道天街低级灵术 与荒谷圣体极为匹配 才勉强修成 至于太荒圣地的其他天街灵术 不是叶珍不想修炼 而是修为境界不够 想修炼也没有办法 但这道星宇灭神长 似乎并没有境界的限制 任何境界都可修炼 光凭这一点 就比一些天街中级灵术 还要珍贵 还得是系统 叶珍欣喜到 随后迫不及待地 拿起另外一枚 记载着黄街灵术的灵域 甚至可以说极为粗糙 在叶珍满极悟性的改造下 很快 原本粗糙的口诀 变得悬傲晦涩起来 其微能也是紧喷式增长 恭喜宿主 成功将黄街中级灵术开山拳 升级为天街中级灵术 大天造化拳 天街中级灵术 叶珍忍不住扎了扎嘴 这种等级的灵术 恐怕就算是太荒圣地中 也不到一手之数 成功将两道黄街灵术 改造为天街灵术后 叶珍并没有继续选择观摩其他的灵域 而是直接离开了藏宫阁 灵术这种东西 跪在尖不再多 两道天街灵术 对目前的自己来说 已经足够了 至于功法也不着急 叶珍早就听闻 天云先宗 有一门强大的正宗功法 若是凭借自己的满极悟性 完善一下 要比这些用黄街功法改造得强大得多 离开藏宫阁后 叶珍凭借着感知 在外门找了一处灵气相对浓郁的地方 盘坐了下来 灵术的问题解决后 就要想办法提升修为了 炼体经一层的修为 还是太过于孱弱了些 根本站不住脚 并且叶珍还惊喜地发现 满极悟性 不仅仅可以用来改造灵术 在修炼方面 同样惊人 拥有满极悟性后 叶珍发现 以往自己的修炼方法 简直粗糙到离谱 甚至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 叶珍紧闭双眼 开始按照自己所顿悟的修炼方法来修炼 四周的天地灵气 就仿佛受到了某种牵引 一般开始缓缓地朝着叶珍聚拢 最终被叶珍纳入体内 随着叶珍的越发熟练 周围天地灵气的聚拢速度 也越来越快 最终竟然在叶珍的上空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灵力漩涡 灵力漩涡倒卷 汹涌的灵力 禁数倾泻进叶珍的身体 在这般恐怖的灵力灌入下 叶珍的修为 也是呈现颈喷式增长 炼体进两层 炼体进三层 怎么回事 为何灵气突然变得这般稀薄 天云仙宗外门 正在修炼的弟子 纷纷惊醒过来 感知到四周稀薄的灵气 一脸不解 灵气好像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聚集 是宗内大能来外门了吗 有人发现了端倪 但是却根本不敢前往一窥究竟 只敢远远地观望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叶珍却丝毫不知 外界发生的动静 此时的叶珍气息沉稳 丝毫不见先前的孱弱之感 炼体极境 叶珍眼眸睁开 神光流转 经过一天时间的修炼 叶珍便从炼体进一层一跃 抵达了炼体极境 到了这个阶段 其实可以着手突破到动天境了 曾经叶珍也是在炼体极境时 选择突破到动天境 并且直接辨识三动天 只不过 如今拥有满极悟性后 叶珍却发现炼体极境 并不是炼体境的终点 还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炼体 动天 神福 原因是这个玄幻世界的前期境界划分 在炼体境达到的成就越高 在破镜踏入动天境时 得到的好处便越大 既然如今探知到 炼体极境不是终点 叶珍自然也不会选择 在此时破入动天境 只不过抵达炼体极境后 叶珍却发现 无论再怎么灌入灵力 修为也不见丝毫的增长 除非破镜 踏入动天境 叶珍推断 想要突破炼体极境 应该需要一个契机 并不是一味的修炼可以达到的 想到这里 叶珍也便没有继续修炼 而是起身 准备前往天云先宗的灵兽森林 试验一下天阶灵术的威力 灵兽森林 位于天云先宗外门的山脚下 是专门开辟出来 用来历练弟子的一片地方 叶珍一路走来 发现有不少弟子 都在灵兽森林历练 修为境界和灵术固然重要 但是实战经验 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点 叶珍感受颇深 当初叶珍因为拥有无敌的天赋 所以自然也是比较傲气的 认为同阶无敌 但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 差点输给了一个 只比自己高五个小境界的家伙 为此 叶珍也是长了教训 开始恶补实战经验 这般想着 叶珍很快便渗入了灵兽森林 并且遇到了第一只 还算入眼的灵兽 斑斓魔虎 一只修为境界 足有炼体近九层的灵兽 好 斑斓魔虎也是 发现了 叶珍闯入了自己的领地 嘶吼着 向着叶珍冲了过来 一对胡爪扑向叶珍 带起一股股腥风 面对这样的灵兽 根本没有动用天接灵术的必要 只见叶珍向左跨了一步 身形小幅度挪移 恰好闪开了斑斓魔虎这一猛扑 随后一拳 直接轰在了斑斓魔虎的相对柔弱的腹部 炼体极尽 足有十万斤力道 这一拳下去 直接将斑斓魔虎给打穿了 鲜血洒落 叶珍一脸 但却丝毫没有在意 目光紧紧地盯着斑斓魔虎 发现其彻底没了气息后 才放松下来 叶珍将手臂从斑斓魔虎的躯体中抽了出来 随后开始进行解剖 灵兽体内运有灵核 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炼器与炼丹材料 可以在天云仙宗外门兑换一些零食 目前叶珍可谓是一穷二百 零食是非常重要的修炼物资 能换一些是一些 不 不要 谁来救救我 就在叶珍刚刚将斑斑魔虎的灵核驱走时 一声呼救声吸引了叶珍的注意 只见几道穿着天云仙宗外门弟子服饰的青年 神色惊恐地朝着这边快速奔袭 宛如敢去投胎一般 那几人也是发现了叶珍的存在 当下眼睛不由的一亮 但是当敢知道叶珍的修为 仅仅只有炼体进食 心中更加绝望了 这位师弟 快逃吧 青年好心提醒一声 随后快速向叶珍身后逃走了 只恨爹妈 少伸了一条腿 叶珍目光望去 只见一片血色宛如浪潮一般 快速地朝着叶珍所在的方位 狂卷而来 这是 血煞狼群 叶珍目光一宁 血煞狼喜好群居 虽然实力较弱 但是聚集在一起 足以让洞天境强者都翻不了身 但是 面对着血煞狼群 叶珍眼中却并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有些兴奋 正好 用你们来试试 我的天阶灵术 叶珍脚跺地 双掌摆在腰间 一股浩然磅礴之势 悄然凝聚 双掌之中 仿佛有无数星辰明灭 星云灭神掌 叶珍心中低河 双掌猛然推出 整个天地仿佛暗了一瞬 掌风锁过之处 仿佛蕴含无尽星辰 星辰笼罩 血煞狼群 轰然杂落 一时间哀嚎四起 先前逃跑的那几位外门弟子 仿佛也是感受到了什么 目光鬼使神差的向后望去 刚好见到叶珍一掌 涂灭血煞狼群的场景 这 这是炼体镜 可以发挥出的实力 天云仙宗外门 灵兽森林 整片灵兽森林 就仿佛被人挖去一块一板 大片血迹洒落 无数残缺不全的狼狮 横七竖八的 躺在被星辰离过的地面上 好强 不愧是天阶灵数 叶珍看着自己的成果 心中也是略微有些震惊 此前从未有人在炼体镜修成天阶灵数 因此 叶珍也不清楚 到底可以发挥几分威力 现在看来 凭借着自己的满极悟性 哪怕在炼体镜 也足以发挥出 至少八分天阶灵数之威 可惜了 叶珍望着满地狼狮 叹了一口气 初次在炼体镜 使用天阶灵数 对于威力的掌控 还不够到位 导致大部分血煞狼体内的灵核 都被损坏了 这也让叶珍 损失了一大笔灵石 而下次再想遇到这样的灵兽群 可不容易了 不过 对于自身的实力 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估计 这位师兄 请问 你是内门某位长老的弟子吗 距离叶珍不远处 刚才好心提醒叶珍的外门弟子 小心翼翼问道 就连称呼都变成了师兄 其他人也是一脸好奇的 看着叶珍 眼底满是尊崇之意 显然被叶珍刚才的表现 给震撼住了 叶珍对于这名弟子 还是颇有好感的 笑道 和你们一样 我也是外门弟子 叶珍说完后 不顾青年呆滞的表情 身形几个闪烁间 便离开了 什么时候 我天云先宗外门 有这么猛的人了 叶珍离开后 几位外门弟子 窃窃私语道 离开灵寿森林后 叶珍静直来到了外门的珍宝阁 这里是外门弟子 用来交易的场所 长老 这些灵盒 价值多少灵食 叶珍将装有一枚 斑斓魔虎灵盒 和十几枚 血煞狼灵盒的袋子 放在了珍宝阁的柜台上 柜台后的老者 是天云先宗的一位外门长老 一身修为 一道大圆英镜 老者轻轻抬了抬眼皮子 慢条斯理道 斑斓魔虎灵盒 价值十枚下品灵食 血煞狼灵盒 价值三枚下品灵食 那就请长老 把这些灵盒 都换成灵食吧 叶珍以前并没有接触过 这么低级的灵盒 所以也不知具体价值如何 长老说什么 便是什么吧 很快 长老便将一大把灵食 叶珍问道 一品灵草五枚 下品灵食一斤 二品灵草十五枚 下品灵食一斤 长老报价道 我要换五斤一品灵草 叶珍将二十五枚下品灵食 又折返给了长老 长老也从身后 取了五斤一品灵草 将剩余的灵食和灵草 装进袋子后 叶珍便离开了珍宝阁 一路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天云先宗外门三等弟子的待遇很差 叶珍如今的住处 仅仅只有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那只伴随着叶珍来的天灵兽 则是安静地握在木屋旁 只能辛苦你吃这些了 叶珍将买来的灵草 尽数到给天灵兽 笑道 以往这只天灵兽 跟着叶珍 最次都是四品灵草 五品灵草 六品灵草 更是更是不断 并不是叶珍拿不出更好的灵草 而是当时的天灵兽 根本承受不住高品级灵草 梦 天灵兽很是乖巧地叫了一声 硕大的脑袋 蹭了蹭叶珍的肩膀 随后开始吞吃那些灵草 叶珍见状会心一笑 随后便进入了木屋 将剩余的灵石取了出来 放在身边后 叶珍便进入了修炼状态 今日 我在灵兽森林 经过一番历练 对于自身 也有了一个更好的理解 应该足以踏破炼体 急进这个瓶颈了 叶珍低声自语道 伴随着叶珍 按照某种修炼路线修炼起来 周围的灵石 顿时激动了起来 其中所蕴含的灵力 在一瞬间 便被叶珍抽空化作了一堆废石 而叶珍也隐隐间 触摸到了一道关卡 一道阻碍自己 踏破炼体急进的关卡 既然让我找到了 那么 你便顺理成章地突破吧 叶珍心中淡淡道 同时全力修炼 牵引着附近天地的灵气 可以发现 四周的天地灵气 在快速地朝着叶珍聚拢 并且比上一次 更为的汹涌迅速 磅礴的灵气 化为最精纯的灵力 为叶珍不断冲击着 那道极尽关卡 给我破吧 叶珍心中低喝道 咔嚓 一道轻微的声响 从叶珍的身体中响起 极尽关卡 被叶珍顺利冲破 一股极度舒爽感 冲遍叶珍全身 使叶珍险些呻吟出声 而伴随着叶珍 顺利突破极尽关卡 整个天地也有了些变化 原本被云层笼罩的天云仙宗 忽然雷声轰鸣 无数电光闪烁 宛如惊鸿过细 厚重的云层 直接被雷光强行离开了一片 方位正对着叶珍所在的小木屋 而在那云层包围的中间 一条宛如由杨之欲构成的道路 若隐若现 稍微泄露的一丝气息 顿时引得天云仙宗 无数大能纷纷惊醒 这股气息 是仙 云爵子大惊 同时眼中爆发出惊喜之色 身形宛如流星一般 闪现到了天云仙宗外门 宗主 此时已经有众多天云仙宗长老供奉 已经来到了叶珍小木屋的上方 云爵子顾不上回应 目光死死地盯着 那若隐若现的道路 仙 落 云爵子 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了这两个字 仙露的代表着什么 他太明白了 那可是整个修行界 都在穷尽一生追求的东西 万古之前 修为只要到了一定的境界 仙露便会自动出现 指引人喜尽千华 升华入仙 未能叹其丝毫 如今仙露重现 可想而知 会造成多大的轰动 不对 这并不是真正的仙露 只是仙露投影 云爵子 毕竟修为高深 很快发现了一些不对劲 传闻之中 仙露立临 天生异象 地永精连 乃是天地同庆 而如今 却并无此番奇景 宗主 可知这仙露投影 为何会突然出现我天云仙宗 一位长老问道 云爵子眉头微皱 目光不由自主地 望向下方的小木屋 随意地挥出一拳 甚至产生了阴暴 可想而知 其力量有多么的恐怖 不错 至少有三十万斤的力量了 叶珍欣喜到 打破极尽关卡之后 叶珍明显感觉到 自身得到了某种升华 甚至似乎隐隐间 看到了一条道路 想必 那就是红尘女帝所说的仙露吧 只不过 仙露紧紧一闪而过 给叶珍的感觉 就好像是故意隐匿起来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摇了摇脑袋 叶珍不再多想 现在想这些还有些太早 叶珍起身 打开房门 却惊恶地发现 此时 木屋外已经围满了人 年龄更是一个比一个老 不知道的人 恐怕还以为 这里是什么养老圣地 宗主 夜晚来访 不知有何事 叶珍一眼 便看到了人群中的云爵子 疑惑地问道 叶神子 你可知发生了什么 云爵子试探道 叶珍闻言一愣 随后见到这一般阵仗 也是明白了过来 宗主是说仙露 叶珍问道 云爵子闻言 心跳直接漏了一拍 连忙追问道 这仙露 可是因叶神子所献 如果没有别人有这个本事 那应该便是我了 另外 我已不是太皇神子 宗主直呼我的名字便可 叶珍的淡然道 随后便去斗农一旁的天灵兽了 留下众多仙宗长老 面面相去 整个天云仙宗 敢敢如此不把长老当回事的人 恐怕也只有叶珍敢做了 只不过 叶珍并非没有不尊重强者的意思 而是原本的叶珍 在太皇圣地中的地位 与圣主相当 所以 如此待人接物 已经习惯了而已 宗主 先路事关重大 是否先将叶神子 接到内门保护起来 一位长老提议道 此事我自有决断 云爵子摆了摆手 随后来到叶珍身边 温和道 叶神叶珍 如果我所感没错的话 你已经踏入恋体极尽了吧 叶珍文言点了点头 云爵子这么说 倒也没错 短短几日时间 便从恋体进一层 踏入恋体极尽 这份天资 不输当初啊 云爵子笑道 宗主想说什么 叶珍打断了云爵子的追捧 直接问道 再过几日 便是我先宗的外门大笔 你若是可以取得第一 我可以做主 直接立你为我宗圣子 云爵子信誓旦旦道 叶珍摸了摸天灵兽的大脑袋 道 天云先宗的圣子 有灵草供应吗 七瓶以下的灵草 随意调用 云爵子说道 随后 目光看着天灵兽 甚至动用了某种神通 都没有发现 岂有任何神意之处 只是一只拥有 稀薄麒麟血脉的灵兽罢了 可以 叶珍点了点头 最终应道 届时 我会亲自来观战 欣赏我天云先宗圣子之威 云爵子哈哈大笑起来 带领一众长老离开了 宗主 此番行为不太符合规矩 途中 一位长老有些犹豫到 仅仅一个外门大笔而已 就直接立为圣子 有些太过仓促与敷衍 难以服众 规矩 云爵子吃笑一声 规矩是为无能者而立 能够引动仙鹿投影 其意义 不用我再赘述了吧 云爵子淡淡道 不怒自威 谨遵宗主先令 众位长老犹豫了一下 齐齐硬道 站在山顶的神 就算有一天下山了 又岂是爬山的人 可以随意亵渎的 更何况 我们这些只能指不于 山顶之下的人 玄圣啊 玄圣 你英明一事 却因一时的糊涂 直接将太荒圣的给葬送了 云爵子摇了摇头 宛如在为太荒圣地感到惋惜 但其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外门大笔吗 木屋前 叶珍摸着天灵兽的头颅 笑道 你有的吃了 梦 天灵兽开心地叫了一声 大脑袋轻腻地蹭着叶珍的脸颊 接下来的几日 叶珍除了又去了一趟灵兽森 熟悉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之后 就一直待在小木屋中 进行着某种修炼 也因此 此时的叶珍如果想 可以随时迫进入洞天 但显然还不是时候 就这样 几日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这一日 整个天云先宗外门都变得热闹了起来 外门大笔 对于天云先宗外门来说 乃是头等大事 在外门大笔的表现 意味着能否进入内门 一旦进入了内门 无论是身份 还是可以获得的修炼资源 都远不是外门弟子可以想比的 可以说 这是一步登天的机会 天云先宗的外门大笔 总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则是感悟悟道时之中隐藏的天云先宗正宗功法 天云帝经 天云先宗以往发生过一次巨变 当时修炼天云帝经的宗主与长老全部殒落 导致天云帝经断了传承 只有悟道时还存有天云帝经修炼之法 只不过悟道时中的天云帝经却是惨篇 根本不完整 无法发挥出昔日的天云神威 这也是天云先宗如今衰弱的主要原因 外门大笔规定 只要能够从悟道时中感悟出三成天云帝经 便足以进入内门 师兄 师兄 叶珍刚刚来到外门大笔的举办处 一位有些眼熟的外门弟子便跑了过来 我们见过吗 叶珍看着眼前一脸莫名兴奋的青年 有些疑惑道 师兄你忘了 灵兽森林 我们见过的 青年没有在意叶珍冷淡的态度 反而越是兴奋了 是你啊 经过青年的提醒 叶珍也是想了起来 是那个在灵兽森林 好心提醒自己逃跑的外门弟子 嘿嘿 青年傻笑了起来 似乎被叶珍记起来 有多么的荣幸一般 血煞狼这种大量群聚的灵兽 难道宗门就不管管吗 叶珍问道 天云先宗 必然是知道血煞狼的习性的 但却仍旧将其圈养在灵兽森林之中 这一点 让叶珍很是疑惑 要知道 一旦爆发起来 目前的外门 谁遇到谁死 除了自己 师兄 宗门不是不管 而是故意为之 不然如何培养我们的警觉性 青年苦笑道 叶珍文言 沉默了片刻 随后点了点头 算是表示了认可 在这个残酷的玄幻世界 警觉性与逃命能力 同样非常的重要 咚咚咚 厚重的钟鸣声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人群喧哗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 忽然出现在广场中央的一块金色巨石 悟道石 外门大笔已经开始了 伴随着钟声响起 几道气息恐怖的身影 宛如从虚空中走出 出现在那闪烁着璀璨金光的悟道石旁 几人身上的气息 隐隐间与悟道石有着某种联系 但是却并不深刻 想必应该是修炼了天云地精残篇 天啊 宗主竟然清零了 一声惊呼传来 只见一道气息如鸳 身形如雅的身影 踏云而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长相甜美 宛如出水芙蓉般的女孩 正是云爵子与云西遥 师兄 师兄 快看啊 宗主和圣女 竟然亲自来了 叶珍身边的青年激动不已 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来就来呗 叶珍很不理解 青年为何如此激动 难不成宗主会过来 给你送零食不成 师兄 以往的外门大比 最多派出一位内门长老 如今宗主圣女双双利临 必有大事发生 此次外门大比不简单 青年认真道 目光灼热地盯着云爵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强者啊 我天云先宗的宗主 哦 云爵子只是匆匆一扫 便看到了人群中的叶珍 于是朝着叶珍缓缓地走了过来 周围的外门弟子 顿时为云爵子 让开了一条路 目光中满是尊崇与狂热 叶珍哥哥 没想到几日不见 竟然练体极静了 我就知道 云西遥感知到叶珍的修为 心中很是欣喜 这丫头非要来见叶圣子 还望叶圣子见谅 云爵子笑着道 圣 圣子 叶珍身边的青年文言 心中不由地大惊 目光震撼地看着叶珍 师兄 你你是圣子 青年说话 都有些不利索了 宗主 现在这么说 有些早了吧 叶珍无奈道 同时宠溺地摸了摸 云西遥的头发 呵呵 迟早的是 难不成叶圣子没有信心 在这区区的外门 大笔上独占熬头 云爵子笑呵呵道 随后目光看向青年 小家伙 你身边的这位 马上便是我天云仙中的圣子了 原 原来如此 怪不得师兄如此强大 一掌涂灭血沙狼群 原来是圣子 青年激动到 看向叶珍的目光 满是尊崇 一掌涂灭血沙狼群 云爵子心中一惊 深深地看了叶珍一眼 能在练体境 做到这种程度 实在是可怕 云西遥文言 倒是并没有显得很惊讶 反而觉得本该如此 当初自己就是 被叶珍从血沙狼群中救出来的 擂台战已经开始了 我就不打扰叶圣子 竟显光彩了 云爵子笑道 随后便带着云西遥离开了 来到悟道时旁边主持大局 云爵子的作为 自然瞒不住众位长老 不由得纷纷叹息一声 宗主这是在给他们下马威 表明了必要立叶珍为圣子的决心 只是可惜了那位 同样拥有着天云仙体的天骄 要被拉下圣子之位了 在天云仙宗 圣子只能有一人 黎晨上台 一道低鹤声传来 叶珍身边的青年动了 到我了 黎晨略显激动 几个跳跃间便上了擂台 黎晨的实力不弱 有意动天的实力 此次外门大笔 应该足以进入内门 恭喜宿主 触发系统任务 人前险胜 获得外门大笔擂台战第一 修补天云地精 震撼世人 任务完成 奖励一块至尊骨重生 嗯 脑海中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珍顿时大喜 九等的系统任务终于来了 而且奖励还是一块至尊骨重生 要知道 重生的至尊骨 要比原本的至尊骨 更为的强大 看来要稍微认真一些了 叶珍低声自语道 心中有了思量 很快便轮到了叶珍上场 叶珍的第一个动手 是一位长相凶悍的女子 一双大板斧 挥舞得雄无有力 堪服 女子抱贺一声 比自己身体还要大一圈的两大板斧 齐齐向着叶珍劈坎而来 空气的摩擦声 传到叶珍的耳朵中 让叶珍有些惊讶于 这女子的力气 恐怕是有着 某种力量体质加持 叶珍心中下了结论 随后淡定地伸出两根手指 碰 巨大的板斧 与叶珍的手指 狠狠相撞 强大的反振力 使女子虎口破裂 身形倒退了几步 而反观叶珍 则是身形纹丝未动 仅仅只是手指蹭破了点皮 不错 有十五万斤的力量了 叶珍夸赞了一句 捏 女子见到叶珍如此嚣张 心不由气急 体内灵力涌动 一层淡淡的光运 出现在板斧的斧刃上 黄街高级灵术 裂地劈 女子低喝一声 挥起板斧 朝着叶珍狠狠劈去 有点意思 叶珍淡淡一笑 竟然选择徒手去接女子 这一道不俗的灵术 哄 斧刃与叶珍的手掌接触 却被叶珍死死地捏在手里 任凭女子如何发力 也撼动不了叶珍丝毫 你说了 叶珍放开板斧 一拳打在女子的小腹上 女子身体扭曲着 顿时飞出了擂台 叶珍射 一位长老健壮宣布道 宣布完毕后 叶珍淡然地走下了擂台 接下来的几场擂台战 叶珍也是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 只不过 叶珍发现了一个问题 天云先宗外门 足有数千名弟子 这么站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擂台战 一般什么时候结束 叶珍向一旁的 黎晨问道 几个月吧 黎晨随口回答道 擦 叶珍一脸飞线 他哪有闲功夫 在这世上耗着 虽然不停的战斗 有助于增强实战经验 对于自身 也是一种很好的修行 但是那也要看和谁战斗 以叶珍如今的实力 完全可以碾压外门任何一人 这样的战斗是无意义的 看来要想个办法了 叶珍妈撒着下巴 陷入了思索 叶珍上台 没过多久 便又轮到了叶珍上台 这一次叶珍的对手 正是黎晨 师兄 一会你轻点 我怕疼 黎晨果断认怂 他可是非常清楚 叶珍的实力 净千匹血沙狼被一掌涂灭 那是何等可怕的实力 不用 你还有机会 叶珍微笑道 什么意思 黎晨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此时的叶珍 却是来到了擂台边缘 大吼道 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你们一起上吧 猖狂 有人大怒道 叶珍这番狂言 直接引发了众目 虽然经过前几场的观察 叶珍的实力非常强劲 但是这般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 实在有些太过于狂妄了 猖狂是强者的资本 弱者只会成口舌之力 叶珍目光淡淡注视着台下众人 有本事就把我揍趴下 怕你不成 在叶珍的这番激将之下 不少人都纷纷上台 目光凶狠地盯着叶珍 悟到石旁 长老们看着这滑稽的一幕 不由得面面相去 随后目光同时看向了一脸兴致的云爵子 宗主 是否要阻止 一位长老问道 若是任由叶珍这么闹下去 这外门大笔 岂不是乱套了 不用 我宗圣子 以炼体之境占数千人 若是圣了 可养我先宗神威 云爵子但笑道 长老们闻言 脸色不由的有些古怪 炼体竟占数千人 甚至其中 还有不少洞天境 这可能吗 哪怕是以前天资如神的叶珍也做不到吧 更何况是现在 不过云爵子竟然发话了 长老们也不好阻止 只能静静看着事态发展 而此时 经过叶珍的多番激将 所有的人都已经上了擂台 黎晨站在人群之中 脑袋还有些发忙 他现在总算明白 叶珍为何 说他还有机会了 不错 还有点血性 叶珍满意的点了点头 此刻所有的外门弟子 都站到了擂台上 各色灵力涌动 若非碍于长老宗主之面 早就上前将叶珍给撕碎了 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了 负责维持秩序的长老 面色古怪道 啥 众人瞬间愣了 他们原本只是 咽不下这口气 才上来与叶珍对质 根本没有想过 真的与叶珍动手 没想到 现在长老都竟然同意了 这叶珍是惹了什么天怒人怨 让长老都如此针对 听到了吗 长老都看不下去了 几人大笑起来 随后眼神凶狠地盯着叶珍 灵力涌动 直接冲向了叶珍 既然长老都发话了 他们自然没有客气的必要 而且 若是在这里 将叶珍给做趴下了 说不定可以得到长老的青睐 面对几人凶狠的攻势 叶珍面色上 却并无半分慌张 身形腾转挪移间 躲开了几人的凶横一击 随后手脚并用 强横霸道的力量 直接将几人送回了人堆 几人摔了一个狗吃屎 恼羞成怒道 一起上 我就不信 他能一人打败我们数千人 其他人文言犹豫了一下 毕竟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赢了也不光彩 但是此时的叶珍 却对着众人 做出了挑衅的动作 这让犹豫的众人 顿时忍无可忍了 妈的 给我上 我倒看看 他凭什么这么嚣张 随着几人怒吼着冲向叶珍 其他人也是纷纷涌动 灵力冲了上去 煞世间 人群乌鸦鸦的 朝着叶珍碾压而去 任谁看了 都会头皮发麻 既然如此 我也不用留守了 叶珍等的就是这一刻 叶珍两手放在腰间 天地间风云涌动 双掌中星辰明灭 随后猛然推出 星云灭神掌 天地顿暗 无数星辰砸向人群 宛如末日之景 什么 众人大惊 面对此番之威能 人群顿时骚乱了起来 纷纷运转灵力转弓为首 全力抗衡星辰的碾压轻腹 哄 无数星辰 毫无悬念地轰击在了人堆中 任凭众人发死力抵挡 也根本无法硬撼星辰之威 纷纷惨叫着 飞出了擂台 重重地摔落在地 这 这 雾到石旁 诸多内门长老 目瞪口呆地望着 这震撼的场景 数千外门弟子 就这么全军覆没了 还是被一个炼体镜的弟子 给一掌屠灭的 开什么玩笑 这些外门弟子 修炼都修到狗身上去了吗 难道是天阶灵术 云爵子不确定道 目光幽远地看着锋芒毕露的叶真 刚刚叶真施展这一招灵术时 周围的天地之力也随之而动 这是天阶灵术拥有的标志 但在炼体镜 便可以施展出天阶灵术 简直太过的匪夷所思 并且 就算是以自己的阅历 也从未见过这道莫名的天阶灵术 想必应该是以前叶真历练时奇遇所得 不愧是引出鲜路投影的绝世天骄 任何轰动世人之事 在他身上皆不足为奇 云爵子感慨道 叶真哥哥 你是最棒的 云熙摇见到叶真大发神威 美眸中一彩连连 精致的小拳头握得紧紧的 宛如一个小迷妹 此刻的叶真状态也不是很好 一股极度虚弱感涌上心头 甚至恨不得就此呼呼大睡 这一次可比面对血煞狼群艰难多了 数量更多 暂且不提 能进入天云先宗 就算是外门实力 也不是很差 其中更是有些洞天境 若非叶真打破炼体极境 并且凭借着满极悟性 已经足以将这道天阶灵术 发挥出九分威力 恐怕根本做不到这种程度 不过就算如此 在擂台上 也仍旧有十几人 挺住了叶真这恐怖绝伦的一掌 并没有被直接轰下擂台 但就算还能停留在擂台上 身上的伤势也是极重 一身实力 恐怕发挥不出三成 很快 叶真便强忍着虚弱之感 将剩下这十几人 全部轰下擂台 长老 可以宣布结果了吧 叶真声音虚弱地提醒一旁 有些发呆的长老 此次鄙视 叶真社 长老闻言 顾不上震惊 宣布了叶真的胜利 随后深深地看了叶真一眼 这次的天云先宗外门大笔 恐怕要载入宗门史册了 一人独占数千人 并且还取得了胜利 而且自身实力 还仅仅只是练体径 不说后无来者 至少已经是绝对的前无古人 宣布结果后 叶真也便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目前的自己擂台战 已经是绝对的第一 剩下的人想要打完 估计得好几个月 叶真哥哥 云熙遥见到叶真离开 就想要追上去 嗨嗨 云爵子倾咳了两声 一把揪住了 想要去找叶真的云熙遥 你这个糟老头子 干什么 云熙遥不满地嘟嘴道 不准去 叶圣子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云熙遥子面色严肃道 同时心中叹息一声 这丫头太过主动 日后绝对会被叶真拿捏得死死的 这可不行 对于云熙遥子的呵斥管教 云熙遥自然是极力反抗的 但是这次云熙遥子是铁了心 不让云熙遥离开 任凭云熙遥如何反抗 都逃不出云熙遥子的五指山 不去就不去 云熙遥有些赌气 竟然独自返回了内门 这丫头 云熙遥子苦笑地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 叶真离开了外门广场后 便直接返回到了小木屋 门口的天灵兽 见到叶真回来 轻密地叫了几声 显得很是亲切 叶真摸了摸天灵兽的硕大的头颅 笑道 再忍忍 马上你就有的吃了 回到小木屋后 叶真便疲惫地躺在了床上 很快睡了过去 这一睡便是三日时间 而这之后 叶真也惊喜地发现 自身的力量 已经突破到五十万斤了 但更让叶真心惊的是 五十万斤 依旧不是炼体静的极限 炼体静竟然还有着挖掘潜力 难不成有百万斤不成 叶真有些静意不定 百万斤力量 若真到了那个地步 恐怕 自己就算光平肉身 便足以轻易碾压一些动天静的强者了 甚至就算是一些 拥有着增强力量的体质的家伙 也绝不是叶真的对手 并且 若是以百万斤的力量 突破到动天静 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叶真很是期待 又过了几天 小木屋中来了一位 让叶真比较惊讶的客人 幻长老 你是说 擂台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要进行误道阶段 叶真有些惊讶到 不是说好了啊 要几个月吗 这才几天 是这样没错 因为外门弟子 大部分伤势都比较严重 所以宗主下令 停止擂台战 直接进行误道阶段 幻长老缓缓道 同时 目光有些古怪地看向叶真 在练体静 实力能猛成这样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叶真文言 不由得有些尴尬 合着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那行吧 叶真点点头 随后跟随幻长老 一起来到了外门中央广场 叶真来到中央广场后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其中大部分的眼神 都不太友好 但是其眼底 又含着一抹深深的恐惧 师兄 师兄 黎晨见到叶真后 热情地上来打着招呼 你竟然没事 叶真看着生龙活虎的黎晨 有些惊讶道 嘿嘿 叶真明白了过来 心中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这才是聪明人 咚咚咚 伴随着钟声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 位于卫台中央的悟道石上 灰红的悟道石散发着璀璨的金光 弥散着古老的韵味 现在开始进行悟道 叶真 你第一个来 幻长老大喝道 叶真文言自然没有犹豫 一个起跳间便来到了擂台 在云爵子与众人的注视下 在悟道石前盘坐了下来 金色的悟道石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洒向叶真的身躯 叶真顿时感到身体里一阵暖洋洋的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适感 而此时 一幅幅恢弘的画面 莫名地出现在叶真的脑海中 那是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位老者 老者屹立在云天之巅 四周的云层 宛如具备某种灵性一般围绕着老者 而老者的每一个动作 都能引起云层的共鸣 渐渐地 老者的动作越来越快 周围的云层也剧烈地涌动起来 开始变化出各种形状 有各种强悍的远古一种 也有曾经叱咤一时的大地强者 而这些由云层变换出的东西 竟然各个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 仿佛本尊清零一般 原来如此 这天云地精的能力 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拟太幻神之术 可以模拟出各种远古凶兽 与曾经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强者 使其帮助作战 叶真有些惊叹道 这天云地精 着实是有些不凡 论起珍贵程度 甚至远胜太荒圣地的那部 太荒吞天诀 怪不得天云先宗曾经那般辉煌 原来是有着这样的大杀气 而正当叶真 想要进一步感悟这天云地精时 画面却突然停滞了下来 随后变得模糊不清 根本无法深入的感悟 应该是这悟到时 历经万载岁月 有了一些磨损 才导致如今的结果 叶真也是分析出了原因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叶真其实已经可以退出感悟状态了 外门大比所规定的三成 其实是这天云地精残偏三成 而以叶真的满极悟性 自然是感悟了残偏十成 只不过 叶真却并不满足于此 他要尝试着修复这天云地精 天云地精乃是天阶高级功法 修复这天云地精 可比改造升级黄阶灵术困难多了 但是好在天云地精虽然不完整 但至少也有七成内容左右 所以 叶真还是有把握完全修复的 叶真没有再看那模糊不清的画面 而是开始根据先前感悟所得 自行摸索了起来 凭借着系统赋予的满极悟性 叶真竟然在脑海中浮想出一幅画面 依旧是在云天之巅 与先前画面一样的风景 只不过 这一次的主角 换成了叶真自己 叶真屹立于云天之巅 周围的云层 伴随着叶真的动作而动 云层翻滚 一道又一道恐怖的身影浮现 安静地处立在叶真的身后 开始的时候 叶真的动作很快 基本上和先前的老者动作一致 而到了后面 叶真便逐渐慢了下来 甚至每做出一个动作 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到了这里 叶真就算是开始正式修复天云地巅了 与此同时 外门中央广场 患长老看着坐在悟道尸旁 屹立不动的叶真 眉头不由地微微皱起 照理说 悟道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最多一个时辰 而现在 已经快要过去两个时辰了 叶真竟然还没有半分动静 宗主 患长老目光看向云爵子 欲言又止 再等等 云爵子皱眉道 同时心里也很是疑惑 毕竟这时间实在太长了 只有一些悟性极差的人 才会迟迟难以悟道结束 难不成叶真的自身天资极高 但是悟性却很差 云爵子心里不由地猜测道 呼 终于完成了 伴随着叶真最后一个动作做完 也标志着 天云地金已经被正式修复完成 此刻的叶真身后 占满了由云层凝聚而成的各路凶兽 与远古大能 每一道身影都散发着极为恐怖凶悍的气息 若是这些大能与凶兽全盛时期同时出现 恐怕足以轻易覆灭整个天云先宗 修补完天云地金后 叶真并没有急着退出悟道 而是若有所思的 看着这些由云层凝聚的大能与凶兽 似乎 这天云地金还有升级的潜力 叶真低语道 这些由云层凝聚的幻神 虽然实力强大无比 但是却缺乏一些灵性 只会一味的蛮干 很容易被人当作傻子玩 若是可以赋予其灵性 那么这天云地金才是真正的恐怖 就算是说 这个玄幻世界开天辟地以来 第一功法也不为过 只不过 若是想要将天云地金升级到这种程度 恐怕会异常的困难 但是如今的叶真拥有满极悟性 说不定可以 想到这里 叶真便不再犹豫 再度开始研究起天云地金 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一直停留在叶真身后的云层幻神 眼眶中浮现了一些淡淡的神采 宗主 已经过去三个时辰了 幻长老看着 还是没有丝毫动静的叶真 心里也有些着急 台下还有上百号人等着呢 若是人人如此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再等等 云爵子沉声道 他在心里是不愿意相信 叶真的悟性 真就这么差 能够引出鲜鹿投影 悟性怎么可能差到这种程度 之所以悟到 时间这么长 必然是有着某种不知名的原因 此刻台下的众多外门弟子 也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一时间人群有些骚动起来 若不是云爵子 不经意地散发出一丝淡淡的威压 恐怕早就向长老表达不满了 就这样 六个时辰过去了 但是叶真却仍旧没有动静 宗主 幻长老是个急性子 他已经等不及了 若不是此次外门大笔云爵子观礼 他早就叫醒叶真了 叫醒他吧 云爵子无奈道 他也知道 此次叶真所耗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会引起众怒 云爵子发话了 幻长老自然没有犹豫的道理 起身便要去唤醒叶真 而就在幻长老动身之际 一边突生 只见天地间风云变幻 笼罩在天云仙宗上方的厚重云层 忽然莫名地翻滚起来 随后竟然开始缓缓变形 最终幻化成各种形态 每一种形态都唯妙唯肖 各种不同的气息散发 甚是神意 这事 云爵子猛然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 还在雾道士旁安静坐着的叶真 此刻的叶真浑身被金光包裹 一双眼眸缓缓缓睁开 来 被金光包裹的叶真手指 轻轻一点 天空中 那无数各种形态的奇珍异兽 纷纷朝着叶真奔袭而来 最终围绕着叶真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仿佛在膜拜一般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异兽的眼中 全都具有着某种神采 根本不像死物 这一点 自然也被敏锐的云爵子给注意到了 云爵子手掌紧握 因为用力过猛拳风间 甚至都渗出了鲜红的血液 但是自身却丝毫不在意 凝云化形 负弃灵性 云爵子有些失神道 这是天云老祖当初一生的追求 天云地经乃是天云老祖所创 但究其一生 也未能达成赋予云寿灵性的成就 带着这个遗憾 天云老祖最终郁郁而终 临终前留下一言 天云弟子后世 谁若可以完善天云地经 赋予云寿灵性 便可直接成为天云先宗的宗主传承者 无需任何其他流程与考验 不愧是系统 这满级物性真不是盖的 叶真淡淡一笑 此时的天云地经 不但被叶真完全修补完成 并且还成功将其升级 使其更为的强大 原本的天云地经变 已经是天阶高级功法了 此时被叶真升级 恐怕已经足以堪比 至尊宝术这一级别了 至尊宝术 唯有至尊骨可以孕育 乃是超越天阶高级灵术的 至强之术 恭喜宿主 顺利完成任务 人前显胜 现在发放奖励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真感觉右手掌骨痒痒的 原本平平无奇的掌骨 开始出现一道道 玄奥晦涩色的符文 符文连接 散发着无穷奥妙 一股至尊之意 犹然而生 至尊骨重生 熟悉的感觉 叶真看着自己的右掌 淡淡笑道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重生的至尊骨 要比最开始的至尊骨 至尊宝术中的任意一种 而是一种全新的至尊宝术 而就当叶真打算起身离开时 却惊愕地发现 云爵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叶真的身边 或许是怕打扰到叶真 所以一直安静地站在身侧 直到叶真有了动作 才激动地上前 叶圣子 你可是完整地领悟了天云地精 云爵子语气有些急切道 已经完全没有了 一宗之主的风范与涵养 但是对于云爵子的发问 叶真却是摇了摇头 云爵子健壮 心中一惊 不对啊 若是没有完全领悟 如何有这般异想 悟到时中的天云地精不够完整 所以我修补了一下 并且还完善了一下 所以并不算完全领悟了 其中的天云地精 毕竟好多地方我已经修改了 原版未记不清了 叶真解释道 云爵子 圣 圣子 你真的将天云地精修补完成 并且还完善了 幻长老此刻还有些不真实感 有些呢喃的问斗 面对幻长老的问话 叶真没有说话 而是让身边的一只云兽 来到了幻长老的身旁 云兽目光凶狠地盯着幻长老 大嘴张开 一股极其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 竟然动摇了修为高深的幻长老身躯 饕佩云兽 这般凶威 至少有其九分幼崽之力了 并且还如此的灵性 幻长老已经说不出话了 眼前的一幕实在是太过的震撼 谁能想到 叶真竟然仅凭天云地精残片 就可以将其完全修复 并且还完善了 这等悟性 简直惊现世人 横压万古 幻长老可还有一律 叶真但笑道 随后收了神通 原本凶狠无比的云兽 顿时化作云层消散了 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 更值得相信了 幻长老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叶真便被云爵子 直接给带走了 从此以后 叶真便是我天云先宗的唯一圣子 并且 封为宗主继承人 地位与本宗主相当 云爵子的话音 宛如雷鸣般 响彻整个天云先宗 内门中 无数强大的气息 纷纷被震动 叶真被封为圣子 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但是宗主继承人 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 叶真加入天云先宗 满打满算 也不足一个月 对于天云先宗的归属感 实在是有待商榷 此番宗主所为 实在是太过于胡闹了 长老 我们还悟到吗 外门广场 一个弟子弱弱地问道 悟到 还悟个屁的道 幻长老手舞足蹈道 随后 目光望向悟道时 什么东西 只有天云地精的残片 要你何用 幻长老说着 随后 竟然直接一掌 将悟到屎给拍碎了 看得台下弟子 那是目瞪口呆 都别看了 已经有完整版的 天云地精了 我天云先宗 必将重回往日辉煌 幻长老大笑着离开了 留下一堆外门弟子 面面相去 宗主 你要带我去哪 天云先宗半空中 云爵子紧紧地 抓着叶真的手 脚踩云层 或许是为了照顾叶真 所以 速度并不是很快 自然是回内门 我天云先宗的圣子 岂能待在外门那种地方 另外 新封圣子 需要有一个仪式 也要赶紧办了 最好就在明天 不 今天 云爵子语速极快到 同时抓着叶真的手 愈发用力 生怕叶真跑了 宗主 可不可以轻点 我又不跑 叶真有些无奈道 嘿嘿 抱歉 云爵子也是意识到了 自己的失态 随后松开了手 但是契机 却是一直锁定着叶真 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 没过多久 云爵子便带着叶真 来到了内门 到了内门后 叶真明显感觉到 天地间的灵气 充沛了不少 虽然还不足当初 自己在太荒圣地居住的荒谷风 但是也已经相当不错了 云爵子一路带着叶真 来到了内门的一座山峰上 随后道 圣子 我先与长老们 商议一些事情 你先在这里随便看看 宗主请便 不用管我 叶真笑道 云爵子文言点点头 便想要离开了 遇到危险时 将其捏碎 我可以将力量投影来 云爵子将一枚白玉般的牌子 交给了叶真 叶真接过云爵令 有些无语 在天云先宗的内门 我还能出什么事不成 不过 这是云爵子的一番心意 叶真自然也不会拒绝 多谢宗主好意 叶真感激道 收下了云爵令 云爵子点点头 这才放心地离去 云爵子离开后 叶真这才有机会 仔细观察这座内门山峰 整个山峰上 各种奇花异草很多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很是好闻 叶真哥哥 就在叶真欣赏 这难得的风景时 一道甜甜的声音传来 叶真闻言回头望去 只见一道窈窕的倩影 赤着光洁的脚丫 踏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道路上 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扑闪扑闪地看着自己 西窑 你住在这里 叶真微笑道 走上前去 摸了摸云西窑的秀法 云西窑不但没有反抗 反而还一脸享受的 朝着叶真的怀里靠了靠 忘记和叶真哥哥说了 这里是云先锋 平日里 只有老头子和我 以及云天圣子居住 云西窑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真点点头 现在 自己已经被云爵子封为圣子 所以 云爵子才将自己带到了这里 不过叶真记得 天云先宗 好像历来只能有一位圣子 看来这个叫云天的 要被赶出云先锋了 在这个残酷的玄幻世界 就是这样 天赋实力决定一切 其他的都是浮云 叶真哥哥 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会是偷着过来找我的吧 云西窑 忽然神经兮兮的左顾右盼 随后 拉着叶真的手便跑 叶真哥哥 我们先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能被老头子发现了 云西窑有些紧张的说道 西窑 其实 叶真想要解释 但是云西窑却一个劲的 拉着叶真 在云先锋到处跑 使得叶真苦笑连连 直到来到了一个小树林 云西窑才停了下来 这里应该安全了 云西窑脸蛋红扑扑的 语气有些激动到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的她 感到一股别样的刺激感 这可比照顾那些奇花灵草 好玩多了 看着云西窑娇羞的样子 叶真的心里 也有些心愿意马 虽然以往叶真天资盖世的时候 有不少的追求者 并且各个先知爵士 但是叶真心里却十分清楚 他们只喜欢自己的一身实力罢了 根本没有半分感情 云西窑却是不同 这是一个自穿越以来 第一个让叶真动心的女孩 没有掺杂半分杂志 西窑 其实是宗主带我来的 所以不用如此谨慎 叶真淡笑道 捏了捏云西窑粉嫩的脸蛋 老头子会有这么好心 云西窑明显有些不相信 前几天 云厥子还与重心肠地告诫自己 要适当地与叶真保持距离 不要那么轻易被拿捏住 你看这是什么 叶真将云厥令掏了出来 在云西窑的面前晃了晃 云厥令 老头子竟然给了你这个 云西窑见到叶真手中的云厥令 很是惊讶 这云厥令 就算是云厥子 也仅仅只是炼制了两枚 其中一枚在云西窑的手里 而另外一枚云天 哀求了许久 云厥子也没有交给他 没想到 如今竟然给了叶真 现在 你相信了吧 叶真笑道 他自然也非常清楚云厥令的稀有程度 这种东西 光是材料就珍贵异常 并且炼制起来 还需要耗费自身的精血 所以一般的强者 非必要不会炼制 当初这种东西 叶真也是有不少的 只不过最后都还给了太荒圣地 叶真哥哥 你不会已经是胜责吧 云西窑有些欣喜道 若真是如此 岂不是日后 便可以与叶真 住在同一座山峰下 想到这里 云西窑不由得又娇羞了起来 嗯 叶真点了点头 微笑道 太棒了 而且 云天那个坏家伙 也终于可以离开了 云西窑开心地笑道 叶真闻言 却是神色一动 问道 你很讨厌云天吗 据叶真在外门所闻 这云天的名声不错 当然也只能听听罢了 其实还好 但我总觉得 他不安好心 有点虚伪 云西窑思考了一下道 不说他了 叶真哥哥 我带你转转云先锋吧 云西窑却悦道 好 叶真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云西窑带着叶真 在云先锋闲闲逛了起来 不得不说 云先锋 不愧是天云先宗内门的主风 灵气浓郁程度 甚至比叶真以往居住的荒谷风 更胜一筹 在距离这方面 天云先宗 是比太荒圣帝要强一些的 只不过论起实力来 太荒圣帝 还是要比天云先宗强很多的 只不过如今 叶真将天云帝经修补完善 或许用不了多久 天云先宗便可以重回巅峰 就此超越太荒圣帝 也说不准 这些奇花灵草 都是你种的吗 叶真问道 一路而来 云先锋上 几乎到处都有着各色奇花异草 并且大部分价值不菲 任何一样拿在外面 都足以让一堆散修 或者小宗们 用命来拼 不是 是老头子种的 然后就让我干一些苦力活 云先锋有些抱怨道 平日里 云先锋在云先锋不是修炼 便是给这些花花草草浇水施肥 这让性格极为跳脱的云先锋 都快闷出病了 所以才一直对云厥子有些不满 原来如此 叶真点点头 心中也大致明白了 云厥子的用意 云先锋的性格 很难安分地修炼 要知道 修炼到了后期 立官百年 那是常有的事 云厥子看来 是想借此 打磨一下云细瑶的性子 其实宗主也是一番好意 你也不用太过抱怨 叶真真拙了一番 缓缓道 哼 云细瑶嘴巴微微嘟起 明显有些不开心了 没想到 叶真竟然会为老头子说话 叶真见状 不由得颇感无奈 正想要再次劝解一番的时候 目光却忽然看向头顶上方 整片天地忽然风云变幻 数十道强大的气息 齐齐向着云先锋涌来 其中数道甚至隐隐间 还在云绝子之上 光芒一闪 云绝子率先找到了 叶真与云细瑶两人 宗主 老头子 云细瑶和叶真同时说道 叶圣子 待会还望物怪 云绝子苦笑道 叶真闻言 心中一沉 道 宗主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头子 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物怪 云细瑶也紧张道 你们也不要急 只是待会太上长老 会小小地考验一下叶圣子 而以叶圣子的天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云绝子解释道 听到这里 云细瑶才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都非常相信叶真 而也在此时 数十道苍老的身影 齐齐降临云先锋 无数强大的气息 全部锁定叶真 顿时让叶真感到压力山大 你便是叶真 一道苍老幽远的声音传来 其中仿佛蕴含着某种神威 让叶真竟然下意识地 想要立刻回答 做不了任何反抗 不要紧张 太上长老 不会太过于为难的 云绝子拍了拍叶真的肩膀 笑道 那股令人无法拒绝的神秘力量 也转瞬间消散了 叶真顺着声音来源望去 那是一副何等可怕的身躯 干枯的身躯上 没有一丝血色 只剩下一副皮包骨头 面部上已经没有了眼珠子 只有一些光亮 在眼眶里打转 弟子叶真 不知太上长老有何指教 叶真有些不喜道 他不喜欢这种 被别人操弄的感觉 听说你成功修补了天云地精 施展出来 给老夫瞧瞧 淡然道 抱歉 弟子恕难从命 这是为何 太上长老不解道 因为不想 叶真淡淡道 虽然对方是天云先宗的太上长老 但是其语气 颇有几分以老卖老的意味 叶真很厌恶这样的老东西 至于对方会不会杀了自己 叶真已经展现出了自身的天赋 相信只要对方不蠢 便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云绝子文言 心中顿时一颤 暗自为叶真捏了一把汗 只希望待会太上长老 不要过于为难叶真变好 否则事情就真的不好办了 太上长老听闻叶真的这些话 也是愣了一下 空洞的眼眸中 光芒跳动 随后发出圣人的笑声 嘿嘿 好一个嚣张的小辈 老夫倒要看看 你嚣张的资本在哪里 太上长老说着 干枯的手掌轻微翻动 整片天地顿时与之共鸣 叶真只感到自己所在的这方天地 仿佛单独剥离出来了一般 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并且有一股极其可怕的压力 倾泻在叶真的身躯上 宛如太山压顶一般 叶真的身躯顿时就弯了下去 如非自身有着高达五十万斤的恐怖力量 恐怕早就趴下了 咦 竟然还能勉强站着 太上长老有些惊讶 但是也没有过于在意 而是加大了压力 叶真顿时半跪在了地面上 大滴大滴的汗珠从脸颊滚落 甚至身躯中出现了一些骨裂之声 一些骨头碎裂 甚至刺破了叶真皮肤 鲜血流出 将叶真染成了一个血人 尽管身体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叶真的目光之中 却并无半分求饶之色 反而近视不屈的倔强之色 呵呵 你不服 但这就是现实啊 我比你强大 你就是蝼蚁 任我揉捏 太上长老应侧侧地笑道 随后干枯的手掌一挥 叶真整个身体顿时趴在了地面上 骨骼开始逐渐破碎 血肉被分离 眼看是活不成了 知道得罪强者的下场了吗 太上长老语气冷酷道 叶真没有说话 准确地说是根本说不出话 骨骼已经完全碎裂 血肉也成了一堆墨墨 一时开始逐渐陷入黑暗 这就到极限了吗 太上长老见状 难难自语道 这般资质虽说也足够惊艳 但还远远不足 引动先路投影的地步 太上长老摇了摇头 看来云爵子所言 有待考证 咦 怎么还有一块骨骼没有碎掉 太上长老忽然发现有些异常 只见已经化作碎末的叶真 竟然还有一块完整的骨骼 看其形状应该是掌骨 骨骼上符纹密布 隐隐间散发着一股古老玄奥的韵味 不是说 这小子至尊骨全废了吗 怎么还有一块 太上长老有些疑惑道 正想要走上前去仔细观察 一便发生了 只见原本安静的至尊骨忽然光芒不放 一股神秘之力爆发 瞬间将叶真与太上长老同时包裹 这 这是时光之烈 不 不 太上长老大惊 惊人的实力猛然爆发 强行从至尊骨波及范围内退了出来 但是自身仍旧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本就枯兽的身躯变得更为可怖 仿佛一阵风便会将其给吹倒 太上长老的面色变得无比难看 此次至少折损了五年寿命 五年寿命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他这种行将旧木的老家伙来说 那就太珍贵了 而此时更让太上长老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原本已经碎成一堆渣渣的叶针 竟然诡异地开始重组 没过多久 竟然完全重生了 丝毫不见受过伤的样子 好恐怖的至尊骨 太上长老骇然道 自古以来拥有至尊骨的天骄不是没有 各种强横不讲道理的至尊宝术 天云先宗都有记载 但是像叶针这般恐怖绝伦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逆乱时光的力量 简直可以与天夺造化 叶针目光冷冷地看向太上长老 他没有想到 这老家伙竟然真的要杀了自己 叶针心中这般想着 同时也在思考如何逃生 面对这般强者 叶针能想到 只有逃 没有半分反抗的可能 面对叶针的冷眼 太上长老丝毫没有在意 倒是那至尊骨 当真是了不得 你倒是让我感到很是惊奇 你这至尊骨 是重生了吗 太上长老问道 无可奉告 叶针冷淡道 同时暗中积蓄着至尊骨的力量 想要尝试着逃离这里 小娃娃还挺横 太上长老出奇的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笑 随后大手一挥 周围的环境顿时恢复了原样 叶针哥哥 叶针的看着周围的一切 有些搞不清状况 刚刚 我怎么了 叶针问道 呼 叶针哥哥 没事就好 从刚才开始就突然不说话了 一动也不动的 芸汐瑶解释道 叶针文言有些惊疑 随后目光看向太上长老 此刻的太上长老眼眶中 那若隐若现的光亮都暗淡了许多 显然受伤不清 云莫太上长老擅长换术 你方才所经历的都是幻境 云爵子笑着道 为叶针解惑 原来如此 叶针点点头 心中也很是惊骇 方才所经历的那一切 实在是太过的真实了 真实到仿佛感觉自己真的死了一般 这位太上长老的实力 就算不到递竟 恐怕也相差不远了 哼 折损了五年的寿命 老夫亏大了 太上长老冷哼一声 不满道 什么 云爵子文言大惊 每一位太上长老 都是天云先宗的支柱 亏损五年寿命 这对于天云先宗来说 也算是极大的代价了 太上长老 怎么回事 云爵子紧张道 没什么大碍 这小子的至尊古 古怪得很 不过 钱里我很满意 宗主继承人的事 老夫认了 云墨太上长老说道 哼哼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老夫自然也不会为难 墨老头的眼光 我是相信的 老夫也没问题了 其余的几位太上长老 纷纷笑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 满是赞赏 见此状况 云爵子也是松了一口气 笑着对叶真道 叶圣子 以后 你便是我宗圣子 外加宗主继承人 日后整个天云先宗 都要交给你了 宗主客气了 只不过 叶真欲言又止 叶圣子但说无妨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云爵子笑道 我可以不做这个宗主继承人吗 我可以不做这个宗主继承人吗 伴随着叶真的话语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 无不目瞪口呆 要知道 这可是天云先宗啊 超级势力之一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 势力有些衰弱的趋势 但是虎为犹存 更何况 宗主继承人 这可不仅仅只是一个称号 那么简单 是真的可以继承宗主大位的 一旦确定下来 任何人不可撼动 哼 不识好歹的小子 云末太上长老 吹胡子瞪眼 本次他们几个老家伙 破官来 为的就是宗主继承人 这头等大事 现在通过了考验 可以敲定了 你却不干了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叶圣子 不知是何原因 云爵子有些担忧道 生怕叶真 还顾念着太荒圣地 原因很简单 我以后不会留在这里 叶真一脸淡然道 天云先宗的宗主大位 或许对于别人很有吸引力 但是对于自己 反而更像的累赘 他不想要因为宗门事物 而耽误了自己的修炼 这和圣子之位不同 圣子只需要一门心思修炼 并且 宗门还会给予无尽的资源支持 这也是叶真答应 成为圣子的一部分原因 叶圣子可是还惦念着太荒圣地 云爵子闻言 面色一沉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若真如此 那么这宗主继承人之位 真不能给了 他绝不允许天云先宗的宗主继承人 心中还向着外人 其他的众位长老 以及太上长老 也是面色不悦 目光死死地盯着叶真 想要看看 叶真如何回答 叶真哥哥 云熙遥拉了拉叶真的衣袖 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叶真摆了摆手 给了云熙遥一个安心的眼神 宗主误会 自被太荒圣地逐出宗门的那一刻起 此生 我与太荒圣地缘分已尽 叶真淡默道 虽然早年间 叶真的确算是 成了太荒圣地不少的恩情 给予其资源 护佑其成长 但是为此 叶真也是给太荒圣地 留下了诸多大道神血 算是两不相欠 如今既已被赶走 那么 叶真心中 自然也对太荒圣地无愧 那叶圣子 为何不愿意成为宗主继承人 云厥子闻言 神色一缓 重新温和道 叶真抬头望天 凝视了许久 最终开口道 我终究会踏上仙路 去寻找某个人 这宗主之位 只会成为我的绊脚石 踏仙路 这句话 无论是谁说出来 都会令在场的众人嗤之以鼻 仙路隐匿 已经百万年 未曾有人成功踏上仙路 其实说踏就踏的 但如今 叶真可是引出了仙路投影 并且天资盖世 傲视万古天骄 说不定真的可以达成百万年 未有人做到的成就 小子口气倒是不小 但是老夫喜欢 云末太上长老露出可怖的笑容 眼眶中的光亮忽明忽暗 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 看来是我们几个老家伙 目光短浅了 其他太上长老纷纷笑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中满是欣赏 一心求道 面对这般诱惑 还能微然不动 天资又是横压万古 若是如此 也踏不上仙路 就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过这样一来 云爵子可就难办了 按照天云老祖留下的遗嘱 谁可以完善天云地经 谁便是宗主继承人 如今叶真并不愿意 而且太上长老们似乎也不在乎 这就让他这个宗主 有些左右为难了 小爵子 规矩是用来束缚弱者的 云末太上长老 看出了云爵子的犹豫 冷哼一声道 爵子受教了 经过云末太上长老的典型 云爵子也不再纠结 笑着对叶真道 叶圣子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成为宗主继承人 但只是一个名头 不会有丝毫的束缚 只有好处 到时候 若是不想成为宗主 大可以舍弃这个名头 如何 叶真文言考虑了一下 最终无奈道 好吧 那就依照宗主所言 云爵子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若是再拒绝 倒是显得 叶真不太会做人了 既然如此 那么该说正事了 云末太上长老忽然道 什么正事 叶真有些疑惑 难道正事不就是宗主继承人意事吗 嘿嘿 让小爵子和你说吧 云末太上长老倾咳两声 似乎有些不太好开口 嘿嘿 叶圣子 不是已经成功修补了天云地精吗 所以 宗门希望叶圣子 可以将其授予我们 云爵子有些尴尬道 一堆接近地境的大能 竟然像一个练体境的娃娃求叫 这要是传出去 简直会一笑大方 这样啊 没问题 叶真点点头 随后 目光看向了远处一块 约莫有一人高的石头 那就做一块新的舞蹈石吧 叶真走上前去 用手轻轻抚摸着石头 冰冷的触感传来 叶真的掌心 也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天空中的云层翻涌 随后竞数向着叶真涌来 伴随着叶真动作的进行 大量的云层 开始转变为各种奇特的云寿 但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远古大凶 亦或者现世王寿 那些云寿仰天嘶吼 随后纷纷朝着石头涌了进去 没过多久 当所有的云寿 完全融入石头时 原本平平无奇的石头 开始变得金光璀璨 散发着神秘的韵味 完成 叶真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作品 很是满意 竟然可以直接将天云地精刻入凡石 圣子这般悟性 荡真是傲施万古 早就在一旁默默观察的幻长老 惊叹不已 能做到这般 恐怕已经将天云地精修炼至圆满之境了 荡真是可怕 而叶真才接触天云地精多久 不但将其完善 还在短时间内修炼至圆满之境 这般悟性 无愧为引动先路投影之人 幻长老撂赞了 叶真但笑道 随后 看向云爵子 宗主 这样便可以了吧 叶真笑道 同样是天云地精 只不过只有残篇 若是可以修炼完整的天云地精 说不定实力会有所突破 甚至直逼太荒圣地的圣主玄圣 云爵子又与叶真寒暄了几句之后 便带着一众长老匆匆离去了 想来是去研究这新的悟道石了 只留下叶真与云西瑶在云先锋 云西瑶带着叶真 又在云先锋转了转之后 两人也便感觉有些累了 就各自休息了 只不过 让叶真有些意外的是 到了第二天 云爵子竟然又找来了 宗主 是悟到石出了问题吗 叶真问道 问题倒是没有 只不过 云爵子有些犹豫 但随后咬牙道 完善后的天云地精 实在是太过玄奥 所以希望圣子前往长老殿 亲自指点一番 云爵子在说完这番话后 顿时感觉老脸发烫 天云地精 乃是天云先宗的正宗功法 云爵子更是对此敬营了数千年 没想到 如今却要请教一个 刚接触天云地精 没几天的小家伙 但是那些长老 跑得一个比个快 没有办法 云爵子只好亲自来了 这样啊 那成吧 云爵子想了想 完善后的天云地精 相比于以往 的确有很大的变动 也真是为难这些宗主长老们了 见到云爵子答应后 云爵子也没有多言 灵光一闪 便带着云爵 快速向长老殿赶去 圣子 那头天灵兽 我已经安置在了云先锋 并且用五品灵草喂养 不知可还满意 路途上 云爵子笑道 多谢宗主 云爵子感激道 露出了笑容 云爵子望向云爵 犹豫了一下 随后道 圣子 那头天灵兽 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这个问题 云爵子已经憋了很久了 那头天灵兽 无论自己怎么探查 都没有丝毫异常 但是云爵却对其格外的伤心 没什么特殊 只不过跟的时间久了 有感情了 云爵子看出了云爵子的疑惑 解释道 原来如此 能与圣子相遇 也是这头天灵兽的造化了 云爵子文言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同时在心里 也对叶真愈发的认可了 这般星星 只要天云先宗善待叶真 他日必得百倍千倍回报 云爵子的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 便到了长老殿 长老殿 位于天云先宗内门的云鸾峰 是整个天云先宗的主峰 云鸾峰顶 一座气势辉弘的大殿 立于其上 无数强大的气息弥漫 让人都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哼哼 宗主回来了 圣子也来了 有劳圣子 为我们几个老家伙 多跑一趟了 大殿中 众多长老见到叶真到来 全都主动地收敛气息 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其热情程度 搞得叶真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几个老家伙 刚才跑得比谁都快 现在圣子来了 比谁都热情 云爵子笑骂道 众长老文言 全部老脸一红 颇为尴尬道 这不是宗主 乃是天云先宗 古往今来第一名主 这等大事 自然需要宗主亲自出马 云爵子文言 被呛了一下 这几个老不休 为了那点老脸 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不过虽然如此 但这鸡马屁 听得还是很舒服的 老家伙们都消停一些 别忘了正事 莫要耽误了圣子修行 换长老开口了 其他人文言点点头 随后其中一位长老温和道 还望圣子 指教一下我们这些老家伙 长老客气了 但不知各位长老 是卡在了哪一步 叶真客气地问道 长老们文言思考了一会 随后纷纷开口道 云寿的形态 老夫已经可以凝聚起来 但是这灵性 却总是赋予不上 对了 老夫也是卡在了这一步 老夫也一样 老夫也一样 叶真听着众位长老的疑惑 心中也明白了 看来都是卡在了复灵这一步 不过也正常 赋予死物灵性 的确有些巧夺天地造化 若非叶真拥有满极物性 恐怕后世根本无人 可以将天云地精完善 灵性乃是天地赐予 以凡人之躯复灵 是逆天而行 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 叶真沉吟了一会 开始掩饰了起来 云雾涌动 将叶真的身形完全遮掩 随后 一只气势凶悍的灵兽 出现在大殿之中 凶兽滔天 滔天 滔天仰天咆哮 原本空洞的瞳孔 忽然多了一些奇妙的灵性 生硬的动作 也变得灵活了起来 仿佛远古滔天再现一般 复灵之时 需要用云雾将自身遮挡 短暂的蒙蔽天道一瞬 才可攻城 叶真解释道 原来如此 这般蒙蔽天道的手法 当真是鬼神皆惊 众长老惊叹道 经过叶真的提点 众人全都若有所思 开始纷纷效仿起叶真 尝试着给云寿复灵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这般蒙蔽天道的手法 看似只是简单的 用云雾遮挡自身 但其实 内在的门道是很多的 一个细节不注意 便会功亏一篑 甚至会让云寿 不再受到自己的控制 从而暴走 于是乎 整个长老殿 一时间到处都是各种的灵兽 而这些灵兽 大部分却不受控制 疯狂暴动 若不是在座的 都是天云仙宗的顶尖站立 恐怕整座云丸风 早就被拆了 哄 一只猴子般的云兽 一击重拳 狠狠地轰向叶真 恐怖的力量 甚至使得有大阵守护的长老殿 都震动了起来 哼哼 圣子勿怪 勿怪 叶真的身前 忽然出现一道苍老的身影 替叶真挨了这恐怖的一拳 长老 要不您换个地 出门左拐三十万里 就是太荒圣地 叶真有些无奈道 如今几乎所有的长老 包括云爵子 都陷入了某种顿雾的状态 各种云兽暴动不休 而这些长老们的实力 可是个顶格的恐怖 召唤出来的云兽 自然也是极为的凶残 恐怕稍微擦着点皮 自己就会隐很西北 若不是长老们 还有点良心 自己召唤出来的云兽自己管 不让其伤叶真丝毫 恐怕叶真早就死了好几百遍了 嗨嗨 这位长老轻咳了几声 显得颇为尴尬 以他的身份 再哪不是被人当祖宗一样伺候着 没想到 如今竟然被一个小辈调侃了 只不过 谁让叶真是引动先路投影的天才呢 如今的地位 更是与云爵子不分上下 这么一想 这位长老也就释然了 嗡 忽然 整座大殿猛烈地震动起来 大殿上方云层翻滚 竟然一瞬间 形成了成百上千只的云兽 云兽七七思明 围绕着整座长老殿 一点灵动的光泽 开始缓缓地出现在气瞳孔之中 这股气息 是宗主 宗主要突破了 长老们先是一惊 转而大喜到 叶真目光望向长老殿的一处 只见云爵子眼眸紧闭 一股浩妙强悍的气息 逐渐散发 宛如凶兽苏醒 嗡 云爵子的双眸猛然睁开 眼中神光流转 四周的灵兽 也在同一时刻复灵成功 万寿奔腾 地危弥散 使得整座云联风都震动了起来 突破引动的天地之力 直接刺破了笼罩在 天云仙宗上方的云层 斜斜的阳光洒落下来 照耀在云爵子的脸上 给人一种神秘强大的感觉 恭贺宗主 登临准地之位 众多长老见到这一幕 全都面色有些激动 在云爵子强大的地危之下 忍不住跪了下来 唯独叶珍不为所动 只见叶珍的右掌 亮起微弱的光芒 仿佛有符文 若隐若现 至尊谷 叶珍如今的至尊谷 已经重生 乃是天生的至尊 就算是准地之威 也不能令至尊弯腰 云爵子收起地危 一股柔力散发 将众位长老 全部拖了起来 长老们客气了 还得多亏圣子指点 云爵子 显然也是心情大好 眼角流淌着笑意 看向叶珍的目光 更是无比的温和 若非圣子指点 云某可能一生 都难以踏足准地之位 云爵子感叹道 云爵子的天赋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足以与现在的太荒圣地 圣主玄圣 相提并论 只不过因为 天云地经不全 这才导致 在神玉境巅峰 停留了多年 原因之后的境界 乃是灯神境 神玉境 大地境 这三境 又被称为神三境 灯神之下皆楼矣 原因到灯神 乃是一个极大蜕变 而天云先宗 目前除了几位太上长老 还从未出现过一个准地 这对于天云先宗来说 是极为危险的 若是哪天 太上长老大现到来 而又没有新的准地诞生 那么 天云先宗 就真的危险了 此番云爵子 顺利突破准地 可谓是给整个天云先宗 吃了一颗定心丸 还是宗主天赋不错 我也只是稍作题点而已 叶珍笑道 一个练体经的少年 竟然点评一位准地的强者 这若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 恐怕会嗤之以鼻 但是落在在场众人的耳中 却感觉似乎非常和谐 既然宗主已经顺利突破 叶珍有个请求 叶珍忽然说道 圣子请讲 云爵子此刻自然不会拒绝 叶珍任何的要求 哪怕是将全宗的女眷 都许配给叶珍都行 宗主可以送我回云先锋吗 叶珍指了指大殿的门口 只见在大殿的门口 有数只云兽抱走缠斗在一起 想必是几位长老 在摸索天云地经的时候 出了岔子 所以至今还未收回云寿 嘿嘿 这个自然可以 云爵子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道 其中几位长老闻言 不由得老脸一红 往大殿深处走了走 这么丢脸的事 还是别让人知道的比较好 幻长老 皇长老 云寿抱走一事 我目前颇有心得 待我送圣子离开后 便回来指点你们 临走时 云爵子但笑道 大殿中的其他人 目光顿时纷纷望向 迈着小碎步 往大殿深处走动的两位长老 皇长老和患长老脚步一僵 老脸更是宛如猴屁股 一般红润 尤其是在面对众多 其他长老 那细血的目光 面子上更是感觉有些挂不住 宗主太客气了 今日老夫有些累了 还是先稍作休息吧 患长老说完 身形竟然化作了一道残影消失了 留下有些不知所措的皇长老 突然想起来 老夫那不成器的弟子 今日即将突破洞天境 带老夫去看看 皇长老说完后 也匆匆离开了 他是丢不起这个人了 真是两个老不休 连惊雷一瞬都用上了 云爵子笑了笑 心中舒畅了许多 天云地经遇到瓶颈之时 就属皇长老与患长老叫得欢 但是讨论到谁去请叶真时 这两位也是跑得最快的 如今这番操作下来 也算是报了先前之仇了 稍微教训了一下两位长老后 云爵子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便直接带着叶真返回了云先锋 圣子 日后这云先锋就是你的了 云爵子笑道 宗主此话何意 叶真疑惑道 表面意思 既然太荒圣地 可以单独拿出一座最好的山峰 作为圣子的私人住所 我天云先宗自然也可以 云爵子面色认真道 宗主大可不必如此 云先锋很大 我一个人也住不了 叶真笑道 这样吧 西瑶那丫头在云先锋也住惯了 就让西瑶陪圣子待在云先锋吧 我这个老头子就不参与了 云爵子考虑一会 随后说道 可是 叶真还想说些什么 但却被云爵子给打断了 就这么决定了 长老们对于天云地精 还有不少的疑惑之处 正好我搬去云乱风 也可以方便指点他们 增加我天云先宗的实力 云爵子摆了摆手 很是坚决 那好吧 见到云爵子如此坚决 叶真也只好同意 更何况 云爵子说的还颇有几分道理 听到叶真终于同意后 云爵子也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 嘴角忍不住露出了几分笑意 仿佛某种计策 终于得逞了一般 到了第二天 云先锋顶 一座淡雅的楼阁之中 老头子 你为什么突然要搬出去 云熙摇看着 正在收拾东西的云爵子 心中有些不解 云爵子 已经在云先锋 居住了上千年了 今日既然说 搬走就要搬走 还不是为了 给你这丫头创造机会吗 云爵子露出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眼神示意 云熙摇你懂得 老头子 我还小 你有什么话 就直接说吧 云熙摇却是丝毫没明白 云爵子的意思 丫头 你要记住 有时候机会已经来了 就不要让他跑了 要扑过去 大力的把握住他 这么说 明白吗 云爵子面色认真道 不明白 对于云爵子的 尊尊善诱 云熙摇却是摇了摇头 表示不懂 云爵子 总之 你需要与叶真尽快成亲 云爵子放弃了 这丫头实在太单纯了 直接重拳出击 这一次 云熙摇总算懂了 甜美的脸蛋 浮上两抹烟红 撒娇道 老头子 你前一阵 不是还说 不要太容易被人拿捏吗 怎么现在又变卦了 云爵子闻言 感到有些尴尬 随后严肃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反正 你们必须尽快澄清 趁着叶真的天赋 还没有传播出去 得尽快下手 否则那些天娇贵女 恐怕又要坐不住了 云爵子心里暗道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当初叶真的天赋 全部曝光时 整个世界 仿佛都疯狂了 无数的宗门 快要将太荒圣地的门槛踏破了 都是请求 将自家的天赋娇女 或者掌上明珠 下架给叶真 面对这无比凶残的一幕 叶真也不好全部拒绝 最终无奈 从中选择了九位 当作未婚妻 全听师父吩咐 云熙瑶羞红着脸小声道 但同时心中也很疑惑 大力地握住机会 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帖 云先锋某处 叶真摸了摸鼻子 奇怪 怎么有一种 被人惦记的感觉 叶真疑惑道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亏须质感 仿佛被人给盯上了一样 不管了 修炼要紧 叶真低声自语道 他已经找到了 在炼体径继续突破的方法 云先锋某处 叶真双眸紧闭 周身云雾笼罩 体内发出熔隆之音 仿佛在冲击着 某种顽固的关卡 终于 在某一时刻 熔隆之音停止 转而是一道咔嚓之声 像是某种东西破碎了一般 出现道道军裂 宛如发生了地震一般 九十九万斤 叶真贪手握拳 感受着自身强横无匹的力量 喃喃自语道 可惜 只差一点点 叶真的眼中流露出一丝遗憾 原本叶真是打算借此机会 一口气突破到百万斤的 但是当突破到九十九万斤的时候 却再也无法踏出 那最后一步 那一刻 叶真感觉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阻止自己突破 叶真抬头望天 心中也是有了一些明雾 天道所不容吗 就算是我短暂地蒙蔽了天道 也无法一口气 冲破那最后的关卡 叶真无奈地叹了口气 若是平常人 此刻恐怕早就选择着手突破洞天境了 但是叶真却不这样想 能让天道都如此忌惮的神秘境界 若是达到之后 又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虽然 暂时叶真还没有办法 捅破那最后一层铁窗户纸 但是叶真相信 凭借着系统 早晚可以达到的 呼 叶真长出一口气 既然目前已经到了瓶颈 继续修炼也没有意义了 叶真也便打算离开了 刚刚推开门 叶真便见到了一脸天真的云熙摇 而在云熙摇的肩膀上 还站着一只灵动的小鸟 叶真哥哥 你修炼完成了 云熙摇凑近叶真 好奇地问道 嗯 叶真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云熙摇肩膀上的那只小鸟 心中不由地有些感慨 天云仙体 不愧是最适合修炼天云地精的体质 昨天 叶真才将天云地精完善版 交给云熙摇 今日便已经接近大城 而云熙摇肩膀上的那只小鸟 可不一般 火红色的羽毛覆盖全身 微风吹动下 宛如烈焰燃烧 乃是上古神兽朱雀 出了什么事吗 叶真问道 他从云熙摇的眼角中捕捉到了一抹忧愁 并且自身气息还有些不稳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 还不是因为云天的那个混蛋 被老头子撵出去之后 心怀不满 非要来云先锋找叶真哥哥 我告诉他 叶真哥哥正在修炼 他不听 于是就和他干了一架 云熙摇一边逗弄着小红鸟 一边有些不满的说道 原来如此 叶真明白了 这云天明显是因为自己夺了他的圣子之位 所以对此感到不满了 不过 这也是人之常情 好在云熙摇没有受什么伤 叶真也就不打算理会这个云天 但若是这云天依旧喋喋不休 那么 叶真不介意教他一下这个玄幻世界的残酷性 没什么本事 却非要基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往往死得更快 哎呀 糟了 都是因为云天那个混蛋 今天忘记给老头子那些宝贝浇灌水了 云熙摇忽然想到了什么 气愤的跺了跺脚 随后赶紧跑去照顾那些奇花异草了 这妮子 叶真笑着摇了摇头 先是在云先锋上转了一圈 随后便在内门闲逛起来 论起宗门覆盖范围 天云先宗其实是比太荒圣地还要大一圈的 天云先宗的内门共有十三座主峰 六十四座附属峰 而这么大的宗门 内门弟子却仅仅只有一千多人 可见这些年天云先宗的衰落 云圣峰 这是天云先宗的一座主峰 也是内门弟子的主要居住之处 区区一个刚从外门升上来的废物 竟然胆敢对云天师兄不敬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黎晨的身影宛如破麻袋一般倒飞了出去 重重的衰落在地上 口吐鲜血 显然受伤不清 你们还讲不讲理 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 黎晨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怒道 在黎晨的前方 几道气息强悍的内门弟子 面露凶光地盯着黎晨 而在其中央 是一位面色淡漠的青年 其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赫然也有气动天之镜 黎 在这内门 云天师兄的话 便是最大的道理 一位外门弟子失笑道 云天没有说话 而是慢条思理地 来到了黎晨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黎晨 你刚才说 那夜真是天云先宗 古往今来的第一天交 无人可以与之相比 那么你觉得 我与之相比如何呢 云天淡笑道 给人的感觉很温和 但其眼角 却露出一抹残暴的凶意 黎晨目不转睛地盯着云天 刚才就是这云天下令 让那几个内门弟子 将自己打成重伤的 一个昔日的圣子罢了 有什么资格 与夜师兄相比 黎晨吐了一口唾沫 眼含不屑道 昔日的圣子 哈哈 云天忽然大笑起来 面部有些扭曲道 他夜真也不过是 被太荒盛地 撵出来的一条丧家之犬 又有什么资格 夺我的圣子之位 云天面露凶光 凝聚起灵力 直接一掌拍向黎晨的丹田 这一掌若是拍实了 恐怕黎晨便直接废了 黎晨见状大海 但此时此刻 他已经身受重伤 并且 契机还被云天牢牢地锁定着 根本避不开 这残忍无比的一掌 啪 他很高地抓住了云天的手腕 什么人 敢管我的事 不想活了吗 云天暴怒 抬头一看 竟然是夜真 你不是一直想要找我吗 现在我来了 你又能如何 夜真淡淡道 随后手掌一甩 直接将云天甩飞了出去 庞大的力量 使得云天落在地面上 后退了十几步 才勉强站稳身体 夜 夜真 云天望向夜真 第一反应是惊惧 当初夜真天赋还在的时候 他曾经只是被夜真随意地看了一眼 便浑身站立地失去了战意 但是 随后云天便又恢复了平静 过往就算再辉煌 又如何 现在还不仅仅只是练体静 任由自己搓扁柔缘 我见过你 夜真看着云天 露出了沉吟之色 曾经你用气息挑衅过我 只不过 被我用眼神吓破了胆逃走了 夜真回忆道 云天文言顿时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 嘶吼道 一条丧家之犬 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和云西瑶那件女人一样 都是不知哪来的野种 叮 恭喜宿主 触发系统任务 此任务有两种选择 收服云天 奖励重彤重生 杀死云天 奖励无 重彤重生啊 的确是不错的奖励 更何况 我这个人一直心善 夜真笑了笑 所以我选择 杀 夜真眼神冷漠地盯着面前的云天 若是这云天 只是嚣张一些 夜真最多给其一些教训 也就完事了 但是他却如此出言不逊 那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个世界本就残酷 你得罪了我 那么不要做好付出生命的代价 嗨嗨 夜 夜真是凶 黎晨看着站在自己身前的伟岸人意 一时间有些羞愧难当 算起来 这是夜真第二次救了自己 本想着 来到内门之后 或许可以找机会 报答在灵寿森林的恩情 没成想 反而又给夜真惹了麻烦 你伤势严重 先行疗伤 至于这个人 他的命 我收了 夜真丢给了黎晨一枚疗伤的丹药 随后大步地向前走去 每走一步 都仿佛能与天地共鸣 压得前方众人喘不过气来 夜 夜圣子 云天身边的狗腿子 健壮眼含惊恐 他们只是 想要抱抱云天的大腿 没成想 竟然惹到了更粗的一条大腿 这让他们后悔的肠子 都轻了 十秒钟 还留在这里的 便是我的敌人 夜真淡淡道 其他人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 也顾不得云天的感受 纷纷逃离了这里 夜真身上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你的狗腿子 似乎不怎么忠心 夜真淡淡笑道 但其眼底却满是杀意 该死的东西 云天面色难看 目光阴狠地盯着夜真 道 夜真 敢不敢和我上生死来 死逗 生死来 夜真笑了笑 语气森冷道 杀念 何须如此麻烦 伴随着夜真话音落下 夜真的身形 宛如离弦之剑一般 冲向了云天 手掌紧握成拳 一拳狠狠地朝着 云天的面门轰去 找死 云天大怒 他可是有着气动天的实力 在修为境界上 毫无疑问地 完全碾压夜真 现在夜真竟然还敢主动出手 面对夜真 这来势汹汹的一拳 云天没有半分畏惧 身上灵力涌动 七道银色的洞天 在身后展开 灵力垂落 将拳头完全包裹 选择与夜真硬碰硬 哄 强大的冲击在 两人交锋间弥散而出 地面出现裂痕 向着四周蔓延 不可能 云天瞳孔一缩 这一拳 夜真没有动用半分灵力 硬是凭借着肉体的力量 竟然直接将云天的灵力给轰散了 强横的力量 倾泻而下 云天的手掌 顿时扭曲得不成样子 齿骨崩断 你修炼了某种强大的炼体之术 云天目光精巨到 蝼蚁的眼光 总是那么瞎碍 夜真冷哼一声 并没有多言 脚步向前一踏 一拳又一拳地 向着云天轰去 云天大害 身形一边后退 一边尝试动用各种强大的灵术 抵挡夜真这般 宛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势 但是让云天深感无力的是 无论是动用何种灵术 在夜真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仿佛纸糊的一般 一碰就碎 这也让云天心中愈发的惊骇 同时也很疑惑 夜真究竟修炼了 哪种逆天的炼体之术 碰 两人又一击交锋 借助强大的反正力 云天终于与夜真拉开了距离 夜真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空有一身蛮力 你是战胜不了我的 今日便让你看看 我天云先宗的镇宗功法 天云地精 云天说着 双手结印 天空中风云涌动 大量的云层 纷纷朝着云天巨龙 最终缓缓凝聚出一道龙形 好 龙鸣嘶吼 一条青色的巨龙最终成形 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 一对龙眸 注视着渺小的夜真 神兽青龙 原来这便是你骄傲的资本 夜真望着天空中那巨大的青龙 笑了笑 看来这云天并不知道 外门大笔发生的事情 自然也不清楚 这天云地精 乃是夜真完善 也罢 热身结束 也是时候解决你了 夜真活动了一下筋骨 淡然道 方才若不是夜真 想要试试如今的自己 光凭肉身 能发挥出多大的力量 早就一记天阶 灵树送云天下地狱了 猖狂 云天冷笑道 指挥着青龙 狠狠地向夜真 甩去一记胸尾 好 一道震天怒吼响彻而起 夜真的身前 忽然出现一道凶残的身影 竟然直接一爪子 铺开了青龙的甩尾 凶兽滔天 什么 你竟然也修成了天云地精 云天见状大惊 夜真才来到天云先宗多久 竟然如此之快 便修成了天云地精 并且看样子 恐怕大成了 这怎么可能 今日 我便在你最骄傲的地方 宰了你吧 夜真冷笑道 根本不用夜真指挥 滔天直接嘶吼着 冲向了青龙 青龙长吟 无数道藤万 冲天起 企图将饕铁困死 这是青龙的昆木之力 面对着遮天蔽日的藤万 饕铁却丝毫不惧 大嘴张开 一股吞噬之力猛然爆发 将那些藤万 全部吞噬殆尽 两只云兽的神力 几乎相互抵消 陷入了肉身相搏的地步 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来 在这一点上 饕铁是占据优势的 青龙在饕铁凶猛的攻势下 节节败退 庞大的身躯上 出现一道又一道恐怖的伤痕 眼看就要不行了 该死的 云天大怒 身上忽然被荧光覆盖 符文交织 一股浩渺气息散发而出 天云仙体 而在云天催动天云仙体之时 半空中的青龙 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持 昆木之力爆发 竟然突破了饕铁的吞噬之力 层层将其缠绕 怪不得说 天云仙体 是最为适合修炼天云地精的 原来有着某种加强的作用 并且加强程度还不低 叶珍看着两只云兽大战 低声自语道 并且 这还是云天修为低微 不能完全挖掘 天云仙体的力量 否则恐怕会更为的恐怖 哈哈 叶珍 今日我不要你好看 届时 圣子之位 仍旧是我的 至于你和云西瑶 那个贱女人 都给我滚出云仙风 云天健壮大笑了起来 顿感无比的畅快 是吗 叶珍淡然道 云雾涌动 又一只云兽 忽然出现在叶珍身侧 这只云兽 云兽被生双翅 形似白虎 当其出现的那一刻 一股极端凶悍之气 猛然爆发 凶兽穷气 云天健壮 面色顿时一僵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同时召唤两只上古大凶 这怎么可能 以为这就完了 叶珍戏谑道 云雾再次涌动 又是两只云兽出现 凶兽 逃物 凶兽混沌 吼吼吼吼 接连响起的震天怒吼声 响彻整个云胜风 滔天 穷奇 逃物 混沌 上古四凶兽 竟然以云兽的存在方式 合作战青龙 快看啊 那 那是什么 剧烈的动静 自然也是 吸引了其他那门弟子的注意 目光纷纷朝着叶珍的方向望去 武尊庞然大物 毅力当空 缠斗在一起 四凶其后 震碎了青龙的昆木之力 没过多久 就算是有着天云仙体加持的青龙 也支撑不住了 庞大的身躯上 满是伤痕 眼看就要化作云雾消散了 杀 叶珍表情冷漠 语气冰冷到 四凶发威 青龙独目难知 在四凶的霸道力量下 重新化作了云雾 扑 云兽被斩 云天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反噬 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气息也在迅速的衰弱 捏 云天刚想说几句狠话 但是却迎上了 叶珍那饱含杀意的目光 这一刻 云天终于怕了 他知道 叶珍是真的想要杀他 杀 叶珍吐出了一个 不带丝毫温度的字眼 四凶的契机 瞬间锁定了云天 随后咆哮着冲了过去 正面面对上古四大凶兽 云天顿时感到一股 强大的压迫感与恐惧感 甚至连逃跑的欲望都没有 不 你不能杀我 这里不是生死来 你杀了我宗门不会放过你的 云天声音颤抖道 是吗 叶珍不置可否 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不 我的爷爷是宗门前太上长老 你杀了我 你也要跟着陪葬 见到叶珍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云天恐惧的大吼道 但是叶珍却依旧不为所动 但默地看着云天 被四大凶兽撕成了碎片 得罪强者的下场 便是如此 叶珍心中没有波澜 淡然道 师兄 你真的杀了他 黎晨吃了叶珍给的丹药后 身上的伤势得到了缓解 起身后便见到了这凶悍的一幕 嗯 有问题吗 叶珍淡然道 可 可是宗门规定 不上生死类 严禁弟子死斗 黎晨有些结巴 天云先宗的总规 是非常严厉的 叶珍这种情况 按照总规该斩 是吗 但我不在规矩范围内 叶珍笑了笑 在太荒圣地便是如此 他的话便是规矩 到了这里 也一样 黎晨闻言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心里祈祷 叶珍千万不要有事 不然自己的罪过就大了 与此同时 云藏风 与天云先宗其他主风的生机 盎然不同 云藏风一片死气沉沉 其上有一座巨大的陵墓 其规模之大 几乎占据了云藏风顶 三分之一的面积 而剩余的三分之二 则分布着大小不一的 其他陵墓 谁 是谁 是谁杀死我的孙儿 一道震雷之音响起 其中一座陵墓 忽然剧烈地动荡起来 一股浩妙强悍的气息流露 但却又含有一丝死意 碰 陵墓炸裂 深处显露出一幅纯黑的棺材 一股股黑色气息 从棺材中溢散而出 棺材翻动 一只干枯的手掌叹出 我的孙儿 我要报仇 报仇 一具干尸般的身体 从棺材中爬出 嘶哑地低吼着 而整个天云仙宗的上方 也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 宛如一片末日之景 这股气息 云鸾峰长老店 云爵子眉头紧皱 目光幽深地看向上方 乌云遮天 宗主 这气息 其他长老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有些不确定地看向云爵子 各位长老继续修行 带我前去看看 云爵子说完后 身形迅速消失在了长老店 怎么回事 叶真抬头望天 此刻的天空 完全被乌云遮蔽 黑暗笼罩大地 让人产生一种不安之感 奇怪 这景象好像有些熟悉 黎晨看着暗无天日的天空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 对了 这不是云末太上长老独有的神域吗 黎晨一拍脑门 终于想了起来 云末太上长老是谁 叶真问道 曾经的五大太上长老之一 只不过为了修补天云地精 最终走火入魔死了 黎晨回应道 当时这事在天云先宗流传了许久 也就自那之后 没人敢擅自修补天云地精 并且尝试修炼了 哪怕天资绝世 否则 云末长老便是前车之剑 叶真闻言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恐怕 这所谓的云末太上长老并没有死 或者准确地说并没有死透 嗡 天空中风云突变 乌云翻卷 一道枯瘦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云天残破的尸体前 干枯的身躯 微微颤抖着 声音含糊不轻道 孙儿 我的好孙儿 是谁 是谁杀了你 叶真健壮 眼神威名 看来云天最后一句话 并非只是虚张声势 而是背后真有大腿 是你 云末太上长老猛地转头看向叶真 毫无声气的瞳孔 充斥着血腥的杀意 不好 叶真顿时感到 自己仿佛被什么大恐怖缠身 手脚冰凉 就连意识都有些游离 这云末太上长老 乃是准地 云目前的云爵子一个层次 叶真心中迅速做出了判断 老夫要你死 云末太上长老嘶吼道 一对干枯的手掌 仿佛无视了空间 向着叶真抓去 而此时的叶真 也仿佛被定了身一本 就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掌 一点一点地接近自己的身体 可以想象 不出片刻 叶真的身体便会被这只手掌给动穿 上 虽然叶真的身体无法动弹 但是意识还在 指挥着四只凶兽 阻拦那只手掌 四胸咆哮着冲了上去 但是刚一接触那干枯的手掌 便重新化作了云雾 消散在了天地间 连一瞬都没有阻拦 天云地惊 而且已到圆满之境 是一个天才 但是不该杀漏的孙儿 云末太上长老 并没有因为叶真今世的天赋而收手 反而杀意更为浓郁了 叶真瞳孔一缩 此刻 那只干枯的手掌 已经触碰到了自己的身体 正在一点一点的往里前进 强烈的痛楚 冲击着叶真的大脑 几乎让人疯魔 叶真知道 这是云末太上长老 在故意折磨自己 否则只需一瞬 自己便死了 云末太上长老 你这是干什么 就在云末打算彻底杀死叶真的时候 一股浩大的帝威降临 阻止了云末的行动 帝威浩渺 金光照耀 昏暗一片的云圣风 在金光的照耀下 重新变得明亮起来 而原本被痛苦疯狂折磨的叶真 在这股力量下 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甚至已经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 重新掌控身体的叶真 飞速后退 甚至想要就此离开云圣风 越远越好 但此时 耳边却传来了一道温和的声音 圣子莫慌 有我在 你不会被伤及一根毫毛 云爵子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叶真的身边 温和的力量垂落 为叶真修复着身上的伤势 在云爵子准地的力量下 叶真感到胸前的伤口暖洋洋的 没过多久 便缓缓开始愈合了 待得确认叶真生命无碍后 云爵子不由地大松了一口气 随后 目光威严地望向那形同枯搞的老人 云墨太上长老 我需要一个交代 云爵子诞生道 节节 云墨发出圣人的笑声 道 宗主登临准地之位 老夫实在是有些惊喜 至于交代 这小子 杀老的孙儿 所以 还望宗主将其交于老夫 一丝疯狂隐磨着 云爵子闻言 眉头皱了起来 孙儿 云天死了 云爵子这才发现 云墨旁边有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 仿佛是被凶兽给撕碎了一般 不过观其气息 云爵子还是可以确定 那是云天无疑 被我杀了 因为他羞辱了 我和西遥 叶真没有隐瞒 全盘拖出 云爵子点了点头 顿时感觉脑瓜子有点嗡嗡的 虽然早就知道 叶真肯定会惹事 但是没想到 一惹就是这么大的事 而且还如此迅速 这云天也真该死啊 惹谁不好 非要惹叶真 云爵子现在恨不得将云天给编尸了 早先在云先锋的时候 他就看云天不爽了 有时候 甚至不把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 若非看在云天具有天云先体 并且乃是云墨太上长老的孙儿 云爵子早就将其给废掉了 宗主明鉴 是师兄为了救我 才失手杀了云天 一切都是我的错 黎晨上前求情道 眼神中满是愧疚 若非自己的原因 叶真也不会遭此恨祸 我知道了 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云爵子微笑道 随后手掌一挥 便将黎晨送离了云胜风 该死的小子 云墨闻言再也忍不住了 干枯的手掌 再一次向着叶真探去 转瞬之间 便来到了叶真的身前 云墨太上长老 稍安勿躁 云爵子手指点在了云墨的手腕上 力量爆发 使其瞬间缩了回去 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云墨眼神阴溢的盯着云爵子 他不相信 云爵子会为了一个练体精的小子 罔顾自己的颜面 云墨太上长老莫及 叶真触犯了宗规 自然要按照宗规办事 云爵子笑道 可以 但是需要老夫来亲自执行 云墨点头道 看来云爵子还是妥协了 哪怕这小子有点天赋 又岂能与老夫的价值相比 这个恐怕不行 没有这条规矩 云爵子摇了摇头道 那宗主打算 如何处置这小子 云墨文言目光一冷 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 按照宗规 云天羞辱叶圣子在前 叶圣子失手杀了云天 所以 罚叶圣子在云先封面壁三月 以警校友 云爵子声音威严道 仿佛一个公正的审判官 不容任何人质疑 宗主的意思就是 非要保这小子了 云墨文言怒急返笑 声音嘶哑道 宗规如此 还望云墨太上长老理解 云爵子解释道 好一个宗规 老夫坐镇天云先宗千年 怎么从未听说过 这么一条宗规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今日谁拦老夫 谁死 云墨大怒 乌云遮蔽 天地顿暗 无数宛如墨汁一般的物质 充斥着这方天地 墨汁涌动 最终化为无数只黑色的云兽 这些云兽的身上 充斥着极度暴虐的气息 眼眸通红 壮落风魔 嘶吼着 冲向了云爵子 哎 云墨太上长老 当初您为了修补天云地经 走火入魔 依靠秘术 才能勉强维持半分生机 如今这般全力出手 无异于事不如灭亡 云爵子叹了一口气 金色的光芒 刺破了黑暗 大片金色的祥云 化为云兽 与那黑色的云兽厮杀在一起 只不过与之不同的是 那些黑色的云兽 只会横冲直撞 没有半分章法可言 而反观金色云兽 则是进攻有序 防守有度 没过多久 便击溃了黑色云兽 这不可能 云墨仿佛见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形同枯搞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着 仿佛一阵风 便可将其吹倒 傅灵 这是傅灵 云爵子 你 你 云墨面色十而振奋 十而癫狂 他一生追求修补天云地经 没想到现如今 竟然见到了完美版的天云地经 这让他如何不感到难以置信 云墨太上长老 如你所见 天云地经已被成功完善 云爵子解释道 丝毫没有对云墨的反应感到惊讶 因为当初他的反应 不比云墨好多少 天云老祖在上 哈哈 我天云仙宗崛起 只可待 云墨癫狂地大笑道 随后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目光充满狠力地看向叶真 我孙儿拥有天云仙体 来是修炼天云地经万古无一的天才 现如今天云地经已经完善 你竟然杀了我的孙儿 此等度议 天地不容 留你 必祸害我天云仙宗 云墨猛然出手 浩荡的地位弥漫 力图一击必杀 但其攻势 却仍旧被云爵子轻描淡写地给化解了 云墨虽是准地之静 但是生机已尽 一身实力 发挥不出七成 这次出手 恐怕便会彻底灭亡 在云爵子的权力保护之下 云墨自然没有机会杀掉叶真 宗主 留此人必称祸害 云墨自然也清楚这个情况 于是企图说服云爵子 云墨太上长老 你可知 天云地精 乃是何人完善 云爵子叹了一口气 问道 自然是宗主 或者其他几个老家伙 云墨想当然道 纵观整个天云先宗 也唯有这几位有可能了 毕竟他们已经亲吟天云地精多年 说不定就顿悟了 你错了 我没有这个本事 其他四位太上长老 同样没有 完善天云地精的 正是叶圣子 伴随着云爵子的话音落下 云墨的表情 也逐渐变得凝固了起来 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 便是不相信 天云地精 乃是天阶高级功法 一个炼体精的家伙 能够成功修炼就不错了 至于修复 而且还完善 开什么玩笑 宗主 这个笑话 一点也不好笑 云墨冷声道 心中想当然地认为 是云爵子 为了护诸叶真 而说出的瞎话 本宗以道心启示 方才之言 若是为虚 从此修为敬丧 沦为凡人 云爵子启示道 神色无比严肃 以道心启示 这在修行界 是最为严峻的誓言 一旦违背 容易滋生心魔 对于日后的修行 都会有很深的影响 云墨万万没有想到 云爵子竟然已到心启示 到了这一步 就已经由不得他不信了 没有任何人会愚蠢地相信 云爵子会拿到心誓言来开玩笑 但就算如此 云墨还是很难相信 天云地精是由叶真所完善 他将一生奉献在了天云地精之上 将修复天云地精 作为毕生夙愿 没想到 如今却让一个杀了自己孙儿的仇人给做到了 这让他如何甘心 按照规定 现在 叶真不但是我宗圣子 而且还是宗主继承人 这是经过四位太上长老认可的 云爵子再度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彻底断绝了云墨的希望 云墨闻言 目光呆滞 本就所剩无几的生机 再度流失了几分 他知道 报仇已经是不可能之事了 宗主继承人的地位 与宗主相当 自己这半死之人 还没有资格将其审判 宗主 这时 四道恐怖的气息 忽然降临云圣风 正是四位太上长老 老不死的 你怎么从棺材里出来了 云墨太上长老皱眉问道 而且看其身上的生机 恐怕已经全力出手过了 这一次 就算是密法 也不能保住他的命了 虽然以云墨这般状态 最多维持百年 依旧会死 但是至少可以保证 天云先宗百年内 仍旧多一位准地作证 此番一来 对于天云先宗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 太上长老们 云爵子将方才发生的事情 告知了几位太上长老 竟是如此 云墨文言 也知道事情麻烦了 空洞的目光 恶狠狠地瞪了叶真一眼 真是个浑小子 一出门就惹事 云墨太上长老 有些不悦道 叶真文言 摸了摸鼻子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若是云天不来惹自己 自己也不会闲着没事去宰了他 要怪只能怪云天惹错了人 被杀了也是活该 当然 若是自己既不如人 被云天杀了 叶真也不会过多地去怨恨 这便是这个玄幻世界的残酷 老不死的 这个亏 你只能咽到肚子里 云天他就游自取 云墨太上长老 声音低沉道 云墨文言 心中大惊 没想到 就连云墨都这么说 要知道 他们可是师出一人 感情更是情同手足 现在就连云墨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这叶真 当真有这么大的人格魅力 莫师兄 云墨有些苦涩 他的儿子 同样因为强行修炼 自己曾经修补的天云地精 而走火入魔而亡 只剩下这么一个孙儿 可以说 云天是他仅存的一点寄托 师殿 云墨太上长老摆了摆手 缓缓道 圣子他 引动了仙路 云墨文言 面色一僵 转而眼眸中 突然爆发出了金光 仙路 何等浩渺的两个字眼 如果说 修补完善天云地精是 云墨一生的执念 那么 探寻仙路 便是其遥不可及的梦想 仙路重现 可以说是整个修行界的追求与执念 无数天骄在这一条路上艰难前行 但却触及不了嘶吼 只能郁郁而终 原来如此 云墨明白了 墨说叶珍只是杀了云天 就算是一位太上长老 也远没有叶珍的价值大 小子 云墨忽然目光锐利地看向了叶珍 前辈有何吩咐 叶珍恭敬道 虽然云墨想要杀死自己 但叶珍却一点也不恨云墨 说到底 还是立场不同罢了 对于强者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老夫有一个请求 云墨的语气依旧森冷 但却已经没有了杀意 前辈请讲 叶珍道 他日带你踏上仙路之时 可否将此物带上 云墨说完后 天地间原本充斥的墨色 全部回笼 最终凝聚为一枚漆黑如墨的珠子 这是你的神域之宝 师爹 云墨见状大惊 想要阻止 师兄 我意已觉 云墨声音嘶哑都 凝聚完这枚珠子后 云墨本就所剩无几的生机 已经几乎耗尽 此刻全凭一股意志之称 所谓的神域之宝 乃是修为达到神域静后 所凝联出的一种自身的专属宝物 但是通常这种宝物 会伴随着强者的丧生而消散 想要保留下来 唯有一种极为残酷的秘书 那便是失去轮回的资格 将自身的一切 融于神域之宝中 叶珍文言 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目光看向了云爵子 收下吧 与圣子只有好处 云爵子面色复杂到 对于仙鹿的执念 云墨一点都不比完善天云地精手 只不过 仙鹿太过渺茫 才不得不隐藏于内心 现如今天云地精的完善 与仙鹿的探寻 几乎可以在一人身上实现 若非叶珍杀了云天 恐怕云墨会将叶珍 当亲儿子一般对待 见到云爵子如此说 叶珍才放下心来 收下了这枚奇特的珠子 叮 恭喜宿主 获得造化及神域之宝末珠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珍也得知了 这梅珠子的名字 神域之宝有三等 分为运灵集 造化集与毁灭集 多谢前辈后赠 晚辈必然带齐踏上仙鹿 叶珍恭敬道 杰杰 云墨文言大笑了起来 目光凶狠地盯着叶珍 小子 你杀了我唯一的孙儿 老夫依旧恨你 但是老夫又很感激你 完善天云地精 引动仙鹿 天佑我天云仙宗 杰杰 云墨大笑着 最终身体渐渐化作一堆粉尘 消散于天地之间 一位准地极强者 就此彻底陨落 师爹 你这又是何苦呢 云墨太上长老秀袍一挥 已经化作粉尘的云墨 纷纷被聚容在一起 谁能想到 曾经一位准地极强者 如今也不过是一批粉尘罢了 修行漫漫 仙鹿难觅 哪怕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绝颠 不入仙鹿 终有寿元 浩敬的那一天 例如曾经的天云老祖 也是横崖一带的万古天骄 但终究败在了仙鹿之前 兽元浩剑王 云厥子也是叹了一口气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过好在的是 事情没有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去发展 至少叶真与云墨 并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并且 最后云墨还赠予了叶真神域之宝 如此来看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圣子 云天毕竟是曾经的圣子 所以 我想要将其厚葬 不知圣子意下如何 云厥子向叶真询问道 宗主自行决定便可 叶真随意道 虽然 云天的却是惹到了自己 但是现在他人既然已经死了 叶真自然也不会过多地计较 这些深厚之事 更何况 云墨还赠送了自己一枚造化 及神域之宝 虽有一些私心在其中 但是叶真也不会小气到这种地步 若是云天在世 相信会感激圣子的心胸的 云厥子笑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云厥子对外宣布 云天修炼走火入魔 险些酿成大祸 而叶真发现后 及时将其击毙 至于云圣风出现的异象 云厥子则是以自己释放神域 含糊了过去 云墨彻底身亡的消息 绝对不能放出去 否则必然会引来各方窥伺 一味准地级战力的损失 就算对于天云先宗 这般体量的大宗来说 也是伤筋动骨的 而为了做些表面功夫 叶真也不得不配合云厥子 忙活了三天的时间 当然期间云厥子也是教给了叶真 使用墨珠的方法 当得知墨珠的具体作用后 叶真也是连连赞叹 不愧是造化级的神域之宝 事情告一段落后 叶真也便返回了云先锋 师兄 救命啊 刚一回到云先锋 叶真便看到了黎晨 一脸惊恐地朝自己跑来 屁股上还滋滋冒火 怎么回事 叶真有些疑惑道 同时也不清楚 为什么黎晨会出现在云先锋 云先锋设有结界 没有云厥子的同意 外人是绝对不能进来的 师兄 当日我被宗主扔下云先锋后 三日时间都没有师兄的半分消息 心中焦急之下 我就想去云先锋看看 结果师兄没见着 但是见到了圣女 之后 我便说出了来意 然后 黎晨仿佛想到了什么 眼中透露出一丝惊惧 并且还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 叶真文言 有些哭笑不得 之后的事情 恐怕就是云熙瑶 因为担心自己 又因为黎晨这祸 肯定一个劲得自己懒责 最后被云熙瑶给烧了 至于黎晨 为何能进到云先锋 恐怕是因为 云爵子当日见到黎晨 与自己关系不错 所以特许的 你给我站住 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怨气的声音 忽然传来 同时还随着这一道道提鸣之声 只见一只火红色的大鸟 携带着漫天烈焰 朝着这边席卷而来 大鸟的背上 还坐着一个娇小的人影 不是云熙瑶 又能是谁 又来了 师兄救我 黎晨见状 身体顿时一颤 躲在了叶真的身后 云熙瑶见到黎晨后 目光顿时一力 就想要催动朱雀 将黎晨给烤了 但是随后 云熙瑶便惊喜地见到 叶真竟然也在 叶真哥哥 云熙瑶惊喜地呼喊道 驾驶着朱雀 朝着叶真冲去 一股热浪扑来 烤得叶真眉毛 都快着了 若非得知 云熙瑶没有恶意 恐怕叶真早就出手了 带着朱雀临近叶真的时候 庞大的身躯 瞬间化作火红色的云朵 消散了 云熙瑶直接一个飞扑 扑到了叶真的怀里 叶真哥哥 我好担心你 云熙瑶开始上下 检查起叶真的身体 发现并没有缺少东西后 才松了一口气 叶真摸了摸云熙瑶的秀法 笑着道 我能有什么事 都是她 云熙瑶忽然恶狠狠地盯住 想要借机溜走的黎晨 怒道 这个家伙乱说话 说什么 太上长老诈尸了 用手掌在你身上开了个洞 叶真文言顿感无奈 虽然黎晨这话说的 的确没毛病 但是听起来 怎么这么不舒服 嘿嘿 既然师兄你没事 我就不打扰了 黎晨说完后 脚底抹油 直接朝着云仙风下跑去 生怕云熙瑶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就应该拔了她的舌头 云熙瑶气鼓鼓道 显然还在生气 黎晨文言 直接一个裂解 脚步不油得更快了 女人什么的 果然最可怕了 好了 黎晨说的也没错 叶真为黎晨开脱道 免得日后被云熙瑶穿小鞋 一位圣女的权力 还是非常大的 至少想整一个内门弟子 一点问题没有 什么 云熙瑶文言大惊 又开始仔细地 在叶真身上搜寻了起来 别找了 都没了 已经治好了 叶真哭笑不得道 可恶 叶真哥哥真坏 云熙瑶红着脸 感觉自己好像被戏弄了 看着云熙瑶娇羞的样子 叶真忍不住刮了刮她的鼻子 随后仿佛想到了什么 问道 熙瑶 你的天云仙体 具体都有什么能力 在与云天大战时 叶真明显感到 云天的天云仙体 与云熙瑶的天云仙体 似乎有些不同 但具体哪里不同 叶真也说不上来 可以增加云兽的力量 对于叶真 云熙瑶自然没有任何的隐瞒 仅仅如此 叶真疑惑道 这岂不是和云天一样 但叶真感觉 云熙瑶的天云仙体 绝不止如此 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 只不过云熙瑶 还未开发出来罢了 至于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恐怕是自己当初 那一滴大道神血的缘故 差点忘记了 老头子让我去云栏风 商讨彭莱仙境的事情 云熙瑶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拍脑门道 叮 恭喜宿主 触发系统任务 前往彭莱仙境 找到朱仙剑 奖励朱仙阵图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真的心中不由的移动 朱仙剑 朱仙阵图 这两样东西 叶真自然听过 并且如雷贯耳 朱仙剑乃是上古十大神兵之一 据传 其威力远超毁灭级的神域之宝 与之并列的 还有仙仙剑 绝仙剑与陆仙剑 若是与朱仙阵图 结合不下朱仙剑阵 据说具有薄仙的能力 系统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只不过让叶真有些疑惑的是 据说这朱仙四剑 早在上古时期 就被人带到了仙路之上 没成想 竟然还遗留了一柄 并且还在蓬莱仙境之中 蓬莱仙境叶真是知道的 其中有一种极其珍贵的仙草 名叫蓬莱仙草 是炼制蓬莱仙丹的必要材料 这蓬莱仙丹的作用 只有一个 那便是延长寿元 对于寿元将近的大能来说 一枚蓬莱仙丹的价值 恐怕不低于一件 运灵及神域之宝 当初叶真 还在太荒圣地时 曾经去过一趟蓬莱仙境 最终的结果便是 叶真一人独揽大部分蓬莱仙草 其他的势力 只能喝一点汤 但是当时的叶真 却并未在其中发现 朱仙剑的踪迹 可恶的老头子 脏活累活 总是找我 提到蓬莱仙境 芸汐瑶明显有些不开心 蓬莱仙境之中 蕴含众多机缘 别人求都求不来 你就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了 叶真刮了一下芸汐瑶的小穷鼻 笑骂道 叶真说道 既然系统已经发布了任务 并且任务奖励还如此的丰厚 这蓬莱仙境 叶真自然还要再去一次 不过说起来 距离上次蓬莱仙境开启 只过了短短的五年时间而已 没想到竟然再一次开启了 要知道 以往都是间隔上百年 才会开启一次 看来这一次蓬莱仙境 恐怕是出了什么变故 或许和朱仙剑有关 好 芸汐瑶听到叶真 竟然要陪他一起去 顿时开心了起来 叶真笑了笑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此次蓬莱仙境提早开启 不知诸位长老有什么看法 云爵子开口问道 众长老闻言 一时间议论纷纷 其中的幻长老开口道 宗主 这对于我宗来说是好事 若是正常来看 云末太上长老 绝对撑不到百年之后了 因此 我建议 这次蓬莱仙境开启 将优秀弟子全部派出去 上一次蓬莱仙境开启 天云仙宗 只获得了三株蓬莱仙草 更是仅仅只是成功炼制出了两枚蓬莱仙丹 全部给予了两位 即将大县将至的太上长老 而这两位 正是云末与云末 其中 云末太上长老 因为修炼天云地精 走火入魔而亡 云末长老 更是因为上次与叶真交手 折损了五年的寿命 一枚蓬莱仙丹 最多增加一甲子寿元 就算是凭借着诸多秘法 云末太上长老 也难以支撑到 蓬莱仙境正常开启的时间 而若是短时间内 天云先宗 损失两位准地及战力 对于天云先宗来说 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就算可以保住超级势力的名头 但其势力范围 必然要大幅度缩水 甚至若非云爵子 及时突破准地 天云先宗 就此彻底没落了 也说不定 所以 这次蓬莱仙境提前开启 对于天云先宗来说 至关重要 其他长老的意见呢 云爵子虽然心中也认同这个观点 但还是要询问一下 其他长老的意见 老夫没有意义 老夫也没有 众多长老纷纷点头 显然也清楚 天云先宗 已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 既然如此 那么就让夕阳那丫头 带队前往蓬莱仙境 务必带回五株以上的蓬莱仙草 云爵子沉生道 以往蓬莱仙境开启 各方势力 并不会将全部核心弟子派往 原因自然是害怕敌对势力 设计剿灭这些新鲜血液 一旦所有的优秀弟子 全部葬送其中 那么宗门亲皇不接 离彻底灭亡就不远了 宗主 要不要请求圣子前往 一位长老提议道 若是叶真肯 前往蓬莱仙境 那么 这次的事情 就十拿九稳了 不过 如今 叶真仅仅只是练体径的实力 虽然有着月级作战的极高天赋 但是仍有翻车的危险 说实话 云爵子心里是不太乐意让叶真去的 毕竟 没有什么比仙路更为的重要 不可 圣子的安危大过于天 不能有半分差池 更何况 圣子的仇人可不少 幻长老面色凝重道 年轻一辈中 恐怕没有几个人 不嫉妒叶真的才华 自然也有过极大的摩擦 以往那些人 都被叶真给打服了 只不过当初的叶真认为 那些人并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 也就没有痛下杀手 存着留着弯弯的心思 现如今 叶真暂时陷入葫伦 那些人必然不会放过叶真 老夫认可幻长老的说法 圣子不可有事 待着圣子在沉寂一段时间 震撼群雄也不迟 皇长老说道 老夫的意见也是一样 诸多长老争辩了起来 但是大部分都是认为 叶真的安全大过一切 安静 云爵子发话了 地位弥漫 震慑全场 既然如此 那么 此次蓬莱仙境开启 便让圣子 暂且在宗中继续修炼吧 让西瑶那丫头带队 另外 各位长老们的真传弟子 也别藏着掖着了 该出手就出手吧 云爵子声音严肃道 众长老们 文言点点头 心中琢磨着 给自己心爱的弟子 准备一些后手 这一次 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真正的刀山火海 稍有不慎 便是生死盗销的下场 尸骨都找不到 既然各位长老 没有其他意见的话 那么 这件事情便这样吧 云爵子道 长老们 文言都点了点头 随后便准备离开了 等等 而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吸引了众长老的注意 只见一只火红色的大鸟 出现在长老殿中 正是神兽朱雀 朱雀停留在长老殿中 圣子 众长老全部恭敬道 叶真如今的地位 可是与云爵子相当 嗯 叶真微笑地回应了一句 随后目光 看向一脸温和的云爵子 宗主 我要去彭来仙境 不可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幻长老立刻出声阻止道 圣子 此次彭来仙境 对于你实在是太过凶险 切莫以身犯险啊 是啊 圣子请三思 以圣子的爵士添资 根本不需要这些历练 待得韬光养晦几年 日后必定震撼万古 其他的长老也是纷纷劝道 我意已决 诸位长老不必多言 面对众位长老的劝诫 叶真却是丝毫没有改变想法的意思 这 长老们无奈 只能将目光投向主位上的云爵子 圣子 可否告知前往彭来仙境的原因 云爵子没有一味的反对 而是询问道 他知道 叶真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 彭来仙境 有一份大机缘 需要我亲自去取 叶真回答道 众长老闻言一惊 能被叶真视为大机缘 恐怕当真非常了得 原来如此 云爵子没有问具体机缘是什么 若是叶真想说 自然也不会隐瞒 圣子可有把握 云爵子问道 叶真如今的修为 毕竟还是低了一些 虽然轻松斩杀云天 已经证明了实力 但是 届时前往彭来仙境的天骄 可都不比云天差 甚至更强 更何况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谁能保证那些人 不会暗中使用什么下三难的手段 宗主放心 同一辈中 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我 就算是一起上 又何妨 叶真豪气道 虽然目前的他 仅仅还只是练体境 但是凭借着强大肉身 便可占七八动天的强者 外加上强大的天阶灵术 与天云地精 动天境巅峰 也可占而胜之 若是在算上至尊谷 就算所有的天骄一起上 至少逃跑 还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圣子有此把握 那么我自然不会不远 这次彭来仙境 就由圣子带队吧 云爵子笑道 宗主 幻长老惊呼道 幻长老 圣子都不怕 你怕什么 云爵子摆了摆手 笑骂道 这 幻长老见到宗主 与叶真如此坚决 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 于是只能同意道 好吧 看来老夫是真的老了 呵呵 既然此次圣子带队 那么老夫便让孙儿也一起前去 正好去历练历练这小子 老黄所言 深得我意 我那不成器的徒儿 刚刚抵达五动天 希望对圣子有一些帮助 一些长老得知叶真带队后 不定叶真的实力有目共睹 在叶真的语意之下 相信足以安全地 在蓬莱仙境 混一些机缘 这些老家伙 刚刚还支支吾吾的不愿意 现在一个个都送上来了 云爵子见到这一幕笑骂道 长老们顿时感到有些尴尬 谁也不说话了 但是各自心中早有了伎俩 接下来的事情 就简单多了 既然名单已经确定 云爵子便与诸位长老 开始商讨一些 蓬莱仙境的具体细节 而叶真与云西瑶 则是早早地返回了云先锋 西瑶 你知道内门的藏宫阁在哪吗 叶真问道 在云胜风 云西瑶回答道 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叶真 叶真哥哥 你是想要修炼灵术吗 嗯 叶真点了点头 目前 叶真所掌握的灵术 只有两门 虽然威力无比强大 但是太过单一 此次前往蓬莱仙境 叶真虽然不认为 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自己 但是诸仙剑事关重大 还是稳重一些比较好 嗯 藏宫阁是由天一长老看守 到时候 叶真哥哥直接和天一长老打个招呼 那些灵术便可以随意浏览了 包括宗内典藏的九部天阶灵术 云西瑶尽可能将自己知道的 全部告诉了叶真 原来如此 多谢西瑶了 叶真摸了摸云西瑶的秀法 随后便准备前往云圣风了 云雾涌动 一只浑身燃烧着金色光艳的大鸟出现 较为奇特的是 这只云兽竟然有三族 三族金屋 在上古时期 论气实力 还是朱雀更为强大一些 叶真一个起跳 来到了金屋的背上 伴随着金屋的一声提鸣 便离开了云先锋 真是的 叶真哥哥只会修炼 云西瑶见到叶真一点留恋都没有 便去了云圣风 不由得有些弃鼓鼓道 云圣风 藏宫阁 这里可以说是内门人气最为旺盛之地了 天云先宗 由于最近在走下坡路 所以对于弟子 也是格外的宽容与照顾 藏宫阁中的典藏 除了天阶灵术之外 几乎可以任意翻阅 所以 每日藏宫阁 都会有不少的弟子 借约各种灵术 忽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嘹亮的提鸣之声 一直浑身燃烧着金色光焰的巨鸟 遮蔽了天空 最终稳稳落在了藏宫阁前 金屋 这是金屋 是哪位长老来了吗 这些内门弟子们 见到气势凶悍的金屋 纷纷惊叹道 一时间猜测不已 但是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从金屋背上走下来的 竟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年 难道是新圣子 其中一人惊议不定道 应当是新圣子了 当初新圣子斩杀云天的时候 我曾远远地见过一眼 有人目光尊崇的望向叶真 恭敬道 四 斩杀云天 这位新圣子 真是一位狠人 有人惊骇道 下意识地想要离开这里 对于旁人的窃窃私语与反应 叶真没有理会 而是大踏步地来到了藏宫阁 内门的藏宫阁 相较于外门 就阔切许多了 光是藏宫阁本身 便是一件等同于 运灵集神域至宝的灵宝 恭迎圣子大驾 负责看守藏宫阁的天一长老 第一时间出来迎接 长老客气了 我就是来选几道灵术 无需长老亲自迎接 叶真笑道 那不知 圣子需要什么品接的灵术 天一长老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天接 叶真直接道 果然 对于叶真的回答 天一长老并没有感到惊讶 虽然叶真 仅仅只是练体境 常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修成天接灵术 但那也仅仅只是常理 在叶真身上 一切皆有可能 圣子有所不知 天接灵术 来是宗门之宝 放置天接灵术的地方 需要老夫亲自去开启 所以就有老夫 来陪同圣子一起吧 天一长老解释道 可以 叶真点点头 随后便在天一长老的带领下 来到了藏宫阁的第一层 只见天一长老 拿出了一枚奇特的金石 金石之上 符文密布 在经过某种特定的催动之后 两人的身影 一起消失在了藏宫阁第一层 一处隐秘之地 叶真与天一长老的身形 忽然出现 天一长老手中的金石 发出淡淡的光芒 驱散了四周的黑暗 不远处是一方圆台 圆台之上 漂浮着这九块淋浴 一股古老的气息 迎面来 这里是 叶真皱了皱眉 感知到自己 似乎已经不在地面上了 这里是玲珑塔内部 外面所展现的 仅仅只是为了 掩人耳目的仿品而已 天一长老笑着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真恍然大悟 外面的玲珑塔是假 真正的玲珑塔在地下 而且 叶真所料不错的话 这真正的玲珑塔中 应该拥有所有灵术的辈分 就算哪天 外面那座掩人耳目的 仿造玲珑塔 出了差池 对于天云先宗来说 损失也不大 能想出如此完美方案的人 也是个人才 圣子 前面便是我宗典藏的 九部天阶灵术 圣子可以随意阅览 天一长老 指了指园台上那九枚灵域 笑着道 多谢天一长老 叶真感激道 随后便来到了园台之前 随意地取了一枚灵域观摩起来 没过多久 叶真便放下了这枚灵域 爪抓取了另外一枚灵域 而天一长老 则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不敢打扰叶真丝毫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叶真一口气 直接将所有的九道天阶灵术 全部阅览完毕 而且果然不出叶真所料 这些灵术 虽然威力十分巨大 符合天阶灵术的标准 但是同样的 缺陷也有 那便是需要足够庞大的灵力去催动 神辅静之下的人 不可能修炼成功 就算是神辅静 也需要与之相配的体质 外加一些运气 才有可能修炼成功 不过这些 对于叶真来说 都不是事 拥有满极悟性的他 可以轻松将其改造成炼体径 也可以修炼 并且在威力和机制上 也能做一些优化 这般想着 叶真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一些大概的方案 天一长老 我可以修改这些灵术吗 叶真转头问道 将这些天阶灵术 全部强化一遍 也算是还一些天云先宗 对自己的恩情 修 修改 天一长老文言大惊 随后试探道 圣子是想要自己修改成 最适合自己的灵术吗 叶真天资绝世 又有成功完善天云地经的案例 修改天阶灵术化为 最适合自己的 也不是不可能 不是 我想要将修改后的内容 覆盖到灵域之上 这样所有人都可修炼 叶真摇了摇头 认真道 天一长老 圣子没有开玩笑 天一长老小心翼翼问宝 这可是天阶灵术啊 而且是九道天阶灵术 修改到所有人都可以修炼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叶真先前成功完善了天云地经 天一长老也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的 毕竟这可是九道天阶灵术 并且九道天阶灵术的特性各有不同 其实说修改就修改的 若是旁人如此大言不惭 自己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但是现在说这话的是叶真 就不得不仔细思虑一番了 圣子稍等 修改天阶灵术一事 关系重大 代老夫请求一下宗主的意见 天一长老沉应道 可以 天一长老请便 叶真点了点头 随后闭目盘坐了起来 开始尝试完善几道灵术 若是云爵子同意 自然皆大欢喜 若是不同意 叶真也不会抢求 待的日后 自己施展出强化版的天阶灵术 自然会有人求着自己修改 天一长老闻言松了一口气 随后施展千里传音 与云爵子沟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叶真也是 终于将全部九道天阶灵术修改完毕 修改后的天阶灵术 不但没有了修为的限制 而且还获得各有各的加强 天一长老 有结果了吗 叶真目光看向面色比较精彩的天一长老 问道 宗主说 请圣子随意更改 天一长老无奈道 其实天一长老刚一开口 云爵子便回复道 无条件支持叶真 这让天一长老不得不惊叹 云爵子对于叶真的信任 已经到了盲目的地步 让一位准地级别的强者盲目信任 这不光需要耀眼的天资 还需要强大的人格魅力 这叶真 当真是恐怖如斯 那便好 叶真文言笑着点了点头 也没有犹豫 灵石同时探入九枚灵域之中 开始同时修改九道天阶灵术 叶真的这一波骚操作 看得天一长老是胆战心惊的 那可是天阶灵术啊 其复杂玄奥程度 足以让普通人小脑爆炸 现在叶真竟然同时修改九道天阶灵术 这其中 哪怕差一点点 都足以毁了 这珍贵无比的天阶灵术 要知道 天阶灵术可没有辈分 其中几道 甚至在天云先宗都无人修成 要是毁了 那真就损失大了 对于天一长老的内心波动 叶真却是丝毫不知 而是专心致志地铭刻着 完善后的天阶灵术 天一长老不知道的是 叶真早就已经 将天阶灵术完善成功了 没过多久 叶真便将所有完善后的天阶灵术 刻入了灵域之中 So 而就在叶真将灵域放回园台后 天一长老忽然冲了过来 抓起其中一枚灵域 便探查了起来 天一长老 急什么 叶真有些好笑道 天一长老根本没有听到叶真在说什么 此刻的他心神无比的震撼 这 这 天一长老有些结巴了起来 身为内门长老 自然也是修有一道天阶灵术的 其他的灵术他看不懂 但是 这道名为万雷碎神影的天阶低级身法灵术 如今竟然真的可以在炼体境修炼了 并且 无论是威能还是机制上 万雷碎神影都比以往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简直可以评为天阶高级灵术了 光是万雷碎神影便是如此 恐怕其他的天阶灵术 天一长老 简直不敢想象 宛如做梦一般 天一长老 可有问题 叶真笑问道 圣子的天资 当真是傲视万古 碾压当代 天一长老感慨道 天才二字 简直已经不足以形容叶真了 对于天一长老的夸赞 叶真也 只是笑了笑 这类话 他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天一长老 九到天阶灵术 还是有些太少了 可否帮我去随便拿一些其他的灵术 还有一些灵域 十 什么 当叶真的话音落下后 天一长老 明显没有回过神来 一对老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叶真 天一长老 我是说 咱们先宗的天阶灵术数量有些少 所以 我想要为先宗多增添一些天阶灵术 叶真大声道 这一次 天一长老听清楚了 心脏宛如雷鼓一般 重重地跳动着 双手激动地抓着叶真的肩膀 圣子 你是说 你可以将地阶灵术改造成天阶灵术 天一长老不顾形象地激动道 若是真的如此 那么叶真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宝库 可以是可以 只不过 叶真有些犹豫道 只不过什么 天一长老心中一沉 果然 这种逆天之力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若是影响了圣子的修行 反而有些得不偿失了 用地阶灵术改造的话 有些浪费了 毕竟改造后的灵术 虽然可以无视境界修炼 但是玄奥程度 却是高深了不少 若是悟性一般 还不如修炼地阶灵术 所以 随便拿些黄阶或者玄阶灵术来就行 叶真解释道 天一长老 面对叶真这番轻描淡写的言论 天一长老的内心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黄阶灵术 玄阶灵术 那是什么垃圾玩意 可以改造成天阶灵术 圣 圣子 你你是说 用玄阶甚至黄阶灵术 将其改造成天阶灵术 天一长老声音颤抖道 好歹也是先宗的长老 此刻的表现 却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一般 有问题吗 叶真笑道 自己只是想要给宗门一些福利而已 没想到 如今还要慢慢说服天一长老 这年头 说真话真难 没问题 老夫这就去拿 这就去 天一长老慌忙硬着 随后施展了某种神通 快速地消失在了玲珑塔中 仅仅只是眨眼的功夫 天一长老便回来 与此同时 手中还多出了一堆灵狱 圣子 这些够不够 不够老夫 再去取 天一长老面色焦急地问道 够了 叶真点了点头 随意地从其中取了一枚灵狱 便开始感悟起来 这是一道玄阶灵术 毫无疑问 叶真很快便发现了 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便开始尝试完善起来 见到叶真 已经进入了顿悟的状态 天一长老守在一边 不敢有丝毫地打扰 同时 心情又激动了起来 若是叶真得真的成功了 对于天云仙宗而言 无疑有着极大的避意 甚至不用去探寻所谓的仙路了 光是凭借着海量的天阶灵术 便足以带领天云仙宗 走向极致的辉煌 小半个时辰后 在天一长老 这番紧张激动的心情下 叶真终于睁开了紧闭的双眸 不过却露出了一些失望之色 失败了 天一长老 心情一沉 果然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玄阶灵术 换天阶灵术 还是脚踏实地为好 可惜 竟然仅仅只到了天阶终极的地步 只差一点 便可以抵达天阶高级了 叶真叹了口气 无奈道 虽然叶真拥有满级天赋 但是 这道灵术的上限也就到这了 已经无法提升了 天一长老 圣子 这么说 现在这道灵术 已经是天阶终极了 天一长老 有些不敢置信道 嗯 叶真点了点头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可 可否借老夫一关 得到叶真的确定后 天一长老 神情激动道 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真手中的灵欲不放 恨不得抢过来 自然可以 叶真笑道 将手中的灵欲 交给了天一长老 天一长老 在接过灵欲后 立刻感知了起来 看得出来非常的猴急 而伴随着天一长老的感知 脸上表情也不由自主地 开始逐渐变得震惊起来 虽然他不能完全看懂 这道天阶灵术 但是 从其玄傲程度 以及描述的威能来看 绝对是天阶终极灵术无遗了 并且还是天阶终极灵术中 较为高等的那种 叶真竟然真的将一道 普普通通的玄阶灵术改 造成了天阶灵术 这若是传出去 恐怕会在修行界 引起十级大地震 而此时的叶真 却根本没有注意 天一长老夸张到极致的神情 反而自顾自地 开始完善升级他的灵术 震惊过后的天一长老 看着又陷入忙碌中的叶真 心中不由地长叹一声 这片世界 竟然可以孕育出 叶真这等可怕的怪物 不说前五古人 恐怕往后万古 也不可能有人 在天资与悟性上 与叶真一较高下 就这样 叶真在藏宫阁 待了足足有三天的时间 而期间 叶真也是成功将天一长老 带来的那些灵术升级 成为了天阶灵术 算上之前的九道 现在天云先宗的天阶灵术 足足有四十八道 四十八道天阶灵术 恐怕已经超越了 任何一方势力的收藏 就算是两个太荒盛的加起来 在天阶灵术的数量上 也不能与现在的天云先宗相比 好了 收工 叶真揉了揉眉心 大脑长时间的运转 叶真也感到有些乏了 现在就想回到云先锋 美美的睡上一觉 嘿嘿 圣子你看 就在叶真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一长老 却是忽然叫住了叶真 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叶真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天一长老 还有何事 叶真疑惑地问道 嘿嘿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老夫又从藏宫阁 取了一些黄街的灵术 圣子你看 天一长老说着 手上的那戒一闪 一堆宛如小山般的灵域 堆放在了叶真的面前 叶真健壮 面色顿时一黑 这是真把自己当作牛来使唤 生产队的驴剑了 都得流泪 天一长老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相信不用我多解释 戴的宗内将这48道天阶灵术 全部消化了之后 我再来将这些灵术改造吧 叶真无奈道 天一长老闻言也是有些尴尬 刚刚他也是被朱友蒙了心 这般鬼斧神功之举 肯定是有代价的 对于圣子 必然也是一个不小的负荷 老夫这就送圣子回云先锋休息 天一长老 收起了那堆灵域 拿出了金石 光芒一闪 两人的身影 便消失在了玲珑塔中 而在将叶真送回云先锋后 天一长老 立刻马不停蹄的 来到了云鸾峰 哈哈 哈哈哈哈 老家伙们 今日老夫 让你们瞧一瞧大宝贝 哈哈 天一长老爽朗的笑声 传遍了整个长老店 就连一只闭关延缓寿源的 几位太上长老 都被惊醒了 天老头 这是又成功修炼了 一道天阶灵术吗 竟然这般高兴 正在修炼天云地精的幻长老 看着眼前两只狗样云兽 其中一只 骑在另外一只的身上 疯狂抽搐 面色不由的一阵发黑 经过夜真完善的天云地精 比起原版 要更为的玄傲与晦色 到目前为止 众长老中也唯有三位 成功修制了大成境界 而达到圆满境界的 更是只有云爵子一人 多数长老甚至已经放弃了 毕竟 修炼天云地精也是要天赋的 唯有患长老 还在苦苦坚持 天老头 你不好好地看守玲珑塔 跑这来发生风 几位长老 因为修炼被打搅 有些不满道 就是就是 天老头 你好歹也是一把年纪的人 做事就不能稳重一些吗 患长老有些吹胡子瞪眼道 面对众位长老的谴责 天云长老却丝毫地不在乎 反而得意洋洋道 老东西们 先看看这是什么 再来说老夫 天云长老将手中的玲玉 分发给了众位长老 众位面色疑惑地接过玲玉 有些不解的看着天云长老 天老头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不就是普通的玲玉吗 黄长老不解道 别说老夫有好东西 不想着你们 你们这些老东西 自己用灵石看看就知道了 天云长老神色淡定道 眼角却有掩饰不住的惊喜之色 众长老闻言虽然满是疑惑 不知道天云长老到底想搞什么鬼 但还是将灵石探入了灵域之中 仔细观摩了起来 这 这是天阶灵术 没过多久 便有长老惊呼了起来 一道天阶灵术 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太过的稀奇 但是 这里面记载的 却是一道天云先宗未曾收录的天阶灵术 这就很有价值了 天老头 黄长老抬头盯着笑眯眯的天云长老 震惊的 有些说不出话了 因为他在灵域中 同样探知到一道天阶灵术 并且看其他长老的反应 恐怕大差不差 要知道 此刻在场的长老 足有二十几位 这就说明 岂不是有二十多道天阶灵术 天老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诸多长老也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灼灼地盯着天一长老 二十多道天阶灵术 这足以让天云先宗的典藏 翻上几倍 若是放出消息 想必可以吸引到不少天才苗子 对于目前的天云先宗来说 是有着极大的好处的 没见识的老家伙们 以为这就结束了 天一长老 看着众多长老的反应 心中暗爽的同时 将剩下的灵域 一股脑地拿了出来 叮叮当当 十几枚灵域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天老头 这 这些该不会都是天阶灵术吧 幻长老有些不可思议的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同时 心中又有着一丝莫名的期待感 那是自然 天一长老淡然道 仿佛天阶灵术 在他眼中 就像大白菜一般常见 四 众长老闻言道息一口凉气 心中震惊之余 也被极大的惊喜所充满 他们都清楚 这些天阶灵术的价值 哈哈 有了这些天阶灵术 何愁我天云先宗不幸 黄长老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巨大的惊喜 周深的气息 甚至都无意识地向外散路 其他的长老 虽然没有黄长老表现得这般夸张 但也同样兴奋地 有些手舞足蹈起来 而就在这时 一股浩大的帝威降临 压制了众多长老的兴奋镜 诸位长老 太上长老还在闭关之中 切勿打扰 云爵子有些无奈道 同时心中也很是疑惑 长老们平日里表现得非常成熟稳重 今日这是怎么了 谨遵宗主先令 众长老闻言也是感到颇为尴尬 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宗主 老夫有事相报 天一长老上前道 天长老请讲 云爵子温和道 同时也很是好奇 究竟是什么事 让众多长老这般事态 天一长老斟酌了一下言辞 随后将叶珍改造灵术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知了云爵子 什么 云爵子闻言大惊 手掌用力地握着主位的扶手 地威凌乱 整个长老殿都有些震动了起来 你是说 圣子不但将所有的天阶灵术成功完善 并且还将一些黄阶 玄阶的灵术改造成了天阶灵术 云爵子有些不敢置信道 此前天一长老传音的时候 他虽然猜到了一些端倪 但是显然也没有料到 竟然会是这般惊天动地的结果 如果说 叶珍以往天赋与悟性 还在云爵子的理解范围之内 那么此举已经彻底颠覆了云爵子的认知 黄阶 玄阶的灵术改造成天阶灵术 若是没有限制的话 天云先宗的未来 云爵子简直不敢想象 那将是何等极致辉煌之境 一念至此 云爵子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帝威浩荡 抵挡乾坤 底下众多长老见状 不由得面面相去 不是说 太上长老还在闭关 切勿打扰吗 那宗主这是 众长老不由得付匪道 但是谁让人家是宗主呢 就是任性 轰隆 四声巨响忽然传来 恐怖的帝威弥散 宛如雄师苏醒 小爵子啊 何时搞出这般大的动静 四位太上长老现身 恐怖的压迫感 瞬间袭来 压得众位长老 有些喘不过气来 很显然 对于云爵子搞出的动静 四位太上长老很是不满 云末太上长老 目光不悦地看着云爵子 他的寿缘本就不多了 此番被云爵子惊醒 自然意见也是最大的 太上长老恕罪 是爵子的错 云爵子收敛地威 有些尴尬到 面对叶真所表现出来的这般神迹 的确是有些失态了 毕竟 这可是事关整个天云先宗未来的大事 小爵子 究竟发生了何事 云末太上长老 已经有了云宗之主的风范 很少这般失态 云爵子闻言斟酌了一下 随后严肃道 太上长老 我宗新增39道天阶灵术 破 云末太上长老闻言 刚刚喝下去的茶水 瞬间喷了出去 一些微苦 伴随着一股口臭的热茶 直接洒在云爵子的脸上 云爵子脸皮略微有些抽搐 但还是强行忍耐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动用灵力 将面部上的茶水蒸发掉 小爵子 身为云宗之主 岂可胡言乱语 其中一位太上长老 皱眉不满道 就算是不小心惊扰了我等修行 也不用编造这种可笑的谎言吧 真当他们几个老家伙 年事高了之后 不知道天高地厚吗 39道天阶灵术 恐怕就算是修行界 第一势力的道天仙宫 都未必有这般收藏 其他的太上长老闻言 也是眼神不悦地看着云爵子 甚至对其能否胜任宗主之位 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各位太上长老 爵子所言全部为实 云爵子苦笑道 眼神示意了一下天意长老 天意长老见状 顿时心领神会 将手上的灵狱 全部给了四位太上长老 云末太上长老 掂量着手中的灵狱 目光紧紧地盯着云爵子 看其样子 不像是说谎 但是方才所言 实在是太过的惊世骇俗 又让人很难相信 罢了 罢了 事实如何 一探便知 想到这里 云末太上长老也不再犹豫 庞大的灵石 直接侵入到所有的灵狱之中 准地级的灵石 可以瞬间 将所有的灵狱内容 全部探查完毕 果然 没过多久 四位太上长老 全部面色惊骇地抬起了头 干枯的手掌 紧紧抓握着其中几枚灵狱 呼吸都变得有些粗重 更有甚者 地位变得凌乱不已 灵力因为情绪的剧烈变化 一散而出 若非云爵子健壮 不对出手控制 恐怕整座长老殿 都要因此而坍塌 太上长老冷静 冷静啊 天意长老 看着震战不已的长老殿 出声提醒道 几位太上长老 此刻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连忙收敛力量 长老殿这才停止了振战 云爵子健壮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笑道 太上长老 一把年纪了 应该稳重一些 嗨嗨 几位太上长老文言老脸一红 但随后便正色道 爵子 这究竟怎么回事 三十九道天阶灵数 这简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财富 凭借着这些 甚至可以作为一宗之本 开宗立派了 让天一长老来说吧 云爵子笑道 示意了站在一旁的天一长老 天一长老文言也没有犹豫 将发生在玲珑塔中的事情 如实告知了四位太上长老 竟是如此 云末太上长老惊呼道 将黄阶 玄阶的灵数改造成天阶灵数 这般手段 简直闻所未闻 不过随后 云末太上长老便有些紧张了起来 浑浊的目光盯着天一长老 严肃地问道 天一 此番逆天之术 是否会对圣子造成损伤 云末太上长老此话一出 造成了某些不可逆的伤害 那么反而得不偿失了 先路大于一切 太上长老放心 圣子断然不可能 做这般愚蠢之事 天一长老恭敬道 众人闻言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 心中也涌起了无限的狂喜之意 有了这些天皆灵数 何愁天云先宗不兴 圣子真乃天人也 我总有圣子 实乃老祖的在天之佑 云末太上长老感慨道 对于叶真是越加重视了起来 小抉子 日后若是圣子有什么要求 不用问原因 能满足便满足 云末太上长老严肃道 天才就要有天才的待遇 云末非常清楚 只有天云先宗 诚心对待叶真 叶真才会诚心对待天云先宗 太上长老放心 爵子从不会亏待圣子半分 云爵子保证道 其实不用云末吩咐 他也会这么做 并且 心中还在考虑着 要不要多炼制几枚云决令 以确保叶真的安全 如此甚好 云末太上长老 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他太上长老也是 笑了起来 对于先宗的未来 无比看好 不再如以往那般忧愁 因为叶真的到来 整个天云先宗 都变得比以往有朝气了 紫阳先宗 前来拜山 而就在整座长老殿 沉浸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时 一道如天雷般的怒吼声 滚滚而来 使得整座长老殿 都微微震了震 长老殿上空 一轮子日 撕破了厚重的云层 尊贵的紫金之色 照耀长老殿 无比坚固的长老殿 竟然有融化的态势 此般挑衅行为 使得诸位长老齐齐大怒 好胆 真当我天云先宗 无人不成 云爵子大怒 恐怖的地位爆发 一指点出 竟然瞬间刺破了 那恐怖无比的紫阳 准地之力 紫阳之下 一位中年男子惊骇道 目光不敢置信地 看着踏空而来的云爵子 紫吉 你若是不给我一个解释 今日休想活着离开天云先宗 云爵子寒声道 目光阴寒地 看着这名叫紫吉的男子 云先锋某处 叶真猛然睁开了眼眸 目光深沉地 看向云乱风的方向 那里气息混乱 哪怕是在云先锋 都能感知到有些端倪 出事了吗 叶真低声自语道 不过想想 天云先宗 好歹还有五位准地级强者 叶真也就不再担心什么了 可惜 还是差一点 叶真叹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叶真数次尝试 突破那最后的界限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并非叶真的天赋不够 而是天道的限制 此刻叶真的周围 满是失去了光泽的灵石 其数量粗略看来 恐怕有十万之巨 以大量的灵气蒙蔽天道 虽然暂时可行 但是很难持久 根本不足以叶真完成最后的突破 这并非是灵石数量 就能解决的问题 看来只能去蓬莱仙境碰碰运气了 叶真无奈道 蓬莱仙境与世隔绝 是一个小世界般的存在 或许在那里 可以顺利地蒙蔽天道 嗯 叶真神色一动 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在朝着自己而来 师兄 师兄 黎晨见到叶真后 顿时快速地跑了过来 看其样子 似乎很是焦急 出了什么事吗 叶真问道 同时心中一沉 难不成这次敌人很强 宗主他们撑不住了 但是 就算是太荒圣地 也做不到轻易覆灭如今的天云先宗吧 师兄 紫阳先宗前来拜山 来了一位很强的天才 圣女已经拜了 黎晨气喘吁吁道 听到黎晨有些焦急的声音 叶真心中庆幸之时 也有些惊讶 庆幸的是 仅仅只是拜山的话 那么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而惊讶则是 云熙瑶竟然拜了 云熙瑶拥有天云先体 并且 天云帝竟在叶真的指导下 已经到了大成之境 一般人还真不是云熙瑶的对手 至少以往云天 可以被云熙瑶吊起来打 走 去看看 叶真稍微思考了一会 便打算去看看情况 紫阳先宗叶真听过 是近些年里 崛起的一股超级势力 宗内更是已经拥有了四位准地 比起天云先宗来说 也不遑多让了 只不过 因为紫阳先宗崛起的时间太短 所以 在底蕴以及冥望方面 距离天云先宗 还是颇有一段距离的 自此 紫阳先宗拜山 恐怕来者不善 黎晨文言 自然不会拒绝 很快便与叶真 离开了云先锋 向着长老殿快速地赶去 云联风 长老殿 云宗主 按照赌约 此次蓬莱先进的名额 贵宗将让给我宗五个名额 相信你贵宗的信誉 不会做出违反约定的事情吧 紫集 身穿华贵袍服 对着云爵子笑道 云爵子高坐于主位之上 目光略显阴沉地 看着一脸笑意的紫集 乾坤未定 你是否高兴得太早了 云爵子声音微冷到 帝威弥漫 压得紫集 有些喘不过气来 哼 一道冷哼声传来 将云爵子 碾压至紫集身上的帝威 变彻底臭了 紫集身后 一位老者冷哼道 紫云老头 我天云先宗 自然不会违背诺言 我宗圣子还未来 你急什么 莫不是怕了 云末太上长老冷笑道 怕 哈哈 那名为紫云的老者 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后拍了拍身后的一名青年 笑道 耀儿 你怕吗 青年文言 目光毫不畏惧地 看向高坐主位上的云爵子 朗声道 紫妖一声 从不知怕为何物 伴随着紫妖的话音落下 一股不屈的战意 猛然爆发 胸口处隐隐浮现出一道道 玄奥神秘的符文 明明只有洞天静的实力 给人的感觉 却仿佛面对一位灯神静强者一般 云爵子目光深邃地看着紫妖 心中也是暗暗震惊 不朽战王体 天生至尊古 紫阳先宗竟然寻得了这样一位天才 不朽战王体 也被称为小荒谷圣体 不但肉身强横无比 同时拥有不朽战王体者都是武痴 一生为修炼而生 为战斗而狂 传闻拥有此体制者 一旦战斗起来 便会彻底忘我 直到完全战胜对手 所以多数人都不太愿意与其为敌 毕竟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战斗疯子 哈哈 不愧是我紫阳先宗的圣子 日后探寻先路 便全落在你的身上了 紫云大笑道 紫妖必不辜负师尊期望 紫妖高声道 暮光中爆发出夺目的神光 先路 那是所有修行者的终极目标 可恶 若是叶真哥哥在这里 又岂会让他这么嚣张 云熙摇见状 恼怒地跺了跺脚 灵动的大眼睛中 闪过一些不甘之色 若非那所谓的不朽战王体 自身防御太过强横 凭借朱雀之言 圣佛还真不好说 云宗主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你们那位圣子 却迟迟不出现 不会是怯场了吧 紫妖讥讽道 同时 心中对于云爵子 也是无比的阴沉 紫阳先宗 与天云先宗向来不合 多有摩擦 此番彭来仙境提前开启 也是打了紫妓一个措手不及 原本紫妓的想法很简单 天云先宗的那几位太上长老 绝对支撑不到 下一次彭来仙境开启 而紫阳先宗的四位准地 寿元悠长 完全可以和天云先宗好起来 待的那天 云先宗的四位准地及强者 寿元耗尽 便是紫阳先宗 灭掉天云先宗之时 但是彭来仙境的突然开启 却打乱了紫妓的计划 就此放弃 又极为的不甘心 于是便有了此次败山 企图削减天云先宗的名额 让其得不到彭来仙草 但是谁知 云爵子竟然也达到了准地之境 这无疑让紫妓的计划 彻底泡汤了 这让其如何不怒 一位准地及强者 外加上天云先宗多年的积累 就算是四打一 紫妓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极大的可能是两败俱伤 被其他势力减了便宜 这样的蠢事 紫妓自然不会做 不过就算覆灭不了天云先宗 也要尽可能地削减其实力 日后已获得更大的利益 据老夫所知 那叫云天的圣子 恐怕还不如刚才的女娃子 紫妓笑眯眯道 已经胜券在握 呵呵 老夫何时说过 我天云先宗的圣子是云天 云末太上长老讥讽道 哦 那不知是何人 说出来 让老夫见识见识 紫妓淡淡道 无论何人 都不能是紫妖的对手 呵呵 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我宗圣子名叶真 云末太上长老笑呵呵道 什么 紫妓文言顿时大惊 面色顿时无法平静下来了 但是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紧张的心情又平复了下来 而紫妖 则是目光中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战意 叶真之名 他早已如雷贯耳 那是横压万古天骄的绝世妖念 曾经的一代绝世天骄 没想到 来了你们天云先宗 但可惜的是 据老夫所知 叶神子已经天赋尽丧 沦为废人 就算可以重新修炼 也难有多大的成就 紫妖摇了摇头 颇为惋惜道 对于叶真 哪怕是准地及修为的紫妖 曾经也是一度将其视为天人 是吗 就在紫妖 话音落下后不久 一道轻飘的声音忽然传来 黎晨与叶真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长老店门口 圣子 天云先宗长老 见状恭敬道 就连云爵子 也是从主位上站了起来 起身向迎 圣子 又要麻烦你了 云爵子微笑道 对于叶真 他此刻有一种盲目的信任 别说是区区一个紫妖 就算是十个一起上 又如何 宗主客气了 宗门有难 这是弟子应尽之责 叶真笑道 随后摸了摸一旁 督着嘴不满的云熙瑶 道 熙瑶 受欺负了 嗯 云熙瑶看着叶真 目光中满是委屈 懂了 叶真笑道 目光看向战役昂扬的紫妖 你 想要挑战我 定 恭喜宿主 激发系统任务 战胜紫妖 击碎其斗志 任务完成后 奖励重彤再生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叶真的心中不由的移动 重彤再生 上一次 叶真放弃了这个奖励 没想到 如今又补偿回来了 这一次 叶真可不会再放弃了 要知道以往 叶真最为擅长的 便是重彤之力 种种童树玄奥非凡 赋予了叶真 极为诡异多变的能力 这还仅仅只是当时 开发出了一小部分能力而已 如今凭借着满极悟性 若是重彤再生 必然可以远超当初 是又如何 紫妖上前一步 浑身战意爆发 目光充满狂热地盯着叶真 只要打败了叶真 她便是真正的年轻一辈第一人 至于害怕 畏惧 莫说是如今的叶真 就算是全盛时期的叶真 拥有不朽战王体的她 也敢冲上去 要二 先退回来 紫云呵斥道 同时 目光死死地盯着叶真 再感知到 叶真只有炼体精的修为 并且曾经的神异之处 近乎全部消失之后 才尝出了一口气 曾经的叶真 实在是太过的耀眼 压得万古天骄 抬不起头来 不过如今来看 应该不是紫妖的对手 呵呵 害怕了的话 就滚回去 云莫太上长老冷笑道 丝毫不给紫云这位准地级强者面子 哼 我紫阳先宗 还从未怕过谁 倒是莫老头你 如此不注意收敛情绪 也不怕提早进棺材 紫云淡淡道 呵呵 在那之前 老夫一定会拉你陪葬 云莫太上长老 针锋相对道 紫云文言 脸色铁青 知道说不过云莫索性便不说了 等紫妖战胜了叶真 有云莫难看的时候 要儿 不要给宗门丢脸 紫云温和道 世尊放心 弟子定不负所望 紫妖声音有力道 磅礴的战意迸发 宛如一尊战神一般 去吧 紫云文言欣慰地笑道 紫妖点了点头 随后一步一步来到了叶真的面前 目光火热地盯着叶真道 昔日的最强天骄 让我来看看你的精良 叶真淡漠地 看着战意昂扬的紫妖 道 你是觉得 你可以战胜我吗 有何不可 紫妖高声道 身后六道洞天展开 灵力汹涌 拥有不朽战王体的他 无论是在肉身 还是修为上 都完胜叶真 怎么可能会说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所以我接受你的挑战 叶真笑道 目光锋利地盯着紫妖 相比于紫妖 叶真并没有展现出 什么惊天动地的气势 非常内敛 宛如一头蛰伏的雄狮 哄 早已被战意充满的紫妖 顿时冲向叶真 强大的反正力 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大坑 恐怖的拳头 饱含着无比的战意 轰向叶真的面门 面对来势汹汹的紫妖 叶真的眼神 没有半分波动 同样朴实无华的一拳 挥向紫妖 选择与紫妖硬碰硬 愚蠢 真当自己 还拥有荒骨圣体不成 紫妖见到这一幕讥笑道 以繁体与不朽占王体 展开肉身相搏 在任何人看来 都是相当愚蠢的行为 芸汐遥 也是凭借着自身的灵活性 依靠着朱雀与紫妖周旋 这才能坚持那么久 山下之人 有何资格评判山上之神 芸爵子吃笑道 碰 就在紫妖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紫妖与叶真的身影 也是轰然碰撞在了一起 两人的身影同时后退 紫妖后退七步 叶真则是三步 什么 紫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肉身上的碰撞 紫妖竟然输了 无知之人 云墨太上长老不屑道 紫妖面色难看 但也没有说什么 肉身只是一方面 他还真不信紫妖会输 轰 轰 轰 叶真与紫妖两人 你来我往 拳拳到肉 轰鸣之声不断 地面出现一个又一个大小不同的坑洞 宛如凶兽踩踏而流 一记对拳之后 两人的身形迅速分开 紫妖目光凝重地盯着叶真 他可以确切地感受出来 叶真并未修炼任何炼体灵术 并且 身躯也仅仅只是繁体罢了 但虽然是繁体 力量却十分地恐怖 约莫快有百万经历到了 若非自身的不朽战王体 防御力惊人 早就被叶真轰碎肉身了 但就算如此 先前一番缠斗下来 自身也受了一些伤势 不得不承认 在肉身上 是他紫妖输了 堂堂不朽战王体 在肉身上 输给了一介繁体 这若是传出去 恐怕根本无人相信 只能说 不愧是叶真 昔日的绝世妖念 肉身上 我不如你 紫妖没有丝毫气馁 反而大方承认道 这份心性 着实难得 之后你会觉得 不仅仅只是肉身那么简单 叶真目光波澜不惊 淡淡道 仿佛在陈述一个事实 系统给叶真的任务 不光是战胜紫妖那么简单 才能击垮一位 拥有不朽战王体的天才 是不是 不是嘴上说出来的 紫妖闻言 面色易冷 不再废话 目光中一道紫气闪过 身后洞天之中 灵力垂落 一轮紫色大日 仿佛从虚空中浮现 立于紫妖的身后 当这轮紫色大日出现时 整个大殿的温度 突然上升 滚滚热浪扑向叶真 给人一种烦躁与恐慌之感 就是这个 芸汐摇目光看向紫色大日 他便是输在了这一招上 朱雀之言 与紫色大日互相对攻 本应是朱雀之言 更胜一筹 但是紫妖却硬是 扛着朱雀之言的灼烧 用弓对攻 芸汐摇 可没有不朽战王体 那般恐怖的防御力 只能无奈认输 修为境界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别说我欺负你 紫妖目光凝视着叶真 提醒道 欺负我 你还不够格 叶真默然道 紫妖闻言 心中不由的一阵恼怒 从始至终 叶真都是一副 无所谓的态度 根本没有正视自己 这让极为骄傲的紫妖 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倒要看看 如今跟你 有什么本事这般狂妄 紫妖大喝道 身后的紫色大日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朝着叶真飞射了出去 紫色大日所过之处 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 可见其温度之恐怖 紫妖要阳 这紫妖要阳 乃是紫阳先宗的 一道准天皆灵术 这紫妖能以六动天的修为 成功修炼而成 也算是难得 云末太上长老 目光看向紫妖 眼中露出一些欣赏之意 同时也有些郁闷 紫阳先宗 究竟从哪搞来的 这么一位少年天骄 以往从未听说过 若是天云先宗 没有叶真的话 或许此次 还真就让紫阳先宗得逞了 只可惜 云末太上长老 看向场中 面色一直波澜不惊的叶真 可不得老脸上 露出一抹微笑 引火之光 岂可与昊月真灰 准天间灵术吗 叶真看着那紫色的大日 尽管相隔还有一段距离 也从中感受到了 一股极端的炙热之感 与恐怖之异 品阶达到准天间灵术 已经足以小部分 引动周围的天地之力 可以发现 四周的灵气 纷纷朝着紫色大日涌去 为其增加着威能 呼 叶真深吸一口气 双拳紧握 一股玄妙的意境迸发 双拳之上 仿佛具备着某种犀利一般 开始吸收着 周围天地间的灵气 就连原本纷纷涌向 紫色大日的灵气 也全部被叶真的双拳所吸收 准天间灵术 那不知相比 我的天间终极灵术如何 不对劲 紫云不愧为准地及强者 叶真出手的一刹那 便发现了些许端倪 而在此时 那紫色的大日 也已经来到了叶真的身前 对着叶真蛮横地撞了上去 大天造化拳 叶真嘀吼一声 双拳之上 仿佛存在着两个黑洞 最终狠狠地迎向紫色大日 叶真竟然想以一双肉掌 直冲紫药的这一剂绝强灵术 破 紫色的大日 最终与叶真的双拳碰撞在一起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静发生 叶真的双拳 仿佛陷陷进了紫色的大日中一般 而最让人感到惊骇的是 那紫色的大日 竟然在不断地缩小 就仿佛 被叶真给吸收了一般 这不可能 紫云失声道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唯有真正的天阶灵术 准天阶灵术 虽然与天阶灵术 只有一字之差 但威力可是云泥之别 但就算如此 紫药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修成 这已经是打破了紫阳先宗的记录了 而叶真如今 明明只是炼体径的修为罢了 就算以往在太荒圣地 成功修得了天阶灵术 又如何可以再炼体径施展出来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 现场的天云先宗各个长老 竟然无一人露出惊骇之色 全都一副理所应当的表情 这 这根本不符合修行界常识 终究是目光短浅之辈 难登大雅之堂 云末太上长老不屑道 不过云末 虽然嘴上这般说 但是心中同样被叶真 这一手震撼得不轻 看其样子 这道天阶灵术 至少位于天阶中极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叶真似乎将这道灵术的八九分 威能施展出来了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但是发生在叶真身上的奇迹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就算叶真表现得再怎么惊世害俗 至少表面上 天云先宗的长老们 是不会过多地表现出什么惊讶的神情了 随着在场众人心思各异 那紫色的大日 最终被叶真完全地吸收殆尽 此刻叶真双拳之上的黑洞 也被染上了一层紫色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波动 则要看着自己的灵术 竟然毫无作用 心中也不由得一沉 这紫急要扬 如今算就是自己最强的底牌之一了 没想到竟然连叶真的一根毛都没烧掉 礼尚往来 还给你 叶真淡然一笑 双拳猛然轰出 两团紫色的黑洞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紫药飞射而去 四周的天地之力 也随之被牵引 不断地为其增加着力量 紫药健壮 面色大变 身形不断地后撤 企图逃离黑洞的追踪 但这一切明显是徒劳的 黑洞的速度很快 很快便追上了紫药 紫药健壮跑不掉 只能咬牙硬抗 身上战意狂飙 不朽战王体的防御提升到极致 同时六道洞天在身后展开 灵力垂落 在身体表面形成一道灵力光照 哄 两道黑洞毫无悬念地撞击在了紫药的身上 吸收了紫色大日之后 叶真这一招大天造化拳 明显变得更为强大了 恐怖的吸扯力爆发 瞬间突破了紫药辛苦构建的灵力光照 爆 叶真手掌对着紫药一握 在紫药惊骇欲绝的目光下 黑洞炸裂 紫色的火焰瞬间吞噬了紫药的身躯 叶二 紫药健壮大惊失色 想要出手 但却挤到极其恐怖的气息死死地压制住了 紫药老头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药莫太上长老默然道 药爵子以及其他三位太上长老 目光也是不善地看着紫药 被五位准地级强者盯上 紫药顿时感到身上汗毛皱起 他可以肯定 若是此时真弱出手 迎来的必然是五位准地级强者的毁灭打击 想到这里 紫药也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了 只是心中默默祈祷着 希望紫药没事 叶真目光紧紧地盯着紫药的方向 虽然刚才的那一击足够强大 但是叶真却知道 恐怕凭此还不足以打败紫药 毕竟 紫药还有至尊骨 没有用出来 没过多久 紫色的火焰终于是消停了下来 硝烟散去 露出了紫药的身影 此时的紫药浑身衣衫破裂不堪 身上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 显然已经受了重伤 但就算如此 紫药身上的战役 竟然没有半分减弱 不愧是传说中的绝世妖念 紫药目光灼灼地盯着叶真 叶真见状不由得微微皱眉 看来 自己还是低估了不朽战王体 论起防御 恐怕不朽战王体 已经极为接近荒谷圣体了 好 叶真没有废话 天地间有寿吼声传出 四道恐怖的身影降临在叶真身前 散发着绝世凶威 赫然便是远古四大凶兽 四兄仰天咆哮 携带着无匹的凶威 朝着紫药冲了过去 此刻身受重伤的紫药 自然不可能是四兄的对手 面对四兄的凶猛攻势 节节败退 这样下去 落败是必然的事情 而就在此时 紫药的胸前忽然浮现出道道 玄奥神秘的符文 一股浩瀚伪力浮现 将四大凶兽 全部横推了出去 终于来了吗 叶真目光看向紫药 准确地说是紫药的胸口 至尊古 神秘的纹路 在紫药的胸口 不断地蔓延攀爬 紫荆的光泽 在紫药的身体上流转 宛如尊贵的帝王一般 吼 四大凶兽疯狂嘶吼 各自施展出神通 冲向紫药 孽处找死 紫药嘀吼一声 右手轻轻抬起 猛然一握 胸口处的符文 何谓少年至尊 紫药见到大发神威的紫药 一直悬着的心也是 终于放了下来 紫药的至尊古 有些特殊 唯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才能发动 很显然 叶真的运气很不好 恰好激发了紫药的至尊古之力 天云先宗这边 云爵子目光凝重地望着此刻 宛如帝王般威严的紫药 眉头也是紧皱了起来 虽然他知道 叶真此刻同样拥有一块至尊古 但是至尊古中蕴含的至尊宝数 也是有一些强弱差异的 像紫药这般 有着限制的至尊古 往往更强 更何况 修为上紫药也是占优 至尊宝数的威力开发上 必然比叶真更胜一筹 也不知 圣子的至尊宝数究竟是什么 云爵子心中暗道 同时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待会若是一个不对 他便会立刻出手 至少不能让叶真出现半分差池 而相对于云爵子的担忧 云末太上长老则是一点都不担忧 与云爵子不同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叶真的至尊古 那可是可以关于时光的逆天之术 想到这里 云末的心中不由的有些期待 至尊宝数之间的碰撞 简直百年难得一见 叶真 接下来是我最强的一招 作为尊敬 我不会有丝毫的保留 希望你不要死了 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紫药瞳孔凝视着叶真 身上的战意也在不断的飙升 一股极强的压迫感 直冲叶真 使得叶真呼吸都有些困难 杀我 你也配 叶真吃笑道 紫药文言瞬间大怒 这个叶真 从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过自己 这无疑刺痛了他的骄傲之心 那就试试 紫药冷声道 胸口处的纹路 瞬间扩散到全身 身上的战意 也在一瞬间 飙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仿佛已经名为实质 一杆古铜色的战己 自紫药的胸口处 缓缓浮出 战己之上 符文遍布 流露着霸道的光泽 当战己完全出现的那一刻 整个天地间的灵力纷纷溃散 宛如实质般的战役爆发 附着在了战己的锋刃之上 古老 强大 神秘 至尊宝术 八荒战神解 竟然如此 云爵子健壮 眼露骇然 这不仅仅只是至尊宝术那么简单 这紫药 甚至还将自身的不朽战王体中衍生的战役 融于了这道至尊宝术之中 此番行为 若是一个不慎 甚至会毁掉自身的至尊骨 不过一旦成功了 那么 至尊宝术的威力 也会成几何倍数抵增 这紫药 也是一个疯子 倒是有点意思 叶珍眼睛微眯 到了如今 叶珍也不得不赞叹一下这紫药 光凭这份勇气 便足以当得上天才二字 去 紫药这次没有废话 屈指一谈 古朴的战己 便携带着无匹的战役 冲向了叶珍 战己的锋刃划过之处 一道道细小的虚空裂缝出现 这战结 竟然割裂的空间 面对这远超一般天接灵术的一招 叶珍也是收起了小觑之意 右手上符文传动 同样一股浩瀚的伟力出现 不是说 这小子的至尊骨 已经全部化为了反骨吗 这是怎么回事 紫药目光微动 但是想到紫药的修为 与那强化版的至尊宝术后 面色又平静了下来 虽然现在的叶珍也当得起天才二字 但是终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 横压万古天骄的绝世妖孽了 这个时代 该归属于紫药了 同时也归属于紫药先宗 场中 紫药感受到 叶珍散发出的那股伟力之后 同样面色微动 但是 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同样的至尊宝术 无人可以撼动自己的研究出来的八荒战神戟 为了这东西 他可是没少吃苦头 甚至延误了修行 否则此刻就不仅仅只是六动天的实力了 轮回 叶珍嘴中轻轻吐出两个字 同时手掌抬起 正对着冲击而来的八荒战神戟 苍生 叶珍的整条右臂此刻 布满了神秘的纹路 九道金色的圆环 层层叠叠地出现在叶珍的手掌前方 圆环之上 有一道长河流淌 透露着时光的味道 只伴随着叶珍的最后一声落下 九道圆环 开始快速地旋转起来 仿佛九条长河在流动 那不断向着叶珍冲击而来的战己 接触到第一道圆环后 竟然诡异地扭曲了起来 脊身之上 出现斑驳的痕迹 仿佛经过了无穷岁月的冲刷 时光之烈 世间竟有此等逆天之烈 紫云见状猛然站了起来 目光惊骇地看着叶珍 他此刻终于明白 为何云爵子会那般信任叶珍 叶珍虽已不是太荒神子 但如今却是天云圣子 依旧是那个压塌了万古 让诸世天骄黯然失色的绝世妖念 而此刻的紫药 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胸膛开始剧烈地起伏着 面目都变得有些猙獰 不可能 目光中透露着疯狂 操控着八荒战神戟 疯狂地冲击着圆环 碰 在八荒战神戟可怕的攻势下 第一道圆环彻底崩碎 但也在其几身之上 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我不能说紫药咬牙 猛然吐出一口金血 金血染到了八荒战神戟上 使其表面多了一层血色 同时威力也更上一层楼 做完这一切之后 紫药的面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身形摇摇欲坠 但还是咬牙强撑着 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的叶珍 碰 碰 碰 接连三道圆环崩碎 有了紫药的金血支撑之后 八荒战神戟的威力 已经拔高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碰 第五道圆环碎了 此时的八荒战神戟 也是被岁月侵蚀的破败不堪 几身斑驳老旧 锋刃腐朽 宛如一个行将救木的老人 你的表现让我惊讶 叶珍目光淡默地注视着 一脸疯狂的紫药 不朽战王体加至尊骨 不错的天资 可是 就算如此 又岂能撼动我涅槃重生之后的至尊骨之威 咔嚓 在叶珍的话音落下后 那原本一往无前的八荒战神戟 在岁月时光的侵蚀下 已经变得秀气斑斑 最终分崩离析 而此刻的叶珍 还剩下足足四道圆环 扑 紫药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如纸 胸口的符纹也变得暗淡了下来 身上战意散乱 目光中充斥着不甘与颓废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什么都不如叶珍 就连自己最为骄傲的改良版至尊宝树 在叶珍的面前 也是一败涂地 这一战 对于紫药的打击是无比巨大的 完全从各方面被碾压 去 叶珍才不管紫药在想什么 屈指一谈 剩余的四道圆环 散发着岁月的波动 朝着紫药席卷去 这一招若是打实了 恐怕会直接斩掉紫药数百年的寿命 严重的话 直接当场暴毙 而面对叶珍的攻势 紫药却仿佛没有看见一般 眼眸呆滞 竟然在原地一动不动 也没有做任何的防御措施 手下留情 紫药大吉 浩瀚的地位降临 灵力鼓动 一道灵力匹炼 直接击碎了剩余的四道圆环 将紫药带了过来 哼 云墨太上长老冷哼一声 恐怖的地位弥漫 眼眶中两团火焰晃动 光滑流转 似梦似幻 好像不存在于现实一般 真是脸都不要了 紫药先宗便是这般作风吗 一个老杂矛 掺和年轻人的战斗 云爵子 以及其他三位太上长老 也是大怒 同时鼓动灵力 对着紫药出手 面对着五位准地及强者的出手 紫药顿时感到压力山大 额头上一层冷汗浮现 想要张口说话 但也自知理亏 只能硬扛 而紫药更是不堪 修为不到准地境 在恐怖的帝威之下 只有颤抖的份 几位稍安勿躁 我紫药先宗愿意付出一些代价 面对着五位准地及强者 紫药很快便要抵挡不住了 若不是云墨等人 还不想与紫药先宗彻底撕破脸 外加上担忧殃及到叶真 恐怕早就全力出手 将紫药给镇压了 云爵子等人文言交换了一下眼神 最终 云墨对着云爵子点了点头 一百万上品零食 此事便作罢 云爵子淡默地开口道 这不可能 紫药怒道 一百万上品零食 这已经是相当于紫药先宗半年的收入了 那么你便和紫药留在这里吧 云爵子寒声道 随后也不再保留 一声震天爆吼 响彻而起 只见云爵子周围云雾涌动 最终化作一只通体雪白的老虎 散发着汗天洞地的凶威 神兽白虎 以云爵子的实力召唤而出的白虎 其实力 丝毫不低于一位准地 甚至以白虎之神威 还要比一般的准地强一些 云爵子 你想要引起两宗大战不成 紫药色立内查到 同时 心中也是非常的震惊 这云爵子 明明刚突破准地级 实力似乎在自己之上 这怎么可能 怕你不成 云爵子冷笑道 白虎咆哮 强大的更金之力爆发 使得本就快要支撑不住的紫药 更加的雪上加霜 此刻的紫药 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知道 此次若是不答应云爵子的条件 真的有可能就此交代在这里 一百万上品零食 我紫药仙宗认了 紫药咬牙道 十个蓬莱仙境的名额 云爵子继续道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紫药文言大怒 真当他紫药仙宗无人吗 十个蓬莱仙境的名额 或者将紫药的命留在这里 云爵子丝毫不为所动 淡淡道 好 我答应你 紫药最终只能答应道 紫药是紫药仙宗的未来 绝对不能折损在这里 十个名额就十个 反正他距离大限 还有一段距离 对于蓬莱仙草 并不是太过的渴求 见到紫药答应 云爵子转身看向四位太上长老 四位太上长老目光微动 最终点了点头 这应该已经是紫药的极限了 若是在狮子大开口下去 恐怕就彻底撕破脸了 云爵子与四位太上长老收了神通 那恐怖的地位也是收敛了下去 紫药顿时压力大减 心中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面对五位准地级的强者 宛如在刀尖上跳舞 稍有不慎 便是身死盗销的下场 一百万上品零食 过段时间便会送上 紫某就先行倒退了 紫药说完后 便带上紫急 与失魂落魄的紫药 快速地离开了 云爵子等人也没有阻止 也不怕紫药反悔 像这类强者 一旦毁诺 很容易滋生心魔 影响修行 严重者甚至会走火入魔 落得和云末一样的下场 叮 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 奖励重同重生 而在此时 叶珍的脑海中 终于响起了 期待已久的系统提示声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叶珍此刻的内心 也是有些欣喜 重同才是叶珍 最为擅长的一种天赋 而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落下 叶珍也感到自己的眼眸 变得热热的 一股淡淡的刺痛感传来 让叶珍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叶珍哥哥 你怎么了 云西瑶发现了 叶珍的不对劲 有些担忧地问道 而此时的叶珍眼眸 变得越发刺痛起来 剧烈的疼痛感 甚至让叶珍无法开口说话 叶珍哥哥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呀 云西瑶见到 叶珍愈发苍白的面色 不由得花容失色 怎么回事 云爵子与几位太上长老 也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 一个闪烁间 便来到了叶珍与云西瑶的面前 老头子 你快看看 叶珍哥哥怎么了 云西瑶着急道 云爵子面色严肃 临时瞬间扫过 叶珍全身 但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 目光看向几位太上长老 几位太上长老 也是摇了摇头 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使用至尊骨的后遗症 云莫太上长老不确定道 毕竟叶珍的至尊骨 太过于逆天 很难确保不出什么问题 而就在几人思虑间 叶珍却突然睁开了眼眸 每一个眼眸之中 含有两个瞳孔 一阴一阳 仿佛能射人心魄 嗡 当叶珍睁开眼眸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 无不被那双眼睛所吸引 每一只眼睛中 都拥有有两个铜人 铜人微微转动着 仿佛可以看透 世间一切本源 重铜者 这是一种比至尊骨 还要稀少与强大的绝世天资 纵观万古 拥有重铜之人 恐怕不超过一手之术 圣子 捏 云爵子看着叶珍 不可思议道 你的重铜恢复了 四位太上长老 也是全部看向叶珍 心中被巨大的喜悦所充满 重铜之威 在天云仙宗也有记载 那可是足以屠仙的力量 如今 叶珍重铜恢复 相信过不了多久 便会重现当年之绝世天资 嗯 叶珍点了点头 重铜 扫向在场众人 在重铜的注视下 所有人都感觉 自身仿佛没有穿衣服一般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这种感觉 让云爵子等人 眉头微微一皱 抱歉 重铜刚刚恢复 还不能很好的控制 叶珍语气怯然道 在修行界 最忌讳的 便是随意窥探他人的秘密 圣子客气了 云爵子温和道 丝毫没有责怪叶珍的意思 叶珍哥哥 你的眼睛好好看 云熙摇花痴般地看着叶珍 忍不住上手摸了摸叶珍的眼角 当初叶珍在灵兽森林将其救下时 他最忘不了的 便是叶珍的这对眼眸 仿佛蕴含着星辰大海 嗨嗨 面对云熙摇这般轻易的动作 云爵子与四位太上长老 轻咳了几声 显得颇为不自在 终究是年轻好啊 不过也要稍稍注意一下场合 宗主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便返回云先锋了 叶珍开口道 众同刚刚重生 叶珍需要尽快地熟悉一下 算算时间 再过半月时间 便是蓬莱仙境开启的时候了 诸仙剑这种东西 叶珍是势在必得的 最起码 不能让其落入别人的手里 所以这个时候 实力越强越好 当然没问题 圣子请便 云爵子笑道 叶珍点点头 随后目光看向云熙摇 道 熙摇 你送我回去吧 我现在的状态有些不稳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叶珍此刻感觉到浑身疲累 灵力更是已经枯竭 无法召唤出云兽 好 云熙摇自然不会拒绝 赤红的灵力涌动 很快便召唤出了神兽朱雀 云熙摇拉着叶珍 来到了朱雀的背上 在一声声提名中 离开了长老殿 小抉子 叶珍与云熙摇离开后 云末太上长老 忽然面色严肃地 看向云爵子 太上长老有何吩咐 云爵子有些疑惑道 嗨嗨 圣女与圣子 为何还未圆防 云末太上长老巧声道 方才他已经探查云熙摇多次 发现竟然还有原因之气 要知道 云爵子已经搬出了云先锋 孤男寡女共处一风 竟然没着了 这 云爵子文言也很是疑惑 道 该提醒的 我也提醒了 要不我再去脆脆 这点小事 就不用问我们几个老家伙了 你自己决定 身为一宗之主 要有一些独立性的决策 云末太上长老严肃道 圣子过段时间 就要离开天云先宗 前往彭来先进了 别忘了 当初圣子天赋曝光时的景象 云末太上长老提醒道 云爵子文言面色顿时疑速 凝重地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 在前往彭来先进之前 一定要让叶真与云西摇圆防 否则到时候 众多天骄贵女如蝗虫般 来天云先宗提亲 人呈现特殊的规律旋转着 一只蚊虫在叶真的目光前方 毫无规律地飞腾着 在云先锋浓郁的灵气滋养下 这只蚊虫的 也是产生了某种变异 飞行的速度异常快速 但这落在叶真的虫童中时 蚊虫的速度 仿佛被放慢了数百倍一般 叶真甚至可以清晰地捕捉到 蚊虫飞行的轨迹 并且不会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 这便是仲童的可怕能力之一 虫童事件 任何东西在虫童的眼中 都会放慢成百数千倍 拥有这项能力 在与人对战中 叶真无异于会占据极大的优势 叶真屈指一弹 一道灵力光束 准确地命中蚊虫 将其阴灭成了灰烬 系统 打开属性面板 叶真心里默念叨 一道只有叶真可以看到的蓝色面板 出现在叶真的面前 上面罗列了叶真的各种详细信息 姓名 叶真穿越者 身份 天云先宗圣子 宗主继承人 修为 炼体镜 极致九十九万斤 体质 繁体 功法神通 天云地精 大天造化拳 星云灭神掌 万雷碎神影 天赋 满极悟性 仲童 至尊谷又长谷 叶真看着面前的属性面板 说起来 这还是叶真第一次打开属性面板 目前的我哪怕是对上神辅进的强者 也问题不大 应该足以应付这次蓬莱先进之行了 叶真低声自语道 有了重童之后 对于寻找朱仙剑 叶真也是 多了几分把握 并且 此次蓬莱先进开启 必然会吸引不少超级势力前往 其中必然会有太荒圣地 想到太荒圣地 叶真的目光 也是略显复杂 若是太荒圣地得知 如今的自己 已经几乎恢复天赋 不知做何感想 月流苏 又是否会后悔 想到月流苏那个骄傲的女人 叶真不由地摇了摇头 当初叶真可是非常照顾月流苏的 没想到 最后也是一个视力眼罢了 梦 不远处的天灵兽 忽然有些暴躁地吼了起来 四体胡乱地踏动着 似乎在提醒着夜真什么 夜真见状微微皱眉 重同世界开启 开始观察起四周 不对劲 在夜真的重同观察下 空气中似乎有一种 不属于这里的例子 有毒 夜真立刻反应了过来 很显然 云先锋的空气 已经被一种透明的毒气给侵蚀了 但要知道 这里可是云先锋啊 什么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来到了云先锋下毒 有内鬼不成 夜真有些惊异不定 先去看看西遥 夜真动用灵力封住口鼻 快速地前往了云西遥居住的楼阁 当夜真赶到的时候 恰巧不巧 云西遥竟然正在洗澡 不过这个时候 夜真也顾不得什么 直接闯了进去 西遥 西遥 你没事吧 夜真有些焦急到 此刻的云西遥 身体浸泡在木桶里 脸蛋红得要命 貌似是中毒的征兆 云西遥闻言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身体依靠木桶边缘 两条玉壁紧紧地缠住夜真的脖子 鲜嫩的红唇哈着气 似乎在极力忍受着什么 中毒了 这是夜真的第一反应 一对虫童紧紧地注视着云西遥 扫过其全身 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隐秘的地方 果不其然 在云西遥的身体中 夜真发现了 大量空气中漂浮着的那种粒子 很显然 云西遥已经中毒了 夜真哥哥 我 我真的好热 云西遥柔软的胶躯 躁动了起来 随着身体的摇摆 哗啦啦的水声不断 红唇不断地对着夜真的耳边吹气 这一般香艳的场景 让夜真也是感到有些脑溢血 一股邪火在小腹处乱窜 但是夜真显然也知道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这种毒素 具体是什么作用 还未可知 必须尽快为云西遥去毒 夜真涌动伶俐 让自己的身体冷一些 尽量保持着清明 西遥 不要担心 我马上为你去毒 夜真声音沙哑道 随后发动重同世界 精准地找到了 散布在云西遥体内的毒素 嗡 一缕灵力凝聚在夜真的指尖 随后直接点在了云西遥的胸口处 细腻的触感传来 使得夜真不得不咬舌尖 抵抗着莫大的压力 过了不久之后 夜真感觉舒缓过来了 于是 手指轻轻地 在云西遥的身上到处滑动 最终将毒素逼到小腹处 灭 夜真轻贺一声 灵力爆发 最终将毒素完全阴灭 呼 终于可以了 做完这一切后 夜真直接摊到了一旁 刚刚那一番驱毒过程 简直比与紫妖大战还要困难 着实是有些折磨 抬眼朝着云西遥望去 此刻的云西遥已经沉沉地睡去 甚至有一些憨声 夜真将云西遥抱到床上 为其盖上被子 随后便离开了 离开云西遥所在的阁楼后 夜真的眼神陡然变得冷冽了起来 此次若不是天灵兽提醒 并且还刚好重彤再生 没准自己也会中招 无论是谁 夜真一定不会放过这个人 不过现在尽量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明天一早 必然会有人来查看情况 到时候便能真相大白 想到这里 夜真便守在了云西遥的阁楼前 以防不测 静静等待着天亮 一日 太阳刚刚升起 斜斜的阳光透过天云先宗上方厚重的云层 洒落在云先风上 云雾朝气 缭绕着云先风 宛如画中仙境一般 太上长老 这种事情 爵子一人来便渴 你们跟过来干什么 云先风下 云爵子颇感无奈道 嗨嗨 云墨太上长老 文言轻咳了几声 随后道 圣子与圣女的圆房 也算是我天云先宗一大要事 只有我亲自来确认一下才渴 那好吧 云爵子文言点点头 说白了 云墨太上长老 就是想要图个安心 另外 也是想确认一下 云西遥是否运气好的 直接怀上了孩子 若真是如此 不但这是彻底成了 并且夜真的孩子 天赋还能差吗 恐怕又是一个妖孽级别的存在 最好是能够生十个八个的 到时候 天云先宗有这般多的妖孽 还怕崛起不了吗 想到这里 云墨太上长老 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若不是怕惊扰到两人 或者 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早就动用零食 扫荡整座云先锋了 小爵子 你确定没问题吧 云墨目光看向云爵子 问道 还请太上长老放心 昨日我用的是受药 是专门为了给灵兽森林 增添灵兽用的 不但无色无味 并且起效很快 云爵子保证道 这一点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如此甚好 云墨太上长老 文言点点头 笑道 两人的身为准地级强者 哪怕是用走的 速度也是非常迅速 很快来到了云熙摇平日里 所居住的阁楼 谁 云爵子和云墨 同时警觉了起来 准地级的灵石告诉他们 有人在窥探自身 宗主 太上长老 怎么是你吗 叶真与云熙摇 从阁楼中走了出来 一脸疑惑地看向两人 圣子 最近便要前往旁来仙境了 所以 我来找熙摇这丫头 提前训练一番 云爵子面色波澜不惊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而云墨太上长老 则是目光一直紧盯着云熙摇 发现其原因之气竟然还在 面色不由得一黑 目光狠狠瞪向云爵子 云爵子 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心中也是一猛 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那可是受药啊 怎么可能忍得住 难不成 云爵子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原来如此 熙摇你就跟宗主去吧 叶珍自然发现了 云爵子与云墨太上长老的异样 从同世界展开 略下思索之后 说道 嗯 云熙摇文言轻轻地应了一声 脸蛋依旧有些微红 昨晚的事情 他全部都记得 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早上起来 都快没脸见叶珍了 此刻云爵子到来 也算是 让他松了一口气 小碎步直接跑向了云爵子 宗主还有其他事吗 叶珍问道 没有了 我等先离开了 不打扰圣子修行 云爵子笑了笑道 宗主慢走 叶珍淡淡道 云爵子点了点头 随后便带着云熙摇 与云墨太上长老 一起离开了 真是两个老不休 云爵子等人离开后 叶珍有些愤愤道 方才叶珍动用重同世界 在云爵子的身上 发现了那种毒素粒子 再加上云爵子怪异的表情 很显然 昨天下毒的 就是云爵子 那也根本不是什么毒药 而是春药 很显然 自己和云熙摇 被算计了 不过让叶珍有些搞不懂的事 这么做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能感同身受不成 丫头 你是说 昨天你都那般了 圣子都无动于衷 云爵子不可思议地 看着云熙摇 哎呀 老头子 你不要问了 烦死了 云熙摇有些羞和道 用手捂住了眼睛 云爵子与云墨太上长老 对视了一眼 随后两人齐齐一探 真是天度英才啊 云先锋锋顶 叶珍在太阳未曾生出之前 便盘坐于锋顶的一块巨石之上 眼眸紧闭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渐渐的 天边出现了一抹雨堵白 厚重的云层 开始开始轻微地翻涌 那是太阳出生的征兆 叶珍似乎也是有所感应 眼眸睁开 众铜线 一抹紫气从天边划过 众铜立刻捕捉到了这道紫气 两个铜人 呈现一定规律旋转着 映射出一股玄傲之意 紫气东来 这是仲铜的修炼方式之一 依靠太阳出生时的那一道紫气 来开发重铜的能力 只不过可惜的是 这般方法 每日仅仅只有那么一瞬 开发速度 自然很慢很慢 但是蚊子肉再小也是肉 叶珍自然也不会放弃 呼 叶珍长舒一口气 起身 打算前往云栏风 距离蓬莱仙境开启 只有三天时间了 蓬莱仙境位于东海 距离天云仙宗 有一段距离 胆路至少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 因此 天云仙宗 每次几乎都会提前三日出发 留下一日的时间 应对突发状况 叶珍涌动凌厉 云雾涌动 赤金色的金屋 出现在叶珍的身前 叶珍一个起跳间 便来到了金屋的背上 在一声声嘹亮的提名中 飞往云栏风 丫头 到了蓬莱仙境 一定要紧跟在圣子身后 切戒 长老殿中 云爵子语气严肃地 已经听了好多遍了 云爵子闻言 不由得有些苦笑 随后目光看向大殿中其他的弟子 这些弟子 都是各个长老精心培养的 可以说是宗门未来的支柱 容不得半分闪失 若非由叶珍带队 云爵子绝对不会允许宗门内 全部精锐弟子出动 到了蓬莱仙境 一切由圣子做主 圣子说什么 便是什么 听明白了吗 云爵子淡淡道 地威弥漫 给人一种莫大的压力 谨遵宗主先令 众多弟子齐齐硬道 虽然叶珍刚刚成为圣子不久 但是叶珍的事迹 早已流传在天云先宗 无论是曾经太荒神子的身份 还是最近大败紫阳天骄 都足以让这些骄傲的天云弟子 心服口服 不错 云爵子健壮满意的点点头 就在这时 一道嘹亮的尖笑声响起 浑身燃烧着赤金光艳的金屋 从外面飞进了长老殿 是叶珍哥哥 云熙遥健壮惊喜道 但一想到几日前的乙女 以及云爵子这段时间 对其说的话 云熙遥便感到一阵面红耳赤 但同时 心中也浮起了 对叶珍的一些心疼 叶珍从金屋的背上跳了下来 随后 金屋也变成了一团云雾消散了 圣子 众长老齐齐恭敬道 那些年轻的精英弟子 也是趁此机会 不断地打量着叶珍 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似乎看起来很是普通嘛 嗯 叶珍微笑地硬道 随后 目光看向云爵子 宗主 已经准备妥当了吗 叶珍问道 我这边没问题了 圣子何时出发都可 届时会让元长老带队 云爵子温和道 元长老是一位资历极高的长老 一身修为 以道神域之境 强大无比 有元长老带队 也能一定程度上 保证叶珍等人的安全 那便现在出发吧 叶珍道 诸仙剑仪是太过重大 不容有失 没问题 云爵子道 随后将两枚云爵令 抛给了叶珍 这段时间 我又炼制了两枚云爵令 圣子可以若有危险 可以随时将其捏碎 云爵子笑道 哗 云爵子此言一出 顿时引起了一些骚动 那些年轻弟子 个个都有些眼红的 盯着叶珍手上的云爵令 他们自然知晓 那是什么东西 可以说云爵令 是一张保命符 像这种东西 需要强者以自身精血炼制 炼制一枚 都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 现如今 云爵子竟然为叶珍炼制了两枚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的是 叶珍的手中 其实还有一枚云爵令 接过云爵令后 叶珍的心中 也是流过 振振真正暖意 多谢宗主 叶珍感激道 圣子不必客气 云爵子笑道 师尊 你怎么不为我炼制一枚这样的东西 大殿中 一位女弟子 悄悄对着一位长老道 嗨嗨 长老轻咳了两声 老脸不由得一红 随后耐心解释道 老夫年事已高 可没有宗主 那般精血可以挥霍 难不成你想让老夫提前进棺材吗 女弟子文言点点头 很是乖巧地站在了一旁 没有继续说什么 将云爵令交给叶珍后 云爵子转头望向一侧的一位长老 笑道 圆长老 这次就麻烦你了 应该的 圆长老笑道 叶珍目光望去 圆长老是一位身材非常低矮的老者 大概只到了叶珍的胸口处 但是 叶珍却丝毫不敢小看 这位圆长老 这位圆长老拥有特殊体质玄坤之体 乃是以肉身力量强横而威震八方 在那幅看似瘦弱无骨的躯体之中 蕴含着足以崩碎山河的恐怖力量 一切准备就绪后 在云长老的带领下 龙共二十八人离开了长老殿 原本的天云先宗 只有十七个前往蓬莱仙境的名额 现如今 加上紫阳先宗送的温暖 天云先宗此次前往蓬莱仙境的人数 恐怕与太荒圣地也不遑多让了 若 圆长老大喝一声 伸手朝天上一抓 大片的云层被抓去了下来 化作一只体型极其庞大的云兽 恐怖的凶威弥漫 让人感觉自身仿佛 蝼蚁一般渺小 这是 坤鹏 叶真目光一宁 坤鹏同样是远古凶兽之一 性情极为暴躁 据传 乃是可以独占四大神兽的恐怖存在 当初的青龙神兽 便直接被坤鹏给吞了 都上来吧 圆长老笑呵呵道 当先来到了坤鹏宽阔的背上 其他弟子没有动 直到叶真与云熙摇 来到了坤鹏的背上后 才纷纷跳了上去 嗡 坤鹏的四周 出现了一道海蓝色的光照 随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着天际快速地飞逝而去 不愧是坤鹏 这般速度 当真是可怕 叶真感慨道 哪怕是在叶真的重彤之下 四周的景物都在快速飞逝 熙摇 你有什么心事吗 叶真看着云熙摇闷闷不乐的样子 有些疑惑道 云熙摇文言 灵动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叶真 随后开口道 叶真哥哥 你不要担心 哪怕你那方面不行 熙摇都会永远爱着你 叶真的嘴角有些微微抽搐 拳头不自觉地握了握 问道 熙摇 谁告诉你这些的 叶真现在很恼火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愿意被人质疑这方面 尤其是叶真 还是作为一个穿越者 上辈子对这方面 更是无比的看重 云熙摇文言歪了歪头 认真道 老头子和太上长老都这么说 叶真 此刻的叶真心里 简直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甚至脑海中萌生出了 现在就捏碎一枚云绝令 当面质问云绝子 圣子 有一句话 老夫不知当讲不当讲 原长老忽然道 长老请讲 叶真客气道 圣子的烦恼 老夫十分清楚 圣子的天资已遭到天度 所以才会有此缺陷 老夫当年也如圣子这般境遇 后来大车大雾 斩掉已经无用的龙根 一心求道 才能走到如今的地步 圣子 先路才是大道 其他的一切都是须有的 园长老宇重心长道 叶真 叶真哥哥 你放心 西遥不会拖你的后腿的 日后一定好好修炼 云西遥此时也是认真的说道 企图让叶真走出自卑 将心思投入到修炼中去 叶真眼皮子跳动 微微咬牙 此刻心中就差问候云绝子祖宗十八代了 堂堂一宗之主 说话能不能讲点科学依据 西遥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宗主他们是骗你的 叶真尝试解释道 嗯 云西遥歪着头 看着一脸严肃的叶真 点了点头道 很有可能 老头子经常说谎 叶真 就 就这么简单就说服了 你真这么觉得 叶真有些不相信的问道 嗯 叶真哥哥一定行的 云西遥鼓励道 叶真此刻算是明白了 这是在变相的安慰自己 可问题是 自己哪里需要什么安慰 西遥 你听我说 嗯嗯 我知道的 叶真哥哥肯定行的 还没有等叶真说完 云西遥便急忙道 生怕叶真受不了打击 荒废了修炼 叶真 叶真彻底放弃了 看云西遥的样子 恐怕一时半会 很难改变其想法 只能找个机会证明一下了 而最让叶真抓狂的是 此刻的其他弟子 也是一脸好奇的 朝着叶真偷偷的瞄着 有些男弟子 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 而女弟子 则是一脸的怜悯 这一切 自然逃不过叶真的 虫童窥探 叶真的嘴角抽了抽 索性便闭目修炼了起来 眼不见为尽 唉 看来圣子真的不行 一位女弟子巧声道 不然 为何叶真会选择 逃避众人的目光呢 明显是心虚了 昆蓬的速度很快 仅仅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便到了东海 比预计的 还要快上半天 嗡 昆蓬发出奇特的吼声 庞大的身躯 开始缓缓下降 察觉到异样的叶真 也是睁开了眼睛 闲心的海风吹来 让叶真不由地想起了 上一次来到了东海的场景 那时的叶真 天赋刚刚觉醒完毕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刻 蓬莱仙境一行 更是彻底奠定 万古第一天交的地位 而这一次 相信同样如此 他叶真 从来都是那个 横压万古天交的第一人 到了 园长老笑呵呵道 眼前是一座巨城 这是东海城 乃是距离东海最近的一座城市 蓬莱仙境 明日才会开启 今日大部分势力 都会选择在东海休息 当然 也有些势力 会直接前往东海查看情况 不过一般这样的 都是一些小宗门 袁长老大手一挥 体型庞大的昆蓬 立刻变化作云雾消散了 走吧 袁长老招呼道 随后 一行弟子便进了城 而好巧不巧的是 刚一进城门 恰好遇到了紫阳先宗的人 带队的人 是一位从未见过的老者 但叶真用重彤来看 也是一位神欲镜的大能 呵呵 子龙老匹夫 你们紫阳先宗 这次来的人有些少啊 袁长老笑咪咪道 紫阳先宗此次来人 算上这位名叫紫阳的老者 竟然一共才仅仅七人 这个数量 甚至比一些次一等的宗门还要少 哼 紫阳冷哼一声 道 袁王 你也不要太得意 说不定 此次你们天云先宗 都要折在这里 到时候 就别怪我紫阳先宗取而代之 呵呵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你配吗 袁长老笑呵呵道 但目光却变得异常狠力 恐怖的气势爆发 露目而视 但是随着叶真淡淡的一瞥 崇童轮转 紫阳先宗那边的弟子 全都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就仿佛被什么大恐怖盯上了一般 尤其是紫阳 已经丧失了与叶真对视的勇气 不朽的战意 尽数收敛 宛如失去了牙齿的猛兽 这是 崇童者 紫阳悚然一惊 虽然以往的叶真 具备崇童 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是要知道 上一次紫及宗主回来之时 还说叶真仅仅只剩下了一块至尊骨 并没有重铜 怎么如今 袁长老 我都记下了 叶真开口道 子龙和袁长老同时看向叶真 不知道叶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些人的样貌 我都记下了 叶真笑了笑 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紫阳先宗这边的弟子 文言心中悚然一惊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脑门 小娃娃 这么狂妄的口气 不怕过早夭折吗 子龙怒道 你现在这般对我说话 不怕以后 我斩了你只老杂毛吗 叶真淡淡道 丝毫不给子龙半分颜面 强者虽然要尊重 但也要看什么情况 紫阳先宗与天云先宗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叶真自然不用给其半分颜面 否则只会让其觉得 天云先宗好欺负 捏 子龙怒急 但是也知道 此刻根本奈何不了叶真 只能愤怒地带着一众弟子 挥袖离开 这就是圣子吗 连神欲镜的强者都敢顶撞 天云先宗这边 几位女弟子偷偷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中满是异彩 但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又笑着摇了摇头 哈哈 园长老 好久不见 就在一群人打算前往城中休息时 一道爽朗的声音忽然传来 哈哈 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 吸引了天云先宗众人的注意 只见一位面色刚毅的中年男子 龙行虎步地朝着叶真这边快速走来 龙城主 多年未见 风采一旧啊 倒是我这老头子 已经不行了 园长老笑呵呵道 眼前这人是东海城的城主龙战天 早年间与园长老颇有交情 甚至可以说 园长老是龙战天的半个师父 园长老说笑了 距离上一次 园长老的实力可是又精进了不少 龙战天惊叹道 到了园长老这一步 修为想要再进一步是极为困难的 可如今来看 区区几年时间 园长老的实力竟然到了神域境巅峰 甚至已经触摸到了准地的门槛 这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但龙战天不知道的是 这得多亏了叶真完善了天云地精 可以说 不止园长老 整个天云先宗的整体实力都强横了一筹 这得多亏了圣子 园长老笑呵呵道 目光看向叶真 龙战天此时也将目光投向叶真 叶真他自然是十分清楚的 几年前他还随太荒圣帝来过东海城 绽放出了无尽光芒 没想到几年时间过去 叶真此时已经是天云先宗的圣子了 身份变换之快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叶神叶圣子 此番天云先宗由你带对 恐怕其他的宗门又只能喝一些汤汤水水了 龙战天孝道 虽然外界一直传闻叶真天赋尽丧 修为尽失 并且在自己的感知下 叶真也的确仅仅只是练体精的修为 但是众同是骗不了人的 天骄即使暂时跌下神坛 也依然是天骄 龙城主撂赞了 叶真此时可没有当初那般强大 叶真但孝道 虽是客气之语 但是语气中却满是自信 龙战天孝了孝 随后道 时候也不早了 主委今日就先来我城主府歇息吧 原本龙战天是想要将天云先宗安排到神龙客栈的 神龙客栈是东海城最为豪华的客栈 但是好巧不巧的是 太荒圣地的人此时也在神龙客栈落脚 天云先宗虽然与太荒圣地历来交好 但是如今 叶真成为了天云先宗的圣子 两宗见面多少是会有些尴尬的 这一点道理 龙战天还是懂的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原长老笑道 对于龙战天的安排 自然是无比放心的 很快 一行人便跟随着龙战天前往了城主府 东海城的城主府与其他城市不同 并非位于东海城的中央地带 相反还非常的偏远 位于东城门不远处 整个城主府乃是由海天石打造 海天石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材料 可以抵挡神府尽强者的权力一击 价格自然也是非常昂贵 而整座城主府都是由海天石所打造 由此可以看出城主府的财大气粗 只不过叶真却意外的发现 城主府表面的海天石坑坑洼洼洼 仿佛是有什么人进攻过城主府一般 在东海城城主府就是天 什么人胆敢来犯城主府 东海的那些海灵兽 有时不时地会来骚扰东海城 这些痕迹都是那些海灵兽所留 似乎是看出了叶真的疑惑 龙战天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真文言点了点头 这也就能理解 为何城主府要建立在离东城门不远处了 恐怕是为了及时来到东城门 抵御海灵兽吧 进入城主府后 叶真等人便听到一阵阵充满肃杀之意的军队训练声 几人寻声望去 训练场中 数千身穿银甲的士兵挥舞着长枪对练 在叶真重彤的观察下 这些人实力最低都有神辅进的实力 是一只实力异常恐怖的铁蟹竟旅 父亲大人 一位青年 见到龙战天等人 从训练场中跑了过来 目光扫过众人 最终定格在了叶真的身上 准确地说是叶真的重彤上 犬子龙笑 惊扰诸位了 龙战天笑呵呵道 年纪轻轻便有三重神辅进的修为 不错 元长老夸赞道 龙笑的年纪看起来不过三十岁 能有神辅进的修为 的确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了 元长老料赞了 笑儿 快见过天云先宗的元长老 龙战天严肃道 龙笑见过元长老 龙笑对着元长老作医 恭敬道 贤侄不必客气 元长老拱了拱手 但笑道 几人寒暄了一番之后 龙战天便带领着天云先宗众人 来到了成竹府的身处 这里是龙战天平日里居住的地方 今日诸位便暂时住在这里吧 成竹府简陋 比不上神龙客栈 希望诸位不要介意 龙战天笑道 龙成竹有心了 元长老笑呵呵道 心中自然也是清楚龙战天的用意 那龙某便不打扰诸位休息了 先行倒退 龙战天道 随后便离开了 龙战天离开后 一行人也便各自挑选了一间房间休息了 毕竟明日蓬莱仙境就要开启了 众人都需要保持精力 一日 叶珍缓缓地睁开眼眸 经过一晚上的休整 叶珍也是将自身的状态维持到最好 诸仙剑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容不得叶珍有半分马虎 当叶珍打开房门后 却意外地发现 龙啸竟然站在不远处 叶圣子 龙啸冲着叶珍笑了笑 很显然是来找他的 合适 叶珍不嫌不淡道 没什么 只是单纯地想要见识一下叶圣子的风采 龙啸走进叶珍 笑着道 叶珍的重铜紧紧地盯着龙啸 在重铜的感知下 叶珍并未发觉 龙啸存着什么坏心思 恐怕也是得单纯想要试试自己精良的 重新认识一下 龙啸 东海城少城主 龙啸对着叶珍 伸出了不满老简的粗糙手掌 叶珍没有拒绝 同样伸出了手掌 与龙啸卧在一起 一股无形的较量 在两人之间展开 两久之后 两人分开 哈哈 不愧是叶圣子 外界所言非虚 龙啸爽朗地大笑道 右手很自然地放到背后 只可惜 蓬莱仙境只能神府境以下的人进去 不然倒想与叶圣子一同前去 龙啸有些可惜道 会有机会的 叶珍淡笑道 希望如此 龙啸就先不打扰叶圣子了 先行告退 龙啸作一道 少城主请便 叶珍淡然道 龙啸笑了笑 随后便离开了 离开之后 龙啸来到了训练场 才抽出了 那只与叶珍相握的手 此刻龙啸的这只手掌 一片铁青 甚至龙啸感觉到 恐怕掌骨都有些碎脸 好恐怖的力量 有点意思 龙啸离开后 叶珍低声笑道 那龙啸并无恶意 希望圣子不要放在心上 袁长老不知何时从房间中出来 笑呵呵道 很显然 这里的一切动静 都没有逃过袁长老的感知 长老放心 我叶珍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叶珍笑道 袁长老与龙战天的交情颇为深厚 自然不想看到龙啸被叶珍记恨上 圣子心胸宽广 老夫感激不尽 袁长老笑呵呵道 而此时其他人也是纷纷从房间中出来 看起来各个精神饱满 很显然 昨天休息的不错 既然都来了 那么我们便出发吧 袁长老说道 距离蓬莱仙境彻底开启 还有半日时间 也是时候前往东海了 众人闻言 自然没有意义 于是 袁长老重新运转天云地 已经召唤出了体型巨大的昆蓬 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 自然引起了城主府的骚动 不少人甚至面露恐惧之意 认为海灵兽再次攻来了 稍安勿躁 不是嫡血 龙战天飞至半空之中 霸道的声音传遍整座城主府 有了龙战天的话 外加上城主府的士兵 全都训练有素 骚动很快便平息了下来 龙战天望着体型庞大的昆蓬 身躯微微一躬 恭敬道 恭送袁氏 这小子 昆蓬上 袁长老望着恭敬的龙战天 笑骂道 龙战天与袁长老的关系 亦师亦有 所以 私底下龙战天都会称呼 袁长老为原师 对于袁长老的恩情 龙战天从未遗忘 问 昆蓬发出低沉的怒吼 庞大的身躯摆动 很快便离开了城主府 快速地朝着东海而去 而以昆蓬的速度 不到一个时辰 便已成功抵达了东海 当天云先宗众人抵达东海之时 东海之上 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势力 各种灵州宝船 立于东海之上 每一种飞行灵宝 都代表着一种势力 而其中最为瞩目的 便是一艘船体表面 印有荒字的宝船 诸多宝船灵州 都远远地避开这艘宝船 给予其超然的地位 太荒圣地 在众多超级势力中 太荒圣地的实力 绝对是处于最为顶尖的那一批 尤其是当叶珍横空出世的时候 众多超级势力 更是不敢触动太荒圣地虎须 纷纷与之交好 甚至是到了舔的地步 这也就导致了 太荒圣地做事极为霸道 甚至趁机扩大了势力范围 就算如今传出消息 也真天赋尽丧 太荒圣地的地位 依旧是无可撼动的 以昆鹏为座棋 好大的威风 太荒圣地的宝船上 有人冷声道 没有人敢踩在太荒圣地的上面 昆鹏乃是上古凶兽 早已灭绝 应该是天云先宗的人来了 太荒圣地的宝船上 一位容貌若仙的女子道 而随着这名女子现身 宝船上其他太荒圣地的人 面色顿时变得恭敬了起来 神女 众人恭敬道 女子并没有理会这些人 琉璃般的眸子 淡淡地扫向上空的昆鹏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天云先宗的道友 不下来坐坐吗 一位青年忽然笑声道 神子 众人见状又连忙恭敬道 青年摆了摆手 温和道 说过多少次了 以后见我不必如此客气 众人文言没有说话 但是谁都知道 这位看起来非常温和 但若是谁敢伍觅他 绝对会后悔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他便是太荒圣地的新神子 荒天吉 自叶珍离开太荒圣地后 太荒圣地便将月流苏立为了神女 而荒天吉则成为了新的神子 之所以以往 没有立月流苏为神女 那是因为无人可以与叶珍比肩 神子立压万古天骄 神女若无才 可佩 面对太荒圣地的邀约 原长老没有擅自做主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叶珍 长老做主便可 叶珍享受着云西瑶的按摩 淡淡道 对于太荒圣地 自离开的那一刻起 叶珍便与其从此没有关系了 原长老文言点了点头 思虑再三后 笑呵呵道 太荒圣地邀约 我小小仙宗 岂有不从的道理 昆蓬游动 天云仙宗一行人 顿时感到被一股柔力托起 随后全部落在了太荒圣地的宝传上 嗯 荒天吉目光一鸣 一眼便看到了人群中的叶珍 叶珍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目光淡淡的瞥来 荒天吉身体顿时颤了一下 一股恐惧之意 油然而生 但是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中暗恨自己无能之时 又有些屈辱 没想到曾经的神子 竟然去了天云仙宗 也对 好像也只有天云仙宗会收留你了 荒天吉但笑道 此话一出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太荒圣地的弟子 在见到叶珍时 身体不自觉的 就要弯下去 但是却被一股力道拖住了 他早已不是神子 你们这般做 真不怕丢我太荒圣地的脸面吗 荒天吉声音冰寒道 太荒圣地弟子文言 心中顿时一颤 身体不由自主的崩直了 根本不敢违逆荒天吉 月流苏琉璃般的眸子 注视着叶珍 在感受到 叶珍只有炼体静的修为后 心中也是涌起了不屑之意 曾经的万古天骄 如今已泯然于众人 蝼蚁 面对荒天吉的这般行为 叶珍淡淡的吐出了两个字 这荒天吉原本是太荒圣地的圣子 曾经试图挑战过叶珍 但是叶珍仅仅是崇彤一击 便让荒天吉留下了无比巨大的阴影 你说什么 叶珍此话 无疑于彻底点燃了荒天吉那颗脆弱的心 目光愤怒地瞪着叶珍 仿佛一头则人而逝得猛虎 我现在乃是太荒神子 九洞天的实力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荒天吉怒吼道 蝼蚁只会无能狂怒 叶珍淡淡道 轻松的眼皮睁开 每一只眼眸中显露出了两颗铜人 仲铜 什么 荒天吉健壮大惊 不是说叶珍的重铜已经彻底隐化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 月流苏也是心中惊骇万分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珍 重铜复苏 当叶珍重铜显露的那一刻 诸多太荒弟子全都面色变得精俱了起来 仿佛又看到了当初那位傲视万古 舍我其谁的叶神子 你的眼睛 月流苏空灵般的声音有些呢喃道 看来你很惊讶 叶珍淡漠地看着月流苏 那张原本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精致俏脸 此刻在心中却毫无感觉 对于月流苏 叶珍谈不上恨 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 但两人也势必已成陌路之人 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难道他已经恢复了天赋 月流苏心中有些惊议不定 这件事情太过重大 需要立刻禀告圣地 月流苏心中有了主意 而此时的荒天即见到月流苏的神情 心中的极度之火 几乎要将其坟尽 荒天即的大手 直接搂住了月流苏的腰枝 目光紧紧地盯着叶珍 叶珍 流苏与我已经在圣主的见证下 结为了道理 我奉劝你 不要痴心妄想 荒天即挑衅道 这是他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了 但是面对荒天即这般赤裸裸的挑衅 叶珍的神情却异常地淡漠 嘴中缓缓吐出了两个字 幼稚 你 荒天即怒急 心中的怒意再也忍不住了 冲着叶珍嘶吼道 区区一只丧家之犬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 恐怖的灵力爆发 九扇门户在荒天即的身后展开 九洞天 而最让人感到惊骇的是 此时的荒天即脚下 仿佛出现了一片古战场 杀生鼎沸 战役滔天 身后乃是一片血海 血狼翻滚 宛如人间炼狱 而荒天即自身的躯体之上 也闪烁着一层金色的光泽 极具力量之感 异象自生 金光盛区 这是荒谷圣体 而到了此时 叶珍才终于正眼 去瞧荒天即 眉头也是微微皱起 荒天即 何时拥有荒谷圣体了 太荒圣帝竟然又出了一尊 拥有荒谷圣体的天骄 原长老健壮很是震惊 荒谷圣体 乃是世间最为强大的体质之一 万年不见得 能够出现这么一位 现如今 太荒圣帝竟然先后出现了两位 真当荒谷圣体 是大白菜吗 其他人健壮 心中也无不惊骇欲绝 荒谷圣体有多强大 在以往的叶珍身上 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之比起来 则要那不朽战王体 就是个弟弟 面对众人的惊叹 荒天即很是享受 但面色上却不为所动 而是目光淡淡地看向叶珍 你 够资格与我相提并问吗 就算你有荒谷圣体 叶珍哥哥 也拥有崇童 没资格的是你吧 芸汐瑶看不下去了 他最讨厌有人羞辱叶珍 荒天即文言 淡漠地瞥了一眼云西摇 耻笑道 崇童虽强 但与圣体相比 差之千里 是吗 叶珍文言淡笑一声 一对崇童 紧紧地注视着荒天即 仿佛可以看透一切 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大道神血 叶珍冷笑道 让我猜猜 你这荒谷圣体 应该是宗门利用我留下的大道神血 强行催生出来的 而想要催生出一尊荒谷圣体 恐怕当初我所留的大道神血 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宗门还真是舍得 在叶珍的重彤之下 荒天即的一切秘密 都将无所遁形 哗 伴随着叶珍的一语道破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这一点 除了太荒高层之外 很少有人知道 自然也包括太荒弟子 他们只听说 是荒天即受到了天道眷顾 突然觉醒了荒谷圣体 没想到 竟然藏着如此猫腻 不过这样一来 事情可就有意思了 这荒天即 用叶珍留下的恩惠 获得了荒谷圣体 如今竟然反过来 以此羞辱叶珍 这真当是 白眼狼一个 此时无论是天云先宗 还是太荒圣地那边 所有人的面色 都变得有些不自然了起来 若非碍于荒天即 那是太荒神子的身份 恐怕早就遭到了众人唾弃 荒天即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面色不由地战红了起来 手指指着叶珍 怒道 你还嫌丢脸不够吗 然而还不带荒天即说什么 便被一声清冷的滴鹤打断了 月流苏的仙仙玉手 拍在荒天即的肩膀上 冰冷的灵力流动 让荒天即顿时清醒了过来 流苏 我 荒天即想要说些什么 够了 月流苏阻止了荒天即 琉璃般的眸子 看向了叶珍 叶珍 刚才我已与圣主沟通过 他可以让你回到太荒圣地 并且依然是神子之位 月流苏声音悦耳道 此话一出 无论是天云先宗 还是太荒圣地那边 目光无不全都聚集到了叶珍的身上 太荒圣地 就算是在超级势力中 也是顶尖的存在 而反观天云先宗 则是处于超级势力的底层 甚至有被取代的风险 而叶珍 曾经乃是太荒神子 此时回归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流苏 荒天即一听 顿时急了 让叶珍再次回到太荒圣地做神子 开什么玩笑 这是圣主之令 月流苏淡淡道 荒天即文言 纵然再有不甘 也只能暂且忍耐 圣主之令不可为 叶珍哥哥 云西瑶不由得拉了拉叶珍的衣角 生怕叶珍回到太荒圣地 元长老 以及众多天云先宗弟子 也是看向叶珍 想要看看 叶珍做何选择 我若做了神子 那他呢 叶珍指了指荒天即 自然也是神子 月流苏理所当然道 原来如此 叶珍笑了笑 太荒圣地的那位圣主 真是一手好算盘 可以说是 想要完全榨干叶珍的价值 叶珍与太荒圣地之间 已经出现了裂痕 太荒圣地 也不可能再信任叶珍 之所以许诺 叶珍神子之位 恐怕是见到叶珍重同复苏 妄图看看 身上大道神血 是否也可复苏 你的选择呢 月流苏看着叶珍 试图说服道 你应该知道 我圣地的实力与风格 若你拒绝 便是我圣地的敌人 呵呵 叶珍文言笑了笑 这般霸道的作风 还的确是太荒圣地一贯的风格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 我选择拒绝 若是有胆子的话 尽管来吧 哗 伴随着叶珍的话语落下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谁都没有料到 叶珍竟然真的拒绝了 并且拒绝的还这么干脆 而荒天极文言 虽然同样有些惊恶 但是心中 却是被巨大的惊喜所充斥 真是一个蠢货 荒天极心中暗道 对于叶珍 又轻看了几分 人往高处走的道理都不懂 日后的成就 也极其有限 你会为你的选择而后悔 月流苏冷声道 这一次 叶珍算是与太荒圣帝 彻底的撕破了脸 哄 一股强横到极致的灵力波动 猛然爆发 太荒圣帝宝传深处 一道粗壮的灵力光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叶珍轰去 那般恐怖的威力 若是直接轰在叶珍的身上 恐怕会瞬间灰飞烟灭 而敢 袁长老见状 又惊又怒 瘦小的身躯 宛如奔雷一般 快速地朝着叶珍飞去 半空之中 袁长老的上半身衣衫炸裂 显露出精壮 而充满力量感的古铜色肌肉 身躯飞过之处 虚空都在微微震战 但是 奈何这次的袭击 实在是太过的突然 先前根本没有一点预兆 纵使袁长老全力出手 也很难将这道攻势阻拦下来 哄 粗壮的灵力光柱 狠狠地轰击在了叶珍的身上 仅仅只是余波扫过 便让附近的人齐齐 吐血到飞 可见其威力的恐怖 叶珍哥哥 圣子 天云先宗这边 众人皆惊 而反观月流苏 则是一脸的淡然 仿佛近在意料之中 你的选择 很愚蠢 月流苏冷漠道 唯逆太荒圣地者 扎 哼 好一个太荒圣殿 今日本宗倒是见舌了 就在众人以为 叶珍必死无疑之时 一道伟岸的身影 却忽然出现在叶珍的身前 轻描淡写间 便化解了那道恐怖的灵力光柱 宗主 袁长老见状大喜 同时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还好叶珍没事 而叶珍此时的面色 则是变得无比寒了 太荒圣地的果断霸道之处 还是出乎了叶珍的意料 虽然叶珍早知太荒圣地 必然不会放过自己 但是没想到 却胆敢再次出手 还好凭借着众瞳事件 那灵力光柱 在叶珍的感知中 放慢了上百倍 才让叶珍有时间捏碎云绝令 不然这次还真就可能栽了 藏头鹿尾 滚出来 云绝子怒喝一声 手掌用力一握 强横的地位弥漫 一道恐怖的灵力大手 朝着宝传深处抓去 哄 宝传深处爆发出了惊天碰撞 但最终 一道苍老的身影 还是被逼了出来 没想到云宗主 竟然登临了准地之位 可喜可贺 苍老的人影一头白发 身体勾楼 拄着一根枯木 恐怖的灵力 在其周身涌动 赫然是一位神欲镜的强者 白苍鹤 你竟然还活着 云绝子见状有些压抑道 哼哼 多亏了当初叶神子 带来的蓬莱仙草 老婆子才能苟活至此 白苍鹤笑道 露出了一口昏黄的牙齿 叶神子 你也不要怪老婆子 你拒绝了圣帝 自然也要知道 会落个什么下场 白苍鹤浑浊的目光 看向叶珍 笑道 只不过这笑容 却有些阴森 那圣帝此番作为 就不怕得到我的报复吗 叶珍寒生道 神子太天真了 圣帝既然出手 那么 便不会留有半分隐患 白苍鹤不以为然道 白苍鹤 你这般作为 是想与我天云先宗为敌吗 云爵子愤怒道 云宗主 莫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白苍鹤慢悠悠道 天云先宗 还能保持如今的安宁 可都是 因为我圣帝的关照 若失去了我圣帝的关照 你天云先宗 还能一直安宁下去吗 我圣帝可以让你天云先宗 享受安宁 同样也可以一言让二等 陷入万劫不复 若非天云老祖 与我圣帝老祖 曾经乃是至交 云宗主还认为 就凭贵宗如今的实力 能够安然地占据 如此大的势力范围吗 云爵子闻言 陷入了沉默 白苍鹤说的没错 天云先宗的衰落 是有目共睹的 若非太荒圣帝 对天云先宗 一直散发着善意 恐怕众多超级势力 早就按捺不住 围猎天云先宗了 但这也并非没有代价的 每年天云先宗 都要向太荒圣帝 缴纳一笔不菲的供奉 这样一看 两者谁也不欠谁 而与天云先宗相比 太荒圣帝光是准地之境 明面上便足足拥有十三位 云宗主 现在我圣帝给你一个选择 交出叶真 或者与我圣帝为敌 相信云宗主 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白苍鹤笑呵呵道 很显然 这是太荒圣帝 在以示压人 方才是叶真做选择 而现在 则换成了云爵子 宗主 老头子 你若是敢把叶真哥哥交出去 我就把你老底全说出去 园长老和云熙遥 全部有些交集到 在宗门大义面前 云爵子很有可能会将叶真交出去 天云先宗这边 所有人都为叶真捏了一把汗 而唯有叶真面色如常 仿佛一切与之无关一般 云爵子并没有被旁人的言辞所干扰 而是目光转向叶真 笑问道 圣子 你觉得 本宗是否应该将你交出去 不该 叶真摇了摇头 没有一点犹豫 哦 能说说理由吗 云爵子立刻来了兴趣 要知道 若是真的拒绝了太荒圣帝 天云先宗之后的禁语 恐怕会无比的糟糕 甚至有灭宗的危险 宗主心中早有答案 叶真的一对虫童 盯着云爵子的投影 仿佛可以看透人心 哈哈 云爵子大笑了起来 眼神僻拟地看着白苍鹤 我天云先宗 虽衰弱至此 但也不会做出 以我宗圣子的性命 换取苟存这种不齿之事 太荒圣帝 真当我天云先宗 好欺负不成 云爵子大鹤道 一座紫金色的地座 忽然在云爵子的身后的出现 恐怖的地危 宛如滔滔江水 横扫而出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 看向云爵子 都产生了一种 想要膜拜的想法 紫金地座 白苍鹤见状大惊失色 眼露骇然 登临准地之位 会拥有属于自身的地座 那是帝王的象征 天道的认可 地座分为银白地座 黄金地座 紫金地座 毫无疑问 铸就紫金地座者 实力在准地境 也是最为强大的 就算是太荒圣帝的圣主玄圣 也仅仅不过是黄金地座 云爵子竟然铸就了紫金地座 这怎么可能 云爵子高坐于紫金地座之上 目光辟邑地注视着 众多面露惊骇的面孔 天下间 谁若敢一老七 我宗圣子 他日我云爵子 必登门拜访 突其宗门 斩其道童 紫金地座 云爵子竟然可以达到这一步 一座灵州之上 一位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 眉头微皱 传下去 在蓬莱仙境之中 九天圣地弟子 不可得罪天云仙宗 中年男子沉生道 尊 众人应喝道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一艘船体 应有一轮子日的宝传上 紫龙不可思议地 看着散发着 无尽帝威的紫金地座 目光中满是亥然之色 紫金地座 那是强大的代名词 毫不客气地说 一位紫金地座的强者 足以独占三位 黄金地座的强者 而立于不败 要知道 整个紫阳先宗 也仅仅只有一位 黄金地座的准地 其他全部都是银白地座 没想到 云爵子竟然铸就了紫金地座 不过此时的紫龙心中 也是有些庆幸 庆幸宗门没有急着 对天云先宗出手 否则到时候 恐怕便是紫阳先灭 不光是九天圣地 与紫阳先宗 其他的各方超级势力 此时也在纷纷嘱托弟子 切莫招惹天云先宗 紫金地座 云宗主果然是天宗之才 不愧让圣主多次提起 白苍鹤虽然一开始 非常的惊讶 但是 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要知道 太荒圣地 也是有着两尊 铸就了紫金地座的大能 光凭云爵子一人 还不够看 只不过 云宗主 这是要与我胜利为敌了吗 白苍鹤冷声道 虽然云爵子 铸就了紫金地座 就算其他四位太上长老 全部大线到来 也能一人稳住局势 但前提是 没有太荒圣地出手干预 若是太荒圣地出手 宣布与天云先宗敌对 那么 将会有无数的势力 蠢蠢欲动 就算是云爵子 铸就了紫金地座 也挡不住群狼环似 是又如何 云爵子淡然道 地威浩荡 虚空中仿若有虎啸之声传出 一只通体雪白的白虎 横空出世 散发着无尽雄威 今日 我便替学生教训一下 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云爵子冷漠道 屈指一弹 白虎四提踏动 脚下符纹密布 一口浓重的庚金之力 向着白苍鹤喷涌而出 白虎的庚金之力 那是世间最为霸道的攻击之一 具备无与伦比的穿刺力 没有人敢硬碰硬白虎的庚金之力 云爵子 你敢 白苍鹤万万没想到 云爵子竟然真的敢对自己出手 一时间面色大变 身形急速后退的同时 浑身的灵力疯狂涌动 在众人的视线中 白苍鹤竟然就那么消失了 以为藏在神域之中 便没事了吗 云爵子冷哼一声 庚金之力 带着无可匹敌的丰锐之力 划过了白苍鹤刚才所在的位置 那一片的空间 顿时剧烈地动荡起来 可以发现 那仿佛是一片小世界 白苍鹤便藏匿于其中 只不过 随着庚金之力地划过 那一片小世界 竟然剧烈地动荡了起来 随后开始恐怖地崩塌 死 仿佛是什么被割裂的声音传出 白苍鹤勾楼的身形 亮亮呛呛地被逼了出来 云爵子 你莫要欺人太甚 真不怕我圣地两位尊者 灭了你天云仙宗吗 白苍鹤色力内查到 同时 眼中也显露出一丝惊惧 仅仅只是本尊投影的随意一击 便毁掉了自身的神域 此经地作 荡真恐怖如斯 然而 面对白苍鹤的威胁 云爵子却丝毫不为所动 庚金之力再度朝着白苍鹤奔袭而去 白苍鹤见状骇然失色 方才为了抵抗那一道庚金之力 白苍鹤的神域已经被彻底摧毁 而若硬抗的话 以自己这年老的残驱 恐怕当场便是生死盗宵的下场 然而不等白苍鹤多想 庚金之力已经近在眼前 恐怖的风锐之气扑面而来 仅仅只是一些异散的气息 便划破了白苍鹤的护体灵力 天云仙宗 云爵子 老婆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白苍鹤嘶吼道 一口精血从白苍鹤的口中喷出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已经被庚金之力斩破的神域 重新组合了起来 并且再次成为了白苍鹤的掩护 将其逼了出来 并且视如破竹地朝着白苍鹤继续斩去 不 白苍鹤这一次是真的怕了 这云爵子竟然真的要杀了自己 云兄 你过了 就在白苍鹤有些绝望之时 一道饱含微压的声音响起 一座黄金地座仿若从虚空中出现 地座之上坐着一位身穿金色袍服的中年男子 只见男子手掌轻轻一握 恐怖的地位弥漫 一只表面满是博杂符文的灵力巨手 捏碎了那恐怖的更金之力 太荒圣地天阶灵术之一 荒谷浮屠手 老婆子多谢圣主救命之恩 白苍鹤见到中年男子后 立刻单膝跪地 恭敬道 玄圣看了一眼白苍鹤 因为失去了大量的精血 所以寿元也是骤将 恐怕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不过好在的是 蓬莱仙境已经提前开启了 白长老客气了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先下去吧 玄圣淡淡道 白苍鹤文言自然不敢有任何意义 愿读地看了云爵子与叶真一眼后 便离开了 叶真的重彤微微转动 紧紧地盯着月流苏 方才 月流苏捏碎了一枚令符 恭喜云兄 登临紫金准地 玄圣此刻 才看向云爵子 当见到那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紫金地做时 眼底也是闪现过一丝奇异之色 随后目光又看了看一旁的叶真 冲其笑了笑 面对玄圣的恭贺 云爵子并没有说话 现在天云先宗与太荒圣地 算是彻底的撕破脸了 彼此之间也不用那么客套 云兄 你伤我圣地长老 是不是该给一个交代 玄圣慢条私礼道 玄圣 事情的起因 不用我多赘述 你应该明白 云爵子诞生道 叶神子本就是我圣地之物 白长老所为无措 玄圣淡淡道 随后目光看向叶真 叶神子 可愿回到我圣殿 玄圣笑着道 语气中 似乎带有某种蛊惑 而其双眸之中 也是浮现了一层神秘的符文 此时叶真的心底 仿佛出现了某个声音 在一直地蛊惑着自己 答应玄圣的要求 玄圣 你是否忘记了崇童 面对玄圣的某种神通 叶真的一对崇童 微微转动 仿佛看透了本源 心中那蛊惑之声 也随之消失 玄圣见状微微一惊 虽然明知 众童对于这种蛊惑类的灵术 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但是自己好歹也是准地的修为 竟然也未能攻城 看来 自己还是小去了崇童之威 或许已经足以和荒谷圣体比肩 玄圣 你这般行为 是把本宗当空气吗 云爵子大怒 羹筋之力宛如井喷般爆发 99根金色长矛 横列在半空之中 带着无匹的丰锐之气 狠狠朝玄圣射去 云兄 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玄圣淡然一笑 手掌一握 布满博杂符文的古老巨手 再次出现 拦下了大部分的技术那长矛 而剩余的金色长矛 在接触到玄圣周身之时 身后的黄金地座 散出一层奇特的涟漪 扫过之处 金色长矛 竞树泯灭 云兄 交出叶真 是你最好的选择 玄圣化解掉云爵子的攻势后 淡淡道 我若是布呢 云爵子冷笑道 你清楚 与我圣地作对的后果 玄圣淡默道 不带丝毫感情 玄圣啊 玄圣 你这个人 就是太过骄傲了 今日就让本宗看看 与你太荒圣地作对 会有何后果 云爵子没有丝毫让步 与玄圣针锋相对 你会后悔的 玄圣的声音也冷了下来 身后黄金地作微微震动 恐怖的地位弥漫 使得虚空都出现了些许裂缝 气氛一时间 有些剑拔弩张 元长老与众多天云先宗的弟子 看着这恐怖的一幕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这两位要是在这里彻底开战 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幸存 哄 而就在此时 东海深处 却传来一阵阵轰鸣之声 海浪滔天 飓风呼啸 竟然形成了一道海龙卷 这般动静 也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纷纷朝着东海望去 无数的海灵兽 在海面上游动 强横的力量爆发 竟然开始疯狂地厮杀起来 这是彭来仙境 即将出师的征兆 元长老看着这一幕 惊喜道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一座云雾缭绕 山峰清脆的仙山 仿佛从虚空中出现 莫名地立于东海之上 而当这座仙山出现之时 所有的海灵兽 也是停止了厮杀 身躯全部纷纷碎裂 横尸当场 无疑幸免 叶珍重同 紧紧盯着这一幕 上一次彭来仙境开启 也是这番情景 当时的叶珍 只是简单地认为 这是彭来仙境的某种静止 并没有多想 如今看来 那割裂数万海灵兽的 分明是某种剑气 诸仙剑气 当所有的海灵兽 全部死绝之后 海面又恢复了平静 一座仙气缭绕的仙山周围 却是一片血海与浮湿 不得不说 有一些诡异 彭来仙境已开启 而等前往吧 诸多宝传灵州之上 一道道身影飞快地射出 前往那座神秘的仙山 谁若是可以斩了叶珍 我圣帝欠其一个人情 玄圣的声音 忽然响彻整个东海 诸多势力 文言纷纷一惊 随即心中浮动了起来 太荒圣帝的人情 不客气地说 其价值 丝毫不低于一间造化 及神域之宝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叶珍的身上 玄圣 你找死 云爵子大怒 玄圣此番行为 无疑于让叶珍 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云宗主 你也可以选择 不让其前往彭来仙境 玄圣淡淡道 将太荒圣帝的弟子 全部送往彭来仙境后 投影便消散了 云爵子虽然心中愤怒不已 但是也颇感无可奈何 目光不由地看向了叶珍 露出了询问之意 若是赶来 便全部干掉便是 叶珍淡淡道 好 云爵子大笑道 随后大手一挥 便将叶珍等人 送往了仙山 宗主 不会出事吗 元长老有些不放心道 圣子既然说可以 那么便可以 云爵子笑道 同时心中也无比的期待 上一次 叶珍在彭来仙境 展露全部天赋 震撼万古 一人独揽大部分彭来仙草 而这一次 又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这里便是彭来仙境吗 好像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云熙遥望着四周 迷雾遮掩了视线 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并且 灵力也并非外界传言那般浓郁 其他的天云先宗弟子 也是第一次来彭来仙境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根据宗中长老所说 似乎并不太一样 这里还不是彭来仙境 叶珍的重彤微微转动 环顾着四周 众人闻言 立刻看向叶珍 这是一片幻境 叶珍笃定道 众彤拥有看破虚妄的能力 此刻在叶珍的眼中 众人所处的空间 是一片白茫茫的奇异之地 幻境 叶珍哥哥 以前进入彭来仙境 也需要这样吗 芸汐瑶疑惑地问道 并不需要 叶珍摇了摇头 此前叶珍很顺利地 便进入了彭来仙境 并不像这般麻烦 如今产生了这般变故 想来应该与彭来仙境 提前出事有关吧 只是不知道的是 是所有人都陷入了这幻境之中 还是仅仅只是他们比较倒霉 跟着我 叶珍吩咐一声 随后便大步朝着 一个方向快速行走 这幻境虽然很玄妙 但在拥有重铜的叶珍面前 还不够看 在重铜的观察下 叶珍很快便找到了 幻境的出口方位 众人文言自然没有意义 他们此番前来 都是给叶珍打下手的 能混一些机缘最后 混不上就纯当历练了 碰 芸汐瑶狠狠地撞在了 叶珍坚硬的背上 嗯 叶珍哥哥 你怎么不走了 芸汐瑶疑惑地问道 但却发现 叶珍并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紧紧地盯着前方 而在他们不远处 正是月流苏与荒天极 当叶珍等人 看向月流苏与荒天极等人时 他们也同样发现了叶珍 还真是冤家路窄 太荒圣帝其中一名弟子冷笑道 圣主下令 凡是在蓬莱仙境 发现天云仙宗弟子 杀无赦 杀一人 可获得奖励 一千上品零食 若是可以斩掉叶珍 圣帝会无条件答应其一个要求 这份奖励 不得不说几句诱惑 叶珍 真是天要亡你 今日 我看你怎么逃 荒天极大笑道 看向叶珍的目光 满是争鸣与残酷 只见荒天极脚步重重一踏 身躯表面顿时被金光覆盖 异象横生 一股蛮荒古老的气息 应允而生 荒蛊圣帝 叶珍 受死 荒天极抱吼一声 就要蛮横地冲上去 但却被一只仙仙玉手给阻止了 不要冲动 月刘苏琉璃般的眸子 看着荒天极 轻声道 刘苏 捏 荒天极不解地看着月刘苏 不知道为什么阻止自己 月刘苏没有解释 而是目光淡淡地看向叶珍 叶珍 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月刘苏柔声道 什么交易 叶珍淡漠道 体内灵力微微涌动 时刻做着出手的准备 他可不相信 以太荒圣地的做事方式 会轻易地让他离开 你有重同 带我们离开这片幻景 我可以保证 在此之前 世界上怎么会有比老头子还不要脸的人 那我若是不能 叶珍淡笑道 眼眸之中满是冷意 你没得选择 如果你不想让这些人为你而死的话 月刘苏说完后 身后的重太荒弟子身躯齐齐一阵 恐怖的灵力爆发 给了天云先宗这边极大的威迫感 天云先宗此次来人 共27人 而太荒圣地 足足有33人 并且在实力上 太荒圣地自然也更强 刘苏 和他们费什么话 直接斩了他 取出他的重铜 我们照样可以离开 荒天极冷声道 月刘苏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叶珍 虽然太荒圣地的实力占优 但是 如果在这里 就与天云先宗拼个你死我活的话 恐怕付出的代价 也是极为惨重的 并且 叶珍虽然仅仅只是练体径的修为 但是给月刘苏的感觉 却非常的深不可测 最为稳妥的方法 便是进入蓬莱先进后 集合各大势力 对天云先宗进行围猎 呵呵 叶珍冷笑一声 又是选择题吗 你们怕死吗 叶珍回头问道 不怕 天云先宗的弟子 齐齐鹤道 目光中满是战役 这些年 因为天云先宗是威 在外面一直让步 早就让其憋着一口气 现如今 云爵子登临紫荆地作 叶珍横压万古 又怎么会有退缩的道理 叶珍 你可要想清楚了 月流苏见状 面色也不负先前的淡然 有了一些不安 要战便战 啰嗦什么 叶珍的重彤微微转动 嘴角掀起一丝讥讽的弧度 找死 面对叶珍这般不加掩饰的挑衅 荒天吉怒道 然而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事 月流苏却做出了一个意外的选择 天吉 我们走 月流苏吩咐道 什么 荒天吉闻言一惊 看向月流苏的目光中满是不解 就连其他的太荒弟子 也是满脸的疑惑 不知道月流苏在想什么 流苏 为什么 这可是 荒天吉想要说些什么 就这么放过 叶珍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你忘了圣主的嘱托了吗 月流苏不想和荒天吉这个没脑子的人废话 若是看其拥有荒谷圣体 潜力巨大 他又怎会甘愿与其结为道理 好 流苏 我听你的 荒天吉最终点头道 月流苏点点头 也没有废话 带着太荒圣地一众弟子 转身便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变故屠生 两道紫金神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分别攻向月流苏与荒天吉 好胆 荒天吉又惊又木 身体表面金光覆盖 附近异象顿生 竟然选择硬抗 而月流苏则是连不轻易 发现躲不掉之后 先先玉指向前一点 古老的褐色光泽覆盖整根手指 最终点在了紫金神芒之上 我让你们走了吗 叶珍的重铜微微转动 散发着古老强大的韵味 月流苏这个人极其的聪明与谨慎 这一点 叶珍以前便察觉到了 当时的叶珍拥有举世无双 压他万古的天赋 而月流苏则是聪慧无双 两人无论在谁看来都是天作之和 也就是因为了解月流苏 所以叶珍可以肯定 月流苏并非是选择与自己化干戈为玉帛 恐怕大概率是觉得不能轻易取胜 所以想要联合其他势力进行围猎 叶珍自然不会如其所愿 这一次在幻境中提前相遇 对于叶珍来说也是一次机会 先肃清在彭埃仙境中最大的阻碍 若是放在平时 叶珍或许还不会如此谨慎 但是事关诸仙剑意是 由不得叶珍不谨慎 叶珍 你找死 荒天吉率先化解了叶珍方才的重铜一击 浑身金光缭绕 裹挟着各种奇特的异象 向着叶珍暴冲而来 就让我来看看 你这催生出来的荒谷圣体 能有几分实力 叶珍淡然一笑 当荒天吉冲到叶珍 仅仅不足半米的时候 叶珍的身形才开始动 一个侧步便差之毫厘地 闪过了荒天吉这饱含恐怖力量的遗状 随后一拳狠狠地轰击在荒天吉的腰腹上 哄 恐怖的轰鸣声 在荒天吉的腰腹部炸开 然而 让人感到骇然的是 以叶珍那般恐怖的力量 竟然没有伤到 荒天吉丝毫 荒天吉咧嘴一笑 双拳并用 开始对叶珍展开猛攻 但是每一次 都会被叶珍轻而易举地躲过去 在叶珍的重铜世界之下 荒天吉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甚至根本碰不到叶珍的一片衣角 该死的 叶珍的重铜一击 眼神不由地一冷 背后九道洞天展开 就要加入战局 呼 一口赤红的烈焰席卷而来 逼退了月流苏 芸汐摇拦在了月流苏的身前 身后朱雀仰天长笑 赤红的烈焰 宛如具备某种灵性一般 自由地跳动着 你的对手是我 哄 又是一次激烈的碰撞 叶珍与荒天吉的身形迅速分开 哈哈 叶珍 知道我的力量了吧 荒天吉兴奋到 璀璨的金光在荒天吉的身上流转 周身的异象也变化的愈发频繁 宛如神灵下凡 叶珍看着自己的拳头 以自己高达九十九万斤的恐怖力量 竟然丝毫撼动不了荒天吉的荒谷圣体 难不成怕这后天催生出来的荒谷圣体 当真可以堪比真正的先天荒谷圣体不成 叶珍不相信 自己当初的大道神血 虽然具有激发他人潜能 以及极其恐怖的治疗效果 但是 若是自身潜能不行 大道神血也很难逆天改命 叶珍当初用重铜观察过荒天吉 没有半分荒谷之意 怎会觉醒出荒谷圣体呢 而在叶珍思索之间 荒天吉却又如蛮牛一般冲了上来 没有动用任何的灵术 就纯粹的依靠荒谷圣体 那无可匹敌的力量与叶珍硬汉 就好像在显摆着什么 万雷碎神影 叶珍低贺一声 九道完全由雷电组成的残影 从叶珍的身上扯出 雷鸣狂笑 九道残影将荒天吉团团围住 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万雷碎神影 天云仙宗典藏的天阶灵术之一 经过叶珍完善后 修炼至圆满境界 可以扯出万道雷电残影 具备本体一半的力量 当然 凭借着满极悟性 叶珍自然也是修炼到了圆满之境 只不过 以叶珍如今的境界 根本没有足够的灵力 去扯出万道雷电残影 但就算如此 也足够荒天吉头疼的了 哄 哄 哄 荒天吉恐怖的力量 直接倾泻在了雷电残影之上 雷电残影顿时变得扭曲起来 最终崩散 哈哈 不堪一击 荒天吉大笑道 看向叶珍的目光满是不屑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前被荒天吉崩碎的雷电残影 竟然重新凝聚了起来 只不过 未能相比于之前要弱上一分 什么 荒天吉见状大惊 恐怖的力量 再度倾泻在雷电残影之上 毫无疑问 雷电残影再次被轰碎了 只不过片刻时间便又重新恢复 微能也再度弱了一分 原本的万雷碎神影 是没有这样的诡异之力的 这种再生的能力 是经过叶珍完善之后才具有的 虽然再生之后 雷电残影的微能会弱上一些 并且最终也会被打散 但是却可以极大的消耗对手的体力 并且让人头疼不已 光凭这一点 这万雷碎神影的品阶 就要因此而提升一个档次 凭借着九道雷电残影 叶珍也是暂时的困住了荒天极 也终于可以全力发动虫童 看一看荒天极的弱点 若是完美的荒谷圣体 浑身上下是没有弱点的 但是荒天极绝对不可能是完美的荒谷圣体 这一点叶珍可以肯定 伴随着叶珍全力发动虫童 玄奥德的符文 攀爬上每一颗铜人 眼前的世界也在叶珍的注视下 变得不一样了 所有人的动作都变得奇漫无比 就仿佛开了倍速一般 并且每个人的秘密在虫童之下都无法隐藏 包括芸汐瑶的骚粉杜兜 而此时全力发动的虫童 终于看透了荒天极的本质 在叶珍的虫童之下 荒天极的表面流转着荒谷之意 每一寸肌肤都仿佛金石锁住 坚硬无比 伴随着荒天极的每一拳轰出 荒谷之意随之而动 爆发出绝强的力量 再往深处观察 在荒天极的体内 叶珍发现了自身原本的大道神血 金色的血液仿佛蕴含着某种大道质力 在荒天极的体内流淌 而这些血液最终全部流向一个地方 荒天极的心脏之处 那是一颗赤金色的心脏 每一次的跳动 都会流淌出来源于荒谷的能量 流转荒天极的全身 只不过有些诡异的是 这颗心脏 仿佛有些排斥着荒天极的身体 若非有大道神血维持 恐怕荒天极早就因为心脏的排斥而暴毙了 这是一颗不属于荒天极的心脏 原来如此 叶真了然 太荒圣地的开山祖师 便是一位拥有着荒谷圣体的大能 而在太荒圣地绵延万世之间 也曾出现过两位拥有荒谷圣体的天骄 其中有一位最终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峰 随后走仙路 离开了这个世界 抵达了传说中的仙剑 至于另外一位 虽然也是妖孽无比 但是气云差了些 仙路封闭 纵使有着傲人天资 仙路也不为凡人开启 最终因为大献到来 从而生死到消 想必此时荒天极体内的这一颗荒谷之心 便是属于内卫的 借助着荒谷之心 服以叶真的大道神血 强行催生出了一位 拥有着荒谷圣体的天骄 不得不说 太荒圣地这一手 很令人惊叹 但是也正是如此 荒天极的荒谷圣体并不完美 那颗心脏便是其最大弱点 哼 而在叶真思虑间 荒天极也终于轰碎了九道雷电残影 叶真 你就只有这点手段吗 荒天极怒吼道 向着叶真一步一步地走来 给人一种很可怕的压迫感 叶真淡默地盯着荒天极 随后吃笑道 看来 你是根本用不出灵术 或者说不敢 现在荒天极的体内 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 若是动用灵术 或许会打破这个平衡 所以才一直用荒谷圣体的力量 硬碰硬 荒天极文言 脚步顿时一措 目光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真 你知道些什么 你的一切 叶真淡淡道 虫童微微转动 看透世间一切本源 也是虫童一个极其变态的能力 荒天极文言 表情顿时争鸣了起来 这秘密 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想到这里 荒天极抱吼一声 荒谷之意流转 身形宛如凶兽一般 朝着叶真冲了过来 叶真见状 面色丝毫未变 而是看向了附近的战场 太荒圣帝的实力 本就比天云先宗要强 再加上人数占优 此刻的天云先宗众人 明显支撑不了太久了 倒是云熙摇那边 与月流苏打得有来有回 看来临走前云爵子 没少给云熙摇好东西 也罢 你也是时候该死了 猖狂 荒天极文言 又惊又木 浑身金光闪烁 带着无穷异象 向着叶真暴冲而来 依旧是朴实无华的身体硬汉 面对来势汹汹的荒天极 叶真宜然不惧 双拳齐出 两道黑色的漩涡 在叶真的双拳之上凝聚 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吸扯力 天阶终极灵术 大天造化拳 破 四拳相交 但却并没有先前那般惊天动地的动静 荒天极的目光顿时一宁 目光所及之处 叶真手上的黑洞 完全地将自己的拳头所吞没 而自己那爆炸般的力量 也仿佛泥如大海 消失无踪 这是叶真对于大天造化拳 开发的一个小技巧 大天造化拳 可怕的旋转绞杀之力 也可以反过来用作泄力 荒谷圣体虽强 但是想要强行攻破叶真的这道天阶灵术 还是有些痴人说梦 毕竟荒谷圣体肉身强大 只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 还具备多种其他的神奇之力 只不过以荒天极的悟性 外加上后天催生出来的荒谷圣体 并不完美 恐怕一生都难以开发出 荒谷圣体真正的威能 荒谷圣体之所以称之为圣体 那便是极为适合修炼 叶真之前之所以可以快速达到神辅境巅峰 荒谷圣体可以说功不可没 但是如今的荒天极比叶真年龄还要大一些 修为才看看到了九洞天 连神附近的门槛都没有摸到 显然是这后天强行催生出来的荒谷圣体 根本难堪大用 并且还不能动用任何灵术 仅仅只有肉身无敌这一个好处 可以说是连荒谷圣体十分之一的好处都没有体验到 该死 荒天极此刻终于是有些慌了 想要正脱开 却发现犀利竟然猛然增强 牢牢地将自己禁锢在了原地 那颗荒谷之心 心中顿时一颤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恐惧 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 但是无论其如何挣扎 始终摆脱不了那两团幽黑的黑洞 碰 叶真手掌脱离黑洞 直接一掌狠狠地掏向荒天极的心窝 但却根本破不开其防御 很显然 就算荒天极的荒谷圣体并不完美 也不是如今的叶真光凭蛮力便可破开的 哈哈 叶真不要痴心妄想了 荒谷之心 岂是你可染指的 荒天极大笑道 手上的黑洞已经有了溃散的迹象 同时 心中也打定主意 待会挣托束缚 直接与其他弟子联合绞杀叶真 不给叶真半分机会 此刻的天云先宗 在太荒圣地的猛攻之下 已经出现了败事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要出现伤亡了 是吗 叶真淡然一笑 周身云雾涌动 一声震天怒吓 忽然响起 只见叶真的身侧 出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老虎 恐怖的凶悍之气爆发 让人心胆剧烈 神兽白虎 借用一下你的更金之力 叶真轻笑一声 白虎咆哮 一口浓重的更金之力 覆盖在了叶真的右手上 叶真食指与中指并拢 带着恐怖的更金之力 直接点在了荒天极的左胸口 强横的更金之力 与荒谷圣体的无敌肉身 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发出了嘶嘶之声 荒天极健壮 也是紧张到了嗓子眼 但是更金之力虽强 不过比起荒谷圣体 还是差上一筹 外加上叶真修为较低 所以也未能攻城 叶真身为曾经荒谷圣体的拥有者 难道你还不清楚 荒谷圣体的防御吗 荒天极痴笑道 此时的那两团黑洞 已经若隐若现 很显然 马上就要被荒天极挣脱而出了 你高兴得好像太早了点 叶真冷声道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一道道神秘玄奥的符文 忽然攀爬上叶真的整条右臂 一股至尊之意 油然而生 至尊骨发动 捏 难不成叶真当真 可以重回巅峰不成 不 这不可能 轮回苍生指 叶真低贺一声 九道金色的圆环 层层叠叠地套在叶真的右臂上 散发着岁月的波动 而在岁月之力的侵蚀下 荒谷圣体那无间不摧的肉身 终于出现了松动 更金之力发动 直接刺破了荒天极的胸膛 不不要 荒天极瞳孔一缩 目光露出金句之色 而此时的叶真 也是变脂为掌 握住了那颗滚烫的赤精心脏 神子 神子大人 饶过我 你放过我吧 荒天极大声求饶道 丝毫没有半分身为太荒神子的骨气 然而 面对荒天极的求饶 迎来的 却是叶真冷漠的眼神 重统转动间 不留一丝感情 刘苏 刘苏救我 刘苏救我啊 荒天极顾不了什么 开始大声地求救 叶真 你住手 岳刘苏娇和一声 想要驰援荒天极 但却被云西瑶给死死地纠缠住了 朱雀之言遮天蔽日 带有极其恐怖的杀伤力 使得岳刘苏根本疼不开手 死丫头 扭滚开 岳刘苏娇喝道 出手欲发狠辣 云西瑶文言 可爱的大眼睛 顿时意冷 叫谁死丫头呢 扑 而在此时 叶真也是顺利地将荒谷之心 从荒天极的身体中取出 赤金色的心脏 在叶真的手中 有力地跳动着 就算只是一颗心脏 叶真仍然可以从其中感受到 其主人生前是何等的强大与无双 若是那位天骄得知 他的心脏在一个废物的体内跳动 恐怕会气得坟头炸了吧 叶真冷漠道 目光看向已经死透了的荒天极 神 神子 其他的太荒弟子 见到荒天极被战 心中顿时剧烈一颤 一股凉气 直接从脚底板窜到了脑门 叶真收起荒谷之心 重同看向有些惊慌失措的太荒弟子 随后咧嘴一笑 该你们了 只见叶真双手并拢 掌中仿佛蕴含一片星空 一股极致毁灭的波动传来 心运灭神掌 哄 无数颗蕴含着极致毁灭之意的星辰 宛如天灾般对着太荒弟子轰然砸落 在叶真的权力一击下 再配合老六的天云先宗弟子补刀 很快太荒圣地的弟子便死伤一片 太荒弟子 撤退 月流苏见状之道大势已去 美眸含着怒火 娇喝道 所有的太荒弟子文言顿时松了一口气 目光惊惧地看了宛如魔神般的叶真一眼 随后纷纷逃离 叶真 圣帝不会放过你的 月流苏美眸 既愤怒又复杂地看着叶真 放下狠话道 当初叶真问她是否后悔的话音 还一直留在耳边 我也不会放过太荒圣帝 叶真眼神冷漠道 原本自身与太荒圣帝算是没有了瓜葛 各走各的路 谁也不爱着谁 但是如今太荒圣帝的所作所为 已经彻底触怒了叶真 双方之间已经结仇 不死不休 月流苏文言深深地看了一眼叶真 随后便快速地离开了 叶真哥哥 就这么轻易地放他们离开吗 芸汐瑶嘟嘴道 刚刚那个女人竟然敢骂自己死丫头 这让芸汐瑶直接记恨上了 恨不得用朱雀之言将月流苏架起来口 不及 太荒圣帝有一种秘法 可以找到蓬莱仙草出世之地 所以我不但要放过他们 还要让其也能从幻境中离开 叶真解释道 但是叶真用重铜留下的记号 可以维持半个月不消散 在此期间 叶真可以随时地找到月流苏的方位 虽然蓬莱仙草出世 必然伴随着天地异象 但是提前一步找到 占据仙击 还是非常有用的 并且 叶真虽然斩杀了荒天极 但自身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真若与太荒圣地拼起来 天云仙宗这边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伤亡 这可不是叶真希望见到的 说到底 还是叶真的自身修为太低了 一直处于炼体境 灵力供应严重不足 不过现如今 在这蓬莱仙境之中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突破那最后的极限 届时 叶真一人 便足以轻松碾压整个太荒 芸汐摇文言 没有再多问 他相信叶真的决策 圣子无双 天云仙宗这边有弟子 忍不住高呼道 这些年 天云仙宗的弟子 面对其他的超级势力 几乎都是选择了忍让 毕竟宗门是威 不宜树敌过多 这也是宗门的无奈之举 而现如今 面对强大的太荒圣地 他们却可以将其战胜 这无异于让憋了许久的天云弟子 直呼痛快 圣子无双 其他的天云弟子高呼了起来 目光尊崇的看着叶真 叶真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微微有些波澜 以往在太荒圣地的时候 叶真早已习惯了众人的追捧 只不过那是叶真所看到 大多数是畏惧 一种对自己实力与天赋的畏惧 而现如今 在重同的注视下 叶真可以感受到 这些人是真的发自肺腑地尊崇自己 宛如将自己当作信仰一般 并非只是因为畏惧 师弟们客气了 此次蓬莱先进之行 我宗必将大获全胜 叶真笑道 重同之中散发出淡淡的紫光 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圣子无双 我宗必胜 圣子无双 我宗必胜 天云先宗的弟子顿时私生高吼道 附近的迷雾 甚至都被荡开了一些 叶真见状 也是难得了露出了笑容 随后目光看向一个方向 也是时候离开了 叶真轻笑道 随后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地前进 其他的天云先宗弟子健壮 自然也是快速地跟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片幻境应该不是自然形成的 叶真道 面色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不是独立形成的 芸汐姚文言有些疑惑 蓬莱先进之中 除了一些没什么灵智的凶兽之外 就没有其他生灵了 这片幻境若非自然形成 还能是那些凶兽布置的布城 九成把握可以确定 还有其他未曾发现的生灵 不过有一点还需要验证 是不是所有的势力 全部被困在了幻境之中 若是 那么必然是人为 其目的大概率是 阻止其他人进入蓬莱先进之中 而这么做的原因 恐怕与朱仙剑有关 忽然叶真的脚步一停 众瞳看向前方 那里的迷雾 似乎要比其他的地方 更为的浓厚一些 这里便是叶真通过重瞳观察后 所发现的镇眼所在 这片幻境 赫然是一座高度复杂的幻阵 这也是为什么 叶真会认为 这片幻境乃是人为 此刻在叶真的重瞳下 透过重重迷雾 其中树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之上符纹遍布 神秘的光泽流转 每一次的闪烁 都有大量的迷雾 从其中喷涌出 叶真沉吟了片刻 随后掌中灵力闪烁 一掌向着前方拍去 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石碑附近忽然迷雾骤起 叶真的灵力掌印 落在迷雾之中 竟然被吞噬了 有古怪 叶真皱了皱眉头 天云地睛运转 再次召唤出了白虎 一口浓重的羹筋之力 对着石碑喷出 但依然被迷雾给吞噬了 只不过 吞噬的速度慢了点 叶真不信邪 重彤之中 散发出两道紫金神芒 但依然没什么用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内 叶真几乎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了 但却根本奈何不了那迷雾 靠 叶真忍不住 有些想要骂娘 要不让我试试 云熙瑶忽然道 叶真见到云熙瑶 竟然主动站了出来 感到有些意外 但还是点了点头 但心中却不抱什么希望 得到叶真的肯定后 云熙瑶召唤出了朱雀 朱雀思明 一口赤红色朱雀之言 朝着石碑喷涌而去 而让叶真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朱雀之言很顺利的 便破开的迷雾 直接倾泻在了石碑之上 只不过 威力似乎有些不够 并没有能够摧毁石碑 真的是这样 这迷雾怕火 云熙瑶眨了眨眼睛 甜甜的笑道 方才与月流苏战斗的时候 云熙瑶便发现了这一点 叶真有些无奈的看着云熙瑶 问道 怎么不早说 想想自己刚才废了那老天劲 叶真就感觉和小丑一样 嗯 我以为叶真哥哥 可以凭借蛮力破开 云熙瑶歪头道 叶真 好理哦 这迷雾虽然怕火 但是石碑也很坚硬 一人之力似乎不够 叶真沉声道 随后手掌一招 白虎化作云雾消散后 重新凝聚成了一只 浑身冒着金色火焰的大鸟 金雾 熙瑶 我们一起用炼 叶真道 好 云熙瑶自然不会拒绝 金色的火焰 与赤红色的火焰 齐齐喷涌 两股火焰纠缠 最终形成了一道火龙卷 向着石碑呼啸去 周围的迷雾 在火龙卷的奔涌下 纷纷退开 恐怖的火龙卷 毫无悬念地 尽数倾泻在了石碑之上 咔嚓 在火龙卷恐怖的高温下 一道道裂纹 开始在石碑上浮现 最终遍布整个石碑 石碑 破了 哄 在叶真与云熙瑶的 全力攻击之下 石碑上的裂纹 转瞬间便遍布整个碑身 最终轰然破碎 而伴随着石碑的破碎 四周的迷雾 开始疯狂地暴动起来 宛如失去了理智的凶兽一般 怎么回事 迷雾幻境之中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搞得有些措手不及 四周的迷雾疯狂地暴动 周围的环境 也在不断地变化 满是沟壳的大地 与一棵棵栋树 代替了原先满是迷雾的环境 怎么回事 叶真看着周围的断树 每一棵树的断面 都非常的光滑 就像是被人用剑斩断的一般 但要知道 彭莱仙境的树 可不是一般的树 这里的树长时间 经过彭莱仙境浓郁的灵力滋润 其坚硬程度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当初的叶真 凭借着荒谷圣体的权力一拳 也仅仅只不过 在其中一棵树上 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权硬把了 而在外界 足以轰碎一座小山峰 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不要分散 叶真大喝一声 但还是有些晚了 一道道锋利恐怖的剑气 不知从何处横扫而来 使得叶真悚然大惊 显之又显地躲了过去 啊 有人惨叫了起来 其中一位天云仙宗的弟子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受伤 多数人甚至已经到了 有些崩溃的地步 这种剑气 实在是太过的恐怖 根本不可阻挡 一碰就死 叶真面色难看 手中忽然出现了一颗赤金色的心脏 荒谷之心 碰 剑气扫在荒谷之心上 发出金属般的嗡鸣 但最终 还是没有展开荒谷之心 而叶真对此 却丝毫不感到意外 一位已经站在这个世界顶峰的大能 留下来的荒谷之心 其坚硬程度 恐怕乃是当事之罪 这样下去 不是个办法 叶真眉头微皱 纵使面对这般陷阱 也没有自乱阵脚 或许可以试试它 叶真的手中 忽然出现了一枚 漆黑如墨的珠子 墨珠 这是云墨太上长老的神域 所孕育出来的一件造化 及神域之宝 叶真催动墨珠 漆黑如墨的神秘气体 从墨珠中喷涌而出 最终将所有的天云先宗弟子所包裹 不要反抗 叶真大吼一声 众人闻言 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生怕干扰到叶真 歇 叶真大吼一声 如墨般的气体包裹着众人 直接飞离了这片区域 只不过 因为剑气干扰的缘故 叶真也不能控制所有人 朝着一个方向 所有只能将其四散地送出去 包括叶真自己也是独自一人 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地闪去 在蓬莱仙境 若是单独行动 无异于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现在天云先宗 处在群狼环伺的境地 但这也是叶真的无奈之举 不过 先前叶真 已经在所有的天云先宗弟子身上 利用重铜 留下了一丝痕迹 哪怕暂时分开 凭借着重铜 叶真也可以快速地找到人会合 如墨般的气体 带着叶真 足足飘荡了三天时间 才终于彻底地停了下来 叶真非常的谨慎 没有第一时间行动 而是再度动用墨珠 将全身的气息 都给掩盖了起来 才放心地向四周探索 这件造化及神域之宝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 它的作用更多是辅助 其内部甚至还有一个小空间 可以用来储存一些物品 死物活物都可以 当然 这点能力自然配不上 它造化及神域之宝的身份 墨珠最大的作用有两个 其一便是可以掩盖自身的气息 哪怕是准地级的强者 不仔细感应的话 恐怕也很难发现叶真的踪迹 其二是墨珠恐怖的闪盾能力 若是可以完全发挥出 墨珠的闪盾能力 就算是准地级的强者 也很难将自己留下 可以说 吱吱墨珠的作用时 心中也是怪异不已 云墨太上长老 这是有多么怕死 才会孕育出这么一件神域之宝 不过如今倒是便宜了自己 当叶真脑海中 闪过这些想法的时候 手中的墨珠 忽然稳稳震站了一下 似乎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叶真见状惊愕 突然想起来 这墨珠中 似乎还蕴含着 云墨太上长老的一些意志 想到这里 叶真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而此时 叶真也大概查看清楚了附近的状况 与过去叶真来时一样 极其浓郁的天地灵气 以及到处倒是旺盛的 不像化的苍天大树 和各种奇花异草 而这里所谓的机缘 便是在蓬莱仙境中 存在着诸多对修炼 极其有好处的仙草与奇果 叶真记得 当初 自己就在蓬莱仙境中 找到了一枚奇异的果子 将其吞下后 直接就开辟了一栋天 当然 其中各大势力最为看重的 还是蓬莱仙草 天云仙宗弟子 不太妙啊 叶真眉头皱了皱 在他的感应中 所有的天云仙宗弟子 分散得极其严重 若要一个一个去找 就算是到了蓬莱仙境关闭的日子 也找不全 想到这里 叶真也就没有急着 去找其他的弟子 如果叶真没有记错的话 天云仙宗的弟子 都有一种不特灵术 可以相互联系 只不过 叶真没修炼而已 认为浪费时间 看来 等离开这里后 需要花个半炷香的时间修炼一下了 凭借着满级悟性 半炷香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没有在想这件事 叶真开始动用重铜扫尸四方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重铜除了具备看透时间本源 以及放慢时间之外 还有一个对于叶真来说 极其重要的能力 那便是寻宝 凭借着这项能力 当初的叶真 可是没少在蓬莱仙境获得好处 找到了 很快 叶真便有了收获 在距离自己不远处 有一处地方的灵力极其浓郁 甚至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 就是你了 叶真目光微微一亮 身形快速向其奔去 蓬莱仙境 一处巨大的峡谷之中 一行十几人人 在峡谷的中央 不断地用灵力轰击着地面 一丝丝粘稠的灵力 从地面的裂缝中流出 彰显着这里的布凡 哈哈 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一处零食矿藏 看其灵力的浓郁程度 恐怕是一座空前绝后的富矿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 咧嘴笑道 笑声滚滚如雷 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 雷声大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魁梧青年的旁边 还站着两位面色冷峻的青年 其身上的灵力波动 赫然已有六动天的修为 放心 我雷声大 虽然名声不怎好 但还是非常手心用的 待会挖出这灵石矿满 我们四六开 雷声大笑呵呵道 同时 心中也在打着一些小算盘 如此丰厚的灵石矿 说不定 其中会运有玲珑 所谓的玲珑 是灵力高度凝聚 然后经历了万种巧合之后 形成的产物 玲珑自身 是由无比纯净的灵力所凝聚 并且具备了一点灵性 若是有能力将玲珑吸收掉的话 自身的修为必然会暴涨 当然 玲珑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 那便是催生灵石矿满 若是将一条玲珑 放到一个普通的矿满中圈养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 这片矿满便会演变成灵石矿 光凭这一点 一条玲珑的价值便不可估量 那些超级势力 之所以如此强盛 修炼物资源源不断 就是因为其大多都拥有着玲珑 想到这里 雷声大的目光 也不由得火热了起来 若是天雷宗 可以得到一条玲珑 那么他日崛起 便指日可待 来到蓬莱仙境的 不仅仅有超级势力 还有一些强大的一流势力 天雷宗便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 这些一流势力 自然是没有资格染指蓬莱仙草的 来蓬莱仙境的目的 无非便是寻找一些机缘 而站在雷声大的身侧的两位青年 则是来自于万剑阁 名为剑祸与剑壁 万剑阁同样是一流势力 只不过没有天雷宗强大罢了 轰 轰 轰 经过连续不断的轰击 此刻的地面 已经被轰出了一个大坑 其中一散而出的灵力 也愈发的浓郁 这也让雷声大 越发期待了起来 零石矿麦越是丰厚 诞生玲珑的可能性便越大 若非这里是蓬莱仙境 地面无比的厚实 恐怕早就将这一片给轰塌了 谁 忽然 雷声大的 眼神一立 目光朝着一个方向快速地望去 在不远处的峡谷之上 站着一道略显消瘦的身影 剑祸与剑壁目光同样锐利地望去 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他们绝对不允许有人来摘桃子 情人被发现了 叶真见状淡淡一笑 随后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你是 叶真 雷声大看清来人的模样后 心中顿时有些翻江倒海 叶真这个名字 对于所有年轻一辈来说 简直如同梦眼一般 剑祸与剑壁也是眼神惊惧 手中的长剑出鞘 灵力奔涌 目光一顺不顺地紧盯着叶真 不知叶圣子大驾 有何贵干 雷声大见到是叶真孤身一人 心中松了一口气之鱼 同时也动起了一些心思 叶真如今可不比当初了 再加上 只是孤身一人 以及太荒圣地的许诺 简直就是一座行走的宝藏啊 想到这里 雷声大的心脏 顿时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只不过 叶真既然敢孤身出现在这里 那么必然有所依仗 若是并非冲着临时矿脉而来 自己也不会冒这个风险 毕竟天云先宗的那位宗主 刚刚展露了实力 实在是不好惹 当然是来寻宝 叶真淡然一笑 雷声大文言 心中咯噔一声 皮笑若不笑道 叶圣子 这里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这样 是不是有些不太厚道 你的意思是 你看到了 就是你的吗 那不好意思 现在整个蓬莱仙境 都在我的重彤之下 是不是整个蓬莱仙境 都是我的 叶真吃笑道 在修行界 从来没有先到先得这一说 实力才是一切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雷声大的面色 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剑或与剑壁两人 也是面露不甘 显然不想放弃 即将到手的机缘 叶圣子 我等虽然实力不如你 但是 你仅仅只是孤身一人 希望不要欺人太甚 雷声大低吼道 身后七道洞天展开 灵力从其中垂落 一股狂暴之意散发而出 剑或与剑壁对视一眼 一切 叶真的崇彤 淡淡地注视着虎视眈眈的三人 终于不装了吗 看透人心 同样是崇彤的一个逆天能力 崇彤之力 虽然不能做到 完全独心这般逆天 但是 善意和恶意 还是可以轻松区分出来的 方才雷声大的心理波动 明显是对自身产生了不好的想法 我就是欺你了 又如何 叶真笑道 虽然体内没有多强的灵力波动 但是给人的压迫感 却远胜雷声大三人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浑身雷光闪烁 衣衫炸裂 显露出精壮的肌肉 宛如沙包大的拳头 带着呼啸的雷光 狠狠地朝着叶真呼去 剑或与剑壁 则是手持长剑 一道道锋锐的剑气 击尸而出 剑气所过之处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黑痕 而其他的那些弟子 同样没有闲着 各色的灵术齐齐发动 对着叶真倾息而出 很显然 这是要对叶真进行群殴 然而面对这一幕 叶真的面色 却丝毫没有变化 只见叶真的脚掌 重重的一跺 九道雷电残影扯出 轻而易举的 便化解了那众多的灵术 雷电残影随之而动 冲入人群之中 大杀四方 吼 一声兽红猛然响起 凶兽饕铁 从云雾中诞生 大嘴一张 直接吞噬掉了那锋锐的剑气 什么 剑或与剑壁剑壮 悚然大惊 然而来不及多想 饕铁便冲着两人扑了上来 恐怖的凶威散发 打得两人节节败退 哄 此时 雷声大的拳头也到了 与叶真硬汉在一起 然而让雷声大感到惊骇欲绝的事 叶真明明没有动用丝毫的灵力 但力量却大得出奇 就仿佛一头人形凶兽一般 就这样的实力 也敢对我出手 叶真冷眼看着 目光惊惧的雷声大 淡淡道 哄 蛮横霸道的力量 尽数地倾泻在了雷声大的身 在叶真恐怖的拳头之下 雷声大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力 全程处在挨揍状态 那一身剑瘦的肌肉更是已经被打得开裂 腥红的鲜血流出来 使得雷声大看起来仿佛一个血人一般 呼呼 雷声大用力地呼吸着 看向叶真的目光中满是恐惧 好可怕的力量 哪怕自己修炼了炼体的灵术 也只有被碾压的份 粗略估计 叶真的力量恐怕接近百万斤 这是一个何等的概念 雷声大自身修炼的炼体灵术乃是地阶终极 品阶已经不低了 并且还修炼到了大成之境 就算如此 力量也不过堪堪达到六十万斤而已 哦 已经不行了吗 叶真松了松手腕 居高临下的看着半跪在地上的雷声大 敢在肉体上与叶真对碰 不得不说 这雷声大也是够纯的 若是选择利用修为上的优势与叶真缠斗 说不定还可以多坚持一会 而此时 其他的战场基本上也奋出了胜负 九道雷电残影 个个都拥有叶真本身一半的修为 虽然只是炼体径 但是凭借着不断复生的特性 还是将那十几人给磨死了 而贱祸与贱壁就更加凄惨了 在饕贴的吞噬之力下 那无比锋锐的剑气 根本没有丝毫的作用 此刻正在被饕贴压在身上 狠狠蹂躏 要杀便杀 哪这么多废话 雷声大目光凶狠地盯着叶真 一副汗不为死的模样 哦 你不怕死 叶真感兴趣地问道 这雷声大还是条汉子 我雷声大若是皱一下眉头 便枉为英雄好汉 雷声大铁骨睁睁道 叶真闻言看着雷声大 眉头有些微微皱起 本来叶真还没兴趣宰了这雷声大 只不过类似这种人 一般报复性都很强 并且汉不为死 很是麻烦 为了已决后患 还是宰了吧 想到这里 叶真也没有犹豫 五指紧握成拳 一击冲拳 直接向着雷声大的脑袋轰去 这一下若是打实了 恐怕雷声大的脑袋 会直接被轰碎 师兄 天雷宗的那些弟子 见状各个眼珠子通红 恨不得上前找叶真拼命 而当叶真的拳风 距离雷声大不足一寸时 雷声大的脑袋 直接重重地磕在了地面 随后大吼道 爷爷饶命 爷爷饶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得叶真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拳风停在半空中 有些惊恶地 看着不断磕头的雷声大 你不是说 若是皱一下眉头 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吗 叶真疑惑地问道 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哪有自身性命重要 雷声大讨好道 丝毫没有了先前的硬气 反而有种恰妹的感觉 而那些原本义愤填膺的天雷宗弟子 此刻更是呆若木鸡 心中的某种东西仿佛崩塌了 师 师兄 其中一位天雷宗弟子 尝试着呼唤一声 闭嘴 触怒了叶圣子 你单待得起吗 雷声大怒吼道 随后一脸讨好的看向叶真 叶圣子 先前是小人 有眼不识泰山 您就大人有大量 把我们当作一个屁给放了吧 这片零石矿藏 都是您的 雷声大低声下气道 但如果我杀了你 这零石矿藏 也是我的 叶真似笑非笑道 雷声大文言 心中顿时慌了 咬紧牙关道 我们可以为圣子 开采这片零石矿藏 叶真文言 深深地看了雷声大的一眼 这雷声大 虽然没什么骨气 但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如何将自身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 从而保命 可以 开采完这片零石矿藏 你可以活 叶真点点头 像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 自己当然不会去做 如果有免费的劳力 自然是最完美不过 并且 叶真也是知道玲珑的 若是其中 真的孕育出了玲珑 或许可以借此打破 那最后一步 我需要圣子立个誓言 雷声大咬牙道 显然 有些不信任叶真 叶真文言 众同淡漠地看着雷声大 淡淡道 现在我让你生你便生 我让你死你也活不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敢 雷声大感到头皮有些发麻 叶真的气势 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一些 仿佛面对是一尊上古凶神 你们呢 叶真看着被饕铁折磨得 不像人样的贱祸与贱壁 冷声道 全听叶圣子吩咐 贱祸与贱壁两人 自然不敢有什么意义 若是再过不久 恐怕他们便会彻底葬身 在饕铁的凶威之下了 很好 叶真满意地点了点头 手掌轻轻一握 凶兽饕铁便化作了云雾消散了 剑祸与剑壁剑壮 终于松了一口气 顾不上身上严重的伤势 对着叶真恭敬道 多谢叶圣子不杀之恩 想要我不杀你们 就要发挥出你们应有的价值 叶真淡淡道 不带丝毫的感情 剑祸与剑壁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随后长剑出鞘 强忍着虚弱感 开始对着面轰击起来 其他人见状 自然也不敢忤逆叶真 只能老老实实地干着粗活 都给我痛快点 不要耽误叶圣子宝贵的时间 雷声大见状大吼道 一脸的讨好之意 忽然 雷声大感到浑身一阵寒意 侧头望去 只见叶真的一对重铜 正在一顺不顺地盯着自己 叶叶圣子 雷声大颤声道 我反悔了 你的价值等于没有 叶真冷声道 重铜之中尽是冷漠 我 我知道了 雷声大 没有犹豫 果断地加入到了轰地的大军之中 闪烁着雷光的拳头 不断地砸在地面上 发出隆隆之声 比谁都要卖脸 其他人见状 顿时脑袋有些发猛 好家伙 这是来卷死我们来了 剑禍和剑壁剑状对视一眼 两柄长剑 分裂出数百道剑影 开始疯狂地切割着地面 其效率一点也不比雷声大弱 崩雷拳 雷声大也不甘示弱 霸道无比的拳头 宛如狂风暴雨般击打在地面之上 很快便打穿了一片地方 龙玉磅礴的灵力喷涌而出 让人陶醉不已 好 而也就在这时 一声似有似无的龙吟之声传出 吸引了叶真的注意 常年被浓郁灵力净润的大地 开始剧烈地动荡起来 无数道裂缝 宛如蜘蛛网一般 向四周蔓延 一道粗壮的灵力光柱 从雷声大轰穿的那道口子中 喷涌而出 其声势之浩大 引起了附近不少人的注意 快闪开 雷声大爆吼一声 身形宛如猿猴一般 快速地跳了出来 目光震撼地看着眼前 喷波出的灵力光柱 此等浓郁的灵力 简直生平所见 就算是一些超级势力 所掌握的富况 恐怕也没有如此夸张 好 一声声龙银声响起 更是彰显着 其中必然运有玲珑 叶真的虫彤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仿佛可以看透 世间一切本源 此刻在叶真的虫彤之中 在地下不知多深的地方 有一条完全由灵力凝聚而成的巨龙 静静地盘踞着 其周身散发的气息 已经隐隐到了神附近的门槛 需要将其引出来 叶真心中沉吟到 随后用手一搓 一只浑身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大鸟 便出现了 金屋 去 叶真低鹤一声 金屋展翅高飞 嘶鸣着 冲进了大地的沟壳之中 叶真紧闭双眼 虫彤之中 浮现出金屋的画面 金色的火焰 驱散了地下的阴暗 可以发现 附近都是成片的灵石矿 金屋的每一次翅膀扇动 都会蒸发掉数千斤的灵石矿 化为最精纯的灵力 溢散而出 没过多久 金屋便顺利来到了灵石矿身处 叶真也看到了那条体型巨大的玲珑 玲珑似乎是刚刚苏醒 没有多少灵智的它 此刻 正瞪着两颗同龄般大的眼珠子 凝视着这闯进来的不速之客 金屋嘶鸣一声 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翅膀 猛地扇动起来 一股金色热浪 瞬间朝着玲珑席卷去 哄 有着恐怖高温的金色火焰 瞬间倾泻在玲珑那庞大的躯体之上 虽然玲珑并没有痛觉 但是那为数不多的灵智告诉它 面前这只金色的大鸟在挑衅它 自己应该将其给宰了 吼 玲珑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随之而动 吞吐着灵光 朝着金屋冲劲而来 金屋 朝着地面飞去 玲珑见状 丝毫没有放过金屋的意思 庞大的身躯 撞碎层层阻隔 对着金屋紧追不舍 来了 地面上 叶珑猛然地睁开了眼睛 重彤之中 反映着地底的画面 同时身形猛然后退 直到距离那裂缝数十里后 才停了下来 雷声大等人 虽然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自身也不蠢 知道叶珑这么做 必然是有着某种原因的 所以也全都退了开来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地面开始剧烈地晃荡起来 先是一道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金屋 腾空而起 快速地朝着天边飞去 随后 一道体型庞大到不像化的蓝色巨龙 撞开地面 朝着金屋猛追而上 玲珑 雷声大箭撞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但是目光扫过叶珍之后 也只能按耐住自己的躁动 碰 失去了大地束缚的玲珑 速度激增 很快便追上了金屋 直接用其雄厚的不像化的灵力 将金屋给碾压至云雾 失去了目标的玲珑 又将目光对向了众人 锯口一张 一股浓重的灵力光柱 顿时对着众人喷涌而来 不好 众人见状大惊 纷纷四散逃开 唯独叶珍已然不动 他要试试着玲珑的力量 只不过 叶珍也没有拖大 直接将荒谷之心取了出来 赤金色的心脏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在叶珍的手中不断地跳动着 一股股荒谷之意流转 彰显着其不平凡 叶珍将灵力注入进荒谷之心中 金色的光芒闪耀 周围异象顿生 一道淡淡的金色屏障 出现在叶珍的身前 哄 粗壮的灵力光柱 直接轰击在了金色屏障之上 金色的涟漪四散 完美地挡住了玲珑这恐怖的一击 但是叶珍的面色 却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玲珑的灵力 简直雄厚到不像话 战斗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单纯地用灵力碾压 玲珑可以肯定 方才那一击 如果打在自己的身上 就算不死 也是重伤的结果 好 玲珑见到自己一击没有奏效 不由得感到非常的愤怒 庞大的身躯 飞速地向着叶珍冲撞而来 叶珍面色微变 重通世界开启 身形宛如鱿鱼一般 快速地穿梭着 在重通世界 放慢数百倍的视线中 玲珑那庞大的身躯 就像是一个笨重的老乌龟 根本碰不到叶珍丝毫 去死吧 玲珑是我的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雷光乍现 雷声大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 叶珍的身后 闪烁着的雷光的拳头 狠狠地轰向叶珍的后脑勺 其面目上满是争鸣 哄 雷声大的拳头 直接轰中了叶珍 面色顿时不由的一喜 什么狗屁天骄圣子 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上 雷声大放声大笑道 是吗 一道冰冷彻骨的声音传来 使得雷声大身形顿时一僵 只见那原本 已经被雷声大 轰碎脑壳的 叶珍身躯闪烁了起来 随后 变成了一堆雷光消散 而叶珍 却已经不知不觉地 出现在了雷声大的身后 万雷神碎影 圣圣子 这是个误会 雷声大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叶珍直接卡住了脖子 强大的力量 使得雷声大 就连呼吸都成了一种奢望 愚蠢 叶珍冷笑道 目光中满是残酷 饶饶命 雷声大祈求道 但是这次叶珍 却丝毫没有放过雷声大的意思 大手一挥 直接将其向灵力丢了过去 吼 玲珑怒吼一声 这个家伙竟然敢向自己丢拉戒 只见玲珑的身躯一扭 一记胸尾 直接甩在了雷声大的身上 雷声大 顿时眼睛暴涂而出 身躯被巨大的力量 轰击得四分五裂 五脏六腑 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最终洒落在地 师兄 一位天雷宗的弟子 见状大呼 心中的悲痛 呼之欲出 目光看向叶珍 迎上的 却是叶珍宛如死神般的目光 雷声大偷袭自己 这些人必然是知道的 而万剑阁的人 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那么 这些人 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哼 叶珍一拳狠狠地轰击在 玲珑的硕大的脑袋上 随后身形猛然拉开 蠢东西 有本事 你来追我呀 叶珍吃笑一声 随后动用墨珠 飞快地顿去 其速度之快 简直令人惊骇 好 玲珑大怒 眼前这个如蚂蚁一般弱小的人类 竟然敢敢打自己高傲的头颅 真是龙省可忍 龙叔不可忍 恐怖的灵力 宛如颈喷般 从玲珑的后部龙眼之中 猛烈喷出 最终推动着玲珑庞大的躯体 向着叶珍追击而去 而从龙眼中喷出的大量灵力 也宛如天降甘露一般 滋润了下方的大地 还能这样 叶珍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目瞪口呆 这玲珑也不算太蠢吗 有点东西 而此时的叶珍 则是拉着玲珑的仇恨 直接向着天雷宗 与万剑阁的方向冲去 不好 快跑 天雷宗与万剑阁的众人健壮 心中顿时大惊 各自想要分散逃离 现在想跑 晚了 叶珍冷笑一声 双拳之上出现了两团黑洞 将想要逃离的众人 牢牢地束缚住 大天造化拳 饶命 见霍与见闭目光 看向叶珍 满是哀求之色 我给过你们机会的 叶珍冷酷到 随后双拳一挥 扯动着众人 向玲珑扔去 玲珑见状 不忧得更加恼怒了 该死的虫子 竟然又向着我丢垃圾 先是一记恐怖的胸尾 将众人抽得筋骨劲断 随后龙眼之中 喷出一股火热的灵力 直接将其打成了渣渣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便彻底地生死到消了 解决掉众人后 玲珑又将目光 调转到了叶珍的身上 随后龙尾一甩 向着叶珍猛然追去 而在此期间 叶珍也没有跑 只是淡默地看着玲珑将众人 给蹂躏至死 甚至还出手捕到了 其中一位幸运的漏网之鱼 见到玲珑 再度朝着自己追来 叶珍也是淡淡一笑 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墨珠之中 流露出大量的墨色 将叶珍的身形完全包裹 随后宛如一尾鱿鱼般 朝着天际边快速地飞驰而去 其速度之快 远超玲珑 玲珑见状顿时有些目瞪口呆 但就这样放叶珍离开 显然也是极不甘心的 于是 玲珑便卯足了劲 龙眼之中 喷射出了比先前更多的灵力 速度也是激增 稳稳地掉在叶珍的身后 这玲珑虽然小脑发育不全 但的确有些本事 叶珍见状有些惊讶 原本叶珍还在担忧 自己速度太快 玲珑可能追不上 但是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毕竟 这已经是墨珠的最慢速度了 若是玲珑追不上 那么 叶珍便只好用肉身勾引了 以叶珍目前的实力 很难战胜这头 灵力雄浑到恐怖的玲珑 不过自己战胜不了 不代表无法将其给宰了 有一处地方 可是充满着可怕的剑气呢 叶珍要做的 就是将玲珑引到最初的石碑那里 依靠那里无比可怕的剑气 将其斩杀 彭来先进的上空 一道墨色 以一种肉眼难辨的速度 快速地飞驰而过 而其身后 则是紧紧地 跟着一条蓝色的玲珑 磅礴的灵力 在玲珑的身后 不断喷涌而出 形成灵力 雨落在地面上 竟然有灵力雨 不愧是彭来先进 地面上 一行几人有些欣喜道 快 师弟师妹 这可是大造化 不得浪费 其中一位看似领头的青年惊喜道 随后便快速地盘坐起来 吸收着灵力雨 其他人见状 也是面露欣喜 纷纷修炼起来 甚至有人用舌头去接这灵力雨 仔细感受 宗主说的果然没错 虽然蓬来仙草 我们染指不了 但是这机缘 可是真不少 领头的青年赞叹道 是啊 但是这灵力雨 虽然精纯的不像话 可怎么有骨子怪味呢 方才用舌头 接灵力雨的青年不解道 师弟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等精纯的灵力 简直闻所未闻 可能出现了 某种奇妙的变化吧 总之不会有坏处便是 领头的青年笑道 有道理 其他人文言纷纷点头 随后不再废话 开始专心的修炼起来 到了 叶珍的虫童微动 看着前方那断裂的山峰 一道道无形的剑气 在其中不断肆虐着 蹂躏着大地 就是不知道 这头蠢龙会不会直接冲进来 叶珍沉吟道 但自己先一头扎了进去 同时 手中出现了一颗赤金色的心脏 荒谷之心 有荒谷之心保护 叶珍可以暂时抵抗这里的恐怖剑气 荒谷之心 在叶珍的手上 有力的跳动着 随着叶珍的灵力注入 一层很薄 但又给人一种 坚不可摧之感的赤金色屏障 出现在叶珍的周身 将叶珍给保护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后 叶珍便停了下来 收起了墨珠 任凭那恐怖至极的剑气 扫在金色的屏障上 应该能维持半炷香 叶珍看着动荡不休的金色屏障 沉吟道 而玲珍此时 也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在那片禁区之前停了下来 为数不多的灵智告诉她 前面很危险 但是奇怪的是 在她看来无比弱小的叶珍 在里面却是安然无恙 这不由得 让玲珍发育不全的小脑 有些死机了 蠢龙 有本事咬我呀 叶珍露出夸张的表情 甚至撅起屁股 冲着玲珍放了一个屁 顺便用灵力精准地 推送到了玲珍的鼻子上 好 毫无疑问 这一番行为 彻底地激怒了玲珍 也不管前方有多危险 直接闷头冲了进去 恐怖的剑气 瞬间横扫在了 玲珍那庞大的身躯上 一道道猙獰恐怖的裂痕 开始遍布玲珍的躯体 大量的灵力 从玲珍的伤口处流泻而出 使得此地眨眼间 变成了一块 极其适合修炼的宝地 好 玲珍痴痛地怒吼一声 同时 硕大的眼中 也闪过了恐惧之意 转头就要离开 既然来了 那么便别走了 叶珍淡笑一声 两团黑洞 出现在了叶珍手上 一股强烈的吸扯力爆发 降低了玲珍逃跑的速度 真特娘的沉 叶珍额头上 轻轻爆起 这玲珍 恐怕至少有两百万斤重了 哪怕以叶珍的力量 也很难拉动 不过 叶珍要做的 就是拖住玲珍便可 此刻玲珍的躯体 已经被剑气切割的千疮百孔 恐怕用不了多久 便会彻底消亡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之后 伴随着玲珍 一声不甘的怒吼 眼中灵质尽消 庞大的身躯 也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终于死了吗 叶珍见状松了一口气 只见此时 叶珍周身的赤金色屏障 已经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裂痕 恐怕再过不久 便要彻底破碎了 若是到时候 玲珍还没有死 那么 叶珍也只好拼尽全力 尝试去击杀了 不过好在的是 现在是最好的结果 叶珍没有继续停留 身形快速地离开了这片 充斥着恐怖剑气的地狱 顺便利用大天造化拳 将玲珍的躯体 全部取了出来 到了如今 叶珍也搞清楚了一件事 那便是几乎所有人 刚刚进入蓬莱仙境的时候 都陷入了那片幻境之中 可以说 他们能离开幻境 是叶珍等人 用命拼来的 若非有着荒谷之心与墨珠 恐怕天云先宗众人 要团灭在此 并且 这座幻境范围之大 已经覆盖了整个蓬莱仙境 布阵之人 当真是恐怖 这些结论 都是叶珍从雷声大的嘴中 得知的消息 推断而出 据雷声大所言 他们一从迷雾幻境中出来 便在那座峡谷之中 难道这里 隐藏着什么命令吗 叶珍的重彤 看向那充斥着 剑气的死亡之地 直觉告诉叶珍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 但是如今 叶珍的修为还不够 重彤的开发 也极其有限 根本看不透 先突破再说 叶珍最终决定到 蓬莱仙境 与外界隔绝 天道很难管到这里 再加上有玲珑这等天地宝物相助 带得踏入百万金极限 迫进入洞天之后 根本不缺灵力吸收 想到就做 叶珍在附近徒手开辟出了一个山洞 随后便开始修炼了起来 伴随着叶珍 逐渐地进入状态 一点金光 开始在叶珍的体表出现 随后越来越多的金光 开始覆盖叶珍体表 直到只差那眉心一点 最后一步 给我突破 叶珍心中低吼一声 体内发出隆隆之声 仿佛在冲击着什么关卡 而在这时 外界 彭来先进上空 大片的乌云滚滚而来 雷声轰鸣 恐怖的雷电 已经粘稠如江叶 不断地轰向那座光雾阴晕的仙山 而当恐怖的红色雷江 轰向仙山之时 总有一道道极其恐怖的剑气 横空出世 将雷电全部迎灭 两者之间的威力 就连准地进强者看了 恐怕都要凝重起来 发 发生什么事了 各方势力的长老 与供奉目光 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此等天威 简直令人感到惊恐 彭来先进是 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难道与彭来先进 提前出事有关 一座宝船之上 白仓鹤 拄着拐杖沉思道 圣子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昆蓬宽阔的背上 原长老一脸担忧地 望着彭来先进 此番动静非同小可 需要尽快禀告宗门 其他各方势力领头人 面目凝重 纷纷动用传音之术 向宗门汇报这边的情况 雷声轰鸣 剑气不断 这般异象 在彭来先进上空 足足持续了有半个时辰 才彻底的消散 而到了此时 众多势力 才各自松了一口气 还好彭来先进没有出事 否则在其中的各大天骄 恐怕一个都活不了 快看啊 那是什么 一道惊骇之雨 惊为而起 惹得众人纷纷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 彭来先进的上方 窝云散去之后 一道若隐若现的道路 出现在了天边 这条道路通体雪白 宛如用羊之雨堆砌而成一般 丝丝屡屡微弱 而又飘渺的气息 引得众人心中奇奇一阵 仙 是仙 这是仙路 有人难掩心中的激动之色爆吼道 目光火热地 看着那条象征着无上大道的仙路 此时的各方势力目光 全部聚集在了 那一条飘渺的仙路之上 更有甚者 已经忍不住飞身而起 企图踏上仙路 但最终的结果是 身躯直接穿过仙路 触摸不到丝毫 仙路仿若存在于另外一片空间一般 仙路投影 难道是圣子 原长老心中震撼道 能够引动仙路投影的 万古之后 唯有叶真一人二 竟然 太荒圣帝 辉煌的大殿之中 玄圣猛地睁开了眼眸 目光看向天边 仿佛可以无视空间与距离 直接看到仙路 刚刚他得到消息 仙路在蓬莱仙境 重现了 看来要亲自走一趟了 玄圣心中 也是难掩激动之情 恐怖的帝威疯狂蔓延 惊动了整个太荒圣帝 圣子啊 圣子 这次你 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 天云仙宗 云爵子收到原长老的消息后 不由地苦笑道 若是叶真引动的仙路的事情 暴露了出去 而天云仙宗 又没有太荒圣帝那般强大 恐怕很难保住叶真 不过倒也未必 仙路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踏上仙路 就意味着永生 没有人能够抵挡永生的诱惑 相信也会有不少势力 选择与天云仙宗结盟 云爵子心中沉思道 告知几位太上长老 本宗要出去一趟 云爵子留下这句话后 便离开了长老殿 与此同时 无论外界的反应如何 在蓬莱仙境中 仍然是一片平静 一处山洞之中 叶真缓缓地睁开了眼眸 身体已经完全被金光覆盖 包括眉心那一点 百万斤 叶真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微笑道 虽然相较于之前 仅仅只是提升了一万斤的力量 但是给叶真的感觉 却仿佛是天与地 那是一种升华 而到了这一步 炼体静的潜力 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 也是时候破镜了 从墨珠中取出了玲珑的躯体 龙玉的灵力 顿时溢满了整座山洞 随后 叶真便开始吸收起了 这玲珑的躯体 三 二 一 突破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一股恐怖的犀利 从叶真的身体之中 散发而出 开始疯狂地吞噬着玲珑的身体 并且 修为也瞬间来到了洞天境 就是这么痛快 并且这还不止 十万斤突破到洞天境 便可直接三洞天 叶真这百万斤 自然要远远超过这个境界 很快 赤金色的门户 在叶真的身后 一扇又一扇地打开 每一扇门户的打开 都代表着一个洞天的开辟 而玲珑的躯体 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转瞬间 庞大的玲珑 已经被叶真消耗了一半 这也让叶真不得不庆幸 还好捕捉到了一条玲珑 庞大的玲珑 也被叶真彻底地消耗完毕 叶真的境界也停止了增长 已经到了饱和的地步 九道赤金色的门户 在叶真身后展开 金光照耀在叶真 略显消瘦的面庞上 显得极为神圣 九洞天 这便是抵达炼体极限的一部分福利吗 叶真感受着自身雄厚的不像化的灵力 心中也是欣喜不已 此次突破 不但自身的修为 直接来到了九洞天之境 同时 叶真还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这九洞天 叶真比起当初一步一步修炼到九洞天的自己 灵力要雄厚的多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单论灵力雄厚程度 叶真已经足以比你一般的神浮镜了 甚至是神浮镜中期 而在练体镜为肉身打下的基础 同样是无比的厚实 就算仅仅只是繁体 也比一般的特殊体质强大得多 到了如今 叶真才算再次没有争议地 站在了所有年轻一辈的山顶 无论是是肉身 修为还是天赋 全都是无可挑剔的第一 传闻在九洞天之上 还有那十洞天 叶真低声自语道 九洞天照理来说 便是洞天境的极限了 只不过 叶真却是知道 九洞天之上 还存在着十洞天 但是以往的叶真 也不过是九洞天 踏入的神浮镜而已 并非是叶真的天赋不够 也不是天道的阻拦 而是当初的叶真 拥有荒谷圣体 修为境界 如同坐火箭 一般迅速 不过就算如此 想要突破到十洞天 也是需要不短的时间 这让习惯了修为 快速精进的叶真 无疑于感到有些烦躁 于是便不顾众人的劝阻 直接以九洞天 突破到了神附近 如今想来 那般行为 还真是幼稚至极 现在重来一次 叶真自然也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 也是时候离开了 叶真起身 冲通之中 显化出了天云先宗 各个弟子的方位 经过这段时间 天云先宗的弟子 基本上已经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并且 让叶真感到欣慰的事 并没有人死亡 叶真身形一动 开始朝着山洞外离去 因为修炼的动静有些大 所以 山洞都已经有些坍塌了 坚硬的泥土 混杂着碎石 堵住了洞口 哄 叶真直接一拳 将洞口重新地开垮了出来 而让叶真有些恶然的事 此时在洞口前 盘踞着大量的灵兽 见到叶真出来 全都用凶狠的眼眸 盯着叶真 是被浓郁的灵气吸引而来吗 叶真见状笑道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好 一头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狮子灵兽 咆哮一声 率先向叶真冲了过来 看其威势 已有五动天左右的实力 找死 叶真眼中凶光一闪 两道紫金神芒蚁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击到了这头灵兽的身上 可以发现 这头灵兽的身体 顿时僵在了原地 随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头灵兽浑身的火焰 竟然莫名的熄灭了 随后身躯直接倒在了地上 没有了动静 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众同一击 可以直接抹灭生机 其他的灵兽 见到这恐怖的一幕 无不心惊胆寒 理智告诉他们 此刻离去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从叶真身上 散发的那股诱人的味道 却又不断冲击着他们的味蕾 一时间 这些灵兽 无不犹豫了起来 咆哮声连连 只要叶真露出一点恐惧的情绪 便会迎来他们最为致命的打击 竟然不跑 真是一群没脑子的畜生 那就全留在这里吧 叶真眼眸冷漠 用手一搓 云雾涌动 一直散发着绝世凶威的饕餐 凭空而生 随着叶真修为的提升 这云兽饕餐的实力 也是有了极大的蜕变 仅仅只是往那里一战 那些灵兽 便全部吓破了胆 这是血脉上的绝对压制 远古四大凶兽之一 果真恐怖如斯 好 饕餐怒吼一声 锯嘴一张 一股恐怖的吞噬力 猛然爆发 那些灵兽 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 便被饕餐轻而易举的给吞噬了 没过多久 原先煽动前密密麻麻的灵兽 便被饕餐全部给吞噬了 恭喜宿主重回巅峰 一道机械般的声音 在叶真的脑海中响起 甚至听其语气 还有点小调皮 谢 系统 叶真有些惊愕 这玩意还会主动来聊天 宿主的眼界小了 本系统不仅会主动聊天 还清楚地知道你的来历 系统的声音 传到了叶真的脑海中 叶真文言 心中不由的移动 难道系统知道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叶真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 强如红尘女帝那般无上的存在 都没有得到这系统的认可 自己又凭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红尘女帝 不可能废掉自身的修为 天赋 以及所有的一切 光是这样也就算了 那个女人 竟然还妄图凭借强大实力 强行掌控本系统 真是系统审可忍 系统书忍不拉 机械般的声音 带着一些怒气 出现在叶真的脑海中 好吧 叶真有些哑口无言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不过 想想也正常 到了红尘女帝那般 不知道高过这世界 多少层次的境界 又怎会甘心从头再来 更何况 从头再来的结果 就一定更好吗 系统 你有伤成吗 叶真回忆前世看过的小说 似乎系统中 都会有伤成这么个东西 尤其是其中的抽奖模式 简直令人上头 没有 本系统想给你的 自然会给 何须伤成这种东西 至于抽奖 信不信本系统 可以让你每次都是黄阶灵术 呃 叶真想了想 似乎真是这样 所谓的抽奖 抽到什么 不都是系统说了算 只不过 叶真怎么感觉 系统有些阴阳怪气呢 好一个阴阳系统 系统 你知道 纤路为何会封闭吗 叶真问道 这个困扰了这个 玄幻世界万古的问题 叶真还是很好奇的 同时 自己也是必然要前往仙界的 这个问题也至关重要 本系统无所不知 叶真闻言 心中一喜 但是本系统不想说 叶真 你的实力太弱了 等你什么时候 有了抗衡准地的实力 本系统自然会告诉你 好吧 叶真闻言 也没有强求 既然系统说 需要抗衡准地的实力 那么现在的自己 就算知道了 也没什么用 顶多忍耐一下好奇心 系统 你若想我快速抵达准地 有什么福利 就赶紧拿出来吧 别藏着掖着了 叶真搓了搓手道 正好顺坡下驴 本系统的福利多着呢 但只有一个要求 等你以后强大了 给我把那个女人压在身下 狠狠地蹂躏 本系统要观战 面对系统这惊人之语 叶真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比较好 红尘女帝的实力 可是超过了这个世界 不知道多少层次 叶真可以肯定 若是这个想法 被红尘女帝知道了 那么恐怕这个世界 都要跟着叶真倒霉 不过好在的是 系统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那便是叶真的实力 要超过红尘女帝 等到那个时候 已经不知道 是猴年马月了 不过 想想系统说的话 叶真还是忍不住 有些怦然心动的 毕竟红尘女帝 那般气质与仙姿 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女子 可以比拟的 系统 打开属性面板 叶真甩了甩了脑袋 不去想 这些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到只有叶真 可以看到蓝色面板 出现在了叶真的面前 姓名 叶真穿越者 身份 天云先宗圣子 宗主继承人 修为 九洞天 体质 繁体 功法神通 天云地精 大天造化拳 星云灭神掌 万雷碎神影 天赋 满极悟性 仲通 至尊谷又长谷 叶真看着属性面板 顿时感觉顺眼了许多 先前那炼体精的修为 实在是有些碍眼 该离开了 叶真收起属性面板 低声自语道 叶真发现 芸汐瑶等人 已经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了 想必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的事 想到这里 叶真没有犹豫 直接便动用了墨珠 打算快速抵达芸汐瑶等人 所在的地方 而就在叶真身形 已经在半空中时 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重彤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看向那充斥着恐怖剑气的禁区 修为大掌的叶真 对于重彤的能力 也更深入地挖掘了一些 此时那片区域中恐怖的剑气 再也阻挡不住叶真重彤的窥看 重彤透过了那绵延不绝的剑气 面前的区域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仿佛是一处古战场 充斥着血与火 无数的断裂的神兵 经过岁月的腐朽 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只能静静横沉在此 竟然是一处戒中剑 叶真眸中 显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随后仔细地观察起了这座戒中剑 一座血红的山峰之上 无数腐朽的断剑 横七竖八地 插在山峰的各处 虽然这些断剑 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威 但从其身上残留的气息看 依旧可以想象得到 这些断剑生前是何等的强大 而在山峰的顶端 有一柄表面斑驳不堪 充满了岁月痕迹的血红长剑 插在旗上 一股极端恐怖的杀戮之气弥散 让哪怕隔着一届的叶真 心中都莫名地 涌起一股疯狂杀戮的冲动 朱仙剑 原来朱仙剑竟然藏在这里 叶真微微有些激动 朱仙剑乃是上古四大凶剑之一 若是论品阶的话 绝对远超毁灭及神域之宝 而若是上古四大凶剑 再结合上诸仙剑图 形成诸仙剑阵 就算是仙人也得跪下 当然 前提是你可以完全发挥出 诸仙剑阵的威力 只要取了这诸仙剑 系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叶真心中沉吟道 考虑着 要不要现在就取了这诸仙剑 但是经过思考一番后 叶真最终还是放弃了 经过众同的观察 诸仙剑的契机 似乎与整个蓬莱仙剑相连接 若是此时拔出诸仙剑 或许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变化 蓬莱仙草还没有找到 并且 芸汐瑶等人 还在蓬莱仙剑之中 还是等最后来取诸仙剑比较好 想到这里 叶真没有犹豫 一咬牙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 宿主这都忍得住 倒是让本系统高看你一眼 赶路之中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再度响起 系统 我若是现在拔出来诸仙剑 会发生什么情况 叶真问道 很简单 蓬莱仙剑 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没有了诸仙剑 将其定住 会直接飞往仙剑 系统这次倒是很大方 没有进行隐瞒 飞往仙剑 叶真心中一动 随后道 那岂不是 我们也就一同到了仙剑 若是真这样 叶真现在 就回头把诸仙剑拔了 理论上没错 如果尸体也算的话 系统有些细血的声音传来 怎么说 叶真有些恶然 有些不明所以 没有经过先路重塑的肉体繁胎 进入仙剑 只有死路一条 仙力不认可 系统给出了回答 原来如此 叶真恍然 看来不去贸然地 取出仙剑是对的 否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不定还乐呵地以为 可以搭一手顺风倒 去往仙剑得永生 还是先尽快 与细腰会合吧 叶真心中彻底下定了主意 速度也越来越快 哈哈 云圣女 这份机缘 不是你们天云仙宗可以染指的 我奉劝你们 最好就此离开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要知道 太荒圣地给出的条件 可是很诱人的 郁郁葱葱的古森林中 一位身材瘦小的青年威胁道 这刘云仙王术 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无耻 云熙摇气的小胸扑乱颤 面色恼怒道 其他的天云仙宗弟子 也是各个面露愤怒之色 恨不得将眼前的青年抽筋拔骨 但是对面的青年 名叫乱伦 乃是乱天仙宗的圣子 一身实力不可小觑 再加上联合了几股一流势力 无论是在人数上 还是实力上 都比天云仙宗这边要强得多 若非忌惮于云爵子那紫荆地做的实力 不想得罪天云仙宗 恐怕乱伦早就出手镇压云熙摇了 根本不会像现在这边威胁 云圣女 这修行界一向是以实力为尊 没有先来后道之说 你这话 未免太幼稚了一些 乱伦不屑道 随后 一对鼠目散发着邪光 看向了云熙摇曼妙的躯体 不过 若是云圣女 愿意付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代价的话 在下倒是可以分云圣女一杯羹 乱伦笑眯眯道 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无耻之徒 云熙摇感受到云伦的目光 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寒 心中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打算撤退 毕竟天云仙宗 此次最为重要的任务 还是蓬埃仙草 不能再次折损了人手 乱伦似乎是 看出了云熙摇的退意 眼中光芒一闪 最终欲望战胜了理智 我反悔了 云圣女 今日你走不了 乱伦眼中邪光一闪 身形宛如闪电般 冲向了云熙摇 多给我上 今日天云仙宗的人一个 都别想走 乱伦大喝一声 随后目光死死地盯着云熙摇 满是贪婪之色 乱伦 你找死 云熙摇见到乱伦 那让自己极为不舒服的目光 心中便一阵无名火起 云雾涌动 神兽朱雀 从赤红色的火焰中诞生 卷起滔天烈焰 朝着乱伦席卷去 竟然是神兽朱雀 天云帝精明不虚传 乱伦赞叹一声 但是面色却是波澜不惊 身后八道洞天展开 一股强烈的扭曲波动 散发而出 只见乱伦双手一合 原本朝着其席卷而来的朱雀神言 竟然诡异地挪动了一下 刚好蹭着乱伦的身躯划过 天云帝精的确很强 但是我乱天仙宗的乱天神典也不差 乱伦黑黑笑道 乱天神典具有扭曲混乱的力量 凭借这一特性 乱伦可以规避大部分攻击 极为的难缠 哼 云熙遥冷哼一声 云雾再次涌动 一道尖笑声响起 深红的火焰中诞生出了一只 充满着高贵气息的大鸟 万鸟之王 凤凰 雀 云熙遥娇和一声 凤凰与朱雀齐齐一动 深红与赤红纠缠 形成了一道可怕的火焰龙卷 朝着乱伦席卷而至 光轮之上符文密布 其内充斥着纷乱逆转般的奇特力量 乱天神轮 乱伦大喝一声 光轮旋转不休 直接迎上了那恐怖的火龙卷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那火龙卷如何猛烈爆发 在光轮混乱的特性之下 其威力都被分散到了四面八方 云圣女 今日 你必是我的囊中之物 乱伦迎笑道 身形猛然一动 快速地朝着云熙遥接近 两只手掌 更是极为不老实地抓向云熙遥 不断起伏的大白兔 云熙遥面色顿时一惊 但随后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灵动的眼眸之中 又闪过了一丝惊喜之色 叶真哥哥 云熙遥低声嘻难道 不好 乱伦忽然感到身体意冷 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涌上心头 就仿佛死神在自己身后 正在挥舞着镰刀一般 原本前冲的身体猛然止住 硬生生地停在了原地 哄 恐怖地爆炸在乱伦的身前绽放 仅仅只是爆炸的余波 便将乱伦轰飞了出去 并且还受了一些轻伤 什么人胆敢多管闲事 乱伦眼神一冷 无比愤怒地看着前方 爆炸的硝烟中 一道略显消瘦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圣子 天云仙宗众人健壮 顿时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惊呼起来 他们坚信 有圣子在 区区一个乱天仙宗 又算得了什么 叶真哥哥 云熙遥欢喜地雀悦一声 直接扑到了叶真的怀里 叶真摸了摸云熙遥 略显凌乱的秀法 惭愧道 丫头 受委屈了 云熙遥文言 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虽然有云爵子超强实力的震慑 但是暗中对天云仙宗出手的人 还是不守 毕竟太荒圣地给出的条件 实在是太过于丰厚了 天知道这段时间 在没有叶真这个主心骨率领的时候 云熙遥为了躲避 那各个超级势力 到底付出了怎么的心血 若非这刘云仙王术 对于云熙遥来说 太过的重要了 云熙遥也必然会选择直接退让 但好在的是 现在叶真回来了 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乱伦看着前方的叶真 心中也是微微有些惊惧 毕竟当初叶真的名头 实在是太盛了 如今虽然暂时跌落神坛 乱伦也不认为 就是什么软柿子 想到这里 乱伦已经萌生了退役 刘云仙王术虽然珍贵 但是在这里 与叶真拼个你死我活 也不值当 快走 乱伦低声喝了一声 随后便想要快速地离开 我让你们走了吗 叶真冰冷的声音传来 使得乱伦的身形顿时一将 恐怖的气息传来 使得乱伦心胆剧烈 强大 很强大 非常强大 仅仅只是一瞬间 乱伦便知晓 现在的叶真 绝对不是自己可以抵挡的 纷乱的灵力涌动 身形宛如陀螺一般 快速地朝着天际飞去 哼 叶真冷哼一声 冲通之中 闪过淡淡的紫光 两道紫金神芒 直接朝着乱伦奔袭而去 乱伦顿时感到身体一冷 巨大的危机感袭来 使得浑身的汗毛 都是竖了起来 乱天神轮 乱伦爆吼一声 纷乱的光轮再次浮现 企图抵挡叶真这恐怖的一击 但让乱伦感到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紫金神芒 竟然直接横穿过了自己的乱天神轮 那纷乱扭曲的力量 竟然丝毫不起作用 不可能 乱伦见状 心中骇然 但身体已经来不及躲避 两道紫金神芒 精准地落在了乱伦的身体之上 碰 乱伦的身体 直接从半空中掉落 目光瞪得大大的 但身上的气息 已经全无 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一击之力 便直接斩杀了一位先宗天骄 这便是叶真如今的实力 圣 圣子 乱天先宗的那些弟子 见到这一幕 各个惊恐失色 自家的圣子 就这么简单的死了 那些与乱天先宗联合的 一流势力见状 更是心中惊骇欲绝 只能在心中祈求 叶真不会大开杀戒 这般恐怖的实力 简直让人连逃跑的欲望都没有 但很显然 他们的这个想法 是极为幼稚的 杀 叶真冰冷地吐出了一个字眼 双拳之中 各自出现了一团黑洞 黑洞绽放 将乱天先宗 以及那些一流势力的人 全部吸附在了一起 恐怖的绞杀之力发动 那些人连惨叫声 都没有发出来 便瞬间被绞碎了 成了肉末 这极为恐怖的一幕 让天云先宗许多人 都忍不住干呕了起来 叶真哥哥 芸汐瑶见到如此一幕 也是有些恶心 躲在了叶真的身后 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 叶真忽然问道 目光紧紧地盯着芸汐 叶真哥哥做得没错 芸汐瑶坚定道 叶真文言松了一口气 心太软 在这残酷的玄幻世界 是生存不下来的 还好芸汐瑶 并非是那种圣母 太好了 终于可以去摘流云先王果了 芸汐瑶似乎想起了什么 开心道 竟然是流云先王果 原来如此 叶真恍然大悟 怪不得芸汐瑶会在这里 停留这么长时间 这流云先王果 乃是流云先王术所见 传闻上千年 才会结伤那么一枚 十分的稀有珍贵 流云先王果 只有一个作用 那便是可以让拥有 特殊体制的人 更深一步地挖掘 自身体制的力量 甚至有一定的几率 增强自身的特殊体制 芸汐瑶有天云先体 若是可以得到一枚流云先王果 那么对于实力的提升是极大的 只不过 这流云先王果 对于繁体 却是没有一丁点的作用 因此其虽然珍贵稀有 但是通用性不强 并且随着修为的提升 特殊体制的力量 总会挖掘出来的 所谓的 无非便是那一点点小到 忽略不计的 增强体制的概率而已 不过流云先王术 是一种比较奇特的植物生灵 再加上蓬莱仙境 有如此浓郁的灵力 恐怕自身实力不低 就是不知道 流云先王术 接了几枚流云先王果 若是数量少的话 叶珍还是有把握 将其镇压的 西遥 那流云先王术 接了几枚流云先王果 叶珍问道 云西遥 文言仔细想了想 随后道 九枚 叶珍 九枚流云先王果 那么说明 这棵流云先王术 至少有九千年了 九千年的时间 也不知道 这棵流云先王术的实力 达到了一个什么层次 不过好在的是 植物生灵的修为提升 都比较缓慢 就算是九千年 最高也不到园英镜 还在叶珍的应付范围之内 要不算了吧 云西遥有些咬牙道 刚刚发现流云先王术的时候 云西遥尝试与其交过手 最终的结果 自然惨败而归 甚至屁股上 还挨了那棵树一鞭子 叶珍看着乖巧的云西遥 心中不由得一阵好笑 放心 今天那棵树 怎么也要交出一枚流云先王果 叶珍大笑道 随后重彤之中 散发出淡淡的紫光 找到了流云先王术的位置后 便当先一步前往 其他的天云先宗健壮 自然也是全都跟上 他们相信 有叶珍在 对付区区一棵树 绝对没有问题 不知不觉间 叶珍在天云先宗弟子的心中 已经成为了信仰 叶珍等人的速度很快 周围的环境快速地变化着 明显可以看出 附近的树木变得更加密集了 并且估计年份也不低 这是一片古森林 叶珍等人 踩在满是落叶的地面上 发出沙沙的声音 倒也不怕惊醒流云先王术 很快 叶珍便看到了一棵树干极其粗壮 树荫遮天蔽日的古老大树 葱绿的叶子遮盖下 依稀可以看到 久眉闪烁着淡淡光泽的异果 一鼓异香传来 使得一旁的云溪摇 微微有些悸动 那是来自天云先体的渴望 又是你这个女娃娃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面前的这棵流云先王树 竟然说话了 附近的树藤全部动了起来 看起来很是不善 老树 你就给我一个流云先王果又怎么样 又不是要了你的命 芸汐瑶不满道 女娃娃说得轻巧 你当我结这么九个果实容易吗 苍老的声音流露着不满 结九个肯定不容易 但是我就要一个不过分吧 芸汐瑶笑道 灵牙利嘴的女娃娃 速速滚开 否则别怪老夫不客气 伴随着苍老的话音落下 附近的树藤顿时躁动了起来 随后其中一条树藤 直接朝着芸汐瑶的屁股上抽了过来 叶珍见状顿时脸色一黑 好特么一颗流氓朔 叶珍上前一步 直接用肉掌接住了这根不安分的树藤 好歹也是活了近万年的老树了 竟然也搞咸猪藤这套 叶珍冷哼道 无论那树藤怎么挣扎 在叶珍的手中也动弹不得 好大的力量 小娃娃 你也想要老夫的果实吗 老夫看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苍老的声音有些惊讶道 宝物不嫌多 我就是想要 拿出去卖钱也行啊 叶珍淡笑道 刚才的一番试探 叶珍已经可以肯定 这流云仙王术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说话自然也不需要客气了 小子 你找死 苍老的声音显得有些愉怒 附近的树藤全部都舞动了起来 向着叶珍狠狠地抽去 而且竟然全都对准了叶珍的命根子 老家伙 你真阴损啊 今天不把你的果实全部耗掉 我就不信叶 叶珍也是怒了 身后九道洞天展开 一股异常雄魂的灵力猛然爆发 叶珍哥哥 好雄厚的灵力 芸汐瑶感受着这股不同寻常的灵力 心中也是惊讶万分 这灵力雄厚程度 恐怕有神府尽忠期了吧 简直不可思议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叶珍什么时候有九洞天的修为了 不过对此 芸汐瑶最终也只能以一句 不愧是叶珍哥哥来解释 而此刻 叶珍的重铜之中 散发着淡淡紫光 重铜世界开启 那飞舞的树藤 在叶珍的眼中 顿时放慢了数百倍 只见叶珍宛如一只穿花蝴蝶一般 轻巧地躲过了诸多树藤 随后轻而易举地 便来到了流云仙王树的树枝之上 很快 叶珍便找到了其中一枚流云仙王果 没有任何犹豫 伸手就摘 但是让叶珍感到惊讶的是 凭借自己的力量 竟然没有摘下来 呵呵 小子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拿不到我的果实 苍老的声音 带着一丝嘲弄的响起 哦 叶珍笑了笑 随后用手一搓 金乌 朱雀 凤凰从烈焰之中诞生 一时间 整片天地的温度 似乎都上升了 三只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火系神兽 长笑一声 其声势之浩大 惹得众人震惊不已 叶珍哥哥的天云地精 恐怕早就到了圆满的境界了 芸汐摇看着叶珍 眼中闪过一丝向往 以他现在对天云地精的理解 还做不到同时召唤三大火系神兽 叶珍望着明显有些悸动的流云仙王树 咧嘴一笑 既然这样 那就先把你这棵流氓树给宰了吧 叶珍的重彤中 闪过一丝冰冷神光 三只火系神兽在空中盘旋丝鸣 恐怖的火焰宛如天灾般 向着流云仙王树倾泻而至 熊熊 整棵流云仙王树 顿时剧烈地燃烧了起来 恐怖的火焰散发着高温 扩散到了整棵流云仙王树 使得那苍老的声音也忍不住惊叫连连 小子 你干什么 你想要毁掉整片森林不成 苍老的声音带着惊怒之意 那无数燃烧着火焰的树藤 更是胡乱地挥舞起来 企图将叶珍赶下去 凭借着重铜的能力 叶珍不断闪躲着树藤的鞭打 随后冷笑道 与我何干 若是你老实将流云仙王果交出来 也不用走到这一步 亦或者 你有实力战胜我 阻止这一切 而你都不能 叶珍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弱肉强食 便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生存准则 哼 小子 你以为老夫就这点本事吗 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整棵流云仙王树 忽然爆发出翠绿的光芒 每一片叶子上 都有着淡淡的生机流露 在翠绿光芒的轻浮下 那由三大神兽全力释放的火焰 竟然在熄灭 好旺盛的生机 不过 怎么会有一丝死气 叶珍看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死气 就仿佛大线将至一般 但是 一般这种植物生灵的寿命 是无比漫长的 漫长到几乎看不到寿命的尽头 流云仙王树 作为植物生灵中的佼佼者 更应该如此才对 而就在叶珍思索之间 那无数的树藤 又开始对着叶珍挥舞了过来 这一次 那树藤上包裹了一层淡淡的绿色 速度也是快了许多 并且 叶珍感到自身的速度 仿佛也受到了某种限制 比之前要慢上许多 有意思 不过还不够 叶珍淡笑一声 身形依旧很轻松地 躲过了树藤的抽击 叶珍自身的速度 虽然慢了一些 但是重同世界下的树藤 更加的慢 该送你这棵流氓树下地狱了 叶珍的右手之上 忽然符纹遍布 九道圆环浮现 一股岁月的味道 悄然浮现 既然已经用重同探知到了 这棵流云仙王树 大现将至 叶珍自然也是毫不犹豫地 动用了自己的至尊骨 这 这是岁月的力量 怎么可能 苍老的声音中满是骇然 对于叶珍掌握了岁月的力量 显然是有些不敢置信的 但是 叶珍可不会手下留情 九道圆环 套在了流云仙王树 粗壮的树杆之上 岁月的力量发动 可以发现 流云仙王树自身的生机 在快速地下降 那原本若有若无的死气 也陡然间变得浓重起来 小友等等 你莫不是 那引动了仙鹿之人 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 叶珍文言心中一动 但是神色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小友 老夫愿意将酒莓果实 全部赠予你 甚至这条残命也可 只希望小友可以带我的孩子离开 流云仙王树 没有再做反抗 树藤垂落在地面上 任凭叶珍处置 叶珍文言眉头微皱 不知道这流云仙王树 卖的什么关子 随后叶珍惊恶地发现 流云仙王树 那粗大的树干中央 竟然裂开了 翠绿的光芒从其中流转 一棵迷你版的流云仙王树 静静地躺在其中 而流云仙王树上的 酒莓流云仙王果 也是缓缓地脱落 最终漂浮在了叶珍的眼前 见到这一幕 叶珍才终于收手 九道圆环消散 岁月的力量戛然而止 多谢小友饶命 苍老的声音响起 只不过这一次听起来 却仿佛有些中气不足 你什么意思啊 叶珍先用墨珠 收起了九枚流云仙王果 随后来到云熙瑶身边后问道 老夫已经困在这里数万年了 自知绝无可能踏足仙剑 只希望小友可以将我的孩子 送上仙剑 任祖归宗 苍老的声音带着一丝亢奋道 任祖归宗 叶珍文言沉思了起来 看来系统说的没错 这蓬莱仙境本就属于仙剑 只不过如今被朱仙剑给震住了 想到这里 叶珍眼中露出一丝好笑的神色 朱仙剑自己肯定是要取的 而取了朱仙剑之后 蓬莱仙境失去了县之后 也会抵达仙剑 可以说 这流云仙王术是多此一举 我为什么要帮你 心中虽然这么想 但叶珍还是问道 我的孩子 可以聚拢天地灵气 所在的任何一处 都可成为你们人类的修炼宝地 流云仙王术 抛出了诱饵 叶珍文言心中一动 若是如此的话 将这流云仙王术幼苗 再到天云仙宗之中 岂不是对宗门弟子的修炼 有很大的好处 这一点倒是不错 小友 只要你带着我的孩子 进入了仙剑 我流云仙一族 定会万分报答 见到叶珍 似乎是有些犹豫 流云仙王术 顿时急了起来 好吧 我答应你 叶珍最后到 心中简直快乐开了花 这波不亏 虽然不知道 这流云仙一族 在仙剑的地位 但是 光凭这巨拢灵气 便值得叶珍将其带走了 就是不知道 若是到时候 流云仙王术 发现自己 莫名来到了仙剑 会做何反应 与叶珍等人不同 流云仙王术 是蓬莱仙境的本土生灵 体内含有一丝仙性 到了仙剑 也不会被仙力反噬 不像人族 还需要走仙路 退去繁区 感谢小友 流云仙王术感激到 那树干中的小树苗 缓缓地朝着 叶珍飞了过来 一股浓郁的生机 扑面而来 让叶珍忍不住咬了一口 真苦 叶珍扎了扎嘴 小友 我的孩子还很脆弱 莫要如此啊 流云仙王术 顿时慌了 一时间 甚至有些后悔了 开个玩笑 叶珍笑道 直接将流云仙王术幼苗 收到了墨珠之中 那就一切拜托小友了 流云仙王术 恋恋不舍道 随后树干合拢 身上的气息 也是变得微弱了起来 仿佛陷入了 某种沉眠之中 看来这流云仙王术 是为了孕育幼崽 才会导致寿命骤 叶珍看着 仿佛变成一棵 普通树木的流云仙王术 沉吟道 忽然 叶珍的虫童一动 随后 嘴角微微翘起 终于找到了吗 蓬莱仙草 叶珍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芸汐瑶见到叶珍 逐渐变态的笑容 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有人为我们找到 蓬莱仙草了 叶珍笑道 真大 芸汐瑶闻言 顿时欢呼了起来 蓬莱仙草 对于如今的 天云仙宗来说 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一些 几位太上长老的寿命 恐怕都已不足百年 若是在这期间 天云仙宗 依旧只有云爵子一人 是准地的话 就算是紫荆地作 也很难主持大局 毕竟 一个人再强 那也仅仅只是一个人 一旦云爵子有朝一日 暂时离开了宗门 极有可能会遭到 其他敌对宗门的趁势袭击 当然是真的 还能骗你不成 叶珍笑道 摸了摸云西瑶的秀法 随后从墨珠中 取出了一枚刘云仙王骨 西瑶 让他吃下吧 叶珍笑道 虽然叶珍自信 一个人也足以应付一切 但是云西瑶的实力强大一些 至少可以自保 也不用叶珍分心 更何况 虽然云西瑶 平时看起来很柔弱 但是骨子里也是很要强的 多谢叶珍哥哥 云西瑶甜甜地笑道 也没有矫情 直接接过了刘云仙王骨 随后小口张开 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并且还时不时地偷看叶珍一眼 这种蜗牛般的吃法 看着叶珍既有些难受 又有些好笑 西瑶啊 在我面前 就不用装什么淑女了 你平常吃东西 可不是这个样子 叶珍笑道 因为众同的缘故 所以在云仙峰 无论云西瑶做什么 叶珍只要想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云西瑶闻言 俏丽的脸颊顿时一红 随后背过叶珍 直接一口炫完 此番行为 甚至让不少天云仙宗的其他弟子 忍不住笑了出来 但是 见到云西瑶伶俐的眼神之后 都实相地闭上了嘴巴 在吃掉流云仙王果之后 云西瑶的身上 顿时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 一道洁白的光芒 包裹住了云西瑶的全身 淡淡地一箱传来 让人闻起来无比的舒适 在叶珍重同的观察下 此时 云西瑶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 都竖张开了 能量顺着经脉不断游走 开发着体内最深处的力量 忽然 云西瑶的美眸一立 云雾涌动 赤红色的烈焰爆发 神兽朱雀诞生 这还没完 两声长啸 也是同一时间响起 深红色与金色烈焰爆发 凤凰与金屋 卷起滔天烈焰 在空中翱翔 一时间 整片天地的温度 都在骤然上升 并且 让叶珍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三种火焰 竟然在融合 虽然融合的并不彻底 但是 威力相比之前单一的一种火焰 要强得多了 这恐怕 便是天云仙体的作用了吧 若是有招一日三种 这世间最为强大的火焰 完全融合 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叶珍无法想象 但想必绝对是 焚山珠海级别的 我成功了 可惜体质没有进化 云西瑶仙是非常的惊喜 随后有些遗憾到 虽然这枚流云仙王果 让她挖掘出了 更多天云仙体的力量 但是体质 却没有出现进化的趋势 不要担心 我这里还有八枚流云仙王果 亮大广宝 叶珍笑道 反正这流云仙王果 留在叶珍这里 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都给云西瑶用吗 说不准 可以碰上那小到可怜的几率 成功进化天云仙体 云西瑶文言 顿时甜甜地笑了起来 没想到 叶珍竟然愿意 将所有的流云仙王果都给自己 要知道 这流云仙王果 虽然对叶珍没什么用 但是也可以用其换取一些 极为珍贵的宝物 只不过 现如今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有等离开蓬莱仙境之后 再迟也不迟 叶珍对着云西瑶笑道 全听叶珍咯咯的 云西瑶自然没有疑问 叶珍点了点头 随后取出了墨珠 距离有点远 我带你们走 不要反抗 叶珍对着众人道 众人文言点点头 随后全都放开身心 被叶珍收到了墨珠之中 再将众人安置在墨珠内的一个独立小区域 叶珍便动用墨珠 快速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 一口瀑布之前 看来这次蓬莱仙草 几乎都在这里了 倒是难得 月流苏运转某种心法 检测到了这瀑布之后 有蓬莱仙草的波动 并且极为浓郁 蓬莱仙草每次出现的地方 并不固定 所以 每次蓬莱仙境开启 各势力的人都要费劲地寻找 只有太荒盛地 研究出来一道心法 可以隐约地感应到 蓬莱仙草的大致位置 跟着月神女 果然没错 月流苏的身后 站着十几位气息强大的青年 他们都是各个超级势力的天骄 而此时聚集在瀑布下的人数 粗略看去 更是不下百人 几乎进入蓬莱仙境的所有超级势力 都在这里了 月神女自然不会有错 只是月神女真的 不要这蓬莱仙草吗 有人问到 几日之前 月流苏找到了他们 答应可以为其找到蓬莱仙草 并且全部给予他们 当然 条件 是与太荒圣地 一起围猎叶真 我说过的话 自然算数 只不过 你们也要信守承诺 我太荒圣地的作风 你们是知道的 月流苏琉璃般的眸子 看向这十几人 还有一些威胁之意 众人文言面面相去 心中斟酌了一番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天云先宗出了一位云爵子 这位顶尖强者 但是他们这么多超级势力 联合讨伐 还怕他不成 月神女放心 只要那叶真赶来 我必斩之 一位手持大刀的魁梧青年孝道 他是天刀圣地的圣子 拥有霸皇之体 一身刀法 更是已经出神入化 麻烦了 月流苏点了点头 冲其微微一笑 刹那间 所有人都待住了 被月流苏这绝世 先言所倾倒 只差乱天仙宗没来了 月流苏的眼底 闪过一丝寒意 最开始 乱天仙宗的圣子 已经答应了他 一起对付叶真 此时竟然违约 这让月流苏 彻底记恨上了 哦 竟然都在这里 那正好不用麻烦了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惹得在场众人顿时一惊 只见一道浓郁的墨色 划过天际 最终停留在了瀑布之上 那是一道略显消瘦的身影 俊逸的面庞之上 满是冷漠之色 叶真 人群中有人大呼 所有人立刻警惕了起来 叶真的重彤 注视着在场的所有人 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神光 这月流苏 还真是有一些手段 竟然聚集了 几乎所有超级势力的天骄 叶真在其中 甚至还看到了紫药 月流苏此刻也看着叶真 琉璃般的眸子中 以往那个 压塌了万古的绝世天骄 叶真 你来得正好 速速受死 天刀圣地的圣子霸玄 见到叶真 直接上前一步 身后九道门户展开 恐怖的力量宛如风暴般 在体内聚集 霸皇之体 乃是一种丝毫不逊色于 不朽战亡体的恐怖体质 虽然比不上荒谷圣体 这等至尊体质 但也不差了 传闻霸皇之体 乃是天生的战士 越战越勇 身上的伤势越重 力量也就越强 兵死之时 更是可以短暂地 媲美一些至尊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就算是荒天极 拥有了荒谷圣体 也不敢说 可以战胜霸玄 毕竟他的荒谷圣体 并不完美 月神女 区区一只丧家之犬 交给我一人便可 霸玄大笑道 身上的肌肉鼓动 嘴角微微翘起 抛出一个自以为 很有魅力的眼神 那就麻烦霸大哥了 霸大哥的霸皇之体 刘苏也是很想见识一下 月流苏温柔一笑 让这蠢货 去试一试 叶珍的底细也好 月流苏心中暗道 小意思 霸玄的目光 扫过月流苏曼妙的躯体 随后目光凶狠地盯着叶珍 去死吧 霸玄抱吼一声 身形宛如惊雷一般 朝着叶珍猛冲而去 手上的大刀 高高地举过头顶 恐怖的刀势凝聚 朝着叶珍狠狠地劈去 一时间 叶珍附近的地面 都有些塌陷 霸疯子的实力 又强了呀 有人见到 这一幕赞叹道 在修行界 霸玄一般都被称为疯子 因为其宜 但战斗起来 就宛如蜂魔一般 不死不休 这一点和不朽战王体 有些类似 所以很少 有人愿意招惹这样的人 紫耀 听说你与叶珍交过手 你觉得霸疯子可以赢吗 有人问道 其他人文言 也是朝着紫耀看了过来 感到很是好奇 紫耀沉默了一会 随后道 如同蝼蚁 什么 紫耀低声道 这一次 众人都听清楚了 但是都显得不以为然 霸玄的实力 就算是在他们这些人中 都算得上是顶尖了 就算会输 又岂会输得太难看 呵呵 我看你是被叶珍吓破了胆 有人讥讽道 对于紫耀 不由的低看了一眼 这个最近刚刚冒出来的天才 还是太年轻了 挡住了 而在此时 有人惊呼道 只见霸玄这无比强横霸道的一刀 竟然被叶珍用两根手指轻松接住 任凭霸玄如何用力 都挣脱不了 怎么可能 霸玄不敢置信 恐怖的刀势爆发 企图震碎叶珍的手掌 但是让霸玄感到惊骇的是 叶珍的手中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死死地压制着 他手中的这柄玄铁中刀 那想要爆发的刀势 更是被死死地压制了回去 有一种使道临头 但却大门不开的感觉 就这点本事 叶珍冷漠道 重通之中 突然爆发出两道自己神盲 正中霸玄面门 霸玄的目光顿时一将 身躯宛如一滩烂泥般 朝着瀑布下坠落 身上的生机也在骤减 宛如被死神挥舞了镰刀 这 这就结束了 众人见到这一幕 心中心中大海 堂堂天刀圣地的圣子 霸皇之体的拥有者 霸玄 就这么简单的死了 不对 霸玄还没死 有人眼间 注意到了霸玄身上的气息 忽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 宛如开闸的洪水 其身躯更是诡异的燃烧了起来 一股令人震惊的气息 从霸玄的身躯之中 弥散而出 叶珍 你不要太嚣张了 霸玄仰天怒吼 提起玄铁重刀 再度冲着叶珍劈砍而下 恐怖的刀势凝聚 令整个大地都为之颤动 一刀斩去 叶珍脚下的大地顿时开裂 仅仅只是刀落的气径 便有如此威力 这一刀 恐怕足以展开一座小山 威力是之前足足的三倍 燃烧了霸皇之体吗 真是个疯子 叶珍的虽然无惧 但是却对霸玄有了一些欣赏 这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只可惜 站在了自己的队里面 久到如同大日般的洞天 在叶珍身后展开 雄浑的灵力垂落 覆盖在叶珍的手掌之上 使得叶珍的手掌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哄 无比恐怖的一刀落下 重重地展在了叶珍的手掌之上 叶珍脚下的大地彻底塌陷 身形急速下坠 但依旧稳稳地接住了霸玄这一刀 不错的力量 叶珍淡笑道 在霸玄惊骇的目光中 叶珍携带恐怖灵力的一脚 重重地轰在了霸玄的小腹上 以叶珍强横的肉体外 加上雄厚的不像化的灵力 这一脚 直接让霸玄晕厥了过去 并且 叶珍还趁机抓住了霸玄的手腕 不让其身体飞离 哄 哄 哄 叶珍丝毫没有手软 恐怖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地倾泻在霸玄的身上 直到霸玄彻底没了气息才停手 而到了这个时候 霸玄的身体几乎已经成了一堆烂泥 骨头已经被叶珍完全打碎了 太残暴了 这是众人对叶珍的第一反应 叶珍将霸玄的尸体随意地丢在一旁 随后目光淡淡地看向有些惊惧的众人 我给你们一个选择机会 现在退出 我可以饶其一命 你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一分钟 伴随着叶珍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叶珍的实力 他们已经看到了 强大如霸玄 也被轻松斩杀 在场的没有几个人 自信有超越霸玄的实力 想到这里 已经有很多人动摇了 诸位道友 叶珍虽强 但是也绝无可能战胜我们所有人 谁若是可以 助我斩掉叶珍 不但先前的约定有效 并且还会得到我圣地的一份人情 反之 违约者 我圣地也不会放过他 叶流苏见到有些动摇的众人 出声道 叶珍的实力 已经让月流苏感到了害怕 不 准确地说是恐惧 那个曾经压得万古天骄 抬不起头来的叶珍 似乎又回来了 这也让月流苏无比地后悔 早知如此 当初自己又何必会退婚 又怎么会屈身于荒天节 想到这里 月流苏的耳边 不由得再次回荡起 当初叶珍的那番话 你 不后悔 事到如今 自己后悔了吗 若是可以杀了叶珍 或许不会 若是不能 月神女说得对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不成 森罗神殿的圣子罗空站了出来 力挺月流苏 多谢罗圣子 月流苏舞媚一笑 竟显万种风情 月神女放心 有我们在 绝对将这只丧家之权斩杀 其他人也是笑道 月流苏的开出的条件 实在是太丰厚了 蓬莱仙草暂且不说 太荒圣帝的人情价值 就不低于一件造化及神域之宝 更何况 若是违约 还会饿了太荒圣帝 叶珍冷眼地看着这一幕 也没有阻止 叶珍之所以给出了这些人选择 并非是自身实力不够 而是为了天云先宗 天云先宗 如今树敌太多 若是真将这些各大势力的天骄 以国端了 那么迎来的报复 也是极为恐怖的 但刚才 他以雷霆手段斩杀了霸玄 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与态度 若是此时还选择与自己作对的话 那么 就算叶珍不杀了他们 离开之后 其身后的宗门 大概率还是会站在太荒圣地那一边 这样一来的话 叶珍自然也没有必要留守了 看诸位这么有信心 那么 我便不参与了 一位儒雅的青年孝道 随后识趣地远离了众人 白丘梨 你莫不是怕了 有人讥讽道 此人是九天圣地的圣子白丘梨 自身的实力 哪怕在众人中 也是极为顶尖的 丝毫不比霸玄弱 甚至有有圣之 没错 我怕了 让人意外的是 白丘梨竟然直接承认了 害怕叶珍 似乎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吧 白丘梨笑道 随后友好的冲着叶珍抱了抱拳 叶珍见状也是点了点头 面色不咸不淡 其他的九天圣地的弟子 见到自家的圣子都已经离开了 他们自然也是和白丘梨一样的选择 哼 没有你 我们一样斩踏 有人冷哼道 而就在这时 又一道身影离开了众人 和白丘梨站在了一起 白丘梨有些意外地看了紫耀一眼 没想到 紫耀竟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要知道 紫杨先宗与天云先宗 可是水火不容 紫耀 你什么意思 众人见状大怒道 白丘梨的选择 他们还能理解 紫耀这般做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不想送死 紫耀声音低沉道 也没有去看叶珍 自顾自地找了一处地方准备看戏 这是紫杨先宗的意思吗 月流苏的面色也阴沉了起来 声音冷冷道 是我自己的意思 紫耀淡淡道 没有理会众人 而其他的紫杨先宗弟子 可就难办了 紫耀的这番作为 可是与宗门的嘱托 背道而驰 一时间走也不好 不走也不好 但是最终这些弟子 还是选择了相信紫耀 识趣地来到了紫耀的身边 叶珍也是有些讶异的 看了紫耀一眼 看来这个紫耀 真的已经被自己吓破胆了 不过这样一来 或许天云先宗和紫杨先宗 能够有一些缓和的机会 随着两股超级势力的人离开之后 还站在月流苏这边的人 便只剩下八十人左右 月流苏四下看了看 心中还是有把握 可以拿下叶珍 天云先宗的人 莫不是都死绝了 竟然让你一人来此 月流苏冷笑道 叶珍没有理会月流苏 此时天云先宗的众人 都在叶珍的墨珠之中 这里的强者实在是太多了 叶珍一人应付足矣 将天云先宗的众人放出来 不但不是助力 相反还极有可能成为累赘 一分钟时间到了 叶珍默然道 随后脚步开始朝着月流苏等人 一步一步地踏去 伴随着叶珍的接近 其身上气息也在不断地攀升 九道洞天在其身后展开 雄厚的灵力垂落 给然一种极其恐怖的压迫感 他的灵力 怎么会这般雄厚 月流苏看着叶珍身后的九洞天 心中不由的大汗 一股寒意 再也控制不住的直冲脑门 真当自己无敌了不成 罗空怒吼一声 身后同样展开九道洞天 一柄冰蓝色的长枪 在其身前凝聚 枪间一点寒芒乍现 散发着极为锋锐之感 让人不寒而栗 孙罗天枪 罗空大吼一声 冰蓝色的长枪 宛如一支离弦之剑般 快速地朝着叶珍暴冲而去 枪间一点寒芒 更是不断地吸收着附近的灵气 使其变得更加恐怖 一道准天接灵术吗 叶珍笑了笑 这罗空能够在九洞天的修为 成功修成一道准天接灵术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天才了 面对罗空这最为自信的杀招 叶珍的面色十分的淡然 其中一只拳头上 给绞成了粉碎 什么 罗空有些不敢置信 但是叶珍根本不给他震惊的时间 微小的黑洞 已经迅速地来到了罗空的面前 随后撕碎了罗空的重重防御 将其绞杀成了碎末 鲜血溅到了叶珍的身上 使得叶珍看起来如神似魔 呵呵 恭喜各位做出了死亡的选择 而等今日必将命丧于此 叶珍的身上沐浴着滚烫的鲜血 身后九道洞天展开 宛如轻浮世界的魔神 京剧的情绪在月流苏等人的心中不断地蔓延 甚至已经造成了恐慌 这一刻 面对无比恐怖与强势的叶珍 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了一些含义 但是他们没有后悔的机会 诸位 随我一同斩了叶珍 月流苏娇和一声 他知道不能再让叶珍造势下去了 否则等到这些人战意崩溃 那么迎接的必然是叶珍天崩般的恐怖攻势 月流苏当先上前一步 九道洞天在身后开展 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猛然爆发 甚至就连叶珍带来的压迫感都能无差别的吞噬 太荒圣地的最强攻法 太荒吞天绝 吞天 吞地 吞生灵 天地之大 无所不吞 当初叶珍所修炼的攻法 也是这太荒吞天绝 所以很清楚这步攻法的强大 在月流苏发动太荒吞天绝之后 那来自叶珍的恐怖压迫感 顿时消散的无影无踪 使得众人心头一松 同时心中也是发了狠 多给我上 我就不信 我们这多人斩了一个叶珍 好也好死他 几位超级势力的领头者大吼道 随后纷纷动用各种强大的灵术 朝着叶珍倾泻而来 没有一点留守 对付叶珍 若是还敢留守的话 与自掘坟墓没有什么区别 呵呵 叶珍面色淡定地望着那扑天盖地的攻势 双拳之中有黑洞在凝聚 随后迎风暴涨 将那恐怖的攻势 尽数地拦了下来 宁 叶珍大喝一声 四道充斥着恐怖煞气的庞然巨兽 从云雾中诞生 远古四凶兽 吼 四大凶兽齐齐怒吼一声 携带着恐怖的凶威 朝着各个超级势力的天骄扑了过去 面对着来自上古的凶兽 纵然这些天骄本事不凡 也不得不拿出全部的实力应战 并且还一直被压着打 这还没完 只见叶珍脚步重重一踏 天地间仿佛有雷鸣之声响起 上百道雷电之影 从叶珍的身体中扯出 随后冲向了各个势力的弟子 万雷碎神影 这些雷电之影 都拥有叶珍自身一半的修为 并且还具有重生的特性 虽然攻击方式比较的单一 但也让这些各势力的弟子 吃尽了苦头 甚至有人已经被雷电之影 撕成了碎片 短短不过片刻 这场针对叶珍的围猎 竟然便被叶珍轻松化解了 这还是人吗 白丘黎看着大发神威的叶珍 目光中满是骇然之色 虽然他早就知道 叶珍很强 但是同样是九栋天 为何可以 都毫无战意可言 那是比天倩还要遥远的距离 那些九天圣地 与紫阳先宗的众弟子 见到这一幕 心中更是无比的庆幸 庆幸自家圣子明智的选择 否则 现在说不准便是一具尸体了 一念之差 便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做完这一切后 叶珍的重彤 默然地看着 已经呆立原地的月流苏 嘴角掀起一丝激讽 现在 你后悔吗 叶珍冷漠地问道 刚刚穿越过来的叶珍 最终的结果 很显然是非常残酷的 是太荒圣地为家 最终却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并且 如今还要千方百计地杀了自己 月流苏琉璃般的眸子 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随后毫不客气道 后悔又如何 你会放过我吗 你想多了 叶珍摇了摇头 月流苏这个女人 叶珍已经彻底看透 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做起事来 毫无底线可言 叶珍不会允许 这样一个敌人存在 叶珍的重彤之中 突然爆发出两道紫金神芒 朝着月流苏射去 紫金神芒 精准无误地 命中了月流苏的面门 但是让叶珍感到疑惑的是 她并没有感到 月流苏的生机被抹灭 一丝一毫都没有 有古怪 叶珍低声道 目光也警贴了起来 月流苏 毕竟现如今是太荒圣地的神女 难免身上会有一些保命 或者薄命的底牌 叶珍 不要以为你赢定了 月流苏的目光中 满是恨意 一口两耳顶 出现在了月流苏的胸口前 顶身之上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符纹 一股洪荒古老的韵味 散发而出 这是太荒吞天顶 玄圣竟然将这东西给了你 叶珍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这太荒吞天顶 买是当初那位 拥有着荒谷圣体天骄的神域之宝 毫无疑问的是 毁灭级的神域之宝 平日里 这太荒吞天顶 都是玄圣亲身携带 没想到 如今竟然给了月流苏 不对 叶珍的重铜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仿佛可以看透 世间一切本源 这气息 的确是太荒吞天顶 没错 但是这威势 似乎弱了一些 应该是一种仿制品 叶珍很快做出了判断 不过就算是一件仿制品 其威能 也不足以小觑 只见太荒吞天顶的顶口 忽然爆发出一股 极强的吞噬之力 竟然在一瞬间 就将叶珍上百道雷电之影 与四大凶兽全部吞噬 好恐怖的吞噬之力 叶珍眼神凝重 据叶珍所了解 这太荒吞天顶的作用很简单 就是吞噬 极致的吞噬 在太荒吞天诀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吞噬的力量 如今看来 果然恐怖 诸位 不要保留了 将你们最强大的底牌用出来吧 月流苏交合兜 众人文言 自然没有犹豫 纷纷发动 自身最引以为傲的底牌 但目标却诡异地 冲着月流苏而去 只见月流苏手中的太荒吞天顶 竟然将这些恐怖的攻势 全部吸收了 而吸收了这些攻势之后 太荒吞天顶也是散发出了极其可怕的波动 叶珍眉头微皱 目光死死地盯着月流苏手中的那口仿制的太荒吞天顶 这是第一次 叶珍感受到了一些威胁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从太荒吞天顶中流露出来的波动 也越来越恐怖 叶珍 今日你必死无疑 叶珍 今日你必死无疑 伴随着月流苏的焦鹤声落下 那仿造的太荒吞天顶中 不断孕育的恐怖能量 也彻底地释放了出来 只见顶身微微抖动 随后 一道浓郁的黑色光柱 从顶口喷涌而出 直接朝着叶珍飞驰而来 黑色光柱所过之处 附近的天地灵力都被瞬间祭灭 宛如死神的镰刀 无声无息 而叶珍此时也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 这集合了数十人的力量的恐怖一击 已经让叶珍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叶珍的重彤之中 散出淡淡的紫光 重彤世界开启 世界在叶珍的眼中放慢了数百倍 包括那道充满着寂灭味道的黑色光柱 叶珍身形快速挪动 很快便偏离了黑色光柱的攻势范围 但是让叶珍感到惊讶的是 无论自身如何闪躲 那黑色光柱宛如看上了自己一般 紧追不舍 见到这里 叶珍眼神微动 随后取出了墨珠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你已经被太荒吞天顶锁定 逃不掉的 月流苏冷笑道 此时的月流苏脸色十分的苍白 红润的嫩唇微微发紫 身上的气息起伏不定 显然是消耗过大 这一击也是他最后的手段了 这样吗 叶珍收起了墨珠 放弃了要逃跑的心思 虽然以墨珠的速度 绝对可以快过这黑色光柱 但是叶珍也不可能一直去逃 现如今 蓬莱仙境开启 已经有半个月了 再有几天时间就要关闭了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叶珍还要去取朱仙剑 根本没有时间去浪费 想到这里 叶珍也便停了下来 直面那无比恐怖的黑色光柱 不知这寂灭的力量 和岁月的力量相比如何 叶珍淡淡道 幼长之中有神秘的符文开始攀爬 九道鸣刻着岁月长河的光轮 缓缓浮现 光运流转 叶珍附近的空间 都因此而紊乱了起来 那是岁月扭曲的结果 随着叶珍修为的提升 这一道至尊宝树的威力 也是上升了不知几个档次 就连流云仙王树那般 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寿源 都能被叶珍搞得不得不陷入沉睡 这便是传说中的至尊宝树吗 这股气息是岁月的力量 当真是凡人不可及的力量 白秋梨看着金光沐浴的叶珍 感慨道 她被誉为九天圣地 万年不适出的天才 拥有不死明神体 这种超强的至尊体制 不死明神体 顾名思义 其特性便是不死 只要一滴血上存 便可复活 想要彻底杀死 不死明神体 唯有将其所有的一切 毁灭得干干净净 否则便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但是不死明神体这般特性 虽然可怕 但也唯有这一个特性而已 所以虽然同样是至尊体 但是与荒谷圣体比起来 还是要差一些 此外 白秋梨还拥有一颗纯粹无比的剑心 早早便领悟了 属于自己的剑意 一身修为 更是已有九洞天 此般天资 已经是力压万千同辈 只可惜 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叶真 如果说白秋梨算是万年不适出的天才 那么叶真便是压他了万古 凌驾于天才之上的妖孽 此要兄 你觉得叶真能赢吗 白秋梨笑着道 这般寂灭的力量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 毕竟 这可是集合了数十位各势力 添交的全部力量 就算是白秋梨 也不敢说一定会在那力量下存活下来 有可能一滴血都不给他剩下 此要闻言沉默了一下 随后沉声道 他若说了 这世间将在无人可窥仙路 白秋梨文言感到有些惊讶 此要兄的意思是 你很看好叶真可以踏上 那沉寂了万古的仙路 白秋梨笑道 此要抬头看着白秋梨 道 所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又死不了 白秋梨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哈哈笑了起来 他是没有机会走上那仙路了 并非是不自信 而是万古以来 比他白秋梨天赋高的人不是没有 但无一人攻城 但叶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 万古第一人 说不定可以跟着去见识一下 那传闻中仙界呢 白秋梨看着叶真 低声笑道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叶真可以顺利地度过这一关 才可无愧那万古第一人 才有资格探寻 那沉寂万古的仙路 而此时 那带着寂灭味道的黑色光束 已经到了叶真的眼前 叶真右手朝前一指 九道光环层层地堆叠在一起 岁月的力量发动 与那寂灭的光束 猛然对轰在一起 轮回苍生指 扑扑 没有什么过于惊天动地的碰撞 岁月光环与黑色的光束 无声地碰撞着 在黑色光束恐怖的 寂灭力量之下 前五道岁月光环 很快便消散了 并且 第六道岁月光环 也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显然不足以阻挡这一招 而那黑色的光束 却仅仅只是相比于 之前细了一些 咔嚓 第六道岁月光环消散 黑色的寂灭光束 再度细了一些 叶真的面色 也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 符文在整条手臂上闪耀 全力压榨着 至尊宝树的力量 咔嚓 咔嚓 第七 第八道光环破碎 此刻仅剩下了 最后一道光环 而按照先前的情况来看 这最后一道岁月光环 绝无可能挡得住 咔嚓 果不其然 伴随着一声轻微声响 那最后一道岁月光环 碎裂了 而那寂灭的黑色光束 却依然带着无匹的威势 向着叶真冲来 哈哈 什么狗屁东西 最后还是得死 众人见状 顿时大笑道 同时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还好 若是叶真今日不死 那么日后 必将成为他们的梦魇 月流苏见此 也是美眸中 流露出一丝喜意 这份因果 总算是了却了 到此为止了吗 白秋梨看着呆立在原地的叶真 叹息道 先路渺茫 无人可寻 而此时的叶真 重同之中 霞光万丈 在其眼底深处 有一条路 一条宛如杨之玉筑成的路 先路渺茫 舍我其谁 先路渺茫 舍我其谁 叶真嘴中念念有词 重同之中 绽放出万千霞光 在其身后 一对巨大的重同巨线 宛如神明一般 凝视着众人 而在巨大的重同之中 倒映着一条 宛如杨之玉筑成的道路 道路之上 云雾飘渺 一头连接着地 一头连接着天 不知天之后 通向何处 先路 先路投影 倒映于重同之中 而此时 叶真的整条右臂 全部被符文倾覆 岁月的波动流淌 宛如有流水之声响起 卷走万古 无数岁月 仙路 这是仙路 白丘梨坐不住了 诗神大吼道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文尔雅 那恐怖的重同之中 倒映的绝对是仙路 白丘梨的身体 不断地颤抖着 目光死死地盯着 那巨大的重同巨像 哪怕双目之中 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也毫不在意 与重同对视 这在正常人看来 无异于找死 则要此时 变得异常的沉默 目光甚至不敢去看一眼 那传说中的仙路 他的不朽战亡之心 在叶真的面前 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而在外界 则又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仙路在蓬莱仙境的上空重现 思思缕缕耗秒的仙气流露 让这些境界 已经停留了多年的老妖魔 都有了些松动 这是真正的仙路 原长老亥然道 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自身这幅残区 对于那条路的渴望 仿佛只要走上那条路 便可以脱胎换骨一般 今日本尊便要语化成仙 有人按捺不住诱惑 直接起身飞往了仙路 企图一步登仙 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那人还没来到仙路 便浑身燃起了一股苍白色的火焰 随后被焚烧成了灰烬 连惨叫声都没有 仙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染指的 这一幕 也震慑住了许多蠢蠢欲动的人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只能再次观望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哪怕就是以前的你 也从未引动过仙路 蓬莱仙境之中 月流苏见到重铜之中 倒映的仙路后 壮若疯狂 目光中满是不甘 与不可置信 其他人见状 也是目光惊惧不已 同时 一股浓浓的极度之意 涌上心头 毕竟叶珍此番行为 也算是开创了万古 就算你引动了仙路如何 你还是要死 月流苏私生奸笑道 寂灭的黑色光束 此刻已经距离叶珍不足一米 就要将叶珍的身躯 与灵魂一同寂灭 叶珍看着面前的黑色光束 叶珍的话音落下 一道洁白的岁月光环出现 无声无息地穿过了那 充满着寂灭味道的黑色光束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黑色光束 竟然转瞬之间 便被瓦解了 宛如历经了万千岁月的磨损一般 依靠着与仙路共鸣得来的一些力量 这轮回苍生指的威力 不知要强了几个档次 接下来 你们该死了 叶珍的重铜 散发着邪光 淡漠地看向众人 一股恐怖幽深的寒意 现在想走 晚了 叶珍寒声道 身后那句像话的重铜 散射出无尽紫金神盲 宛如夺命的死神 挥舞着巨大的镰刀 收割着众人的生命 很快 许多人便被灭绝一切生机的紫金神盲 抹灭了生机 化作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不 不要啊 放过我吧 诸多天骄 使用各种灵术秘法 企图逃过叶珍的追恋 但是 奈何着紫金神盲 就宛如长了眼睛一般 任凭他如何逃 在叶珍重铜的注视之下 所有无论他们怎么逃 也避免不了被斩的命运 很快 除了月流苏之外 所有的人 都被叶珍的紫金神盲 抹灭了生机 化作了一具尸体 日后成为这仙境的肥料 解决掉众人之后 叶珍才最终将目光 转向了月流苏 只见月流苏 依靠着太荒吞天顶 那恐怖的吞噬之力 不断削弱着 向其飞射而来的紫金神盲 这才幸免于难 该结束了 叶珍伸手一招 一颗蕴含着 极致毁灭之意的星辰 凝聚而出 冲着月流苏轰了过去 哄 强烈的爆炸声响起 直接将月流苏连人 带顶轰飞了出去 叶珍身形一动 很快来到了月流苏的身前 随后又是一颗毁灭星辰落下 将月流苏轰飞了出去 叶珍 捏 月流苏披头散发 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妩媚与优雅 目光充满恨意的看着叶珍 你没有资格对我产生恨意 叶珍冷漠道 毁灭的星辰再度凝聚 朝着月流苏轰然砸落 哄 哄 哄 叶珍的每一次出手都是权力 不存在留守的可能 但是那太荒吞天顶 着实有些强大 吞噬之力爆发 将星辰的威力削减了大半 但是照这样下去 月流苏的死亡也是必然的 很快 在叶珍不断的折磨下 月流苏已经被星辰轰得不像人样了 身体一片焦黑 业真见状知道月流苏已经到了极限 重彤之中再度射出两道紫金神芒 一举斩掉月流苏 但就在这时 一变屠生 只见月流苏的身上 忽然涌现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瞬间便将紫金神芒抹灭 地位 月中神色一变 身形下意识地后退了树林 眼神凝重地看着 趴在地上的月流苏 月真 我要你死 我一定要你死 月流苏目光愿毒无比地看着月真 残破的身躯 最终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转移出了蓬埋仙境 冰死之时才会发动的力量吗 看来玄圣很重视他啊 叶真皱眉道 刚刚那股力量 明显不属于月流苏 这就有意思了 荒天级的身上可没有这种力量 叶真沉思道 太荒圣地在荒天级的身上下了那么多功夫 照理说应该比月流苏更为重视才对 我记得太荒吞天绝有一种禁忌的能力 某种时机成熟后 可以将一个人吞噬得干干净净 叶真第一声道 也是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般作风 只能说真不愧是太荒圣地 可惜 叶真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差一点便可将月流苏斩了 不过就算这次没有功成 月流苏也跑不了 叶真迟早要找齐算账 叶圣子当真是万古无双啊 白丘梨不知何时出现 笑着道 叶真收起了身后的具象化虫童 目光看向一旁笑着的白丘梨 面色也不再是冷漠 从白丘梨的身上 叶真看到了一种善意 叶圣子 此番引动先路重现 也算是开创了万古 日后天云先宗必将会重铸辉煌 白丘梨温和地笑道 直接对叶真来了一记热乎的马屁 白兄过誉了 叶真笑道 丝毫没有先前的锋芒与霸道 白丘梨听到叶真称呼自己为白兄 心中顿时有些受宠落惊 半开玩笑道 能被叶圣子称呼一声白兄 我也算是开创了千古了 叶真文言也是有些好笑 这白丘梨虽然一直在拍马屁 但是让人听着却很舒服 不反感 紫药呢 叶真重同微动 发现附近已经没有了紫阳先宗一行人的踪迹 紫药兄已经先一步离开了 白丘梨笑道 在叶真开始大杀四方的时候 紫药便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想必也是害怕叶真反悔了 找其算账吧 这样吗 叶真妈撒着下巴 本来还考虑 要不要给紫药一些蓬来仙草 一缓和一下天云先宗与紫阳先宗的关系 现在看来是不必要了 叶真取出了墨珠 墨色绽放 很快便将天云先宗众人放了出来 别死我了 叶真哥哥你也珍视的 非要逞英雄 芸汐瑶有些埋怨地瞪了叶真一眼 其眼角之处甚至还有泪痕 显然是刚刚哭过 芸汐瑶等人虽然在墨珠之中 但是外面的情况也全部都能看到 方才叶真可是差一点就被那寂灭的黑色光束斩了 芸汐瑶自然吓得哭了出来 叶真伸手温柔地将芸汐瑶眼搅得泪痕捋干净 随后温和地笑道 我死了 你岂不是要守活寡了 所以我不准你死 不然我就把全世界埋葬 然后再自杀 芸汐瑶唬唬着脸道 身上竟然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意 惊得附近的天云仙宗弟子一身冷汗 叶真闻言不由地苦笑一声 这放在上一辈子 芸汐瑶简直就是妥妥的病骄啊 白丘梨眼神怪异地看着这一幕 身上哪哪不舒服 只能干咳几声 这蓬莱仙境的天气真好啊 白丘梨干笑道 其他九天圣地的弟子也全都点评着附近的风景 只不过目光还会时不时地描向叶真 这位方才如神似魔的万古绝世天骄 似乎也并不是那么不好相处 和众人嬉闹了一阵之后 叶真便将目光投向了那瀑布 在叶真重同的观察下 那瀑布之下蕴含着异常惊人的生机 这一次蓬莱仙草竟然全部出现在了一个地方 实在是罕见 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叶真笑道 随意地挥手一斩 那湍急的瀑布顿时被叶真斩断 上下断流 瀑布之后是一处天然的洞穴 郁郁葱葱的绿色布满了整座洞穴 龙玉的生机扑灭而来 使得叶真等人感到异常的舒服 仿佛有用不完的静 洞穴之中到处都是一种双叶草本植物 叶片非常厚实 其上分布着细致的纹理 仿佛蕴含着长生大道 蓬莱仙草 这是叶真等人来蓬莱仙境的主要目标 蓬莱仙草可以用来炼制蓬莱仙丹 一枚蓬莱仙丹便可以严收一甲子 这对于大县将至的强者来说 无比的重要 蓬莱仙丹 只有神农帝王谷的人可以炼制 因此 各个势力交给神农帝王谷 炼制蓬莱仙丹之时 都需要缴纳三成的成品 这也是为何 神农帝王谷虽然同样距离东海不远 却从来不参与蓬莱仙境的主要原因 因为人家根本不缺啊 一家独揽三成 并且 其自身实力还极为的强大 就算是太荒圣帝 也不敢招惹其虎须 毕竟这世界上需要丹药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神农帝王谷 在修行界的地位 也因此十分的超然 只见叶珍伸手一招 墨珠之中 散出了大量的墨色气体 这些墨色气体 迅速地将蓬莱仙草 全部围了起来 随后卷到了墨珠之中 叶珍看了看眼巴巴的九天圣帝等人 也是大方的 从中取出了大约二十株蓬莱仙草 丢给了白丘梨 叶圣子 你这是做什么 白丘梨一惊 不敢收这些蓬莱仙草 见者有份 这是属于你的 叶珍笑道 可是 白丘梨有些犹豫 先前他最多只是 做一个看客 并没有出手帮助叶珍 这份酬劳 受之有愧 收了这些 你就是天云仙宗的朋友 叶珍见到白丘梨 有些犹豫 于是严肃道 白丘梨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也反应了过来 叶珍在蓬莱仙境 斩了这么多 超级势力的天骄 可谓是与众多 超级势力 结下了大仇 况且 天云仙宗的实力 也没有太荒 圣帝那般恐怖 可以想象 天云未来 必定会面临 各势力的压迫与打击 这个时候 天云仙宗 极其需要盟友 九天圣帝 便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但若是九天圣帝同意了 那么必然也会遭到 其他势力的敌对 一时间 白丘梨有些犹豫了 叶珍见状没有说话 而是很耐心地等待着 白丘梨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 怎样可以使得利益最大化 一炷香时间后 白丘梨最终 还是收下了叶珍的好意 多谢叶圣子 日后天云仙宗 便是我白丘梨的朋友 白丘梨笑道 虽然天云仙宗 看似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别忘了 叶珍可是引动仙禄的绝世天骄 光凭这一点 就有很多人 不希望叶珍出世 修行界也不是太荒圣地 一家说了算 蓬莱仙境 也只有东周的超级势力 才能够来 相信叶珍引动仙禄的消息 流传出去后 天云仙宗 也会收获众多盟友 当然这是最好的情况 因此 白丘梨也留了一手 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并非整个宗门 那日后 白兄也是我叶珍的朋友了 叶珍笑道 他自然清楚 白丘梨话中的意思 但这样 已经足够了 只要有人开了头 天云仙宗 就不会陷入孤城危局的底部 那是我的荣幸 白丘梨与叶珍相视一眼 随后笑了起来 太好了 又是一株七品灵药 蓬莱仙境的一处山剑之中 芸汐瑶小心翼翼的 用随身的空间储物戒指 将一株散发着恐怖寒气的 九叶灵草收了进去 可以了 叶珍哥哥 芸汐瑶收起灵药后呼喊道 这么快 叶珍一只脚 踩在一条体型庞大的巨蟒头颅上 用云雾凝聚出了金屋与凤凰 立于巨蟒两侧 金色的火焰与深红色的火焰 齐齐发动 没过一会 这条巨蟒便被烤到了七分熟 还缺一些佐料 叶珍看着已经表面金黄的巨蟒 从墨珠中取出了一些自己调配的 佐料散了上去 没过多久 一股浓郁的肉香四下飘散 惹得天云仙宗众人口水不断地往下掉 这段时间 叶珍凭借着众同的便利 一直带着天云仙宗众人 在这蓬莱仙境到处寻宝 收获自然是异常的丰厚 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情况 好香啊 芸汐摇凑了过来 灵动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这条被烤成金黄色的巨蟒看 此时巨蟒的瞳孔微微微微外突 当叶珍转动巨蟒的身躯 将瞳孔对着芸汐摇时 那样子就好像在说 你瞅啥 没见过黄金巨蟒一般 叶珍用手撕了一块巨蟒肉 放在嘴里尝了尝 随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笑道 开吃 好嘞 众人闻言顿时开动了起来 芸汐摇眼几手快以掌为刀 直接割下了一大块最肥美的蟒肉 刚想喂到自己嘴边 芸汐摇却发现 叶珍还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一条诺大的巨蟒 已经快要被人分割完了 叶珍哥哥 你吃 芸汐摇将手中的肉撕下一大块 然后用力吹了吹 递到了叶珍的嘴边 叶珍见状嘴角抽了抽 不是叶珍不想吃 而是因为重铜的缘故 叶珍看到 方才芸汐摇在吹气的时候 把口水吹到了蛇肉上 并且在重铜逆天的势力下 叶珍甚至还捕捉到了 口水拉丝在肉上流动 叶珍看了一眼一脸期待的芸汐摇 随后眼睛一闭 直接一口炫了下去 还是西摇比较贴心 叶珍摸了摸芸汐摇的秀法 笑道 芸汐摇文言甜甜一笑 随后便开始吃了起来 虽然叶珍让芸汐放开一些 不用太淑女 但是在叶珍的面前 芸汐摇还是不自觉的 这也让叶珍有些哭笑不得 看来不管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 女孩子都一个样 很快 一条重达上千斤的巨蟒 便被一群人消灭的一干二净 众人也都满意的拍了拍肚子 同时对叶珍愈发的佩服起来 没想到 圣子不但实力天赋冠绝古今 就连这厨艺也是这么精妙 叶珍重同微动 看向四周 此时整个蓬莱仙境的大物 明显更为的浓郁了一些 这是蓬莱仙境即将关闭的征兆 叶珍沉吟了片刻 随后道 熙瑶 吃完这一顿就上路吧 啊 芸熙瑶愣住了 不知道叶珍这话什么意思 嘿嘿 我的意思是 如今蓬莱仙境快要关闭了 你们也是时候离开了 叶珍干咳了两声 也意识到了 自己方才说话 可能有些奇异 那叶珍哥哥呢 芸熙瑶听出了叶珍话中的意思 很显然 叶珍并不打算与他们一起离开蓬莱仙境 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很重要 叶珍语气严肃道 朱仙剑仪是太过重大 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还是不要告诉芸熙瑶比较好 免得芸熙瑶担心 芸熙瑶听到叶珍这么说叶 没有多问 她知道 叶珍带着他们这些人 必然是累赘 好 叶珍哥哥小心 芸熙瑶乖巧的点了点头 叶珍捏了捏芸熙瑶的俏脸 笑道 放心 这方蓬莱仙境 还留不住我 到了第二天 芸熙瑶等人便离开了蓬莱仙境 而叶珍则是出发前往了那一片禁忌区域 云雾涌动的半空中 一道墨色快色的划过 最终一座仿佛被一剑斩断的半山下 停了下来 显露出叶珍的模样 多日时间过去 这里的剑气 依旧是那么的恐怖锋利 哪怕是实力有了很大突破的叶珍 再次面对这里的剑气 也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 只能依靠那颗荒谷之心 这也多亏了荒天急送温暖了 否则叶珍还真没有办法 系统 太小看本系统了 本系统的算力可达每秒十一次 可以预测到未来的每一个结果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在叶珍的脑海中响起 原来如此 叶珍恍然 同时 心中也惊讶于系统的恐怖 这不就和预测未来没有什么区别吗? 系统 既然这样 你有没有算到我日后会是什么样的修为? 叶珍问道 本系统的宿主具有先帝之资 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道 叶珍 看来系统并不想告诉自己 不过 系统既然选择了自己 那么总归不会差便是 至少踏上纤路是没问题的 对于常人万事不可及的纤路 对于拥有系统的叶珍来说 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很快 叶珍便来到了禁忌之欲的前方 那恐怖的剑气 即使隔着一段距离 叶珍也感到 身体上时不时传来一阵微微的刺痛感 此时的叶珍重彤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神盲 其中倒影着一座小世界 在那剑气纷乱的中央地界 隐藏着一座小世界 这是剑气的源头 同时也是诸仙剑所在之地 叶珍没有犹豫 从墨珠中取出了荒谷之心 一层淡淡的金色屏障 覆盖叶珍全身 随后直接一步走了进去 恐怖的剑气 顿时宛如龙卷风一般 疯狂地切割在叶珍的身上 但因为有荒谷之心的保护 所以叶珍暂时无恙 必须在短时间内拔出诸仙剑 叶珍沉声道 随后身形飞快地 冲入了那座隐藏的小世界中 荒芜的世界中 无数道恐怖的剑气纵横交错 剑气划过之处 就连空间都有了些裂痕 焦黑的大地上 无数把断剑杂乱地插在地面上 每一柄剑上都带着岁月的腐朽 但又不失其往日的锋芒 叶珍手持荒谷之心 赤金色的光照将叶珍包裹 顶着恐怖的剑气 艰难地向前行进着 叶珍微微抬头 重铜之中散发出了妖异的光芒 在重铜之中 倒映出了一座古老蛮荒的山峰 那座山峰之上 插满了各种各样古朴的断剑 各种不同的剑气交战 宛如一座剑气炼狱 而在山峰的顶端 一柄暗金色的长剑 静静地插在封顶 无形的剑气激荡而出 四周其他的剑气 纷纷被其吸纳 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 宛如剑中王者 朱仙剑 并且通过重铜 叶珍还观测到 朱仙剑中似乎有一点生机波动 只不过 这股生机非常的微弱 微弱的 几乎快要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剑灵吗 叶珍心中暗道 也是猜到了 那生机的来源 按照系统所说 这蓬莱仙境 本就是属于仙剑 那么这朱仙剑看来 也是从仙剑中遗落 很难想象 究竟是经历了何等惨烈的大战 才会让朱仙剑沦落至此 叶珍的速度很慢 但是却很坚定 在这小世界中 剑气的强度与频率还要远超外界 这也是叶珍速度慢下来的主要原因 若非因为叶珍如今的修为 提高了一大截 可以截取荒谷之心更多的力量 恐怕根本支撑不到 拔出朱仙剑的那一刻 约某一炷香之后 叶珍终于抵达了山峰脚下 到了这里 那剑气的恐怖程度 毫无疑问再度增加了 甚至 那由荒谷之心的力量 凝结组成的金色屏障 都出现了大量的涟漪 要加快时间了 叶珍知道 荒谷之心可以支撑的时间 绝对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长了 叶珍身形猛然移动 顶着恐怖的剑气 硬生生的朝着山峰冲了出去 越是往上 那剑气便越是恐怖 但是好在的是 数量变少了 嗡 忽然 在叶珍不断冲刺的时候 一声剑鸣响彻而起 吸引了叶珍的注意 叶珍抬眼望去 不远处的地方 插着一柄还算完整的剑 剑身通体血红 一股滔天杀伐之意 从其中流出 宛如一尊杀神 你是想让我带你走 叶珍看着那柄充满着杀戮的剑 问道 嗡嗡 那柄剑顿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从中对叶珍传递出了渴望的情绪 叶珍看着这柄剑 略微思考了一瞬之后便继续向前 没有理会那柄剑的渴求 毫无疑问 这同样是一柄极为恐怖的杀伐之剑 能在这万千恐怖的剑气洗礼下 存在万古岁月而不断裂 并且此剑重杀伐 与叶珍极为匹配 对于叶珍来说 是一剑不可多得的宝物了 但是叶珍的此行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诸仙剑 若是贸然去把那柄剑耗费了太久的时间花 显然是有些得不偿失的 因此 尽管叶珍心中不舍 也只能放弃 血红色的长剑见到叶珍要走 剑身不断地颤抖着 不断释放着自身强大的气息企图挽留叶珍 但是叶珍的步伐非常坚定 甚至都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嗡嗡嗡 一路上不断有上存的强大神剑 对着叶珍释放出了各种各样的善意与渴求 希望叶珍可以带其离开 但是叶珍都选择了掠过 坚定着自己的信念 朝着那山峰攀登而去 终于不知过了多久 叶珍终于来到了山峰 到了这里 剑气反而变得非常稀少了 但是偶尔从诸仙剑上散发 而出的剑气却比什么都恐怖 方才叶珍便尝试用荒谷之星抵挡了一下 发现那无间不摧的荒谷之星 竟然被其划出了一道小口子 简直恐怖 要知道 这还仅仅只是诸仙剑无意识 发出的凌乱剑气 并且看其状况 诸仙剑也必然受到过重创 威力有没有先前的万分之一 还未可知 叶珍深吸一口气 冲通之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看着面前这柄古朴的暗金色长剑 谁能想到 眼前这柄看似普通的长剑 竟然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诸仙剑 一柄可以诛杀仙人的剑 方才一路上来 众多恐怖的剑 都向我发出了渴求与善意 唯有这诸仙剑 却依旧不为所动 还真是孤傲啊 叶珍笑了笑 也没有犹豫 伸手便握住诸仙剑的剑柄 剑柄冰凉 一股诸天灭地的意境 瞬间冲进叶珍的脑海之中 叶珍看到 未知的某个时代 一位大能手持诸仙剑 一展之下 天地崩塌 星辰碎灭 无数实力强大的仙人 在这一展之下 瞬间覆灭 朱仙一展 仙人授手 且叶珍大吼一声 额头之上 青筋抱起 浑身的力量 全部凝聚在手上 企图拔出这柄尘封已久的朱仙剑 但是任凭叶珍如何用力 这朱仙剑 却纹丝未动 只是不断地朝叶珍 传递着 那股诸天灭地的意志 不认可我吗? 叶珍沉声道 但是却丝毫没有放弃 手臂上出现了神秘玄傲的符文 一股岁月的波动 油然而生 我乃天生至尊 你认不认? 叶珍低吼道 手掌突然用力 原本纹丝不动的朱仙剑 顿时被叶珍拔出了一截 但也仅限于此 还不够 叶珍见状重铜之中 神光流转 在其身后具象化的重铜出现 仿若末是生灵的主宰 我乃重铜圣者 你认不认? 叶珍大吼一声 那朱仙剑 顿时又被拔出了一截 此刻距离完全拔出朱仙剑 只差最后一点 那属于剑尖的部分 叶珍深吸一口气 仔细想了一下自己的资本 随后道 系统 宿主请讲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我申负系统 乃是天命之子 你认不认? 叶珍没有理会系统 趁机大吼道 系统 哄 伴随着叶珍的话音落下 朱仙剑竟然自动从地面中弹射而出 落在了叶珍的手里 这 叶珍看着手中暗金色的朱仙剑 一时间也有些猛逼了 虽然叶珍预料到 若是系统出面 必然可以对自己拔出朱仙剑有着很大的帮助 但也没成想 朱仙剑竟然自动地跳到了自己的手里 早知如此 叶珍又何必先前费那么多的功夫 系统老哥 闻 叶珍赞叹道 叮! 恭喜宿主成功拔出朱仙剑 奖励朱仙阵图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在叶珍的脑海中响起 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叶珍却从其中听到了一丝鄙视的语气 一部金黄色的卷轴凭空出现 其上流转着一股极为恐怖的杀伐之气 并且 这股杀伐之气不对烦人 只屠仙 好强 叶珍感叹一声 随后将其收回了墨珠 而在这时 这座小世界忽然开始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分杂的剑气肆意 山石崩塌 大地塌陷 无数的天火落下 无情地摧残着这座本就残破不堪的小世界 叶珍的重铜微微转动 凭借着重铜的能力 叶珍可以看到 这个小世界的本源正在消失 很显然是因为朱仙剑的离开 连带着这座世界也要就此葬灭 不光光是这座小世界 此时 整座蓬莱仙境都在剧烈地波动着 就仿佛是一个脱离了牢笼的囚犯 即将奔向自由的世界 失去了朱仙剑 整座蓬莱仙境也要就此离开这一方世界 回到那神秘未知的仙界之中 叶珍见状没有犹豫 收起朱仙剑后便动用莫珠飞快地逃离这方小世界 他可不想跟着蓬莱仙境一起前往仙界 那并不是幸运 反而是一种噩梦 可惜了这些绝世好见 叶珍看着那些还比较完整的剑 叹了一口气 能够历经万古磨损存留至今的剑 毫无疑问都具有极其强大的威能 只是可惜要与这小世界一起葬灭了 哦 就在叶珍感到可惜的时候 朱仙剑却传来的异动 一股微弱的意志传到了叶珍的脑海之中 竟然如此 叶珍感受到这股微弱的意志所带来的信息 随后从墨珠中取出了朱仙剑 剑来 叶珍大喝一声 暗金色的朱仙剑顿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一股剑中王者之气猛然爆发 而那些尚存的剑在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 剑身纷纷颤动起来 随后全部都脱离地面 向着叶珍这边快速地飞去 朱仙剑出 万剑听令 很快 上百柄各式各样的剑在叶珍的身后 形成了一条剑笼 紧紧地跟随在叶珍的后方 叶珍见到这一幕后 心中也是大喜 没想到 此行不但获得了朱仙剑这柄传说中的上古神兵 还收获了如此多的绝世好剑 叶珍可以肯定 这些剑的价值 绝对不低于一剑神域之宝 上百剑神域之宝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数字 轰隆 而在此时 这方小世界已经开始彻底的崩坏 小世界的边缘处 甚至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空间裂痕 若是被卷进去 这一辈子都别想出来 叶珍的速度很快 只见天边一道默色滑过 身后跟着一条由各种样式的剑组成的剑龙 快速地离开了这方世界 与此同时 外界 轰隆 东海之上卷起了万重巨浪 恐怖的海浪 直接将整座蓬莱仙境抬了起来 随后天际之上传来了一股奇特的力量 将整座蓬莱仙境朝着上空拖拽而去 此番之境 简直闻所未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各势力的人看着这极为奇特的一幕 有些不知所措到 历来蓬莱仙境就算是关闭 也仅仅只是一场大雾弥散 随后隐喻某个不知名的地方 从来没有出现过整座蓬莱仙境朝着天上飞的情况 难道与叶珍有关 玄圣的一对金色瞳孔 看着不知飞往何处的蓬莱仙境 心中陷入了某种沉思之中 刘苏 那仙鹿当真是叶珍所引动 玄圣再次问道 虽然月流苏已经再三保证 但是玄圣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以往的叶珍都从未做到的事情 如今的叶珍又凭什么? 玄圣想不明白 论天资实力 以往的叶珍都比现在要强得多 刘苏不敢有半句妄言 月流苏面色有些苍白 身上的气息也是十分的凌乱 但是听到玄圣问话 还是恭敬地回答道 这就很奇怪了 玄圣闻言沉思道 目光不经意间 瞥向了不远处的云爵子 云兄 此次蓬莱仙境的一变 就像是多年的至交一般 没有看法 云爵子丝毫没有给玄圣面子 冷淡道 既然已经彻底的撕破脸 云爵子又何必与其装模作样 玄圣闻言笑了笑 也没有在意 而是意犹所指道 据说叶珍在那蓬莱仙境 可是大肆图露各势力添交 真是有些过分了呀 要知道 此次蓬莱仙境之行 除了九天圣地与紫阳仙宗之外 几乎所有的超级势力都没有出来 而根据月流苏所言 这一切都是叶珍所为 呵呵 玄圣主这大帽子 我天云仙宗可不见 云爵子冷笑道 仅凭义人的片面之词 便想要将我天云仙宗 推至所有人的对立面 玄圣主 莫不是当我们所有人 是傻子不成 还是说 玄圣主想要让各位道兄 给你当枪使 云爵子的这番话 十分犀利 不但掀了玄圣的脏水 还反江义军 呵呵 云兄说笑了 带着叶珍出来 当面对质 自然一切都会清楚的 玄圣淡淡笑道 金色的瞳孔之中 浮现过一丝杀鸡 而在此时 玄圣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猛然看向 已经飞入高空中的蓬莱仙境 云爵子也是有所感 目光同样看向上空 只见一抹默色 从蓬莱仙境之中分离而出 在那默色之后 还有一条 由上百饼各种各样的剑组成的剑龙 呵呵 终于出来了吗 玄圣笑了笑 金色的瞳孔 看向那默色之时 满是狂热 当那一道默色出现之时 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顿时被吸引了 谁都知道 叶珍接下来的每一个行为 都决定着天云仙宗的行事 叶珍哥哥 云绝子身旁 云细瑶一脸担忧地看着 从默色中缓缓显现的叶珍 哪怕再怎么不懂事 云细瑶也知道 此次对于叶珍来说极为的凶险 云绝子用手拍了拍云细瑶的肩膀 笑道 不用担心 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 动圣子一根毫毛 云绝子的语气虽然不急不缓 但是其眼中却显露出了一丝疯狂与霸道 恐怖的力量更是在其体内酝酿 宛如一头蛰伏的雄狮 而玄圣身边的月流苏 则是充满仇恨的看着叶珍 若非最后关头 有玄圣的力量保护 他就真的死了 哼哼 叶珍 你可算是出来了 太荒圣地的白苍鹤当先站了出来 一双锐利的目光直逼叶珍 叶珍 你在蓬莱仙境 肆意屠戮各势力的天骄 到底意欲何为 白苍鹤大喝一声 直接先声夺人 想要把这个罪名给叶珍坐实了 云绝子见状大怒 就想要出声 但却被叶珍抢先了一步 原来是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老杂矛 张口便污蔑我 太荒圣地 是养了一条满嘴胡言乱语的疯狗吗 面对白苍鹤的质问 叶珍面色丝毫未变 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仿佛真的被人泼了脏水一般 小贝 找死 白苍鹤大怒 干枯如骨的右手便向着叶珍抓去 一股恐怖的压迫感 顿时使得叶珍呼吸都有些困难 一条狗也敢放肆 云绝子抱吼道 身后紫荆地做显现 酝酿已久的力量猛然爆发 一只遮天般的紫荆巨手 狠狠地朝着白苍鹤拍去 天地都为之变色 白苍鹤顿时感到自己的咽喉 就仿佛被人饿住了一般 冰冷的恐惧感 袭便全身 哄 紫荆大手轰然落下 白苍鹤连一丝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便彻底没了生机 就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哗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 都被云绝子的雷霆手段给震慑住了 这便是紫荆地做的实力吗 一击之下 轻易覆灭一位神玉境巅峰的强者 云绝子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玄圣大怒 云绝子出手太过于果断与狠辣 使得自己都没有反应的机会 哼 敢伤我宗圣子 难道便不过分吗 都稳稳压玄圣一头 哪怕玄圣已经在准地这个境界 静明了多年 也远远不是如今的云绝子对手 这便是紫荆地做的强大 玄圣强压着怒火没有发作 他知道 现在绝对不能让云绝子牵着鼻子走 只要坐实了 叶真屠露各大势力添交的罪名 那么 天云仙宗便是瓮中之鳖 子龙兄 你不想说些什么吗 玄圣淡淡道 金色的瞳孔 看向了紫阳仙宗那边 众人闻言 也全都将目光聚集到了紫阳仙宗那边 想要知道 玄圣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呵呵 子龙倾笑一声 有些幸灾乐祸的 看了天云仙宗众人一眼 随后道 诸位道友 叶真此子的确在蓬莱仙境 屠露了我们各大势力的天骄 心性之恶劣简直闻所未闻 伴随着子龙的话音落下 在场所有人都目光微动 你有什么证据吗 有人出声了 那是乱天圣地此次的带队长老或天尊 我紫阳仙宗的所有弟子都可作证 子龙孝兄有成竹道 没错 就是叶真 屠露了所有的天骄 我亲眼看到的 就是叶真他杀了霸玄 紫阳仙宗那边 除了紫药比较沉默之外 所有幸存的弟子 全部指向了叶真 云宗主可有话说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怒道 目光中满事不善 霸玄的死 对于天刀圣地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不愧是天刀圣地 肌肉比脑子发达 叶真讥讽道 小子 你说什么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 你觉得我若是杀了天刀圣地的所有人 会让紫阳仙宗的人活着离开吗 叶真淡淡道 没有丝毫的畏惧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闻言一愣 随后目光看向了紫阳仙宗众人 此次紫阳仙宗一共六人进入了蓬莱仙境 竟然没有一人折损 若是叶真屠入各大势力天骄的时候 紫阳仙宗的人真的在场 那么 为何竟然没有一人伤亡 叶真好心放了他们 别开玩笑了 不提以天云仙宗与紫阳仙宗的恶劣关系 光是为了消灭证据 也会将其灭杀殆尽 一时间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眼神变得疑惑了起来 对于叶真的话 也是多了几分认可 叶真的目光 轻轻地瞥了一眼紫阳仙宗的众人 早在蓬莱仙境之时 叶真便预料到了这一层 但是叶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过紫阳仙宗众人 虽然紫阳仙宗之后 必然会指认叶真屠戮各大势力天骄 但是正如叶真所言 这其中的漏洞太大 叶真又为何会放紫阳仙宗所有人离开呢? 其他势力的人文言也是暗中交流了起来 显然也是非常认同叶真的刚才那番话 一时间 所有人心中都有了一些答案 那便是太荒圣地联合紫阳仙宗 故意给天云仙宗泼脏水 至于那些死去的天骄弟子 这就有待商榷了 各势力的天骄弟子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死去 云爵子见到形势被瞬间的逆转了过来 目光不由的看向了脸色一直很淡定的叶真 寥寥数语便玩弄于所有人鼓掌之中 叶真可不仅仅只是光有天赋的莽夫 至于事情的真相 云爵子自然早就从芸汐摇那里得知了 没用的东西 玄圣见到各势力怪异的目光 面色无比的难看 他哪里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思 很显然 这些人已经怀疑到了太荒圣帝的身上 毕竟斩杀大部分超级势力的天骄 除了叶真之外 恐怕也只有太荒圣帝有这个能力了 穆兄 你难道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玄圣尽量平复着怒一道 金色的瞳孔带着几分灵力 看向了九天圣帝所在的方向 伴随着玄圣的话音落下 众人又将目光落在了九天圣帝那边 九天圣帝是除了紫阳先宗与天云先宗之外 唯一完整无损的从蓬莱先进离开的势力 若是九天圣帝什么也不知道 那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太荒圣主这话什么意思 九天圣帝这次带队的是一位供奉 样貌极为的年轻 但其周身散发的灵力波动 赫然也是一位神玉镜的强者 千变者墨碑 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杀手 在成为九天圣帝的供奉之前 这墨碑便已经声名远扬 一手暗杀之术 鬼神皆经 一旦被墨碑盯上 哪怕是神玉镜大能也会几倍发凉 刘苏所言 你九天圣帝的弟子也在 而且违背了与我圣帝的约定 玄圣默然地看着墨碑 玄圣主想要如何 墨碑笑了笑 问道 很简单 我记得你九天圣帝的圣子白丘梨 拥有一道流影之术 不要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去流影 玄圣金色的瞳孔 在墨碑旁边的白丘梨身上停留了几秒 开口道 只要将流影公之于众 我圣帝不但不追究施约的事情 并且还会赠予九天圣帝两个进入太皇秘境的名额 哗 伴随着玄圣的话音落下 众人顿时一脸震惊 太皇秘境乃是太皇圣帝独有的一处夺天地造化的机缘之地 据说在其中有着从仙界流露下来的一些仙之气 而这些仙之气 可以改善一个人的资质 让困顿一个境界多年的强者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对于墨碑来说 无异于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毕竟他已经在神玉境巅峰困顿了接近千年 若是可以获取一些仙之气 说不定可以就此破镜踏入准地之位 从其灯灵地做成为这世界最为顶尖的存在 玄圣显然是知道墨碑的状况 所以才开出了这么一个难以让其拒绝的诱惑 墨碑一时间有些沉默了起来 心中陷入了天人交战 是把握现在可以轻易获取的好处 还是冒着一些风险不一个未来 叶珍的目光看向墨碑 不得不承认 玄圣的气魄够足 不如自身的大道神血 不过就算如此也足以打动人心 眼下就看着墨碑如何选择了 若是选择了太荒圣地 那么天云先宗就危险了 这白丘里竟然还有一手流影之术 这是叶珍没有想到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墨碑的身上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就算墨碑不说 众人对于天云先宗也有了一些怀疑 毕竟若是当真没有这回事 墨碑又何必去考虑 哈哈 墨碑忽然笑了起来 随后道 这般已是压人吧 玄圣文言没有说话 目光淡漠地看着墨碑 玄圣主 这般泼脏水的事情 我九天圣地还不屑于去做 希望玄圣主理解 伴随着墨碑的话音落下 玄圣的心中顿时一阵无名火气 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 墨兄 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玄圣金色的瞳孔之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寒意 语气宛如寒风一般刺骨 玄圣主 我墨碑还没有老到不知道说什么的地步 墨碑笑了笑 虽然他表面还是一副少年的模样 但其实已经接近五千岁了 面对墨碑的措辞 玄圣没有说话 但是谁都知道 其心中的愤怒 不知道多少年了 太荒圣地没有吃到这样的亏 而这一次却在叶珍身上了一次吃了个够 最为讽刺的是 叶珍曾经还是太荒圣地的神子 云爵子见到这般状况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方才墨碑的犹豫 让众人有了一些怀疑 但是好在最后也没有到糟糕的情况 想到这里 云爵子对墨碑也是有些感激的 毕竟能够拒绝那太荒秘境的诱惑 已经足以看出墨碑的态度 亦或者是九天圣地的态度 哄 玄圣脚下的地面顿时崩塌 恐怖的帝威弥散 金色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墨碑 墨碑 你是想要挑战我圣地的底线吗 玄圣怒道 帝威朝着墨碑狠狠地压迫而去 但却被云爵子轻易地抵挡了下来 玄圣 你这番行为是否过于霸道了一些 真不把在场的各位放在眼里吗 云爵子冷哼道 此时的其他人看向玄圣的目光也变了 以往的太荒圣地虽然霸道 但是最起码还有一些底线 没有到太过分的地步 并且也因为其自身实力强大 所以其他超级势力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给太荒圣地几分面子 可现如今 九天圣地仅仅只是没有接受太荒圣地的诱惑 便出手伤人实在是有些过了 今天是九天圣地 那么之后呢 玄圣见到众人怪异的目光也是意识到了 方才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确有些愚蠢 不过这都无所谓 玄圣的目光死死的盯着叶珍 仙露出现是确实存在的 而月流苏又指认了叶珍便是那引动仙露之人 现如今让叶珍重回太荒圣地是不可能了 就算是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几乎不可能 叶珍与太荒圣地之间只能存在一个 不过眼下所有的势力都不站在太荒圣地这边 想要斩了叶珍 只能 刘苏一会我拖住云爵子 你去斩了叶珍 无论任何的代价 玄圣暗中传音道随后抱起出手 身后黄金地做显现 恐怖的力量直接对着叶珍毫不保留的倾泻而出 一时间就连四周的空间都疯狂地震战起来 玄圣 你敢 云爵子又惊又怒 没想到玄圣竟然这么没脸没皮 竟然真的对一个小辈出手 不过好在云爵子早有准备 危案的身躯挡在了叶珍的身前 与玄圣进行了惊天动地的斗法 而此时的月流苏也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琉璃般的眸子带着沙翼的看着叶珍 随后取出了一座漆黑的小鼎 真正的太荒吞天鼎 轰轰 玄圣的目光冷漠地看着面前的云爵子 身后黄金地做闪耀着万丈光芒 宛如深渊般浑厚的灵力涌动 形成了上万座灵力大山 朝着云爵子狠狠倾覆而去 恐怖的压力顿时袭来 使得云爵子周身的空间都开始破碎 丝丝缕缕的空间之力泄露 让云爵子的身形变得模糊了起来 玄圣这一出手便是全力而为 哼 云爵子冷哼一声 尊贵的紫荆地做在其身后显现 周身云雾涌动 无数的龙象宛如从虚空中出现 散发着绝世凶威 吼 龙象齐齐怒吼 随后在云爵子的操控下 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 最终竟然形成了一座大阵 虚迷龙象阵 云爵子淡淡开口道 上万头龙象齐齐奔腾起来 仿佛拉开了天地 在这恐怖的龙象之力下 那上万座灵力大山在以肉眼所见的速度 快速地消失着 玄圣目光有些惊惧地看着这一幕 哪怕是自己在准地这个境界积累了上千年 面对紫荆地做 竟然也是一块千里的下场 不过就算如此 也能够拖延云爵子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就看月流苏的了 玄圣的目光有些阴沉 而在此时 叶珍也是注意到了月流苏的动作 漆黑的小鼎在月流苏的手上 散发着寂灭的味道 可以发现 附近的灵力 已经完全被太荒吞天鼎给吞噬了 没想到 玄圣竟然将真货给了你 也不怕没了这东西后 被宗主给斩了吗? 叶珍淡笑道 似乎一点也担心 月流苏没有说话 琉璃般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叶珍 手中的太荒吞天鼎散发的气息 也越是恐怖 其恐怖程度 远圣 真正的太荒吞天鼎 除了具备吞噬与寂灭之能外 还拥有着储存之能 只不过以月流苏的实力 根本调动不了多少太荒吞天鼎内存储的力量 但就算如此 也足够可怕了 只见月流苏的面色 越来越苍白 身上的气息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地下降 甚至就连修为 也在不断地倒退 他竟然不惜压上自身的未来 也要杀死叶珍 这对于极度自私利己的月流苏来说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叶珍目光微动 随后就释然了 想必那是玄圣的指示吧 为了杀死自己 哪怕是月流苏也可以舍弃 不过这其中也应该有月流苏对自己恨意的一些缘故 云爵子也是发现了端倪 不由地怒吼道 玄圣 为了对付一个小辈尼 竟然如此不择手段 有愧圣主之位 呵呵 成王败寇罢了 玄圣此时也不再伪装 冷笑道 但是其面色却变得越发苍白起来 那上万座凌厉大山 此时已经被那恐怖的龙像磨灭了一半 不得不承认 没有了太荒吞天顶 他还真有被云爵子斩了的可能性 想到这里 玄圣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极度之火 他云爵子凭什么可以凝结紫荆地做 面对玄圣的拼命纠缠 云爵子也是毫无办法 只能祈祷叶珍能够自保 而到了此时 月流苏也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若是再不顾后果地挖掘这太荒吞天顶的力量 恐怕自己也会与叶珍一起陪葬 不过就算如此 月流苏感觉也够了 此时太荒吞天顶凝聚的力量 甚至可以轰杀元英镜强者 叶珍 今日你必死无疑 月流苏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复之前的清脆动听 不难听出其中的虚弱之感 哦?这便是你用尽一切想要杀死我的资本吗? 叶珍淡淡一笑 重彤之中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他要让月流苏知道 他所认为的一切资本 在自己面前都是笑话 月流苏没有在说话 他知道自己说不过叶珍 索性便没有再废话 手中的太荒吞天顶迎风暴涨 眨眼间便宛如一座小山大小 恐怖的力量在太荒吞天顶的顶口处酝酿 一股仿佛寂灭世界的气息缓缓一出 寂灭死光 月流苏沙哑的嘶吼一声 看向叶珍的目光满是恨意 恐怖的黑色光束 从太荒吞天顶的顶口处喷发 黑色光束所过之处 万物寂灭 寸草不生 这般威劣 离起在旁来仙境 简直可怕了无数倍 呼 叶珍深吸了一口气 面对着恐怖的一击 就算是叶珍也感到身体刺痛 肌肉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哀鸣 叶珍的瞳孔之中散发出了淡淡的紫光 重通世界开启 世界在叶珍眼中放慢了数百倍 就让这世界再看看诸仙剑的力量吧 叶珍心中喝道 一柄古朴的暗金色长剑出现在了叶珍的手中 当这柄剑出现的时候 天帝仿佛为之寂静了一瞬 仿佛就连天帝都为其出现而感到惊骇 怎 怎么回事 在场所有用剑的弟子惊骇地看着自己的配剑 只见原本与自己契合无比的配剑 此时剑身微微颤抖着 仿佛在害怕着什么一般 更有甚者 剑身竟然直接崩碎 化为了一堆废铁 这极为不正常的一幕 引得众人纷纷惊骇不已 随后目光全部看向叶珍 诡异的源头是从那柄剑出现开始的 叶珍轻轻抚摸着朱仙剑的剑身 一股微弱的意志传到了叶珍的脑海之中 你说那些剑不配为剑 叶珍笑了笑 这朱仙剑还挺有脾气 那么你觉得你与那口顶相比如何 叶珍笑道 嗡 朱仙剑的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认为叶珍在羞辱自己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便掌了她如何 叶珍笑着问道 感受到叶珍的意志 朱仙剑的剑身抖了抖 似乎再说没问题 见此状况 叶珍也不再犹豫 双手握住朱仙剑的剑柄 冰冷的触感传来 让叶珍此时的意识无比的清醒 叶珍将朱仙剑高高地举过头顶 一股令人惊骇的气势悄然凝聚 宛如天地为其俱逝 而在此刻 叶珍的内心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促使着叶珍说了出来 我这一剑 可斩先 暗金色的长剑流转着古老的韵味 锋利的剑刃之上涌动着一层薄薄的剑气 只需一缕便可切割空间 我这一剑 可斩先 伴随着叶珍的低语 暗金色的朱仙剑朝着那寂灭的光束缓缓地斩下 叶珍的初剑的速度很慢 但其剑上所凝聚的力量却是越来越恐怖 几乎成几何倍数提升 嗡 朱仙剑斩下 整个天地的时空仿佛被凝制 暗金色的剑气穿越了时空 瞬间斩过了寂灭的光束 最终完全没入月流苏的身体 刚 刚刚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方才那一刻仿佛过了很久 又仿佛只有一瞬 就宛如岁月长河断流了一瞬 而此时 那冲向叶珍的恐怖寂灭光束 竟然从中分成了两半 随后穿过叶珍的身躯 轰向了叶珍身后的东海 哄 寂灭的力量爆发 大片的海水凭空消失 宛如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给吞噬了一般 你拼了命的资本 而我只须一见 叶珍的重彤 看着呆立在原地的月流苏 但莫道 咔嚓 一道轻微的异响传出 只见月流苏手上的那尊黑色小鼎 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纹 随后 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下 直接裂成了两半 太荒吞天鼎 这件太荒圣地的镇宗之宝 竟然被一剑斩断了 我 月流苏的目光中满是不甘与挣扎之色 喉咙微微滚动 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一条血线从月流苏的眉心出现 随后蔓延至下体 最终整个身体变成了两半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使得旁边的一些势力弟子 惊叫连连 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竟然一剑斩了太荒吞天鼎 这位夜圣子 不愧是可以引动仙路的绝世妖孽 墨碑看着宛如天人下凡的夜真 顿时为刚才的决定感到无比的庆幸 他可以肯定 若是夜真可以顺利的成长起来 那么必然可以踏上仙路 引领这方世界走上一个璀璨大时代 而九天圣地说不定可以借着夜真的大事 成为那最早吃肉的人 想想太荒圣地之前 因为夜真天赋尽丧而将其赶出了山门 墨碑心中便涌起一丝讥讽之意 太荒圣地的霸道不但对外人 对自己人也狠 这样的宗门以利益至上 没什么凝聚力 迟早要毁在玄圣的手上 看来要与天云先宗打好关系了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陈思道 霸玄与各位弟子的死还未可知 只不过他却发现一件事 那便是那些死去的弟子身上 似乎都有太荒吞天鼎的力量波动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这不可能 玄圣猛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上气息萎靡 就连维持那林立大山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太荒吞天鼎被毁 连带着玄圣自身也受到了不小的反噬 但是相比于自身的伤势 更让玄圣惊骇的是夜真的实力 以及那柄毙毁掉太荒吞天鼎的剑 究竟是什么样的剑可以展开太荒吞天鼎 难道是传说中的朱仙剑不成? 别开玩笑了 朱仙剑早就被人带到了仙剑 怎会还流落在这下剑? 好 而就在玄圣心中不敢置信之余 龙象之声大震 上万头龙象齐齐奔腾 直接将玄圣这万座灵力大山碾碎了 须弥龙象斩 云爵子目光冷漠 大喝一声 上万头龙象浩浩荡荡地奔向云爵子两侧 随后口中齐齐吞吐出恐怖的水柱 这些水柱互相纠缠融合 最终形成了一柄遮天蔽日的水刀 一刀斩下 天地接阵 只见玄圣的脚下的地面快速地开裂 随后一直蔓延到了东海 最终竟然形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 该死的 玄圣心中大害 但此时的他已经被彻底锁定 逃是逃不掉的 只能硬着头皮硬扛了这无比恐怖的一刀 哄 本来实力便不如云爵子 并且又因为太荒吞天顶的反噬 此刻的玄圣根本无力抵挡云爵子这一击 巨大的水刀 瞬间撕裂了玄圣所布置的层层防御 眼看就要斩在玄圣的身上 关键时刻 玄圣眼中上过一丝狠力 身后的黄金地座迎风暴涨 代替玄圣接了这一刀 咔嚓 破 黄金地座碎裂 玄圣再度吐出一口鲜血 气息也变得更加萎靡了起来 不过借助着这股力量 玄圣也是趁机与云爵子拉开了距离 云爵子 这个仇我圣地记下了 准备接受圣地的怒火吧 玄圣放下狠话后 便直接动用了某种秘术飞盾而去 云爵子健壮也没有去追 虽然玄圣逃了 但是也被欺斩了地座 实力大损 没有个十几年的修养 恢复不过来 并且到了准地这个境界 是很难将其彻底杀死的 圣子 你没事吧 云爵子快速来到了叶真的身旁 有些担忧道 方才叶真的那一击实在是太过的恐怖 一般这种超越自身修为太多的力量 都有极大的后遗症 有些甚至是永久性的 宗主担忧了 我没事 叶真笑道 云爵子不放心 仔细查探了一下叶真的身体 发现叶真除了灵力消耗比较严重之外 并无大碍 这才松了一口气 宗主 信不如命 叶真将一枚小巧的储物戒指递给了云爵子 云爵子接过后探查了一下 心中顿时一惊 只见里面满是蓬莱仙草 看其数量 恐怕不下三百株 这等数量的蓬莱仙草 几乎是每次蓬莱仙境开启时的总产量了 太好了 云爵子心中大喜 有了这些蓬莱仙草 天云仙宗的几位太上长老 哪怕是再称两三次蓬莱仙境开启 也不成问题 这对于现如今的天云仙宗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只不过 云爵子不知道的是 蓬莱仙境 已经不会在此节开启了 恭喜云宗主 此次蓬莱仙境大丰收 莫悲带着九天圣地的众人 来到了天云仙宗这边 态度十分的热情 莫供奉客气了 这次的事情 还要多谢九天圣地出手相助了 云爵子孝道 指的自然是 先前九天圣地 没有答应太荒圣地的条件 莫某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没做什么 莫悲孝道 而此时 其他的势力 也是朝着天云仙宗这边巨路 毫无疑问 都是恭喜之语 云雾缭绕的天空上 一只体型巨大的昆蓬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穿梭着 其宽阔的背上 在这天云仙宗一行人 哈哈 有了这些彭来仙草 几位太上长老 再活个几千年 不成问题 原长老看着面前扎堆的彭来仙草 就算是 以其几千年的阅历 心中的惊喜 也是难以抑制 这般数量的彭来仙草 简直就是 救了天云仙宗的命 还是多亏了圣子 云爵子的心情 也是极好 笑道 这次不但解决了宗内 几位太上长老的大献问题 还直接将一桶又脏又臭的水 拨到了太荒圣帝的头上 方才那些各势力的领头人 可都是对太荒圣帝 抱有几分敌意了 可以说 现在天云仙宗的局势无比的好 并且 好的简直不能再好了 可以说 叶真简直为天云仙宗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让天云仙宗 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发展一段时间 现如今 天云仙宗的潜力 不可谓不大 先有云爵子 这位紫荆帝座的准帝强者 后有叶真 以及云西摇治等天骄纵横之辈 并且 叶真还补全了天云帝精 为天云仙宗 创造了数十道天阶灵术 可以说 天云仙宗的潜力 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太荒圣帝 只要给天云仙宗数千年的时间 哪怕是在超级势力中 天云仙宗也可以成为顶峰 宗主客气了 我只是做了一个 天云圣子该做的事情 叶真笑道 对于天云仙宗 叶真也是感到非常的亲切 相比于当初在太荒圣帝的阿谀奉承 天云仙宗 要显得更为真实一些 几人相视一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云西摇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 不知道这几个人一直在笑什么 袁长老似乎为了修炼 眨了那东西 老头子也不见有师娘 还有叶真哥哥 云西摇心中莫名的想起了一些事情 脸色不由的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大约两天之后 叶真等人便返回到了天云仙宗 嗡 天云仙宗内门云鸾风 一只体形庞大的昆蓬缓缓落下 引得众多天云仙宗的长老驻足观望 宗主他们回来了 是啊 也不知道此次收获如何 若是可以带来十株左右的蓬莱仙草 几位太上长老便可以顺利挺到下一次蓬莱仙境开启了 众多长老不断的议论着 对于此次的收获也是异常的紧张 毕竟这可是关系到天云仙宗未来的大事 很快 叶真一行人便从巨大的昆蓬上下来 众多长老顿时纷纷围了过来 恭迎宗主回宗 长老们齐齐大喝道 诸位长老客气了 云爵子温和的笑道 召集一下宗内所有的长老以及供奉 一会在长老殿开个会 云爵子又吩咐道 需要叫醒几位太上长老吗 皇长老问道 那是自然 云爵子点了点头 一脸的肯定 众长老闻言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一般情况下 不应该是当蓬莱仙草被神农帝王谷的人炼制成蓬莱仙丹之后 才会叫醒太上长老吗 毕竟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太上长老苏醒的时间 以延长寿命 不过云爵子都已经发话了 就算众人比较疑惑 也是却按照吩咐做了 圣子 一会的会议 希望你也可以参加 云爵子笑道 此次天云先宗的这番新气象几乎都是叶真带来的 而天云先宗也仅仅不过是给叶真付出了一些庇护作用而已 因此云爵子此刻对于叶真也是非常的感激的 自然没问题 宗主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我也是天云先宗的一份子 宗内的任何事我都有责任处理 叶真笑道 那日后我便不客气了 还望圣子莫要介意 云爵子半开玩笑道 宗主 几位太上长老已经醒来 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患长老从长老殿中出来 告知道 知道了 辛苦患长老了 云爵子客套了一句 随后便与叶真一起进入了长老殿 金色的大殿中 四位太上长老此刻全都苏醒了过来 淡淡的地位弥漫 给人一种比较压抑的感觉 爵子 大殿长老当先发话 目光中满是不解之色 以云爵子这般精打细算的心思 应该不会做没有理由的事情才对 呵呵 太上长老 以后你们便不用继续沉睡了 云爵子笑道 三百株蓬莱仙草 足以轻松的 让几位太上长老活上几千年 哪还用在乎这点时间 什么意思 云末感到有些疑惑 不知道云爵子的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其他的三位太上长老 也是面色不解的看着云爵子 云爵子闻言神秘一笑 随后手中的储物借着一抖 翠绿的蓬莱仙草 扎堆的出现在大殿之中 使得整个大殿都染上了一层充满生机的绿色 这 这 黄长老看着那成堆摆放的蓬莱仙草 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 这可是蓬莱仙草啊 不是路边的野草 搞批发呢 其他的长老也是一脸的震撼 这个数量的蓬莱仙草 其他的势力是一点也没有得到吗 全都被圣子给薅了 而四位太上长老的表现则更是夸张 眼中金光暴闪 脚下的大地顿时开脸 地威凌乱 可见其心中的不平静 这 这些全都是蓬莱仙草 云莫声音有些颤抖道 虽然那浓郁的生机是骗不了人的 但是眼前的一切 还是让云莫感到如同做梦一般 那是自然 如假包换 云爵子笑道 见到太上长老们震撼激动的样子 心中也是非常的高兴 呵呵 这都是圣子的功劳吧 云莫强行按耐住激动的心 笑呵呵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更是无比的和善 宛如看待再生父母一般 运气好而已 这次蓬莱仙草 恰巧都在一个地方 叶真笑道 云莫闻言 却是不以为然 都在一个地方 那么必然也是各势力争抢之地 争斗恐怕要更为的激烈 此番下来 叶真恐怕费了不少的功夫 呵呵 将这些蓬莱仙草 全部让神农帝王谷炼制成蓬莱仙丹 几位太上长老 岂不是可以延寿千年之久 有些长老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欢喜道 而叶真文言却是愣了一下 随后陈莹道 要不先给神农帝王谷石珠蓬莱仙草 其他的日后再说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面露不解之色 蓬莱仙草 只有炼制成蓬莱仙丹 才能发挥其作用 不然顶多就是一堆 含有一定灵气的灵药罢了 不知圣子此话何意 云爵子率先开口问道 他知道叶真这么说 绝对是有着某种原因的 蓬莱仙境日后不会再开启了 这些几乎是最后的蓬莱仙草了 日后的价值必然会水涨船高 叶真解释道 神农帝王谷炼制出蓬莱仙丹 需要收取三成的成丹作为报酬 这个价格其实有些高了 只不过因为只有神农帝王谷 可以炼制出蓬莱仙丹 并且其承诺不会与各势力前往蓬莱仙境争抢 所以也就只能认了 不过如今蓬莱仙境飞往了仙剑 从此之后再无开启的可能 所以之后 这些仙草都在天云仙宗这里 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什么?蓬莱仙境不会再开启了 众长老闻言顿时一惊 随后纷纷目光不可思议的看向叶真 蓬莱仙境的存在已经有百万年之久 怎么可能说不开启就不开启 圣子此话有什么根据吗? 云末太上长老问道 虽然清楚 叶真几乎不会欺骗众人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有些太过于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还是需要问清楚具体原因 云爵子没有急着质疑 而是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当日那蓬莱仙境的确与往常有些不同 往常蓬莱仙境关闭都是大雾起息 随后隐于东海 而当日却是直接飞往了不知名的天井 我在从蓬莱仙境中探知到了一些隐秘 蓬莱仙境此后会飞往仙剑 从此不会在此界出现 叶真解释道 众长老闻言神色各有不同 有遗憾也有经意 飞往仙剑 那若是当时就在蓬莱仙境 岂不是可以与蓬莱仙境一起前往那传说中的仙剑 圣子的消息属实吗 云墨太上长老不甘心地问道 蓬莱仙境就这么彻底关闭 实在是让人有些不甘心 这岂不是断了他们这些老家伙的命吗 不过好在的是 这次叶真带来的蓬莱仙草分量够足 至少再活个千年不成问题 千真万确 叶真肯定道 见到叶真如此肯定 几位太上长老尽管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认清这份事实 既然这样的话 那便依圣子之言 云墨最终道 随后目光又看向了云爵子 爵子 蓬莱仙境已经不再开启 为何浪费我等宝贵的时间 云墨太上长老不满道 呃 云爵子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 他哪里知道 蓬莱仙境会彻底关闭 这次获得了这么多的蓬莱仙草 云爵子还天真的认为 几位太上长老 从此以后可以躺平了 是爵子的失误 云爵子无奈 索性便承认了错误 哼 身为一宗之主 就不能稳重一些 云墨太上长老不悦道 叶真宠着不敢说 显然是将不满 全部发泄到了云爵子这个宗主晚辈身上 云爵子闻言 嘴角有些抽搐 方才见到这么多蓬莱仙草的时候 你可是差点把长老店给震塌了 不过这话云爵子自然不敢说出来 否则以云墨太上长老的脾气 只不定会搞得整个天云仙宗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爵子受教了 日后必定紧急太上长老教导 云爵子严肃道 哼 云墨太上长老 见到云爵子 这番诚恳的认错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一灰一袖地离开 再次前往长老店深处 进行沉眠 天云仙宗不诞生新的准地强者 他们这些老家伙 还不能死 借助着沉眠 以及那般数量的蓬莱仙草 再维持个数千年 不成问题 待着几位太上长老全部离开后 云爵子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将蓬莱仙草 全部收了起来 今日的会议便到这里吧 长老们辛苦了 云爵子笑了笑 遣散了众位长老 圣子可还有事 云爵子见到叶珍 竟然没有离开 不由得感到有些意外 以往的叶珍 可是一个修炼狂人 几乎在云先锋足不出户 很少参与这种长老店的会议 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事 叶珍文言回答道 显得颇为凝重 圣子倾讲 云爵子健壮 神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我在蓬莱仙境得到了一样宝物 那便种在云先锋怎么样? 云爵子随意道 这种聚集天地灵气的宝物 天云先宗自然也有 并且有很多 所以也并未怎么上心 只是 既然是叶珍的一番心意 云爵子也不好扫了叶珍的面子 云先锋 叶珍文言有些愕然 本来是想着种植在云鸾峰或者云圣峰的 毕竟 那里是弟子与长老经常待的地方 修炼也方便 云先锋平日里 也就只有叶珍与云熙瑶两个人居住 种植在那里实在是有些浪费 只不过云爵子已经这么说了 叶珍也便点了点头 那就依宗主所言 叶珍道 离开长老殿之后 叶珍便返回到了云先锋 叶珍哥哥 云熙瑶见到叶珍回来后很是开心 亲密的上前抱住了叶珍的胳膊 惊人的触感传来 使得叶珍一阵星园一马 正好 这次回来也是时候证明一下了 叶珍心中暗道 不过眼下还是正是要紧 叶珍一边抚摸着云熙瑶的秀法 一边从墨珠中取出了流云先王树的幼苗 叶珍哥哥是要将它种在这里吗? 云熙瑶好奇地问道 嗯 叶珍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将流云先王树的幼苗栽种到了封顶之上 轰隆 当流云先王树落地生根的一刹那 其体型猛然暴涨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流云先王树的树根便变不到了整座云先锋 巨大的树棺遮天蔽日 翠绿的叶子散发着惊人的生机 一时间整个天地都涌动了起来 大量的灵气被流云先王树聚集到了云先锋 其浓郁程度甚至已经快到了夜化的程度 什么情况? 远在云丸风的云爵子有些惊疑不定道 好浓郁的灵气都快赶上旁来仙境了 叶珍感受着源源不断聚集而来的天地灵气 心中也是惊喜万分 显然自己也没有料到 这流云先王树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效果 看来那旁来仙境的灵气之所以那么浓郁 恐怕与流云先王树脱不开关系 叶珍沉应道 而此时的云西遥感受到这浓郁的不像化的天地灵气 雀跃的简直快要蹦了起来 几个起跳间便来到了流云先王树的一处树枝上 我要在这里搭建一座房子 以后住进去 云西遥笑嘻嘻道 看得出来是非常的喜欢这流云先王树 还缺少一点东西 叶珍笑道 随后从墨珠中取出了剩余的八枚流云先王果 当流云先王果出来的一刹那 便自动飞了起来挂在了流云先王树上 而流云先王树的聚气之力也是更加的强盛了树分 天地间的灵气也是变得更加浓郁了一些 这流云先王果吃过一次之后 之后再吃的好处便越来越小 叶珍与云西遥商量了一下 所幸便留给宗门做资源比较好 不过现在看来 这流云先王果还有另外一层作用 而就在此时 无数道恐怖的气息空降云先锋 引起了叶珍的注意 宗主 叶珍见到云爵子笑道 嗯 云爵子尴尬的点点头 随后看向了那立于云先锋封顶的流云先王树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流云先王树 跟来的一位长老有些惊议不定道 正是 叶珍点了点头道 传说中流云先王树不但拥有聚集灵气的作用 甚至若是经常在旗下修炼 还可以延长寿命 补充生机 甚至有几率进入顿悟的状态 随行的皇长老惊叹道 是圣子从蓬莱仙境之中带出来的吗 当真是浮云身后啊 就快要毁清了 这么好的东西 若是种植在云鸾峰或者云圣峰 那么无论是对于弟子的修炼 还是长老们的顿悟突破 都有着极大的好处 如今却种植在了云先锋 虽说这流云先王树的覆盖范围极大 就算是云鸾峰与云圣峰也能受到恩责 但是其效果肯定是远远不如在云先锋的 这办的叫什么事啊 云爵子真想给自己两个嘴巴子 当初叶珍询问自己要种植在哪里 为什么就不多问问具体是什么东西 问就在云爵子懊恼之时 树到极其恐怖的气息忽然出现 浩荡的地位弥漫 来者自然不言而喻 恭迎太上长老 众多长老以及云爵子齐齐恭敬道 叶珍也是弯腰鞠躬 表示尊敬 这流云先王树产生的动静 竟然又将刚刚陷入沉睡的太上长老们 惊醒了过来 竟然真的是流云先王树 云墨太上长老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大树 有些兴奋道 老家伙们 看来真是天不觉我们啊 其他的几位太上长老哈哈笑道 脸上的欢喜之色是怎么也隐藏不住的 有了这流云先王树 他们的大县又可以大大的延缓了 甚至说不定还可以趁机顿武 踏出那最后一步 趣味存真 真正的正道大帝 圣子 不知可否 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住在这里 云墨对着叶真道 当然可以 叶真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同时也有些无奈 早知如此 那当初不如直接种植在云鸾峰 圣子是有些为难吗 云墨见到叶真无奈的表情 问道 不过想想也对 这云先锋本来说好送给了叶真 此时 他们这些老家伙过来干什么 只不过 这流云先王树 对于他们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一些 太上长老误会了 只不过我在想 还不如当初 将其种植在云鸾峰 叶真无奈道 那为何又 云墨太上长老好奇地问道 自然是听从的宗主吩咐 叶真实诚道 此时的云爵子 顿时感到背后一阵发凉 四位太上长老 齐齐地朝着云爵子看了过来 爵子 这是怎么回事 云墨太上长老 目光锐利地看着云爵子 有些阴侧侧道 云爵子顿时感到 头皮有些发麻 总不能说 是因为自己的不在意 而导致的疏忽吧 这样一来 几位太上长老 还不撕了自己 嗨嗨 因为云先锋位于宗内中央 将这流云先王树种植在这里 更加有利于宗门发展 况且 我与圣子商量过 让几位太上长老搬过来便可 云爵子轻咳了几声 同时不动声色地向着叶真疯狂的暗示 叶真也是直接瞄懂 道 的确是这样 原来如此 圣子有心了 云墨太上长老闻言 笑呵呵道 应该的 叶真客气道 云爵子见状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随后感激地看了叶真一眼 嗨嗨 圣子 其他的长老有些坐不住了 目光饱寒期待地看着叶真 其目的不言而喻 诸位长老自然也可以搬到这里 毕竟云先锋还是很大的 叶真笑道 自然也明白众长老的意思 哈哈 那老夫就确置不公了 有圣子这句话 老夫也不来 也不太好意思了 老夫也一样 老夫也一样 众长老闻言 顿时喜笑颜开起来 对于他们这些老家伙来说 没有什么比顿悟 以及延缓自身大县更重要的事情了 众长老敲定了搬来云先锋的事情后 便各个告退 准备收拾东西 直接来云先锋了 而几位太上长老则是没有那么讲究 直接蛮力地在云先锋上开了一个洞 布置了一些静纸 便住了进去 进行了深度的闭关修炼 圣子 这次多谢你了 云爵子笑着对叶真道 没什么 只是下次宗主真要注意一些了 叶真无奈道 这种事情貌似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嗨嗨 云爵子闻言干咳了两声 心中也是异常的郁闷 谁知道 叶真所谓的聚集天地灵气的东西 竟然是流云先王术 这是能够随随便便得到的吗 再过几日 便要前往神农帝王谷 炼至彭埃仙丹了 不知圣子可有兴趣前往 云爵子岔开话提道 叶 恭喜宿主 触发系统任务 夺取神农帝王谷圣女原因 奖励混沌体 伴随着系统 略带一丝小猥琐的机械声 在叶真的脑海中响起 叶真的心中 也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混沌体 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高体质 如果说荒谷圣体 乃是体质中的至尊 相当于战神之体 霸绝天下 那么混沌体便是体质中的皇者 强熟弱 阴阳并济 天下称皇 混沌体自带混沌之气 可演化万物 这与天云地精有些相似 只不过天云地精是借助了云雾 皇谷圣体受天地眷顾 修炼速度七快无比 并且万邪不清 而混沌体则更为的霸道一些 天生清和混沌 可演变万法 破灭一切 如此一看 高下力判 若是我铸就了混沌体 但使用混沌之气 通过天云地精模拟凶兽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叶真心中闹出了一个惊骇的想法 若真是如此 恐怕到时候诞生的 便是真正的上古凶兽 他祖宗都分辨不出来真假 只不过这任务 着实是有点怪异 夺取神农帝王谷圣女的原因 叶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神农帝王谷的圣女名叫江亦 拥有特殊体制神农药王体 乃是天生的炼丹师 并且曾经还和叶真有过婚怨 只不过后来被单方面退掉了 这么一想的话 叶真与其也是有些冤怨 圣子 云爵子看着有些发呆的叶真 不由地呼喊了一声 若是圣子不愿意去也没什么 我让园长老带着西窑那丫头跑一趟 云爵子道 他本来也没指望叶真会乐意去 方才不过是为了转移话题而已 我去 然而让云爵子感到意外的是 叶真竟然答应了 小事而言 既然宗主吩咐了 我自然会去 叶真笑道 圣子其实不必为难 本宗 云爵子想要说什么 却被叶真给打断了 我不为难 为宗门出力是我应该做的 叶真笑道 混沌体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甚至比诸仙剑更为的重要 这小小原因 叶真是要定了 哪怕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毕竟叶真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 当一回勤劳的小蜜蜂又如何 既然圣子都这么说了 那么这次便劳烦圣子再出门一趟了 云爵子笑道 什么时候出发 叶真问道 七天后怎么样 云爵子问道 叶真文言却是摇了摇头 道 要不就明天 云爵子文言有些恶然 不知道叶真这么着急干嘛 又不是逛青楼 七天后九天圣地的人会来宗内 届时 圣子可与其一起前往 云爵子解释道 原来如此 那便七天后 叶真点了点头 因为叶真的缘故 目前九天圣地与天云先宗走得很近 两宗之间自然也想要进一步发展 毕竟九天圣地的实力可不弱 更何况 有白丘梨这么一个优秀的后辈 日后的潜力也是极大 拥有不死名神梯者 几乎最终都可以成为一方强者 夭折的几率很小 毕竟那比小强还变态的生命力 着实是让叶真也有些羡慕 与云爵子分开之后 叶真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流云先王树的其中一条树之上 在这里 叶真临时搭建了一座小木屋 而长老们则是居住在封顶的树干周围 系统 那混沌体是真的混沌体吗 叶真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混沌体毕竟太过于逆天 而且 这任务说实话说 简单不简单 说难也不难 不简单是因为 毕竟是神农帝王谷的圣语 身份高贵 比较难以接近 不难是因为没有什么是一包要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是自然 本系统出品 统锁无期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在叶真的脑海中响起 叶真闻言松了一口气 随后恶狠狠道 干了 有了系统的保证 叶真说什么 也要将这个任务拿下 机会就在眼前 必须大力的把握住 不过眼下还是要等七天后 这段时间也不能浪费 心里这般想着 叶真便从墨珠中取出了一卷古朴的图卷 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顿时扑面而来 让叶真险些心神失守 诸仙阵图 这是叶真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 叶真将诸仙阵图缓缓打开 有些泛黄的阵图上 布满着神秘玄奥的符文 其复杂程度 就算是以叶真的重同观察 也有些头皮发麻 而在阵图之上 还有四道剑形空白 诸多符文为其让路 毫无疑问 这便是放置诸仙四剑的地方 可惜 我只有一柄诸仙剑 其他的三柄剑还不知下落 大概率会在那传闻之中的仙剑 叶真沉思道 随后又取出了暗金色的诸仙剑 放在了诸仙阵图的其中一道剑形空白上 煞世间 无数的符文攀爬上了诸仙剑 古老的诸仙阵图散发着极其恐怖的血红光芒 一股是仙般的恐怖杀意隐隐而现 叶真尝试着操控这诸仙阵图 却发现根本没什么作用 空有其恐怖的威势 但却根本没有什么威力 看来只有集齐全部四柄诸仙四剑 才可以发挥其威力 叶真叹了一口气 不过想想也正常 毕竟这诸仙阵图缺少了任何一柄剑 阵法都不完整 就在叶真打算收起诸仙阵图之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叶真的脑海之中 既然我找不到其他的三柄剑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剑来代替呢 叶真沉思道 在那小世界中 叶真不仅得到了诸仙剑 还得到了其他不少的好剑 看来需要试验一番 叶真仔细的琢磨着 觉得有戏 叶真哥哥 一道甜美的声音忽然传来 叶真闻言收起了诸仙剑与诸仙阵图 目光看去 芸汐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叶真哥哥 你找我 芸汐遥甜甜的笑道 嗯嗯 叶真笑道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细血 天云仙宗最近关于叶真的某些流言 有些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次说什么 也要向芸汐遥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芸汐呆呆的看着叶真 不知道叶真突然大晚上找自己做什么 啊 芸汐遥惊呼一声 只见叶真直接将芸汐拦腰抱起 放在了屋子内 由藤木制作的简易床上 叶真将脸凑近芸汐 对着芸汐吹气道 今天我需要证明一下了 叶真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芸汐有些措手不及 脸色红得宛如熟透的苹果一样 桃花眼中显露出了丝丝羞涩 本能的想要推开叶真 但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 叶真哥哥想要证明什么 芸汐遥声音滴滴地问道 你说呢 叶真斜斜一笑 手掌也开始有些不老实起来 芸汐遥尽管感到非常的羞涩 但还是不忍心推开叶真 所以也就任由叶真大展拳脚了 妈的 一群老不秀 叶真忽然怒骂一声 手上的动作也是停了下来 芸汐遥疑惑地看向叶真 只见叶真的重彤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一脸的义愤填音 叶真哥哥 芸汐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疑惑道 待在这里不要动 我一会就回来 叶真说了一句之后 便匆匆离开了木屋 而在此时 刘云仙王树下 一堆头发花白的长老们围在一起 不知道在密谋着什么 老云 你这秘术行不行 怎么还没有动静 皇长老耳朵贴在刘云仙王树巨大的树干上 有些怀疑地说道 老夫这听天之术 就算是天道之音都能听取 何况是这等小事 元长老文言有些吹胡子瞪眼 显然是对于皇长老的质疑有些不满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动静 皇长老不服气道 万一是圣子真的不行 只是过过手瘾呢 元长老大胆地猜测道 有道理 众长老文言点点头 觉得此话在里 那岂不是白忙会场 幻长老叹气道 慌什么 这可是在树上 树枝这么多 元长老话还没有说完 目光突然一惊 随后有些结巴道 圣 圣子 老元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搞这些 皇长老压根不相信元长老的话 有些不满道 圣子 你怎么来了 幻长老有些尴尬道 皇长老见到幻长老 都这么说了 目光不经意地朝后一瞥 只见叶真脸色乌漆嘛 黑的站在了诸多长老的身后 长老们不好好修炼 这是在做什么 叶真黑着脸道 呃 众长老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 目光不由地全部看向了元长老 嗨嗨 元长老干咳了两声 顿时感到责任巨大 这么多张老脸都在自己的身上了 是这样的 老夫最近修炼有了些感悟 因此 再次分享给这些老东西 而在这刘云仙王术的树干之下 说不定顿悟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元长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是还他娘的真有几分道理 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元长老所言极是 方才老夫便是灵光一闪 仿佛快要听到了什么天道之音 皇长老笑道 是啊是啊 老夫也一样 老夫也一样 众多长老纷纷笑着道 一口咬死了这个事实 叶真见到此时无比团结和谐的众长老 心中自然是半个字都不相信 众童微微转动 看向了一处方向 无奈道 宗主出来吧 众长老闻言全都一惊 顺着叶真的目光望去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宗主 我的重童可以看破万物 叶真见到没有丝毫的动静 于是提醒了一声 而随着这次叶真的话音落下 那黑暗中忽然泛起了丝丝涟漪 云爵子的身影也是显现了出来 众长老见到云爵子真的出现了 一个个不由的全都目瞪口呆 嗨嗨 长老们在这树干之下修炼 可有感悟 袁长老 你是最接近准地的 今日正好借着这流云仙王术 本宗主特意来指点你一番 云爵子接连说道 搞得正长老一愣一愣的 圣子 今日天色已晚 不如早些歇歇 云爵子这才对着叶真道 叶真嘴角微微抽搐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承蒙宗主观照了 只不过希望宗主日后 不要什么都这么观照 叶真有些咬牙切齿道 虽然说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但是等明天让这些老家伙们看看 原因之气 没了就行了 哪有这么玩的 这和叶真上辈子 在大街上拉屎 有啥区别 哈 说的也是 我还是去多练制一些云爵令吧 云爵子笑道 找了个借口 直接便溜了 听声被一个小辈给抓住了 着实是有些丢脸丢大了 老夫也忽然想起来 那不成器的弟子 从蓬莱仙境回来之后 有了突破的迹象 所以便就先离开了 皇长老见状 也是随便的编造了个理由开溜 老夫那孙儿 老夫那孙女 老夫那辛娜的小妾 诸多长老见状 哪里还敢停留 全都洋装有事离开了 根本不给叶真开口的机会 一时间 原本颇为热闹的一片地方 转瞬之间 便变得冷清了起来 一群老不秀 叶真愤愤的催了一口 随后便也返回到了小木屋 而此时的云西瑶 见到叶真回来 红着脸道 叶真哥哥 其实 其实这个不太重要 就算不行 在我心中依旧是雄伟的 叶真方才的临阵脱逃 在云西瑶看来 自然更加印证了最近不断的流言 噓 别说话 叶真虎着脸 取出了墨珠 大量的墨色气体出现 将整个小木屋笼罩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高级的隔音层 叶真哥哥 云西瑶见到叶真凶神恶煞的样子 不由得紧了紧身体 露出一丝害怕的神色 叶真冷着脸 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发现没有问题之后 才将目光重新看向云西瑶 死了 叶真直接蛮横地朝着云西瑶扑了过去 啊 云西瑶惊呼一声 慌乱地迎接着变得如狼似虎的叶真 云仙风 遮天蔽日的流云仙王树上 一座被墨色的包裹的小木屋 在一条粗大的树枝上疯狂摇摆 透过浓重的墨色 隐约可以看见其中弥漫的粉红之色 叶真哥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嗯 云西瑶声音有些哀嚎地求饶着 眼泪不争气地不断往下掉 你错了 那你说 你哪错了 叶真丝毫没有放过云西瑶的意思 目光充满邪义地问道 我 我不该相信老头子的话 云西瑶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楚 目光通红地看着如同一头蛮牛的叶真 就这 叶真一问道 还 还有 我不该相信原长老的话 云西瑶连忙又说道 生怕叶真又突然猛烈地来一下 但是越怕什么便越来什么 叶真的忽然动作 让云西瑶险些过去 就这 叶真继续问道 我 我还不该相信太上长老的话 叶真 这是信不信别人的问题吗 主要是没信我呀 叶真心中无语 随后 也不管云西瑶的求饶 宛如勤劳的小蜜蜂一般 采密到了天亮 清晨 斜斜的阳光闯过流云仙王树的层层绿叶 撒在了小木屋上 叶真伸了个懒腰 目光温柔地看向 宛如小猫一般 蜷缩一团的云西瑶 心中也是有些懊悔 昨天自己似乎有些过于畜生了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自己吧 毕竟哪个男人被质疑之后 不想狠狠地报复一下 叶真为云西瑶盖盖好了被子 又用手指轻轻拭去云西瑶眼角的残留的眼泪 便离开了小木屋 叶真离开之后没多久 云西瑶才吸动着眼皮 睁开了眼睛 走了吗 云西瑶呢喃着 因为剧痛 她其实一晚上没睡着 只不过为了不让叶真太过于自责 所以才假装睡着了 云西瑶摸了摸自己的眼角 那里是叶真刚刚抚摸过的地方 虽然身上很痛 但是心中却浮现出一丝甜蜜 谁说叶真哥哥不行 云西瑶小声嘀咕着 随后默默地运转灵力 开始修复伤势 而此时 叶真离开小木屋后 则是找到了云爵子 圣子 今日气色不错呀 云爵子笑呵呵道 准地及别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来 叶真昨日做了什么 那略微凌乱的阳气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得是多亏了宗主与长老的关心 叶真笑咪咪道 若非有墨珠遮掩 叶真还着实不敢在云先锋上 这般放肆行动 在太荒圣地都比在云先锋安全 嗨嗨 云爵子闻言 有些尴尬 随后妈撒着下巴道 这墨珠中应该还有云墨太上长老的一缕残魂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意识 叶真闻言 瞬间愣了一下 随后面色猛然大变 我撤草惠魔 此时的叶真 有种想要骂娘的冲动 甚至恨不得把墨珠给当场砸了 这个宗门全是听声老六 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开个玩笑 神欲境的强者留下神欲之宝 神魂俱灭 不可能留下任何的存在痕迹 云爵子呵呵笑道 眼中露出了一丝细血之色 对于叶真与云细瑶之间彻底确认了关系 他这个宗主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的 这证明从此以后 叶真与天云先宗便是彻底的一家人了 叶真 圣子此番前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云爵子笑着道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下去 叶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找他的 总不会是来炫耀的吧 待会我有一个实验 希望宗主可以护法一下 叶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至于实验 自然便是尝试用其他的剑代替那诸仙四剑 看看能不能组成一个阉割版本的诸仙剑阵 而云爵子自然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原来如此 自然没有问题 云爵子闻言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更何况 他也想看看叶真又能搞出什么名堂 那就多谢宗主了 叶真笑道 眼中闪过了一丝阴险之色 敲定之后 两人也没有过多的磨蹭 很快便来到了天与仙宗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 云爵子在确认附近没有其他人之后 笑道 圣子 可以开始了 叶真看着云爵子 好心提醒道 宗主 我这一招 威力可能有点大 你需要忍一下 圣子尽管视为便是 本宗还没有那么脆弱 云爵子毫不在意道 以他准地级别的实力 就算叶真再怎么妖念 除非那太荒吞天顶是被月流苏所掌控 并且没有做丝毫的防御措施 叶真也不可能展开太荒吞天顶 叶真闻言也没有说什么 想到云爵子那紫荆帝座的实力 并且又是阉割版本的诸仙剑阵 应该没什么问题 想到这里 叶真便从墨诸之中取出了诸仙阵图 古朴的图卷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杀意 宛如要将世界图面 这是 云爵子看着叶真手中的诸仙阵图 眉头微微皱起 这股杀意似乎太过于猛烈了一些 虽然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但是层次却极其之高 凌驾于诸生之上 古老的图卷展开 显露出了四道剑形空白 叶真没有取出诸仙剑 而是取出了从小世界带来的另外四把剑 这些剑历经万古磨损而不灭 虽然自身的灵性没有残存多少 但是其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最起码价值不低于神域之宝 有些甚至足以堪比毁灭及神域之宝 叶真没有犹豫 将四把剑依次放到了诸仙镇图上 随着四把剑归位 古老玄奥的符文顿时攀爬其上 一股极其恐怖的修罗杀意猛然爆发 血红之色弥漫 杀意宛如实质般刺激着云爵子的神经 这一刻 云爵子终于有了些严肃之色 嗡 四柄剑在诸仙镇图上疯狂地颤抖着 仿佛有些承受不住这般大阵的需求 甚至叶真从四柄剑中感受到了哀嚎 不过好在的是最终还是稳定了下来 真的可以 叶真见状有些欣喜道 古老的图卷立于云爵子的上空 血红恐怖的杀意宛如实质般冲向天际 一时间整个天云仙宗都被染上了一层血红 怎么回事 诸多天云弟子目光惊异地看着这恐怖的景象 不知怎样 心中都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冲动 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宗主已经传来消息 没什么大事 先联手将弟子们保护起来再说 皇长老飞到云圣峰上方 恐怖的灵力爆发 形成了一道灵力光照 将整座云圣峰笼罩了起来 那无孔不入的杀气顿时被隔绝在外 做完这一切后 皇长老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目光看向远方 那里是这杀气的源头 并且那股波动 就算是以皇长老的修为 都有些心惊肉跳的 仿佛蕴含着什么大恐怖一般 宗主与圣子究竟在搞什么 皇长老疑惑道 而在此时 云爵子看向那不断散发着恐怖杀气的图卷面色 也是终于变得凝重了起来 外面的杀气仅仅只是泄露出去的一小部分而已 此时大部分的血红杀气 已经以这古朴的图卷为核心 围绕着云爵子布置了一座杀阵 血红的纹路在云爵子的脚下蔓延 无数道森罗剑影罗列四周 每一道都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杀意 宛如涂灭了一座城 圣子 你这是真的想要杀了我啊 云爵子看着这阵仗 半开玩笑道 说实话 这力量的确对于云爵子来说有一点威胁了 但也仅有一点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云爵子震惊了 叶珍才什么修为 这一次云爵子倒是真的高看叶珍了 叶珍虽然成功的将这阉阁版的朱仙剑阵给布置出来了 但却丝毫控制不了其运转 简单的说 这朱仙剑阵是不分敌我的 宗主 你若是挡不住 今日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了 叶珍无奈到 已经来到了云爵子的身旁 看来这东西 圣子也没有彻底掌控啊 云爵子笑道 还好叶珍没有胡来 叫上了自己 否则真就危险了 叶珍文言耸了耸肩 心中也是安定了下来 看云爵子轻松的样子 看来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是个阉阁版本的朱仙剑阵 不过这也多亏了叶珍 没有拿真的朱仙剑试验 否则说不定就真的玩脱了 嗡 而在此时 那无数道散发着恐怖杀意的剑影 终于动了 密密麻麻的剑影 宛如流星一般 朝着叶珍与云爵子两人冲击而来 剑影未至 叶珍便感到 皮肤出现一阵阵强烈的刺痛之感 其恐怖 游在蓬莱仙境的那片禁区之上 并且远远超出 哼 云爵子冷哼一声 脚步重重一踏 尊贵的紫荆地作 出现在了云爵子的身后 一层淡淡的紫荆光芒 包裹住自己与叶珍两人 将那些剑影隔绝在外 当当 剑影源源不断地冲击在紫荆屏障之上 道道涟漪出现 使得紫荆屏障竟然有些动荡了起来 好恐怖的剑影 竟然一波比一波强 云爵子惊一道 不过依旧没有放在心上 恐怖的灵力迸发 周围的空间都产生了一定扭曲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恐怖的剑影 竟然直接穿过了叶珍与云爵子的身躯 但其却安然无恙 这是 叶珍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有些不明思义 斩断一部分空间 使其独立出来 一点小手段而已 云爵子见到叶珍的疑惑 开口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珍点点头 准地的手段 当真是可怕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不断冲击的剑影 也是开始逐渐的变少 最后更是彻底消失了 仅仅只是如此吗 叶珍见状有些失望 这等程度 别说是云爵子这种紫荆地座的强者 就算是白银地座 都丝毫威胁不了 还没结束 云爵子眉头微皱 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果不其然 云爵子的话音刚落下 恐怖的血色便开始朝着 一个方向聚集 最终缓缓凝聚出了一柄没有剑柄的小剑 但从其散发的气息来看 远比那无数的剑影恐怖得多 小剑通体血红 宛如从血水中浸泡过一般 剑尖之处 一点森寒的光芒闪烁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仿佛面对着湿山血海 这一击 恐怕可以穿透空间 云爵子目光无比凝重地说道 身上的气息也是层层拔高 没过一会便到了极其恐怖的地步 在其身边的叶真 甚至都感觉有些呼吸困难 圣子 你此次可是搞了个不得了的东西啊 云爵子苦笑道 能够威胁到紫荆地做 试问 这修行界又有多少宝物可以做到 相信宗主可以顶住的 叶真笑道 顶不住也要顶 这要是顶不住 两人便是生死盗消的下场 云爵子没有再多言 周身云雾涌动 上万头龙象便凭空出现 须迷龙象阵 云爵子嘀吼一声 古老的龙象开始奔腾起来 一股奇特的泯灭之力 出现粉碎了四周的血红杀气 嗡 而在这时 那血红小剑也是应声而动 朝着叶真这边飞射而来 周围的空间寸寸崩裂 留下一路狼藉 云爵子说的没错 这玩意甚至可以穿透空间 哄 血红小剑狠狠地冲击在须迷龙象阵上 恐怖的杀意与泯灭之力相互碰撞 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之声 但让叶真松了一口气的是 这血红小剑虽然恐怖 但是看其状况 根本攻不破这须迷龙象阵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之后 那血红小剑便因为后劲不足 开始缓缓消散 终于结束了 云爵子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 再这么折腾下去 整个云仙宗都快要散架了 而就在云爵子与叶真两人放松警惕之时 那血红小剑忽然猛烈地抱了开来 无数纷乱的剑气四射而出 瞬间打得两人有些措手不及 不好 云爵子四周的紫金屏障虽然抵挡了大部分的剑气 但还是有一些泄露了进来 叶真的重铜微微一动 凭借着逆天的重铜世界 几个小幅度腾挪间便全部闪开了 但就算如此 那擦身而过的剑气 还是将两人身上的衣服全部给撕扯了个粉碎 一时间 两具白花花的身体在风中凌乱 天云仙宗 一处满目疮痍的大地上 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大眼对小眼的互相看着 气氛一时间有些凝固 嘿嘿 圣子的资本不错 看来宗内的最近的流言着实有些荒唐 云爵子倾壳几声道 宗主也不差 如果此时不起力就更好了 叶真眼角有些抽搐 重铜都有些不正常的转动起来 这尼玛云爵子有问题啊 有大问题啊 叶真此时甚至恨不得赶紧逃离天云仙宗 羞羞 而就在此时 数十道恐怖的气息忽然降临 宗主 呃 众多长老心急火了的赶到了这里 却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尤其是眼尖的皇长老的还发现了起立的云爵子 真是奇怪 老夫为什么要来这里 皇长老自言自语道 随后朝着身后的重长老道 老家伙们 今日流云仙王术似乎聚集的灵气更多了一些 还不快快去修炼 瞎转要什么啊 皇长老言之有理 最近老夫似乎闻到一股浓烈的顿物味道 看来就在今日了 老夫也一样 老夫也一样 重长老的反应也是很快 嘴角扯着怪异的笑容便想要开溜 都给本宗站住 云爵子忽然大喝一声 恐怖的帝威四散而开 想要逃离的长老 纷纷被定在了原地 就连慢一步都感觉异常的艰难 云爵子脸色一片漆黑 以这帮老不休的性格 若是此时不解释清楚 指不定会流传出怎样的传言 甚至说不定太上长老也会被惊动 若是真的如此 他这一宗知主的脸面便算是彻底丢了 周身灵力涌动 云爵子的身上出现了一层紫金色的灵力薄纱 随后快速的来到了皇长老的面前 宗 宗主 老夫 老夫不好这口 皇长老见状 瞬间老局一警 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皇长老 本宗带你不薄吧 云爵子嘴角不断抽搐着 甚至口水都飙出来了 而皇长老看到这一幕后面色更是惨变 宗主 我看幻长老就不错 身子骨硬朗得很 雷长老精通练体之术 也是不二之选 老夫这干枯的身躯 实在是 够了 云爵子直接喝停了皇长老 又将叶真给抓了过来 经过一番舌战解释之后 才让众多长老 拉回了正常思维 长老 就是这样 叶真解释道 至于云爵子 为何会突然起来 那是因为 动用大量灵力士身体的应激反应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误会宗主与圣子了 皇长老也是松了一口气 笑道 皇长老 不是本宗说你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 少想一些有的没的 云爵子语重心长道 宗主教训的是 是老夫这香啊 皇长老有些尴尬道 将一切都解释清楚后 云爵子也便收敛了帝威 任由长老们离去了 而此时的叶真 则是返回到了原地 收起了诸仙阵图 这阉阁版的诸仙剑阵 威力还是有的 足以相当于子经帝座的准地 权力一击 并且范围也大 可惜就是有点费简 叶真自言自语道 看着那段成数节 已经彻底失去了 灵性的四柄断剑 很显然 利用其他的剑 代替诸仙四剑 在小世界中带出来的 质量非常好的一批剑 若是其他的剑 恐怕根本承受不住 其大阵之力 不过就算如此 也可以作为 一道不错的底牌了 圣子这道手段虽然强大 但是敌我不分 极容易玩火自焚 还是需要谨慎使用 云爵子来到叶真旁边 提醒道 多谢宗主提醒 叶真笑道 敌我不分 那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还不够 不过 作为威慑手段 还是非常有用的 云爵子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以叶真的聪明程度 是知道轻重的 叶真哥哥 叶真与云爵子分开之后 便返回到了云先锋 而云熙爵则是已经等候多时了 见到叶真后 直接扑到了叶真的怀里 叶真宠溺地摸着云熙爵的秀法 疯狂一夜之后 云熙爵变得更有女人味了一些 褪去了一些青涩 并且 叶真还惊奇地发现 身体似乎也柔软了不少 似乎水分更多了 云熙爵享受着叶真的抚摸 就像一只慵懒的小猫一般 整个身体都挂在了叶真的身上 而这一幕 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视线 黄长老是忘记了宗主的叮嘱吗 叶真半开玩笑道 只见此时的黄长老 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两人 让叶真感到有些不自在 嗨嗨 黄长老闻言轻咳了两声 便继续闭目修炼了 叶真哥哥 我怎么觉得 长老们的目光都有些奇怪 云熙爵有些不解道 那是因为长老们听声没成功 心里有些不甘心 叶真笑着道 什么不成功 云熙爵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而长老们文言则是老脸一红 一个个眼观鼻 鼻观心 不说话了 没什么 小孩子不要多问 叶真哈哈笑道 随后便直接抱起云熙爵 向着小木屋冲去 啊 云熙爵被叶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搞得吓了一跳 不过随后便安下了心 任由叶真胡来 叶真一路将云熙爵 抱回了小木屋 出场禁果之后 叶真自然也是馋得不行 经过先前的一波敲打 相信长老们也不敢再搞什么要额子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叶真还是动用墨珠将小木屋给围了起来 哎呀 叶真哥哥你好急啊 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叶真就过得比较快乐舒服了 因为修为已经到了九洞天 想要突破十洞天 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所幸叶真便给自己放了一个架 白天指点一下长老们 对于天云地精 与那些叶真创造的天阶灵术的修行 夜晚则是墨珠一开 与云西遥进行着深度接触 不过就算如此 叶真这段时间也不是没有收获 凭借着满极悟性 叶真对于诸仙镇图的研究也是愈发的深刻 虽然还不能做到百分百控制的程度 但是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被诸仙见证伤到 就这样 七日时间悄然而过 天云先宗 今日也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叶兄 多日未见 似乎过得不错 长老殿中白秋离笑道 以往的叶真锋芒毕露 锐气不可挡 宛如一尊汉天杀神 而今日叶真却是内敛许多 并且脸色也不再是那般冷漠 多了一些红润 就好像普通人刚从青楼里快活了多日一般 得知白兄来了 我自然会很高兴 叶真笑道 对于白秋离 叶真还是颇有好感的 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不虚伪的人 与这样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舒服 叶兄折杀我了 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 白秋离摆了摆手 显然也不会把这话当真 不过叶真如此一说 还是表明了其态度 至少自己在叶真的心中的形象不差 否则以叶真的性格 根本鸟都不鸟你 别说笑脸相迎了 只不过让白秋离有些受宠若惊的事 天云仙宗竟然会把他一个小小的圣地圣子 直接请入长老殿意识 这种地方一般外人是进不来的 除非某些特殊情况 白秋离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长老殿已经没有任何长老了 全在云仙峰抱着树根睡觉呢 用黄长老的话说 只不定会在睡梦中突然顿悟 不知叶兄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白秋离植入主题 问道现在如何 叶真笑道 混沌体自然是越快得到越好 为此叶真甚至让宗门内的一位炼丹师炼制了一枚特殊的丹药 只需要一点粉末 便可以让原本清纯的仙子化身为地狱的魅魔 现在白秋离文言有些发猛 照常情况 不应该是天云仙宗宴请自己一番 进一进地主之意 同时也趁机让两宗关系更进一步 白秋离原本还有些担心耽搁的时间过长 而现在看来是完全是想多了 叶真看起来似乎很急切 叶真问道 没有 既然如此 那就即刻前往神农帝王谷吧 白秋离点了点头道 他对于这种宗门之间的客套事也是非常的不感冒 能够省略这些自然最好不过 痛快 叶真笑道 就喜欢爽快人 叶真哥哥 我真的不能去吗 天云仙宗山门前 芸汐遥有些恋恋不舍的看着叶真 目光中满是失望之色 他本来也想要跟着叶真前往神农帝王谷 但是平日里十分宠溺的叶真却一反常态 说什么也不让芸汐遥前往神农帝王谷 这让芸汐遥感到十分的委屈 芸遥啊 你的修行可是落下太多了 难道你不想追上我吗 叶真语重心长道 想 芸汐遥语气肯定道 既然如此 那么现在有刘云仙王术这么好的条件 自然要抓紧一切修炼 跟着来只会耽误时间 叶真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那 那好吧 芸汐遥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是仔细想想似乎是这个道理 也就妥协了 叶真见到芸汐遥终于放弃了一起前往神农帝王谷的想法 心中也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叶真此行是要办大事的 芸汐遥若是跟来就太坏事了 安排完芸汐遥后 叶真便与白秋梨一起骑着天灵兽离开了 梦似乎是很久没有活动了 所以天灵兽也是显得比较兴奋 四提快速的踏动着 宛如疾风一般朝着神农帝王谷快速前进 因为叶真的缘故 所以天灵兽在天云先宗自然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各种高品级的灵草从来就没有断过 甚至时不时的还有高阶凶兽肉夹餐 这也导致现在的天灵兽也是有着神附近的实力 不过就算如此 天灵兽依旧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灵兽 南登大雅之堂 白秋梨对此就很是疑惑 以叶真的身份 怎么也不该仅仅用这样的作气才对 自己的那只苍云白鹤拥有一丝凤足神血 实力更是拥有原因近的战力 比起这只天灵兽可是好太多了 这只天灵兽跟随我多年 已经有感情了 叶真似乎是察觉到了白秋梨的疑惑 笑道 原来如此 叶兄也是性情中人 白秋梨笑道 在这残酷的修行界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 毕竟谁都想要自身多一些强力的底牌 若愿意这么做的无非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对自身的实力无比的自信 另外一种则是真的有感情了 至于叶真 白秋梨猜测应该是两者皆有 神农帝王谷位于东周的中央地带 而天云先宗则是偏向东部一些 所以也不是太远 只是不到三日时间 白秋梨与叶真两人便抵达了神农帝王谷 神农帝王谷顾名思义 位于一座巨大的峡谷之中 这里是一座天然的药园 千年灵药多如狗 万年灵药也是随处可见 而在那神农帝王谷的中央 有一颗金黄色的巨树 神农墓 这神农墓具有催生灵药年限的作用 是神农帝王谷的镇宗之宝 同时也是命根子 整个修行界都知道 动了神农帝王谷的谷主可以 但若是动了神农墓 那么就必然会遭到神农帝王谷 不遗余力的追杀 不死不休 不愧是第一单宗 这气派比太荒圣帝还要夸张 叶真感叹道 他也是第一次来神农帝王谷 神农帝王谷是修行界公认的第一单宗 单论实力或许不如太荒圣帝 但是其巨大的号召力 却是太荒圣帝远远不可及的 白秋梨笑道 炼丹师都是一群负得冒油的家伙 因此整个东周的势力都几乎与神农帝王谷交好 而神农帝王谷也一直保持着超然的地位 从不参与任何的纷争 当然 只有一件事例外 那便是当初叶真绽放天资之时 江亦与叶真的婚约 使得神农帝王谷的超然地位有了一丝动荡 但是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两位的便是谷主说的贵客了吧 一道空灵的声音忽然传来 叶真与白秋梨目光同时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神农帝王谷的谷口 一位身穿轻衣 扎着两个马尾边的少女 闪烁着好奇的目光 看着叶真两人 而在少女身旁 则是一头仿若梅花路的灵兽 九天圣地白秋梨 前来拜见神农帝王谷 不知姑娘是 白秋梨露出温文尔雅的笑容 和善的问斗 你们叫我玲珑便可 谷主让我来接二位入谷 玲珑声音很清脆 听起来非常的悦耳 麻烦玲珑姑娘了 白秋梨笑道 跟我来吧 玲珑点了点头 随后便在前往引路了 玲珑的前进步伐非常奇怪 呈现曲线分布 似乎有着某种规律 跟紧我 不然你们会迷失的 玲珑回头提醒道 多谢玲珑姑娘提醒 白秋梨笑道 显然也是知道一些什么 叶真的虫彤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此时在叶真的眼中 四周的景物在不断的变换着 有些地方看似是一片平地 实则是万丈深渊 幻阵 叶真心中暗道 这神农帝王谷 被一座幻阵包裹着 并且这幻阵还极为的高深 哪怕是叶真使用虫彤 一个不注意也容易迷失 因为这幻阵不仅仅是迷惑了视觉 似乎还具有某种干扰人 正常时间思维的能力 而这幻阵的核心 正是那神农墓 好东西啊 叶真看着那巨大的金黄色神农墓 心中琢磨着 能不能把这玩意连根拔起 移植到天云先宗去 上辈子的叶真 可是知道有这种技术的 不过这也就想想罢了 神农墓 可是神农帝王谷的命根子 若是叶真的真动了这神农墓 恐怕就算是天云先宗 也保不住自己 并且此次叶真来是另有目的 玲珑姑娘 江亦在谷中吗 叶真问道 这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圣女自然在谷中 玲珑文言回头看了叶真一眼 对于叶真打听江亦 也没有感到很奇怪 毕竟江亦乃是神农帝王谷的圣女 身份尊贵 并且 无论是天赋还是容貌 都堪比天人 追求的人自然不少 只不过江亦一心扑在研究炼丹树上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只有当初叶真添资要试之时 神农帝王谷的谷主 才做出给江亦订立婚约的决定 而对于这件事 江亦当初也是极力反对的 不过反对自然无效 后来叶真天赋尽丧 江亦也就以此顺利的退了婚约 那便好 叶真笑道 白秋离文言有些诧异的看了叶真一眼 显然没有想到 叶真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难不成以叶真这样的人 也喜好女色吗 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叶真承认道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但实际上如何 只有叶真自己知道 她只是为了混沌体罢了 毕竟江亦曾经退了叶真的婚约 也算是付了叶真 若这是当初江亦自己的意思 那么叶真获得混沌体就走 若不是 倒是可以聊聊 圣女指对练丹树感兴趣 早已说过 要嫁也只会嫁练丹树比她强的人 玲珑淡然道 是吗 叶真笑了笑 她也没想着用正常的手段 再说了 当初的自己也不会炼丹树 不还是定立了婚约吗 所谓的门槛 只是用来拒绝庸人的手段 江亦可是拥有着神农药王体 乃是天生的炼丹师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六品炼丹师 这等成就 在炼丹界 已经相当于当初的叶真 想要在炼丹方面超越江亦 无异于在同境战胜叶真一般困难 玲珑见状也没有多言 很多人都是如此 不见棺材不落泪 按照玲珑所想 这个世界上也唯有叶真可以降服圣女 那可是有望踏上鲜路的绝世天骄 只不过 玲珑虽然知道叶真之名 却从未见过叶真的真容 所以并不知道眼前的人便是叶真 在玲珑看来 那般天才都是极为高傲的 而叶真看起来 却仿佛一个色鬼一般 没有一旦天才的风范 很快 在玲珑的带领下 叶真等人便顺利来到了神农帝王谷 谷主在神农殿中 请随我来 玲珑似乎是收到了什么指示 对着叶真等人说道 麻烦玲珑姑娘了 白秋梨笑道 玲珑没有多言 而是一路朝着神农墓的方向走去 叶真两人自然也是赶紧跟上 不愧是神农帝王谷 叶真心中暗道 一路以来 到处都是成片的药田 并且其上种植的灵药年份不但不低 品种都是在外界难得一见的稀有物 甚至叶真还看到 为了栽培灵药 有不少的药田都布置了结界 为其提供最完美的环境 例如极寒与极热 到了 玲珑在神农墓前的一座 完全由木制的宫殿前停了下来 叶真看着面前这座奇特的宫殿 虽然是由木头制成的 但其牢固程度 却丝毫不比天云先宗的长老颠落 应该是某种纲目 叶圣子与白圣子 既然已经到了 为何还不进来 一道悠长魂厚的声音 从面前的神农殿中传来 叶圣子 玲珑猛然看向一脸邪义的叶真 清澈的目光中满是不可思议 眼前这个看起来色色的家伙 竟然就是那传闻中的叶真 没有谷主的吩咐 晚辈岂可愉悦 白丘梨笑了笑道 随后便大步地进入了神农殿 我脸上有东西吗 叶真疑惑看着玲珑 从刚才开始 玲珑便一直盯着自己 啊 我 玲珑闻言有些不知所措 竟然直接转身便跑了 这搞得叶真瞬间有些猛逼了 奇葩 叶真摇了摇头 随后也进入了神农殿 她是叶真 但为什么要打听圣女的消息 玲珑一路小跑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有些自言自语道 不行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圣女 玲珑跺了跺脚 随后朝着一处方向快速地跑去 古色古香的一间单房中 一位模样清纯可爱的轻衣女子 正在不断地向着面前的紫衣女子 述说着什么 圣女 叶圣子真的来找你了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玲珑看着面前只顾着调配灵妖的江义 面色有些急切道 江义这时才微微抬头 露出了一张极为精致的俏脸 与芸汐瑶的娇俏不同 江义给人的感觉更为的柔和 玲珑 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江义微微笑道 懒暖的笑容 让人仿佛如沐春风 圣女 你不是说一生与丹炉为伴 不会嫁人了吗 可是现在叶圣子他来找你了 玲珑急切道 人家都来找上门了 我能不担心吗 蓬莱仙境刚刚关闭 他来应该是为了蓬莱仙丹 江义毫不在乎道 可是他特意打听了你的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 玲珑总感觉叶珍此行的目的是江义 炼至蓬莱仙丹只是顺带 虽然这种感觉没什么依据 但是玲珑自身却非常的肯定 无非便是谷主擅自退了 我和他的婚约 他面子过意不去 到时候我直接说清楚便好了 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我把身子给他 只希望他能快一些 不要耽误我炼丹 江义说完后便再次投入到了眼前的灵耀中 也没有在意玲珑目瞪口呆的表情 玲珑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般羞耻的话竟然会从圣女的口中说出 在圣女的眼中 难道任何东西都没有炼丹重要吗 包括玲珑没有在说话 转身便离开了 我一定要保护圣女 玲珑握了握小拳头 心中下定了某种决心 神农殿 阿帖 叶珍摸了摸鼻子 心中没来由的有些不自在 奇怪 有人惦记我了吗 叶珍自言自语道 不过叶珍对此也没有在意 惦记她的人多了 就是不知道是好是坏 晚辈白秋梨见过谷主 白秋梨对着神农殿最上方的主作 微微躬身道 只是奇怪的是 那里却并没有人 叶珍没有肆意动用重铜一窥究竟 而是也对其微微拘了一躬 神农帝王谷与叶珍没有丝毫仇怨 并且 此次也算是有求于人家 叶珍自然也会收敛一些 对于强者该有的尊敬 还是要有的 呵呵 两位圣子远道而来 辛苦了 我也不废话了 将蓬莱仙草拿出来吧 带得蓬莱仙丹炼制成功后 自然会交给二位 当然 我神农帝王谷也会从中抽取三成的成品作为报酬 灰红威严的声音传来 淡淡的地微弥漫 让得叶珍与白秋梨都感到了一些压力 这是自然 白秋梨笑道 随后从自身的储物灵宝中取出了二十株蓬莱仙草 荣誉的生机顿时弥漫到了整个神农殿 晚辈这里有二十株蓬莱仙草 就麻烦谷主了 白秋梨恭敬道 嗯 威严的声音响起 那二十株蓬莱仙草竟然莫名的消失了 一株蓬莱仙草大概可以承担两枚左右 当然也有可能承担三枚异或者就此毁掉 所以这所谓的三成还是神农帝王谷说了算 若是他说全毁了 你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当然 神农帝王谷一般不会这么做 至于会不会贪磨 这就不得而知了 据传这位神农谷主已经活了数十万年 其自身真正的实力更是一个谜 外界猜测 已经真正的正道成为大帝 叶真见状自然也没有犹豫 同样拿出了二十株蓬莱仙草 一时间 龙玉的生机再次充满了整座神农殿 白丘黎见状有些疑惑地看向叶真 光是叶真从指头缝里露出来给自己的便有二十株 叶真手里至少有几百株蓬莱仙草 要知道蓬莱仙草若是不炼制成蓬莱仙丹 那几乎毫无作用 不知道叶真留着干什么 叶圣子 据我所知 你得到的蓬莱仙草不止这些吧 威严的声音响起 并没有收取叶真拿出的蓬莱仙草 是这样没错 叶真也没有隐瞒 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主要是隐瞒也没什么用 谁不知道此次蓬莱仙境之行叶真是最大的赢家 既然如此 为何仅仅只是拿出了这些 威严的声音不解道 那些蓬莱仙草晚辈还留着有些其他的用处 叶真斟酌道 其他的用处 不知是什么用处 威丫的声音问道 我可以选择不说吗 叶真笑道 他自然不会告诉神农谷主是用来以后砍架的 蓬莱仙境已经飞往了仙剑 这些蓬莱仙草可以说是绝品了 这神农谷主之所以可以活到这般岁月 与蓬莱仙草脱不开关系 若是得知这件事 恐怕该慌了 威严的声音一时间有些沉默了 数分钟后 一位容貌极为俊逸的年轻男子 突然出现在了叶真与白秋梨的面前 虽然不知道你用蓬莱仙草做什么 但若是如此的话 我不能为你炼制蓬莱仙丹 俊逸的男子开口道 竟然便是谷主 谷主不觉得这样太过于霸道了一些吗 叶真淡淡的问道 这明显是逼着叶真交出所有的蓬莱仙草 毕竟谁都知道 天云仙宗的几位太上长老 撑不了多少时间 急需蓬莱仙丹救命 我只是选择拒绝而已 这样也算霸道吗 谷主看着叶真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欣赏之意 叶真引动仙路的事情 他是听说了的 不出意外的话 叶真日后必然有着机会 踏上仙路 只不过 蓬莱仙草对于他的意义非凡 所以这一点不能让步 不然其他的事情 允诺给叶真又何妨 毕竟 谁说他不可以踏上仙路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叶真闻言有些愕然 看来强者也并不全是喜欢用拳头来讲道理 白丘黎看着这一幕 识趣的没有多言 对于他来说 子行只要顺利的拿到蓬莱仙丹 以及收获叶真的友谊便够了 谷主想要我拿出全部的蓬莱仙草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叶真思考了片刻后说道 哦 是什么条件 谷主笑了笑 只要不是太过分 他都可以答应叶真 我要将叶 我要将叶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整个神农殿的气氛仿佛鸣固了一瞬 不愧是叶圣子 白丘黎心中暗道 极为佩服地看着叶真 当着神农帝王谷谷主的面 直接点名要圣女 恐怕也就叶真敢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同时 这也让白丘黎非常的好奇 难不成叶真当真对美色非常贪恋吗 看来真是英雄 也难过美人观啊 谷主姜太虚想过叶真可能会提出的条件 例如酒品丹药 各种神域之宝等等 但是实在没有想到 叶真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叶真 你这个条件有些过分了 姜太虚挑了挑精致的眉毛 显得有些不满 且不说姜亦乃是神农帝王谷的圣女 天赋更是绝世 拥有神农药王体 对于神农帝王谷来说意义非凡 再者说了 叶真这语气 怎么听着更像是去青楼点姑娘一样 不行吗 叶真笑了笑 也没想着姜太虚会答应 只不过是一个为了拒绝姜太虚的借口罢了 姜太虚看着叶真 随后袖袍一挥 淡淡道 若是叶圣子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们便没得了了 很显然 姜太虚开始撵人了 而叶真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 转身便离开了神农殿 晚辈先行告退 白秋离见状也是跟着叶真离开了 姜太虚看着离开的两人 心中也是陷入了某种思索之中 要不要和叶儿商量一下呢 当初叶真跌落神坛 姜太虚曾经亲自去确认过 那时的叶真的确与凡人无异 没有足够的天赋做支撑 哪怕再怎么努力也难有成就 所以她才毫不犹豫地退了婚约 但是现在想来 是自己看走眼了 姜太虚摸着下巴 但是随后摇了摇头 罢了 那丫头估计也不会同意 哪有退了之后 又要求再嫁过去的 她开不了这个口 姜太虚说着 随后身形变得虚幻起来 最终完全消失在了神农殿 白兄 你知道江义在神农帝王谷的什么位置吗 出了神农殿后 叶真便向白丘梨问道 呃 白丘梨文言思考了一回 随后道 我曾经来神农帝王谷求过丹药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江圣女应该在那间独属于她的炼丹房中 原来如此 多谢白兄了 叶真笑道 从白丘梨这里 知晓了江义的炼丹房所在后 叶真便独自一人前往了 唉 希望将圣女可以挺得住 白丘梨摇了摇头低语道 叶真的性格白丘梨也算了解几分 是不达目的不回头的那种 偏偏叶真还具有很强大的能力 被叶真盯上 江义多半没了 神农帝王谷其实并不算非常大 论战地面积仅仅只有天云仙宗的一半 所以 叶真很快便照着白丘梨的指示 找到了江义的炼丹房 江义的炼丹房并不在神农墓下 相反 距离神农墓还非常的远 差不多在神农帝王谷的边缘地带了 很难想象 神农帝王谷的圣女竟然会在这里炼丹 但是让叶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在这里 叶真还见到了一个人 站住 你不许过来 玲珑见到叶真后 宛如老母鸡一般快速地拦在了叶真的身前 目光警惕地看着叶真 心想 叶真果然来了 玲珑姑娘 你这是何意 叶真笑道 同时 重彤之中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也是发现了 在那炼丹房中 的确还有一位女子正在炼丹 想必便是江亦了 说起来 当初那份关于江亦的婚约 还是玄盛亲子给要的 这里是我们女子的私密之地 你来干什么 玲珑说道 企图蒙混过关 哦 叶真笑了笑 随后目光充满邪意地看着玲珑 道 玲珑姑娘 你觉得你可以骗得了我的这双眼睛吗 这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眼中 包括你的搔粉肚斗 捏 玲珑闻言 面色顿时羞红 双手顿时捂住了胸口 修长的大腿夹紧 最后干脆直接转身 背对着叶真 但是随后 仿佛又想到了什么 直接背对着叶真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叶真看着玲珑的这一番骚操作 心中给了一个大大的笑 灯徒子 不准你靠近圣虐 玲珑尽量用很凶悍的语气说道 但是因为玲珑是罗莉音 所以听起来 不但没有丝毫凶悍的味道 反而像是撒娇一般 叶真闻言不置可否 没有理会玲珑 直接大步朝着炼丹房走去 站住 玲珑站起来想要去阻止叶真 但见到叶真充满邪义的目光 又有些退缩了 而趁此机会 叶真也是顺利的来到了炼丹房 刚一踏入炼丹房 叶真便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并且还有一些燥热质感 叶真抬眸望去 只见一道紫色的倩影 正坐在一个精致的炼丹庐前 认真地炼制着丹药 叶真没有打扰 而是选择安静地坐在一旁等待 捏 而在这时 玲珑也是冲了进来 噓 叶真对玲珑做了一个噓声的动作 玲珑见状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也不敢打扰江义炼丹 只好安静地坐在一旁 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叶真 叶真见状笑了笑 随后目光看向江义 此时的江义精致柔和的俏脸上 透露着一丝凝重 手掌不断挥动 操控着炉内的丹火 上千种药液被精确地提炼了出来 最终开始缓缓地融合着 虽然叶真不太懂炼丹术 但是也可以看出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嗡 很快 丹炉之中便传出了一阵阵嗡鸣声 上千种药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最终分裂成树粉 变得浑圆起来 很显然 到了这一步 基本上就成了 果然如叶真所料 不过半个时辰 一股浓郁的丹香便开始弥漫 而在那炼丹炉中 也有七颗魂缘的丹药形成 只见江义的仙仙玉手一挥 七颗丹药便顺利出炉 随后装进了一个玉瓶之中 随意地摆放在身前 叶真注意到 江义的身前 已经有数十个这样的瓶子了 一种不妙的预感 出现在叶真的心头 果不其然 江义就仿佛没有看见叶真一本 手中的储物戒指一闪 又是上千种灵药出现 上千种灵药浩浩荡荡地涌入炼丹炉之中 柔和的丹火再次燃起 开始缓慢地提炼灵药当中的精华 叶真见状很是无奈 但依旧没有选择去打扰 而是开始认真看起了江义的动作 在重同世界的作用下 叶真发现 每当一味灵药被提炼出精华的时候 江义都会用丹火将其包裹得严严实实 没有一丝浪费 并且更为奇特的是 随着江义的动作 整片天地都仿佛在不断地共鸣 帮助其提炼灵药精华 神农药王体之所以被称为是天生的炼丹师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神农药王体可以将一切具有能量的东西炼制成丹药 不仅仅是灵药 还包括各种富含能量的石头 甚至是生灵 二则是神农药王体自带一种丹火神农灵火 这种火焰极其适合炼丹 对于神农药王体 叶真所能了解的信息也就这么多了 不过随着观看江义炼丹 叶真也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凭借着重同叶真可以更加细致地观察 各种灵药融合的像性以及更加精细地操控火焰 而天云地精可以模拟各种凶兽 金屋之火 凤凰之炎都可以模拟出来 这便是最完美的丹火 并且叶真还有满极悟性 貌似自己也是一个不得了的炼丹天才 只不过被修炼给耽误了 想到这里叶真也就不着急了 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江义炼丹 而这一观察便是足足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期间江义一共炼制了27炉丹药 一刻都没有停过 甚至就连一直盯着叶真的玲珑都有些打瞌睡了 而在这期间 叶真也是通过重彤的观察与满极悟性 对于炼丹的过程基本上熟悉了 所缺的便是实践以及丹方 江圣女叶真见到江义还要继续 终于忍不住开口打断道 半个月了 叶真瞪着重彤观察都快吐了 江义竟然还在滋滋不倦地炼丹 并且看其模样还越来越兴奋 江义闻言也是停了下来 美眸不满地看着一旁的叶真 似乎在责怪叶真打断了自己 你有什么事情吗 江义的声音非常的柔和 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这个时候叶真也才完全看到了江义的正脸 与芸汐瑶的灵动娇俏不同 江义看起来有一种柔情似水的美 如果说芸汐瑶就像青梅竹马的话 那么江义便像在家的妻子 叶真看着一脸认真的江义 一时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上辈子的叶真是单身 而芸汐瑶又是倒贴 叶真对此没有一点惊念 总不能真的直接应来吧 你你你你念 而在这时候 玲珑也是从睡梦中惊喜 直接挡在了江义的身前 闭上你的眼睛 玲珑修脑道 她可是清楚的记得叶真说的话 重彤可以透视 最开始江义练丹的时候 因为是侧对着叶真的 再加上叶真的注意力 也一直在丹炉上 所以问题也不算太大 如今江义转身过来 玲珑自然便要挺身而出了 玲珑这时候捣乱 叶真却非但没有责怪她 反而略有感激 正愁没话说呢 所以此时的叶真 看着玲珑也顺眼了一些 想要跑开 但是想到江义还在自己的身后 玲珑也就豁出去了 用力的一挺雄伟的胸膛 显示资本 虎视眈眈的看着叶真 玲珑 你这是做什么 江义皱眉道 不知道玲珑在干什么 圣女 你是不知道这个家伙 玲珑将叶真重同的一项能力 完完整整的告诉了江义 江义听后也是皱眉 有些生气 玲珑见状 顿时松了一口气 圣女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了 玲珑 以后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就不要说了 江义用训诫的口吻道 啊 玲珑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猛猛的看着江义 好了 我要继续炼丹了 江义没有多言 再次投入到了炼丹大叶之中 叶真看着这一幕 说实话也是有些猛逼 本来都做好了解释的准备了 看着重新投入炼丹的江义 叶真心中涌现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叶真便来到了江义的正前方 重重穿过重重阻隔 一顺不顺的看着江义 他惊恶的发现江义竟然是镂空的 仅仅只在外面穿了一层紫色的青衣 内部什么都没有 不过很快叶真便了解了缘由 炼丹极其耗费精力 所以江义也是经常性的出汗 若是穿着肚兜这样的东西 恐怕早臭了 一旁的玲珑看着叶真 竟然这般肆无忌惮地侵犯江义 也是气得有些咬牙切齿 只不过更让玲珑气恼的是 江义竟然丝毫的不在意 仿佛除了炼丹什么都是虚的 叶真也没有过多的停留 在发现江义竟然真的不在意后 也便离开了 俗话说 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 对于这项特殊无比的系统任务 叶真还是需要徐徐徒之 玲珑见到叶真 竟然就这么离开了 心中惊恶之余 也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在看到一只炼丹 对什么都不闻不问的江义后 心中便一阵无奈 叶兄 你可算是出来了 刚义离开炼丹房后 白秋梨便找到了叶真 白兄久等了 叶真笑呵呵道 叶真在来江义的炼丹房之前 特意的嘱咐过 若是蓬莱仙丹炼制好了 让白秋梨等自己一会 白秋梨也没有废话 直接将一个玉瓶丢给了叶真 叶兄 谷主特意嘱咐过 不让我将蓬莱仙丹出售给天云仙宗 我也答应了 白秋梨有些为难道 真是一个老狐狸 白兄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叶真笑道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手 若是白秋梨不答应 恐怕江太虚也不会为白秋梨炼制蓬莱仙丹 不想得罪 叶真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研究起了蓬莱仙丹 凭借卓仲彤看透本源的能力与满极悟省 不知可否分析出蓬莱仙丹的丹方 叶真从精致的玉瓶中 道出了一枚翠绿的丹药 丹药表面有淡淡的纹路镶嵌 入手温热 就仿佛刚刚出炉一般 淡淡的药香弥漫 叶真仅仅只是闻了一口 便感觉神清气爽 这便是蓬莱仙丹吗? 叶真仔细端向着这枚翠绿的丹药 就这么一枚丹药 不知道有多少大限将至的老怪物们 愿意用各种天地奇珍交换 没有犹豫 叶真的重彤之中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尝试看透这枚丹药的成分 蓬莱仙草自然是蓬莱仙草的主药 但是除此之外 这蓬莱仙丹中 还具有其他上千种辅助灵药 其实和叶真抱有一样的想法的人不是没有 各大势力的高品级炼丹师也不少 但是却根本无人可以分析出蓬莱仙丹的具体药材 按照复杂程度与效果 蓬莱仙丹其实最多也就算是六品丹药而已 要说这其中没有一些猫腻 叶真是不相信的 随着重彤的发力 叶真果然发现了一些不对劲 这蓬莱仙丹表面的纹路 并非是天然衍生的丹纹 而是一座丹阵 正是因为有着丹阵的存在 所以才使得其他势力的顶尖炼丹师束手无力 而若是强行破了这丹阵的话 恐怕蓬莱仙丹也便毁了吧 不过仅仅如此的话 对于叶真来说话还真不是事 仅仅只是一座丹阵 岂能阻碍重彤的透视 淡淡的紫气在叶真的重彤之中划过 叶真的视线很顺利的便穿过了丹阵 看到了这枚丹药的原始结构 一共1236种灵药 叶真低声自语道 凭借着重彤的力量也是顺利的解析了 这蓬莱仙丹的主要成分 但有一个问题是 叶真虽然可以清楚的分辨出灵药的数量 但是却根本不认识这些灵药 只有见到了才可以指出来 而灵药目前已知有上百万种之多 若是真的一个个去辨认 那也太麻烦了一些 不过现在还不是担忧这个的时候 先把炼丹术掌握了再说 想到这里 叶真便将蓬莱仙丹 重新放回了玉瓶之中 还给了白丘梨 白兄 你身上有灵药吗 叶真问道 他想要尝试一下炼丹 在江义那里观察了半个月 叶真也是记住了不少的丹方 正好可以用来试试手 灵药 白丘梨愣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道 有事有一些 只不过不多 白丘梨随手拿出了数百种灵药 品阶都不低 至少也是五品灵药 身为九天圣地的圣子 身上的好东西自然不少 不过这些灵药很杂 并不符合叶真的需求 叶兄若是想要灵药的话 可以直接向神农帝王谷购买 白丘梨看出了叶真似乎不太满意 于是道 神农帝王谷因为有神农墓的缘故 灵药简直用都用不完 所以 每年也会向各大市里出售一些 也是 叶真点了点头 于是与白丘梨一起来到了神农帝王谷的药田 叶真直接豪气的购买了上万种灵药 并且每种还购买了十株 叶兄 你买这么多灵药干什么 白丘梨忍不住问道 这般数量的灵药 就算是一般的炼丹师也用不了吧 当然是用来炼丹 叶真笑道 炼 白丘梨文言饶氏期非常好的涵养 也是有些忍不住道 谁要炼丹 难不成是叶兄自己 这个自然 叶真笑道 对于白丘梨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任谁见到一个对丹药一窍不通的人 买了一大堆的高品阶灵药 开始炼丹 都以为是疯了狗了 若真这么简单的话 那还要炼丹师做什么 神农帝王谷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了 不过根本白丘梨不知道叶真的重铜 以及满极物性的含金量 果不其然 白丘梨文言下意识地便认为 叶真的脑子不会是坏掉了吧 只不过碍于叶真的颜面 白丘梨却并没有太过的表现出来 叶兄 这炼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 况且以我们的身份 根本不缺少丹药 又何必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白丘梨劝解道 以叶真在修行的天赋 去炼丹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更何况 叶真虽然天赋绝世 来是公认的万古妖念 但是也仅仅只在修行方面而已 炼丹与修行 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白兄 我自有我的考量 叶真笑道 既然叶兄有如此雅兴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白丘梨没有再劝 类似叶真这种妖孽级别的天才 基本上都是不撞男强不回头 只要叶真稍微碰上几次弊 相信也会认清现实的 说起来 白丘梨甚至对此 还有些期待 这世界上 能够让叶真痴别的事情不多了 能够见到一次 也算是比较有纪念性的 叶真的重同 具有有些看透人心的能力 虽然不知道白丘梨的具体想法是什么 但是叶真 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看好戏的情绪 不过叶真对此也没有在意 而是随意的找了一处地方 准备开始炼丹 一声嘹亮的长笑忽然响起 燃烧着赤红火焰的朱雀 从云雾中诞生 并且最终与叶真合为一体 天云帝已经修炼到了高深境界 可以与暂时获得云寿的力量 而之所以选择朱雀 是因为朱雀的火焰比较柔和一些 更加适合炼丹 叶真手中燃起赤红的火焰 上千种灵药凭空出现 被叶真直接用火焰覆盖 而一旁的白丘梨见状 顿时被叶真的这番骚操作惊呆了 丹炉呢? 而且直接将所有的灵药 一股脑地投入到火焰之中 就不怕直接毁掉吗? 要知道 就算是高品阶的炼丹师 也不过是几十种灵药一块提炼 不过白丘梨尽管心中有千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表面上也是尽量地保持平静 不去打扰叶真 叶真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微微一笑 这白丘梨的确是个妙人 而在叶真诸雀之言的操控下 那上千种的灵药 也是开始缓缓地融化 滋滋 上千种灵药 在赤红色的火焰中慢慢融化 一时间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一股浓烈的焦糊味传来 让白丘梨的面色连连变化 白丘梨看着那混合在一起的灵药 面色也是越来越古怪 这怎么有一种炒菜炒糊了的济世感 不过 看叶真严肃认真的样子 白丘梨也没有打扰 但是心中却已经想好到时候如何安慰叶真 并且劝解叶真 放弃炼丹了 叶真看着那混成一团的各种灵药 心中没有半分波澜 这一幕 若是放在其他人眼里 的确算是炼丹失败了 不过叶真可是拥有着重铜 这代表了世间极致的洞察力与掌控力 那看似已经乱成一团的灵药 在叶真的掌控下 却是已经提炼成了最为精纯的药液 并且相互之间隔着一些微不可查的距离独立的存在 至于纳椒糊味 则是药渣所产生的 那些没用的药渣 直接被叶真用朱雀之盐给烧成了虚无 其他的炼丹失一定不敢这么做 因为害怕损毁药液 恐怕也就只有拥有着重铜的叶真敢这么做了 很快 在叶真精细的控制下 上千种灵药的药液开始了慢慢融合 滋滋 强烈的排斥反应出现 让叶真的面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各种药液之间的药性不同 所以 正常的炼丹失通常是两两相融 最后再进行总的融合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与精力的事情 就算是拥有着神农药王体的僵义 炼制一如六品丹药也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 这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了 其他的炼丹失炼制半个月都有可能 比如这蓬莱仙丹 叶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蓬莱仙丹的品级最高也就是七品 但是以谷主的水平却炼制了半个月左右 当然 这也和布置丹阵有关 但是叶真却没有这个问题 凭借着重铜 她自信可以把握一切 上千团精纯的灵液开始齐齐相容 剧烈的排斥反应传来 使得四周的朱雀之言都被荡了开来 不过 随后便又将灵液给团团的围住了 而这一幕落在白丘梨的眼中 却是感到有些心惊肉跳的 这要是有炼丹炉 恐怕非得炸炉不可 隔着几公里远白丘梨 都感到了一股股燥热之感 叶真此般的手法 与正常的炼丹失根本不同 更像是在用蛮力强行将灵液融合 至于最终会炼制出个什么东西 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便是叶真只管大力 其他的交给天意 这要是能炼制成功 我白丘梨以后便到着走路 白丘梨心中发狠道 都这个程度了 他还真就不信了 再怎么天才也是有个限度的 而在白丘梨这般想着 一个时辰的时间悄然而过 哄 一声惊微般的炸响忽然传来 恐怖的赤红色火焰不断地朝着四周蔓延 果然炸了 突然的变故使得白丘梨面色大变 同时身形不断地后撤 叶兄啊 其实炼丹这个是吧 白丘梨刚想要安慰几句 却突然发现 在那赤红色的火焰之中 十二枚魂猿的丹药滴溜溜旋转着 在赤红的火焰中漂浮着 一股浓郁的不像化的丹香弥漫 让白丘梨险些沉醉其中 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那十二枚魂猿的丹药上 有大片的纹路浮现 闪烁着淡淡的韭彩之光 丹纹?不对 是丹鱼 白丘梨见到这一幕 眼珠子差点飞出来 众所周知 一枚丹药上出现丹纹 其药效是平常丹药的三倍左右 而若是出现丹云 其药效甚至可达十倍 甚至更多 不知道多少炼丹师 穷尽一生都未能炼制出 拥有丹云的丹药 叶珍第一次就成功了 而且第一次炼制的 还是高品阶的丹药 轰 轰 十二枚丹药之上 忽然涌现出九彩之光 九彩之光直冲天际 大片的乌云在天空中汇聚 雷鸣闪烁 电光炸裂 仿佛在酝酿着什么恐怖之力 这是丹云节 白丘梨人已经彻底抹了 丹云节的出现 只意味着一件事 那便是出现了丹魂 这十二枚丹药中 其中至少有一枚丹药 诞生了丹魂 已经有了一些自我意识 这个程度的丹药 甚至已经相当于是生灵了 而叶珍便是那创生之人 与此同时 整个神农帝王谷都被震动了 神农殿中 一直紧闭双目的姜太虚 猛然睁开了双眼 宛如幽坛般深邃的双目 仿佛无视空间一般 看向远处 丹云节 那丫头成功了 姜太虚有些惊疑不定道 以她对炼丹术的造诣 以及无尽岁月的钻研 也从未成功炼制出一枚 具有丹魂的丹药 现如今 神农帝王谷中 也唯有拥有 神农药王体的僵液 有机会达到这种成就 要知道 这种具有丹魂的丹药 整个神农帝王谷 也就唯有一枚 而那枚丹药 更是已经成为了谷中的 一位太上长老 怎么突然打雷了 姜毅的炼丹房中 玲珑有些不解道 神农帝王谷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过这种恶劣的天气了 碰 而在此时 一声闷响声忽然传来 吸引了玲珑的注意力 圣女 玲珑目瞪口呆地看着姜毅 姜毅竟然 炸炉了 要知道 姜毅一旦投入到炼丹之中 根本不可能有半分分神 炸炉这种事情 以往更是从未出现过 哪怕是初学炼丹 姜毅罕见的没有玲珑 如水般的眸子 看向不远处的天际 丹云节 姜毅低声嘻喃着 美眸中出现了一丝向往与渴望 而在此时 那天空中节云 已经厚重的堪比天云先踪了 其中蕴含着一股毁灭的波动 创生乃是逆天之行 必遭天劫 若是挡不下来 也只有毁灭一图 白丘黎这般想着 目光看向了那十二枚魂渊的丹药 轰隆隆 一道道粗壮的雷柱 带着极致的毁灭气息 从天际冲击而下 直轰那十二枚丹药 轰 轰 带着极致毁灭气息的恐怖雷柱 瞬间冲向那十二枚魂渊的丹药 而其中两枚丹药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竟然直接滴溜溜的 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 竟然有两枚 白丘黎见状 很是吃惊 这种具有丹魂的丹药 能够出现一枚 便已经是祖宗十八倍积攒下来的运气了 叶珍这里竟然出现了两枚 不会我祖上辛苦积攒下来的德 也被这家伙给吸收光了吧 白丘黎忍不住吐槽道 而在此时 那粗壮的雷柱 终于是轰中了剩余的十枚丹药 轰 一道耀眼的紫光绽放 叶珍身穿一身紫色战甲 出现在了丹药的上方 硬生生的扛住了这一道雷霆 紫急不灭铠 这是一道比较特殊的天阶灵术 可以显化出铠甲保护自身 是一道非常强劲的防御型天阶灵术 区区劫雷 也想回我丹药 叶珍冷哼一声 同时 手掌还出现了一团黑洞 那两枚有了丹魂的丹药 正在被牢牢的吸附着 丹药有了丹魂之后 显然是懂得趋吉弟兄的 仿佛是发现了叶珍可以保护他们 所以也并没有太过的挣扎 轰隆 又一道粗壮的雷柱轰然劈下 落在了叶珍的紫急不灭铠之上 绚丽的紫急不灭铠之上 闪烁着道道雷光 使得叶珍看起来宛如一尊战神一般 还好这丹药品阶应该只是六品 否则我也有些承受不住了 叶珍疼得有些呲牙咧嘴 虽然凭借着紫急不灭铠 抵消了这雷霆的大部分威力 但是落在身上还是很疼的 轰 轰 轰 连续不断的雷柱轰下 看得叶珍有些头皮发麻 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第一次练丹的成果 叶珍还是硬着头皮 把这些雷柱全部给瘦了 就这样 大约过去了一炷香时间后 天空中那黑压压的乌云终于散去了 而叶珍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 身上的紫急不灭铠 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叶珍整个人现在都是麻的 汪汪 而在此时 那被叶珍一直攥在手里的两枚 叶珍的控制 没良心的东西 老子为你挨了雷劈 现在还想跑 一会就吃了你 叶珍暗骂一声 随后从墨珠中取出了两个玉瓶 分别将两枚拥有单魂的丹药 与剩下的十枚丹药分别装了进去 叶兄 没想到你在炼丹上竟然也有此造诣 当真是不愧是万古天骄 白秋离这时走上前 心服口服道 没有半分拍马屁的意思 叶珍在修行天赋上压他万古 也就算了 在炼丹意图上还有此等造诣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了 就仿佛得到了世界的偏爱一般 白兄撂赞了 侥幸成功了而已 叶珍笑道 随后从一个玉瓶中取出了一枚没有丹魂的丹药 道 白兄要试试吗 这是什么丹药 白秋离有些异动道 产生了丹云的丹药 就算是以他的身份都从来没有吃过 不知道 叶珍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 这个丹药是他从江义那里偷学的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白秋离 不 不知道 叶兄可真爱开玩笑 白秋离根本不相信 丹药都是有丹方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 除非是胡乱炼制并且恰巧成功了 但是胡乱炼制的可以产生丹云 甚至诞生了丹魂 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 白兄 我是真的不清楚 这丹方是我偷学的 叶珍道 白秋离文言认真的看着叶珍 发现其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于是试探道 叶兄果真不知道这丹药的效果 叶珍摇了摇头 表示真的不知 白秋离见状 顿时感觉心中仿佛有一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啥也不知道 你就练出了诞生丹魂的丹药 这若是让那些穷尽一生 甚至连丹云都没摸到的老家伙们得知 岂不是得活活气死 但是随后 白秋离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叶兄 你不知道这丹药的效果 却要让我吃 白秋离面色古怪道 要知道 丹药也不是全都有好处的 有的是毒丹 甚至还有一些春药 你有不死明神体 怕什么 叶珍笑道 他当然知道这件事 但是拥有不死明神体的白秋离 吃一吨毒丹都死不了 话是这样说 但若是春药 该怎么办 白秋离摇了摇头 春药他可免疫不了 尤其是这丹药产生了丹云 效果可是十倍之多 叶珍闻言一愣 似乎的确是这个道理 没事 小玲她是母的 叶珍指了指一旁的天灵兽 半开玩笑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叶珍的话 天灵兽竟然配合的冲着白秋离叫了几声 白秋离闻言满头的黑线 没想到叶珍竟然也有这么浮黑的一面 叶兄你就不要消遣我了 白秋离苦笑道 哈哈 叶珍哈哈大笑了一声 随后道 白兄我还有事要留在神农帝王谷 你可能需要一个回去了 白秋离闻言点了点头 大概也猜到了叶珍的目的 无非便是为了江义而已 难不成这炼丹术 白秋离心中有了一些猜测 笑道 那就提前助叶兄抱得美人归了 叶珍笑着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话 美人可不只要抱这么简单 与白秋离分别后 叶珍便再次来到了江义的炼丹房 没有任何意外 江义依旧在炼丹 只不过让叶珍感到奇怪的是 江义的炼丹炉似乎是换了一个 你捏捏 你怎么又来了 玲珑依旧守在江义的旁边 见到叶珍来了之后 立刻挡在了江义的身前 你就不怕我的眼睛吗 叶珍的重彤之中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邪笑道 玲珑闻言心中顿时一慌 但心想既然已经被看了 所以也就放开了 目光一顺不顺的盯着叶珍 看我可以 不许看胜虐 看我可以 不许看胜虐 面对叶珍饱含侵略的目光 玲珑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坚定的守在江义的身前 看来对于叶珍 玲珑也是有了一些免疫力 反正已经被看过了 多一次也无妨 叶珍见状不由得微微感到惊讶 这丫头还挺护主的 不过更让叶珍感到惊讶的是 玲珑的那骚粉度都竟然不见了 想必是觉得被叶珍看到这个更为羞耻吧 江圣女 我有一事相伤 不知可否赏脸 叶珍的身形眨眼间便越过了玲珑 来到了江义的身边 笑着说道 江义闻言却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仍然在专心致志的练丹 你你你 玲珑见到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叶珍 就想要上前阻拦 但身体却仿佛被什么力量定住了一般 根本动弹不得 江圣女 叶珍的声音不由得大了起来 江义练起丹药来根本没完 叶珍不可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见到江义依旧不为所动 叶珍深吸一口气 要出大招了 只见叶珍从没珠之中 取出了一枚精致的玉瓶 倾起瓶带 一股浓郁的丹香 顿时弥漫到了整个炼丹房中 只见一枚表面覆盖着大片金黄纹路的丹药 从玉瓶中猛地飞了出来 宛如无头苍蝇一般 在炼丹房中到处乱飞 甚至频频撞击到炼丹炉上 嗡 叶珍的手中出现了一团黑洞 将那枚丹药牢牢地吸附在掌心之中 还真不安分 不知道是谁创造了你吗? 叶珍但笑道 毕竟是刚刚诞生了灵智 就宛如一个孩童般稚嫩 碰 而在此时 一声巨大的闷响声忽然传来 吓得叶珍差点把手上的丹药给丢掉 叶珍顺着声响望去 只见江义的目光正在一瞬不瞬地盯着叶珍手上的丹药猛瞧 就连身前的丹炉炸了也毫不在意 这丹药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江义开口问道 柔和的声音非常的动听 如果我说是我炼制的 你信吗?叶珍摸了摸鼻子 说起来这还是江义第一次对他说话 不过这也证明了 江义的确是一个丹翅 叶珍只要在丹药上可以折服江义 那么距离终极目标也就不远了 江义闻言没有任何犹豫地摇了摇头 他在叶珍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丹气与对丹药的热情 但凡是常年炼丹之人 身上都会有一些若有若无的丹香 而叶珍却根本没有 竟然拿一枚具有丹魂的丹药来吸引圣女的注意力 不过说自己的炼制的就有些不自量力了 玲珑小声地嘀咕着 哦?可这真的是我炼制的 叶珍笑着道 怎么每次说实话都没有人相信呢? 呸!这丹药若真的是你炼制的 我玲珑就给你信 玲珑撇了撇嘴道 叶珍是万古爵士妖虐没错 但是炼丹与修炼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岂能混为一谈 此话当真 叶珍顿时来了兴趣 我玲珑说一不二 不信你去神农帝王谷里打听打听 玲珑不服气道 她还真就不信了 若是叶珍拿出一枚普通的丹药 她还能保持怀疑的态度 毕竟需要尊重一手叶珍的那恐怖的天赋 但是这可是丹魂啊 就算是江亦都没有钻研多年 都没有炼制出一枚诞生丹魂的丹药 要知道 江亦已经被誉为神农帝王谷万年不是出的奇才了 江亦没有说话 碱水般的双眸一直盯着叶珍手中的丹药看 这丹药似乎是助言丹 江亦心中有些不确定道 诞生了丹魂的丹药与普通的丹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光凭外表很难分辨出来 不过因为有着神农药王体 所以江亦还是依稀可以感觉到一些其中的成分 貌似自己前几天就炼制过一炉助言丹 叶珍闻言却是微微一笑 正好趁此机会教训一下这丫头 省得来打扰自己的好事 只见叶珍手指轻轻一滑 一滴鲜血滴落在了丹药之上 原本金黄色的丹药瞬间弥漫了一层血色 最终被丹药完全吸收 而玲珑与江亦见到这一幕全都愣了一下 随后目光全都不可思议的看着叶珍 你逆念 竟然真的是你炼制的 你怎么做到的 玲珑有些震惊道 在炼丹界 唯有炼丹师亲自炼制的丹药 才会接纳其鲜血 眼前的一幕 由不得江亦与玲珑不相信 这具有丹魂的丹药 真的是叶珍所炼制的 叶玲珑 你好啊 叶珍目光充满邪意的看向玲珑 戏谑道 玲珑闻言顿时气急 但是联想到自己之前说的话 也只好捏着鼻子韧了 而且还真别说 似乎姓叶也挺好听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江亦坐不住了 目光灼灼的盯着叶珍 似乎在看什么大宝贝一般 你想知道 叶珍趁机凑近江亦 身体几乎都挨在了一起 嗯 江亦没有在意叶珍的动作 用力的点了点头 你可以告诉我吗 江亦开口道 暖洋洋的声音 在叶珍的耳边回荡 让叶珍感到 仿佛沐浴着春风一般 你亲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 叶珍开口道 重彤之中散发着邪议 果然如叶珍所料 江亦对于炼丹的痴迷程度 已经近乎到了癫狂的地步 就是不知道江亦的底线在哪 这一点 还需要叶珍一点一点去试探 爸 没有任何犹豫 江亦的软唇 直接在叶珍的脸蛋上点了一下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清了叶珍一口之后 江亦的面色竟然没有半分变化 你就不会害羞吗 叶珍疑惑道 女孩子身上的羞涩 似乎在江亦的身上 根本不存在 江亦文言思考了一下 随后认真道 把你当成炼丹炉就行了 温度比较低的炼丹炉 江亦又补充了一句 叶珍 可恶 玲珍见到这一幕 都有些抓狂了 但偏偏 这还是江亦自己主动的 这让玲珍不由得感到非常的无奈与痛心 江亦的性格 他是知道的 叶珍抓住了江亦的弱点 无疑会狠狠的欺负江亦 刚才我都没感觉到 除非你亲我一炷香时间以上 江亦听到叶珍的要求 这次并没有立刻行动 而是静静的看着叶珍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太好了 圣女终于开窍了 玲珍 玲珍见到江亦犹豫了 不由得喜极而泣 无论她怎么努力保护圣女 都不如圣女自己学会保护自己 看来我这个要求 还是有些太过分了 叶珍心中暗道 想着看来饭 还是一口一口的吃 两炷香的时间 你给我一颗丹药 另外 教我如何炼制 江亦伸出了两根鲜鲜玉纸 一脸认真的谈判道 玲珑 叶珍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江亦揉水的美眸 紧紧的看着叶珍 开口道 这有何不可 叶珍哈哈大笑一声 直接将玉萍丢给了江亦 我换三炷香的时间的 叶珍的重铜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充满邪意的盯着江亦 甚至还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颇有几分反派的味道 不过对此 江亦也是选择了视而不见 没有过多的浪费时间 甚至在叶珍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柔软的红唇 便直接印在了叶珍的脸颊上 圣女 玲珑可怜巴巴的看着这一幕 心中极为的不舒服 颇有一种辛辛苦苦伺候多年的大白菜 被猪给拱了的感觉 叶珍看到玲珑可怜巴巴的样子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只见叶珍顺势地搂住了江亦柔软的腰肢 然后脸颊一侧 直接霸道地稳住了江亦的红唇 突然的变故也是让江亦身体一僵 终于也是不再那么淡定 身体不由自主地挣扎了起来 但是奈何叶珍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不管自己如何挣扎 都挣脱不了叶珍的魔爪 江亦美眸看着叶珍刚毅又带着几分邪义的面旁 仿佛也是任命了一般任由叶珍了 但就算如此 江亦的却也是牙关紧咬 死活不让叶珍那狡猾无比的舌头乱来 对此 叶珍也是比较有些无奈的 不过能做到这里 已经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至于用药 那是最后的手段 毕竟叶珍也不想饿了神农帝王骨 并且用药多少是有些不太光彩 忽然 叶珍仿佛是感受到了什么 目光看去 只见玲珑正在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那模样 后槽牙仿佛都要咬碎了 而对此 叶珍也是对着玲珑还了一个抱有挑衅的眼神 可恶 玲珑迎牙紧咬 跺了跺脚 直接跑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彻底放弃了 还是另外憋着坏心思 不过这都无所谓 很快 三炷香的时间过去了 江亦直接用力推开了叶珍 到 时间到了 你该教我炼丹了 江亦的红唇微微有些红肿 甚至不敢完全闭合 可见 叶珍有多用力 不过让叶珍有些惊讶的是 江亦的时间竟然掐得这么准 照理说 炼丹师对于时间观念都很模糊的才对 哼哼 当然没问题 叶珍笑道 随后便开始对着江亦讲起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 虽然叶珍的炼丹术是刚刚学的 并且 重同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功劳 但是凭借着满极悟性 叶珍对于炼丹也是有着自己的理解 竟然还可以这样 江亦有些吃惊道 减水的双眸中满是兴奋之色 叶珍对于炼丹的某些见解与神农帝王谷传承了百万年的东西 简直完全不同 甚至完全相悖 但是在叶珍某些特殊的炼制手法之下 却似乎非常可行 这无疑于给江亦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要试试 没有任何的犹豫 有所理解的江亦立刻投入到了炼丹大业之中 叶珍看着已经完全投入到炼丹的江亦 也是没有选择打扰 饭要一口一口吃 但是只要叶珍对于炼丹术的理解超越江亦 就不怕江亦不就范 现在叶珍还有另外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叶珍来到了炼丹房放置灵药的地方 成堆的灵药宛如小山一般堆积在炼丹中 凭借着重酮 叶珍已经解析出了蓬莱仙丹的主要成分 但是因为不认识这些灵药 所以叶珍需要确认一下 虽然叶珍在药田那里购买了大量的灵药 但是品类显然还是不如江亦这里全面的 很快 叶珍便在宛如药山般的灵药中 找到了1234种灵药 加上蓬莱仙草便是1235种灵药 还差一味 叶珍眉头皱了皱 以江亦的身份地位 这炼丹房中的灵药几乎已经很全面了 但却仍旧还缺一味灵药 那么原因只有两个 一是这种灵药恰好被江亦给消耗光了 其次便是这种灵药品阶比较高 现在的江亦还用不到 但是叶珍仔细回忆 蓬莱仙丹之中 其他的灵药成分 看其灵气程度都比较一般 最多在七品灵药左右 绝对不可能超过八品 WONG 而就在叶珍思考间 江亦已经炼制好了一炉丹药 煞世间 丹香弥漫 九颗金灿灿的丹药出炉 而在其中六颗丹药之上 有着淡淡的纹路浮现 丹纹 并且九颗丹药之中 其中六颗丹药有着丹纹出现 这对于江亦来说 已经算是打破了以往最好的记录了 要知道 以往的江亦很少可以炼制出 带有丹纹的丹药 并且每次一炉 最多也就一两枚丹药 带有丹纹 可见这次的突破有多大 恭喜 叶珍来到了江亦的身前 笑着道 江亦的面色也是带有喜色 看得出来 非常的高兴 江亦收起了丹药 随后目光灼灼地看着叶珍 道 继续教我 叶珍见状笑了笑 伸手抚摸着江亦的俏脸 江亦的目光 稍微躲闪了一下 但是心中默念一遍炼丹炉之后 便也不再畏惧 可以是可以 但是现在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叶珍斜斜的笑道 什么事情 江亦的心跳有些加速 希望叶珍不要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叶珍没有说话 而是凑到了江亦的耳边 淡淡的低语 灵药 江亦本来已经做好了一些牺牲的准备 但是没想到 叶珍竟然询问灵药的事情 不过让江亦感到很是奇怪的是 以叶珍的炼丹水平 竟然还记不全灵药的种类吗 这不是基本功吗 不过看叶珍严肃的样子 也不像是在消遣自己 江亦思考了一会 随后开口道 这里的灵药包含了几乎七瓶以下所有的种类 如果没有你要的 那么便只能去灵药库中寻找了 叶珍文言确实一动 几乎那就证明并不是所有 说不定那最后一味药材恰好便没有 你可以带我去灵药库吗 叶珍笑道 神农帝王谷的灵药库不是谁都可以去的 那毕竟也算是炼丹师的命根子 不过若是江亦前往的话 那么必然是没有问题的 好但是你要教我炼丹术 江亦答应道 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 没问题 叶珍痛快地答应了 方才刚刚交给江亦的不过是冰山一脚罢了 就在刚刚凭借着满极悟性 叶珍对于炼丹又有了一些独特的感悟 只不过还没有用于实践而已 并且叶珍心中已经打起了改造丹方的想法 叶珍凭借着满极悟性可以将黄阶灵术改造成天阶灵术 那么一品丹方 是不是也可以改造成九品丹方呢? 不过这个先不着急 现在的关键是找到那最后的一味药材 毕竟此次叶珍明面上的目的 还是为了获得蓬莱仙丹 听到叶珍愿意教自己炼丹 江亦顿时来了兴致 想要不浪费时间的直接出发 但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随后对着叶珍道 我换个衣服 然后就出发 江亦说完后 便匆匆从自身的储物灵宝中取出了一套衣物 在炼丹炉后开始换起了衣服 叶珍也是很老实的 没有选择明目张胆的偷看 只不过那重彤之中 却是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很快 江亦便换上了一身轻衣 此时的江亦看起来 颇有几分彩桑女的味道 而且让叶珍松了一口气的是 江亦终于穿上了肚兜这种东西 看来江亦也并非是完全的不在意男女之间的事情 只是对于炼丹的痴迷 告于男女之间的事情罢了 走吧 江亦被叶珍一直盯着有些不自在 显然也是知道叶珍重彤的作用的 虽然她一直嘴上说着没什么 不重要 就当是被畜生看了 但是内心深处 还是有一些女子的羞涩之感的 只不过这些与炼丹相比起来 又根本不值一提而已 叶珍点了点头 随后便与江亦一起离开了炼丹房 圣女一路上 众多神农帝王谷的弟子 见到江亦后纷纷恭敬道 同时心中也是异常的疑惑 平日里江亦几乎足不出户 一心沉醉于炼丹 比一些常年闭关的老怪物都夸张 但是如今江亦不但出门了 而且身边还带着一个男人 这对于神农帝王谷的弟子们来说 无异于是一枚重磅炸弹 由于神农帝王谷的弟子很少离开宗门 虽然听过叶珍之名 但是也无人见过叶珍 所以并不认识叶珍 难道圣女终于要开春了? 一个弟子抱着吃瓜的心态低声道 噓! 少说点吧 小心圣女把你放炼丹炉里给炼了 你忘记江旭坤师兄的下场了吗? 一位看起来比较成熟的弟子 连忙捂住了吃瓜弟子的嘴 警告道 这些弟子的声音虽然很小 但是却并没有逃过叶珍的耳朵 并且叶珍还从中得知了一个心惊肉跳的消息 听说你把一个弟子放炼丹里给炼了 叶珍好奇地问道 同时也感到背后有点发凉 这是若是实锤了 等获得了混沌体之后 还是赶紧跑吧 嗯 江亦点了点头 叶珍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看起来那么温和柔弱的江亦 竟然也是一个女魔头 不过最后被他跑了 谷主也罚我面壁一年 江亦挑了挑眉道 叶珍文言松了一口气 心中为那人默哀了一遍之后 也是感叹江亦在神农帝王骨的地位 正常来说 同门相残都是宗门大计 严重者甚至当场格杀 而江亦却仅仅只是一年面壁 并且这一年面壁对于足不出户的江亦来说 虽然罚了 但是又等于没罚 我可以问问原因吗? 叶珍好奇道 按照这几天的观察 江亦也不像是那大凶大恶之人 他打扰了我炼丹 江亦歪头看了叶珍一眼 用最温柔的语气道 叶珍自己貌似也打扰了江亦炼丹吧 最开始的时候 我似乎也打扰了你炼丹 叶珍摸了摸鼻子道 因为我打不过你 江亦声音依旧是那么好听 但是叶珍却从中感受到了一些寒意 叶珍可以肯定 若非自己实力强大 恐怕现在早就被江亦给炼了 不过这样也好 叶珍有自信 可以一辈子压着江亦 想到这里 叶珍便也大胆了起来 主动凑近江亦 抓住了江亦的仙仙御手 江亦顿时目光看向叶珍 道 让你抓 教我炼制两次弹药 好 叶珍直接答应道 去灵药库算一次 抓手算一次 没毛病 灵药库与神农殿一样 都是位于神农墓附近 可以说 凡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地方 几乎都在神农墓附近 比如藏宫阁 灵药库 灵宝阁等等 而这一路上 叶珍与江亦两人 自然也是遇到了 不少神农帝王谷的弟子 毫无疑问 这些弟子见到叶珍与江亦手牵着手 漫步在神农帝王谷中 一个个都跟见了鬼一般 江虚昆的下场 可是历历在目啊 谁若是敢浪费江亦的时间 打扰其炼丹 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也就唯有江亦的贴身侍女玲珑 可以有一些特权 不过就算是玲珑 也不敢在江亦练丹的时候打搅 他们似乎都很怕你 叶珍笑道 江亦没有说话 对于这种事情 她是从来不在意的 圣女 而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叶珍抬眼望去 竟然是玲珑 只不过在玲珑的身边 如今还站着一个 面色有些阴逸的年轻男子 较为奇特的是 这个男子顶着一颗光溜溜的脑袋 头顶似乎有些发黑 就好像被什么熏了一般 江虚昆 叶珍看着这位 顶着一颗黑驴蛋一样的男子 嘴角微微翘起 心中莫名的感觉有些好笑 讲道理 叶珍是一个笑点比较高的人 但是 这货长得实在是太有喜感了一些 放在叶珍的上被子 绝对可以火一把 江虚昆也是注意到了叶珍的嘲笑 自从被江亦放进炼丹炉 操炼了一番之后 他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恢复不过来 因此 江虚昆也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只不过 他在神农帝王谷 好歹算是有点身份 因此 几乎没人敢消遣他 但是叶珍的这般行为 真的是惹恼了他 你在找死吗 江虚昆面色有些猙獰的看着叶珍 拳头紧握 显然是处在爆发的边缘 只不过这番面相 配合上那黑驴蛋一样的脑袋 更加显得有喜感了一些 所以 叶珍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江亦有些怪异的看了叶珍一眼 这很好笑吗 找死 江虚昆彻底怒了 恐怖的灵力爆发 直接一拳轰向叶珍的面门 叶珍见状丝毫不为所动 崇彤之中闪过一丝神盲 原本朝着叶珍冲来的江虚昆 顿时被钉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捏 江虚昆心中大害 见到叶珍那散发着妖异光芒的崇彤之后 仿佛也意识到了什么 你是叶珍 江虚昆声音有些颤抖道 看在你没有动杀心的份上 便饶你一次 叶珍笑了笑 崇彤具有感知人心善恶的作用 方才江虚昆虽然出手比较狠 但是叶珍可以感知到 他没有动杀心 只是有些恼羞成怒了 玲珑 你怎么和他在一起 江义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玲珑皱眉问道 圣女 我 玲珑张了张嘴 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 只不过见到江义那严肃的神色 玲珑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道 我不希望圣女被欺负 所以来找帮手 这件事不需要你管 我也没被欺负 江义皱了皱眉道 玲珑没有说话 只是有些沮丧的低着头 叶珍倒是目光有些凌厉的看向玲珑 以往玲珑再如何导弹叶珍都可以容忍 但是找这么一个祸来恶心自己一下 叶珍便有些忍不了了 虽然这江虚昆 还没有恶心到自己就夭折了 但是也着实让叶珍有些不舒服 看来必须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叶珍心里暗道 我们走吧 江义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 竟然主动拉着叶珍宽厚的手掌 静止朝着灵药库走去 很快 叶珍与江义便来到了灵药库 让叶珍比较意外的是 神农帝王谷的灵药库 竟然是在神农墓的一条枝干上掏了一个洞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灵药的药效不会流失 江义看出了叶珍的疑惑 解释道 原来如此 叶珍点了点头 这神农墓对于神农帝王谷的意义 简直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可以说神农帝王谷能有如今的辉煌 神农墓至少占据一半的功劳 看守灵药库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玉 见到江义到来 浑浊的目光中同样闪过一些惊奇 要知道以往来灵药库取药的都是玲珑 还是头一次江义亲自来的 龙婆婆 江义见到老玉后恭敬道 呵呵 叶儿丫头 今日怎么有空来老婆子这里 龙婆婆笑呵呵道 同时目光不断地打亮着叶珍 在看到叶珍那妖异的重彤之时 心中也是确认了叶珍的身份 叶儿这丫头 平日里都不出门的 如今叶圣子来了却结伴来 看来也是难过英雄观啊 龙婆婆心中暗道 江义虽然先前在叶珍落寞之时 退了叶珍的婚约 但是在龙婆婆的心中 江义只要能够顺利嫁出去便好 毕竟 江义的个性整个神龙帝王谷 皆知 除了炼丹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兴趣的 如此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让江义动心的男子 龙婆婆自然乐见其成 只不过龙婆婆不知道的是 江义最感兴趣的还是炼丹 而叶珍的目的也不太单纯 若是龙婆婆知道叶珍的真实目的 恐怕杀了叶珍的心都有 我来拿一些灵药 江义露出笑容 两个梨窝淘气的出现 看起来温柔的不像话 但是如今的叶珍可是知道 江义可是将人直接放入炼丹炉炼化的恐怖存在 有着最温柔的笑容与最冷漠的心 这便是江义吧 反正叶珍暂时了解的便是如此 叶儿竟然开口了 我这老婆子自然也没有阻止的道理 只是叶圣子 龙婆婆看向叶珍有些为难 叶珍若是与江义成亲了 那自然没有问题 但如今的叶珍毕竟还只是个外人 灵药库对于神农帝王谷意义非凡 若是出了差池 她可担待不起 龙婆婆 我需要她和我一起进去 江义虽然看出了龙婆婆的为难 但还是坚持道 呵呵 那叶儿与叶圣子又是什么关系呢? 龙婆婆呵呵笑道 若是江义与叶珍当真是她猜测的那般 她也不介意给叶珍开个后门 到时候谷主问责起来也有个说辞 江义文言有些为难了 她知道若是不给龙婆婆想要的答案 叶珍多半是进不去了 但是她却又不想欺骗龙婆婆 而就在江义为难之间 叶珍却是直接牵起了江义柔弱无骨的鲜鲜御手 并且还在江义似水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龙婆婆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 叶珍笑道 她也不说自己与江义是什么关系 全凭龙婆婆猜测 龙婆婆见到叶珍如此亲密的行为 江义也不反抗 反而任由叶珍拉着自己的手 心中那最后一丝疑虑也消散了 呵呵 你们这般 可是羡煞老婆自我了 龙婆婆不满皱纹的面庞上露出了浓浓的笑容 随后手中的拐杖点了点地面 灵药库的大门顿时开了 进去吧 记得不要动作太大 损毁了灵药 龙婆婆笑眠离倒 正打算进去的叶珍闻言一头黑线 这龙婆婆也是个老巫婆 倒是江义丝毫没有听出龙婆婆的隐晦之意 赶紧拉着叶珍进入了灵药库 你就不好奇 刚才龙婆婆的话有什么意思吗? 被江义的拉着跑的叶珍笑眯眯道 不好奇 让叶珍有些失望的是 江义直接果断道 除了炼丹之外 江义并不想谈论任何的事情 很快 叶珍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香味 在叶珍的面前 无数散发着奇光的灵药宛如小山一般成堆的摆放在一起 而像这样的小山 粗略看去不下数万座 而在数万小山之后 还有一个个用特殊木材的制作的精美锦盒一排排的放置着 不愧是神农帝王谷的灵药库 这般收藏 当真是恐怖 叶珍感慨道 单单这灵药储藏量 便至少是天云先宗的十倍有余 并且 这还是神农帝王谷的表面储藏 一般像这种超级势力 都会有着一个只有宗主得知的隐藏之地 藏纳了无尽的宝藏 所谓的 无非便是防止有朝一日宗门遭逢大劫 然后有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外面这些随意堆放的都是七品以下的灵药 盒子里的是八品甚至九品的灵药 江义说道 你快一点 要不我帮你挑选 江义催促道 对于他来说 一刻不练单手 就痒得厉害 折什么急 叶珍笑道 不过也没有过多的浪费时间 开始在一座座药山之中寻找了起来 灵药库中储藏的种类 其实没有比江义的炼单房中多多少 只不过量比较大而已 很快 叶珍便将所有的药山搜寻了一遍 但是遗憾的是 已无所获 难道是七品之上 叶珍有些不确定道 她的感知应该没有错 但是神农帝王谷的种类 已经几乎是最全面的了 抱着不能遗漏的心态 叶珍来到了那些锦盒的面前 无需打开锦盒 叶珍的重铜之中 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很快便将所有的锦盒检查了一遍 让叶珍感到失望的是 还是没有那最后一味灵药 系统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那最后一味灵药 叶珍没有办法 只好求助万能的系统 看在宿主这段时间 尽力完成任务的份上 本系统便给你一些提示 你要的东西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伴随着系统机械般的声音落下 叶珍也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叶珍全力运转重铜 妖异的光芒四射 开始无死角观察起四周 连一粒灰尘的都不放过 很快 叶珍便有所发现 只见叶珍抬头凝视着上方 蟲蟲穿过无尽阻隔 最终落在了神龙墓的内部 那是一种翠绿色的液体 龙玉的生机流转 彰显着其不凡 那是神龙墓的树枝 叶珍终于找到了炼制蓬莱仙丹的最后一位灵药 赫然便是这神龙墓的树枝 只不过 虽然找到了最后一位灵药 但是却让叶珍犯了难 这神龙墓 可是神龙帝王谷的宝贝 若是贸然取树枝 姜太虚非得把自己宰了不可 叶儿 你可以搞到神龙墓的树枝吗? 叶珍笑眯眯的看着江亦 亲切的叫道 江亦文言给了叶珍一个好看的大白眼 一般都是宗媚的长老谷主才会叫他叶儿 叶珍这般叫 让江亦有种乖乖的感觉 但是江亦也没有太过在意 而是疑惑的问道 你要神龙墓的树枝做什么? 需要炼制一种丹药 叶珍不想骗江亦 直接道 炼丹 江亦下意识地便想要问炼制什么丹药 需要用到神龙墓的树枝 但是 见到叶珍犹豫的样子 江亦也是没有问出口 神龙墓树枝拥有生死人 肉白骨的作用乃是疗伤圣药 因为 我从来不离开宗门 所以没有 江亦说道 好吧 叶珍有些失望道 看来需要想其他的办法了 那要如何可以获得神龙墓的树枝? 叶珍问道 凭借着江亦圣女的身份 弄一些神龙墓的树枝应该不成问题吧? 江亦自然知道叶珍打着什么主意 沉映了一会道 我没有办法 神龙墓的树枝 只有江太虚有调动的资格 就连太上长老都没有资格 江亦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自然没有得到神龙墓树枝的可能 而且 江亦也不会选择欺骗江太虚 看来只能让江太虚炼枝了 叶珍心中暗道 神龙墓是绝对不能动的 天云先宗 已经有了一个太荒圣地这样的大敌 若是神龙帝王谷插手其中 天云先宗哪怕实力再强十倍 也挡不住 不过江虚坤却有 江亦忽然又说道 他 叶珍闻言有些惊讶 嗯 江亦点了点头 随后道 当初我将他丢进炼丹炉的时候 差点炼了他 谷主用了神龙墓的树枝将他救了回来 为了补偿他 谷主又多给了一些 原来如此 叶珍有些哭笑不得 心中默默为这位昆兄默挨了三秒 那万一他使用了呢? 叶珍问道 这事情好像过去很长时间了 不可能 江亦闻言摇了摇头 语气温和道 他若用了神龙墓的树枝 就不会顶着一颗黑头了 原本江太虚是想要彻底将江虚坤给治好的 但是江虚坤却擅自停用了神龙墓的树枝 毕竟这可是好东西啊 说不定以后可以救命 为了让自身形象好看一些 而舍弃着保命的东西 显然是不划算的 这倒是可以操作一下了 叶珍闻言摸了摸下巴 随后看向了江亦 琢磨着 要不要让江亦直接从江虚坤那里抢过来 毕竟江虚坤恐怕对于江亦有些阴影了 虽然看得出来 江虚坤对于江亦是有些追求的 但是随后叶珍便又摒弃了这个想法 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风格 看来需要找那位坤兄好好谈一看人生了 叶珍笑道 妖异的重彤之中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江亦看着一脸邪笑的叶珍 心中也是为江虚坤默挨了起来 被叶珍盯上的人 往往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最起码要掉二两肉 得知了最后一位灵药是那神龙木的树枝之后 叶珍也便没有了 继续留在灵药库的必要了 很快便与江亦一起离开了 龙婆婆看着这么快便完事的两人 不由的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叶圣子 需要多多修炼一些炼体之术啊 龙婆婆笑呵呵道 浑浊的目光之中露出了调侃之色 叶珍闻言不由的感到一头黑线 江亦的原因之气还在 龙婆婆不可能看不出来 这么说 无非便是想要催促两人赶紧完事 但是催促就催促 搞人身攻击干什么 再说了 江亦也根本听不懂这些 果然如叶珍所料 江亦根本没有听出龙婆婆的隐含意思 红唇轻起道 龙婆婆 我们就先离开了 对于江亦来说 没有什么比炼丹更为重要的了 此时待在这里就是浪费时间 呵呵 好 叶儿丫头注意休息 龙婆婆温和道 江亦点了点头 随后拉着叶珍便离开 就连江亦自己都没有发觉 他已经习惯性的主动拉起叶珍的宽厚的手掌了 干嘛这么接 叶珍笑着问道 你该教我炼丹了 江亦头也不回的说道 极其温柔的语气 却带着一些不容置疑的味道 这个不结 叶珍用小指挠了挠江亦的柔软的掌心 江亦的柔弱的御手 顿时发痒 松开了叶珍 你想反悔 江亦揉水的目光看向叶珍 带着一些微不可查的委屈 这天底下 恐怕也就唯有叶珍可以让江亦露出这样的神情 这个自然不会 叶珍也是察觉到了江亦的一丝委屈 但是仍旧恨着心道 但是我需要做往往做的 拥有上一世经验的叶珍知道 有时候不能太顺着女孩子 或许像江亦这般的女孩子 会更喜欢顺着她让她开心的人 但是最难忘的 绝对是那个让她感到委屈 甚至是哭泣的人 江亦闻言虽然目光仍然有些不太乐意 但是也只能点点头 不过叶珍却是敏锐的察觉到 方才江亦的灵力有一些不正常的波动 显然是有着想要暴力强迫叶珍的想法 只不过最后放弃了 这不由得让叶珍有些苦笑 还真是偏执的性格啊 叶珍所说的事情自然是为了获得神龙墓的树枝 应来肯定是不行的 神龙帝王谷不能得罪 只能想办法从江旭坤那里搞来了 并且还不能硬抢 只能想办法让江旭坤心甘情愿地交出来 很快 叶珍与江亦便找到了江旭坤 此时的江旭坤依旧被定在原地 江旭坤虽然在炼丹造诣上不错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无品炼丹师 纵观整个神龙帝王谷 此番天赋也仅在江亦之下 但是那实力可谓是差得一塌糊涂 不过仅仅只有三洞天的修为而已 并且因为沉浸在炼丹的缘故 这三洞天的修为 恐怕还打不过一般的二洞天强者 坤兄 几个时辰不见 风采更胜从前啊 叶珍笑眯眯道 因为一直原地的缘故 江旭坤那颗黑驴弹一般的脑袋 也是被太阳暴晒 远远看去 由光焕发 颇有几分黑钥匙的韵味 江旭坤目光阴狠地盯着叶珍 但是却丝毫不敢说话 他可不像江亦一样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叶珍的凶名 他是听过的 是一个狠起来不顾后果的主 此时说狠话 无异于在自掘坟墓 叶圣子 江师兄也没有太过得罪你 至于这么不饶人吗 倒是一旁的玲珑有些看不下去了 出口埋怨道 他原本对于江旭坤也是有些厌恶的 但是相比于叶珍 玲珑却又觉得江旭坤无比的可爱 至少对江旭坤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而且他也没有那个胆子 叶珍文言协议的重彤看向了玲珑 随后缓缓地朝着玲珑走了过去 叶玲珑 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太好了 叶珍的重彤充满暴虐地看着玲珑 同时一股无形的压力施加在玲珑的身上 让玲珑顿时感到身上仿佛背负着万丈山岳 尤其是目光触及到叶珍那带有暴虐情绪的重彤之时 一股深深的恐惧萦绕在玲珑的心头 叶珍似乎对她动了杀意 随着叶珍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玲珑的身形也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甚至身形一个不稳 直接跌坐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圣 圣女 玲珑求助的目光看向江旭 但是让玲珑感到绝望的是 江旭竟然选择了视而不见 呵呵 叶珍此时也是来到了玲珑的面前 协议的重彤凑近玲珑 无边的恐惧顿时溢满了玲珑颤抖的心 玲珑甚至见到自己的身躯竟然开始莫名地燃烧了起来 但是自身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我要死了吗 玲珑绝望道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怎么回事 江旭看着眼神呆滞 泪水不断往外流的玲珑 有些奇怪道 只是给她一点小教训而已 叶珍笑道 重彤之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紫光 换朔 永夜换魔路 这是云墨太上长老主修的一门灵术 拜托叶珍为其完善 而经过叶珍的完善 这门原本是地阶高级的灵术 直接成为了天阶高级 你也太小心眼了 江义白了叶珍一眼 玲珑毕竟跟了她很久了 就算江义只痴情于恋胆 对于玲珑也是很有感情的 对于江义的抱怨 叶珍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若是玲珑自己怎么闹叶珍也不会太过的计较 但是找人来恶心自己就不对了 一旁的江须坤 看着与江义极为亲密的叶珍 后槽牙都险些咬碎 在江须坤的内心之中 既然自己得不到江义 那么别人也休想得到 但是奈何 自己却根本拿叶珍没有丝毫的办法 叶珍的重彤顿时微微移动 似乎是感觉到了江须坤内心的想法 一二来抱抱 叶珍斜斜一笑 直接将江义拦腰抱了起来 嗯 叶珍突然的举动 让江义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自然反应 体内的灵力就要喷涌而出 但是却被叶珍给死死地压制住了 多教你几手练丹术 叶珍在江义的耳边敲敲道 江义文言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非但没有反抗了 反而还极其配合地揽住了叶珍的脖子 咔吧 江须坤见到这一幕后 厚槽牙被彻底咬碎 混合着血沫掉在了地上 叶珍见状心中暗乐之时 还顺势在江义粉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你慢 江须坤脸色憋得胀红 心中的度火几乎要喷涌而出 他追求了江义十年 仅仅只是不小心打扰了江义炼丹 便险些被寄给炼化了 而现在叶珍仅仅来了不到一个月 便顺利抱得美人归 凭什么 他恨啊 但是最为憋屈的是 他根本拿叶珍没有一点办法 无论是身份实力还是天赋 叶珍都全方面碾压江须坤 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便可能是炼丹术了 唯有炼丹术一图 自己才可以完全碾压叶珍 但是如今自己这引以为傲的炼丹术 在叶珍的面前却显得如此无理 差不多了 叶珍感受到江须坤极其剧烈的内心波动 也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叶珍放下了江义 重彤之中闪过一丝紫意 解开了江须坤的定身效果 若是正常的三动天 绝对不可能被叶珍定这么长时间 可见这江须坤自身的战力有多么的炸 什么意思 江须坤冷冷地看着叶珍 他现在只想尽快地逃离这个地方 没什么意思 只是想与坤兄切磋一番 叶珍笑眯眯道 语气中满是蛊惑之意 仿佛恶魔的低语 你在当我是蠢的吗 江须坤不屑道 与叶珍切磋 除非他真的想不开了 坤兄可能是误会了 我想与你切磋炼丹术 叶珍没有在意江须坤的不屑 而是笑道 炼丹术 江须坤文言瞬间一愣 仔细地打量了叶珍一番 叶珍的身上没有丝毫的药气 绝对不是常年禁营炼丹之人 况且就算叶珍会炼丹又如何 神农帝王谷百万年道统 在炼丹方面一直是独步于整个修行界 而他江须坤更是神农帝王谷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是除了江页之外的最强炼丹师 你确定要和我切磋炼丹术? 江须坤有些不确定道 他的第一反应是叶珍有阴谋 这个自然 叶珍笑道 表情颇为的真诚 好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江须坤原本有些犹豫 但是见到叶珍又轻了江页一下后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光比是没有彩头也没什么意思 江须坤目光锐利地盯着叶珍 应冷道 敢不敢天脸彩头 来了 要的便是你这句话 叶珍心中一乐 面色上却是不为所动 道 坤兄想要什么彩头 我要你从此以后 不准踏入神农帝王谷半步 并且离开江圣女 江须坤看了一眼脸色平静的江页 这才说道 这 叶珍显得有些犹豫 深情地看着江页 在一瞬间下江须坤显得有些急切 直接打断了叶珍 叶珍文言还是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很下心道 既然坤兄这么说了 我也可以答应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江须坤听到叶珍答应了 心脏都差点飞出去 这不是送上脸来给自己踩吗 只不过 坤兄 你可以拿出什么踩头来 叶珍淡笑道 江须坤文言一乐 随后道 我可以付出我所炼制的所有丹药 这个踩头其实已经不小了 一位无品炼丹师 炼制的所有丹药 加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然而叶珍却是摇了摇头 道 不够 那你想要什么 江须坤问道 听说你有神浓木的树枝 叶珍看着江须坤 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道 江须坤文言瞬间警惕了起来 下意识地看了江一眼 这不可能 江须坤咬牙道 那可是他几乎用命换来的东西 那真是太遗憾了 看来坤兄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 叶珍激笑一声 随后用手轻轻抚摸着江一的脸颊 但笑道 这就是一个废物 我们走吧 江一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 直接就走 他巴不得赶紧离开呢 好 如果你赢了 我就将神浓木的树枝给你 江须坤咬牙切齿道 目光森然地看着叶珍 但是 你说了 那么便永远不准 踏入神浓帝王谷半步 并且离开圣女 这个自然 叶珍笑了笑 怎么比 江须坤问道 你来定 我随意 叶珍懒洋洋道 目的已经到达 接下来就是收割了 反正无论怎么比 江须坤也赢不了 七天后 神浓殿前 五品丹药破镜丹 比起品质 如何 江须坤没有半句废话 直接了当道 没问题 叶珍笑道 虽然他不知道破镜丹是什么丹药 但是七天的时间 学习练这个破镜丹 撒撒水而已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叶珍忽然道 什么要求 江须坤问道 同时也在警惕着叶珍的陷阱 他不相信 叶珍真的胆敢单纯的 与自己抵拼链丹术 踩头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人 叶珍淡淡道 若是被江太虚知道了 难免不会怀疑什么 叶珍要做好最稳妥的打算 这个自然 江须坤点了点头 他也不想让人知道 他是凭借这种方法 让叶珍离开江亿的 多少有些不太光彩 毕竟他可是神农帝王谷的炼丹天才 而叶珍不过是粗野之人一个 如此可教也 叶珍笑了起来 随后 崇彤散发着淡淡的邪意 盯着江须坤 但若是你输了而反悔 那么 我会让你知道 这世界上 其实有很多的残酷 伴随着叶珍冰冷的话语落下 江须坤顿时感到 心底浮现出一股巨大的恐惧 就仿佛 被死神盯上了一般 面对着叶珍这般强势的表现 江须坤顿时感到心中发冷 就仿佛被凶兽给盯上了一般 我江须坤在神农帝王谷 也是有身份的人 违背誓言之事 自然不会做出来 江须坤保证道 同时心中也是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叶珍的气势 实在是太过的恐怖了 根本不像是动天境的修为 我也相信 坤兄不会做出这般不齿之事 叶珍顿时收敛了气势 笑咪咪道 吓唬他一下就行了 若是太过了 说不定会引起他的一些疑心 可以走了 江一见到叶珍的目的已经达到 有些催促道 这次可以了 叶珍笑道 崇彤之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解除了对玲珑的幻术 这里是天堂吗 玲珑半跪在地面之上 眼角都是泪痕 身躯还在微微颤抖着 可见方才经历了多大的绝望 不是 这里是地狱十八层 你即将承受拔舌之行 叶珍邪恶的声音 在玲珑的耳边响起 玲珑闻言 瞬间被吓得再次哭了出来 情绪都有些崩溃了 你有些过分了 江一见状 连忙上前扶住了玲珑 语气柔和道 已经没事了 不要害怕 圣 圣女 真的是你吗 玲珑紧紧的抱住江一 郊区不断的颤抖着 显然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了 江一一边安慰着玲珑 同时也不想太过的浪费时间 于是干脆直接将玲珑横抱了起来 朝着炼丹房的方向静直的走去 玲珑不哭 我带你回炼丹房 江一安慰道 叶珍 江须坤 嘿嘿 看不出来 圣女还有这般温和的一面 江须坤感慨道 对于被差点被江一炼了的恐惧 也是消散了一些 温不温和 也与你没有关系 叶珍淡淡的瞥了江须坤一眼 道 碍于叶珍的实力 江须坤没有说话 但是心中却是发了狠 等到七天后 一定要让叶珍付出代价 叶珍没有理会江须坤 也是跟着江一回到了炼丹房 当叶珍来到了炼丹房后 发现江一竟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炼丹了 熊熊的炉火燃烧着 融化着各种灵气飘散的灵药 而玲珍则是安静地跪坐在一旁 见到叶珍 顿时害怕地低下了头 眼角还带着深深的泪痕 肚兜兜不脱便开始炼丹 不怕臭了吗 叶珍调笑道 面对叶珍的调笑 江一却丝毫不为所动 也就唯有一炉丹药炼制完毕之后 他才会和人说上几句话 叶珍见到江一不理会自己 也是顿感无趣 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江一炼丹完毕 很快 一炉丹香肆意的丹药便被江一顺利炼成 江一用玉瓶将丹药收起来之后 也是尝出了一口气 舒服了 你该教我炼丹了 江一揉水的目光看向叶珍 同时将带有淡淡汗味的毒都抽出来 随意地丢进了炼丹炉中 大火燃起 将其焚烧了灰烬 眼前这一幕直接是将叶珍雷的外焦里嫩 这么粗暴的吗 还愣着干什么 不过来 江一见到站着不动的叶珍 皱眉道 眼前这一幕若是让外人看到了 恐怕会止不住的浮想连篇 但是谁知这会是单纯的炼丹呢 叶珍笑了笑 随后来到了江一的身边 道 今天教你一手隔空炼丹 只见叶珍周身云雾涌动 神兽朱雀从赤红的烈焰之中诞生 哗啦啦 大量的灵药被赤红的烈焰卷了起来 以天地为炉 开始第一步 提炼 正常的炼丹师炼丹都需要借助炼丹炉 一个好的炼丹炉 对于炼丹师是非常重要的 而叶珍却发现 这方天地本就如同一座丹炉一般 通过特殊的手法 完全可以脱离炼丹炉的智骨 甚至于叶珍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便是以天地为炉 生灵为影 将一介炼化 那么最终承担 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当然 这样的想法也就只能是想想而已 先不说可行性 光是实施起来 便需要多么恐怖的修为与实力 宿主的这般想法 有大魔头的风范了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忽然响起 系统 你说我这般想法 有没有可行性 叶珍问道 本系统虽然知道 但是本系统不说 叶珍 叶珍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就算这个疯狂的想法有可行性 叶珍也不会去做 谁没事想要毁灭一件呢 抛开这些没用的想法 叶珍开始专心炼制起了丹药 朱雀之言 比一般的丹火 要强大太多太多了 这也导致了叶珍的炼制效率极其之高 不到两个时辰 丹香便飘散而出 承丹十二枚 其中九枚丹药拥有着丹纹 三枚拥有着丹云 江义认真的看着叶珍炼丹 惊恶的发现 叶珍所炼制的竟然是运灵丹 而这运灵丹 正是方才自己所炼制的 叶珍将丹药收到玉瓶之中 随后对着江义道 看明白了吗 江义闻言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 我看懂了其中的做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 江义柔和的声音传来 也是一样的效果 还不用这么花里胡哨 那么你觉得这样做 只能用灵药炼丹吗 叶珍笑道 江义闻言一愣 柔水的目光转动间 似乎想到了什么 陷入了沉思之中 叶珍没有打扰江义 而是目光看向喘喘不安的玲瓏 道 叶玲瓏 帮我做一件事 啊 玲瓏闻言有些不安的看着叶珍 身体不自觉的朝着江义的身边的靠了靠 显然 玲瓏已经彻底怕了 叶珍见状重彤之中 叶珍飞笑的看着玲瓏 仿佛恶魔的注视 我 我这就去 玲瓏强忍着泪水 逃野式的逃离了这个地方 玲瓏离开后 叶珍看着江义温婉如水的侧脸 低声道 终于找到了独处的机会 江义不愧是拥有着神龙药王体 乃是天生的炼丹师 仅仅不到三天的时间 江义便彻底掌握了脱离炼炉炼的方法 当江义顺利不动用炼丹炉成功炼制完一炉丹药后 叶珍笑眯眯道 好 江义文言虽然感到有些疑惑 但为了学到更多的炼丹技巧 还是点了点头 叶珍见到江义同意后 直接来到了江义的身后 用手揽住了江义柔软的腰肢 江义回眸看向叶珍 有些不解叶珍的做法 不要分心 仔细感受 叶珍冲着江义笑道 一股柔和的灵力流淌 进入了江义的四肢百骸 然后按着某种特殊的路线运转了起来 这段时间 因为叶珍一直研究炼丹术 所以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创造了一门特殊的功法 丹经 这种功法的其他作用暂且不谈 真正的核心的奥义只有一个 那便是炼丹及修炼 众所周知 炼丹师因为将大部分的精力 都投入到炼丹之中 所以修为进展的比较缓慢 并且战力也要落后同等几几个层次 就算是如今的神农帝王谷谷主江太虚 一身修为通天 那也是凭借着无穷的岁月熬出来的 几十万年的积累 自然要比类似于玄圣这种活了不足万年的准地 要强得多 而叶珍创造出来的丹经 则是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让炼丹师在炼丹之时 自动地吸取天地灵气 进入修炼状态 可以说炼丹便是修炼 而若是丹经 再配合上江义的神农药王体 以及江义对炼丹的痴迷 那么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极其恐怖的 而叶珍之所以愿意这么慷慨地 直接将丹经传授给江义 也是抱着一点补偿的意味 毕竟江义的原因 他是要定了 江义文言后点了点头 随后配合叶珍仔细开始感受 这叶珍传来的特殊功法 很快 江义便发觉到了这功法的强大恐怖之处 尤其是对于炼丹师而言 捏 江义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珍 显然也是不清楚 叶珍为何将这么宝贵的东西赠送给自己 虽然灵药库之事 江义算是帮过叶珍 但是与叶珍的这份赠语相比 实在是太过的微不足道了 江义与叶珍两人脸凑着脸 就差贴在一起了 而叶珍也是趁机在江义的红唇上亲了一口 不要分心 这是你应得的 叶珍在江义的耳边吹了一口气 而语道 这般亲密的行为 纵使是江义也是感动内心深处的羞涩被触动了 焦躯不自然地扭动了几下 惊人的触感传来 使得叶珍也是有些星圆一马 这是与芸汐完全不同的感觉 芸汐的肌肤比较嫩 摸起来富有弹性 而江义的皮肤则是比较柔软 摸起来特别的丝滑 尤其是一双柔弱无骨的鲜鲜玉手 软软的就仿佛海绵一般 而随着叶珍的不断传弓 江义也是逐渐地进入了状态 全身心地向叶珍敞开了 差不多了 叶珍见状 目光微动 一枚丹药从墨珠取出 被叶珍用灵力蒸发成了气体 七品丹药 我爱一条柴 这是叶珍拜托天云仙宗中 一位炼丹大师炼制的春药 当叶珍问及效果时 那位炼丹大师说过 他曾经凭借这个丹药 让灵兽森林的数量翻了一番 再过几日叶珍就要和江旭坤 比试炼丹树了 到时候 若是出现什么幺蛾子 自身的实力强大一些 叶珍也能够顺利地应付 毕竟叶珍此番要做的 可是窃取蓬莱仙丹丹方的大事 江太虚绝对不会允许叶珍这么做 若是拥有了混沌体 叶珍就有一定的把握 完全操控阉戈版的诸仙剑阵 这是叶珍在被发现墓地后 安然离开的本钱 很快 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丹香 叶珍紧急屏蔽了呼吸 两个人总要有一个人保持清醒的 不然怎么操作 很快 在叶珍重同的注视下 江毅便吸入了丹药的粉末 但是叶珍却一点也不着急 药效发作 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他现在有的是时间 整个炼丹房此刻 已经被叶珍动用墨珠包裹了起来 只要不是什么实力太过强大之人 是进不来的 更何况 在神农帝王谷 谁不知道江毅的恐怖 几乎没人赶来江毅的炼丹房 叶珍的这一手 是为了防止玲珑突然回来 而以玲珑的实力是绝对进不来的 就算是声音也休想听到 在叶珍耐心的等待下 很快 江毅的身体便出现了一些初步反应 只见江毅原本雪白的肌肤上 染上了一层层淡淡的粉红色 就连呼吸也变得略微沉重了起来 忍住 一定要忍住 叶珍不断地在心中告诫自己 现在药效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 为了确保一定成功 必须要等到药效彻底发作 不过 叶珍虽然心中这么想 但是江毅的焦躯却是开始不安分地扭动起来 惊人的触感一波波地冲击着叶珍的神经 使得叶珍险些心神失手 他妈的 不管了 叶珍心中爆出了一句古早古早的国粹 随后 双手开始游动了起来 江毅的肚兜因为先前被烧了的缘故 焦躯仅仅只是包裹了一层薄纱 内部完全真空 所以对于叶珍的刺激也是非常的大 而叶珍更是敏锐地发现 江毅的焦躯颤抖得越发厉害 肌肤几乎完全变成了粉红色 叶珍知道 药效应该已经完全发作了 因此 动作也是越发的大胆了起来 双手开始有朝着更为隐秘的地方探去 你在做什么 而就在叶珍打算彻底扑倒江毅的时候 江毅却忽然睁开了眼眸 叶珍见到美眸清醒 没有一点中了春药的江毅 心中也是突然猛逼了 怎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 这药都可以让灵兽森林的灵兽翻上一翻吗 叶珍心中 此时就差将那位炼丹大师的祖宗八倍给骂了个遍 嗨嗨 我再给你按摩 可以疏通经络 让你更好地掌握丹筋 叶珍倾咳了两声 强行将起立的兄弟按了下去 解释道 丹筋 江毅目光中透露着不解 就是我方才给你传授的功法 我将其命名为丹筋 叶珍笑呵呵道 同时心中也是有些不解 方才江毅已经出现了反应 这证明 药效已经开始发作了 怎么最后反而没事呢 你命名的 江毅瞬间捕捉到了关键词 这般恐怖的功法 难不成是叶珍创造的不成 这怎么可能 在江毅看来 这般功法至少是一位炼丹宗师 历经一生 甚至依靠多代完善才可能出现 而叶珍就算在炼丹天赋上震骨朔精 毕竟还是太过的年轻了 怎么可能创造出这般夺天地造化的功法 嗯 我创造的功法自然由我命名 叶珍笑道 江毅默然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就是凭借着丹经 所以才炼丹术与修为都这么强大吗 江毅问道 如此一来 也可以顺利解释 叶珍为何在炼丹与修为上 都有如此令人震撼的成就了 不是 炼丹术我来到了这里才接触 至于丹经 自然也是不久前所创造 叶珍笑道 江毅 江毅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 那些外界其他天骄的感受了 这是一种高山扬指 深感自身渺小的绝望之感 在叶珍面前 无论怎么追赶 都仿佛是一个笑话一般 甚至于 连追赶的勇气都没有 叶珍见到陷入沉默的江毅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江毅没有追究刚才的事情 不过让叶珍很不解的是 江毅究竟为何会一点事都没有 丹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叶珍已经用重铜查看过了 甚至那位炼丹大师得知是叶珍需要 特意取了一枚带有单纹的春药 药效猛的一塌糊涂 看在你传授我担惊的份上 方才的事情便算了 江毅柔和的话语 却让瞬间跳了起来 方才什么事 叶珍装傻充棱道 江毅美眸看向叶珍 竟然带着一丝细血的味道 我的体质有一个特点 那便是可以免疫 对我有害的一切药物 江毅看着叶珍 语气虽然柔和 都不难听出其中的一些埋怨 毕竟叶珍此次的手段 真的有些太瞎做了 嗨嗨 叶珍倾咳了两声 也没有辩解 江毅很显然 已经确定了叶珍做了什么 此时再辩解 反而会适得其反 江毅看着没有说话的叶珍 也是默然了起来 然后重新投入了炼丹之中 其实在江毅的心中 他早就做好了 将自己交给叶珍的准备 只要叶珍不打扰 他炼丹便可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面对其他的追求者 他还可以凭借着自身的身份 以及不错的实力 强硬拒绝 并且可以继续安然的炼丹 唯独叶珍 给他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 但是现如今 江毅却惊喜地发现 叶珍的炼丹术 却是异常的高深 而江毅身为炼丹师 心思也非常的细腻 一眼便看出了 叶珍对于自己的渴望 对于江毅来说 叶珍这种天马行空的炼丹术 是极具吸引力的 因此 他也就改变了想法 希望利用叶珍对自己的渴望 多学习一些炼丹术 就在两人气氛有些尴尬时 叶珍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收回了墨珠的封锁 只见玲珑不知什么时候 就已经待在了炼丹房前 面色上满是焦急之色 圣女 玲珑大呼一声 但被叶珍的眼神给止住了 玲珑见状看向江毅 发现江毅正在炼丹之后 也是老实的 没有在说话 情况如何 叶珍问道 崇彤妖异地看着 有些受惊的玲珑 玲珑有些害怕地 缩了缩身体 随后 声音有些颤抖道 江师兄在谷中传言 几天后 要与天云先宗的圣子 鄙视炼丹术 现在不光是谷中的弟子 就连长老和谷主都惊动了 并且似乎非常的感兴趣 果然如此 对于江毅坤的这些做法 叶珍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还有呢 彩头的事情 有听说吗 叶珍问道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江毅坤叶珍是信不过的 没有 我没有听说过 玲珑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如此便好 辛苦了 叶珍笑道 难得对于玲珑与其温和了一些 但是叶珍已经在玲珑的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在叶珍看来是温和的微笑 对于玲珑来说 无异于恶魔微笑一般 这不由得使玲珑又差一点哭出来 有些害怕的 来到了炼丹炉的身边 似乎那炙热的温度 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安全感 时间如白鞠过细 很快便来到了 叶珍与江须坤 鄙视炼丹的日子 而此时的江毅 也是再次成功脱离炼丹炉 炼制出了丹药 现如今 江毅已经可以脱离炼丹炉 炼制无品丹药了 这份悟性虽然与叶珍比相差甚远 但也是极为的不错了 神农药王体 不愧是天生的炼丹师 而江毅在炼制完这一次丹药之后 并没有如以往一样继续炼制 而是美眸看向了叶珍 我和你一起去 江毅开口道 我还以为你只会炼丹呢 叶珍闻言有些惊讶 随后笑道 江毅白了叶珍一眼 江虚坤的炼丹术也不差 叶珍若想赢 肯定也是需要露几手的 跟着去 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想到这里 江毅的急性子便又犯了 上前直接拉住了叶珍的手腕 我们赶紧走吧 江毅语气急切道 叶珍嘴角扯了扯 脚步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任凭江毅如何用力也没用 面对江毅不解的目光 叶珍有些无奈道 咱能不能先把蟹衣穿上 叶珍有些无奈的看着江毅 此时的江毅还是一身真空包装 就这么出去 真不怕一阵微妙的风吹来吗 江毅闻言也是意识到了什么 雪白的脸颊微微一红 你等我一下 江毅说道 随后快速的来到了炼丹炉之后 片刻时间之后 江毅便出来了 而叶珍也是通过重彤发现 江毅穿上了一件比较喜庆的红色蟹衣 我们走吧 江毅说道 随后便拉着叶珍的离开了 这一次叶珍也没有反抗 任由江毅带着自己走 而玲珑见状则是意不意去的跟在身后 因为有叶珍的缘故 所以玲珑既不敢跟得太近 也不敢离得江毅太远 这让玲珑一时之间显得异常的难受 叶珍见状后 心中也是轻笑了一声 看来这丫头算是彻底怕了自己 应该可以消停一段时间 江毅与叶珍一路而来 发现谷中的弟子 几乎全都在向着神龙殿的方向 急匆匆地赶去 颇有几分叶珍前世感大吉的感觉 听说了吗 一个外界的炼丹师 要与江师兄比拼炼丹术 这个自然听说了 江师兄说 那位外界的炼丹师 买是万古无一的天骄 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 丝毫不比咱们神龙帝王谷百万年的传承弱 是吗 那倒是要见识一番了 众多弟子不断地议论着 自然也逃不过叶珍的耳朵 这个江旭坤 玩得一手好计策 叶珍心中冷笑道 江旭坤如此吹捧自己 无非便是想要瞪着自己 到时候出丑之后 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感 从而使得神龙帝王谷的弟子 全都对自己不屑 认为只是一个说大话的废物 并且到时候赢了 也能抬高一手自己的炼丹术 而若是输了 输给一位外界的炼丹天才 也不算是太过的丢脸 可以说 简直是一蛋三鸟 只不过叶珍对此 也没有太过的在意 只要江泰虚输了之后 顺利地将神龙墓的树枝交给自己 其他怎么样都无所谓 很快 叶珍等人便来到了神龙殿之前 而此时已经聚满了人群 几乎整个神龙帝王谷的人都来了 叶珍甚至还感知到了 几道极为隐晦的气息 若有若无地关注着这里 准地 就是不知道江泰虚有没有来 叶珍动用重铜扫尸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江泰虚的踪迹 但是这也并不能证明 江泰虚没在 毕竟江泰虚可是达到了真正的大地之境 重铜虽强 以叶珍如今的修为 也做不到全知全能 希望江泰虚 不会在意这种小孩子之间的打闹 叶珍心中暗道 在叶珍看来 蓬莱仙丹的单方 恐怕就算是神龙帝王谷的太上长老 也并不知晓 宿主最好不要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忽然在叶珍的脑海中响起 怎么说 叶珍心中一动 每次系统说话 必定都会给一些有用的信息 很少说废话 本系统可以算到 那位大地强者正在观察着你 系统语气难得的严肃到 叶珍闻言心中一惊 面色上却尽量保持着平静 希望不要走到那最后一步 叶珍苦笑道 一旦被江泰虚发现了目的 叶珍也只能动用诸仙剑阵 就算阉阁版的诸仙剑阵 对于江泰虚没有多少威胁 但是却足以让神龙墓彻底毁掉 以此为威胁 足以安然退去 只不过届时 神龙帝王谷也不会放过叶珍 叶珍也不可能继续留在天云先宗了 只能流浪天涯 叶圣子 既然来了 又何必藏着掖着 江虚坤这时也发现了叶珍 在看到叶珍与江一手牵着手拾 面色不由的冷了下来 但还是用着比较和善的语气说道 没办法 叶儿舍不得我温热的手掌 不让我抽出来 叶珍叹了一口气 颇感无奈道 喀吧 江虚坤闻言 险些把刚刚长出来的后槽牙再次咬碎 叶珍 你不要太嚣张了 这里可是神龙帝王谷 小心我让你走不出去 江虚坤应狠道 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场 甚至还有长老们看着 江虚坤也是硬气了起来 他还真的不相信 叶珍胆敢在这么多人面前 对自己出手 反了天了不成 叶珍闻言 眼睛眯了眯 妖异的重彤 看向了有些嚣张的江虚坤 坤兄似乎是有些飘了 叶珍淡淡道 语气中还有一丝冷意 惊人的气势向着江虚坤压迫而去 使得江虚坤瞬间感到一股莫大的压力 同时心中也是有些胆怯起来 怕什么 我就不信他真的敢出手 除非他不想活了 江虚坤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巴掌 同时目光毫不畏惧地与叶珍对视 但是却发现自己周围的声音 已经渐渐小了起来 甚至眼前一片黑暗 就仿佛被世界遗弃了一般 怎 怎么回事 江虚坤顿时有些慌了 你还要不要比试了 江亦看到眼神逐渐呆滞的江虚坤 也是瞬间知道发生了什么 呵呵 先给他一点教训 再比试也不迟 叶珍笑道 约莫一炷香时间后 叶珍觉得差不多了 便也收回了幻术 我 我竟然还活着 江虚坤直接跪倒在了叶珍的面前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目光中写满了恐惧 可见遭遇到了何等的大恐怖 而眼前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就不一样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到了江虚坤 忽然和叶珍说着说着便下跪了 不愧是外界来的炼丹大师 竟然让江师兄如此崇拜 都行大礼了 是啊 不过就是感到有点丢脸啊 呸 没有开始比试便跪下了 还看得淡 众弟子义论纷纷 一时间全都是唾弃江虚坤 没有骨气 丢了神农帝王谷的脸面 怎么回事 几位神农帝王谷的长老 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后 也是皱着眉头 恐怖的威压降临 瞬间使得叶珍感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只见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叶珍的上空 小子叶珍 见过几位前辈 叶珍神太谦逊道 颇有几分白丘梨那位了 叶圣子客气了 几位长老也是笑呵呵道 叶珍引动先路之事 他们自然是知晓的 所以对于叶珍 自然也不会像对待其他晚辈那般 以老卖老 这便是天骄妖孽的特殊待遇 江虚坤 你在做什么 几位长老与叶珍打过招呼之后 目光便锐利地看向了贵妇在地面上的江虚坤身上 江虚坤顿时感到脑海之中 仿佛有惊雷炸开 目光猛猛地看着上空中面露怒色的长老 上 上长老 江虚坤艰难地开口道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什么都说不出来 没骨气的东西 那位上长老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直接将江虚坤吹到了临时搭建的一座炼丹台上 叶圣子 恐怕你们的鄙视要稍等一下了 上长老浑浊的目光看向叶珍 和蔼道 没问题 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叶珍笑道 劳烦叶圣子了 上长老客气道 随后便开始查看江虚坤的情况 此刻几位长老也是发现了 江虚坤有些不太对劲 似乎中了谁的法 不过对此叶珍却是丝毫的不担心 天阶高级的灵术 足以做到不留任何痕迹 除非江太虚亲自出手 否则不可能知道是叶珍做的 情况果然不出叶珍所料 纵使几位长老如何探查 也难以寻觅到 江虚坤的身上 有任何不属于自身的灵力痕迹 最终无奈之下 几位长老只能将此事定性为 江虚坤是个耸包 还需要多久 江亦这时开口道 大概需要半个时辰吧 叶珍自然知道江亦问的是什么 笑着回答道 江亦闻言皱了皱好看的眉头 也没有说话 但叶珍还是敏锐地捕捉道 江亦似水的美眸中 透露着一些交集与无奈 你这急性子要改改了 不然以后我会很难办的 叶珍握住江亦柔弱无骨的御手 颇感无奈道 在叶珍看来 恐怕也就唯有炼丹意图上 江亦能够耐着性子仔细研究 为什么你会很难办 江亦不解地看着叶珍 她急性子和叶珍有什么关系 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叶珍笑眯眯道 目光之中透露出异味深长之色 江亦可是一位难得的炼丹宝贝 原本叶珍只是冲着其身子去的 只不过 如今却是改变了主意 似乎将其扛回天云仙宗养着也不错 江亦闻言虽然仍旧很是不解 但是也没有多问 只是心中却是略微有点不太自然 仿佛自己要吃大亏了一般 很快半个时辰便过去了 叶珍对于时间掐的还是很准的 江旭坤呆滞的眼眸月事 在此期间逐渐恢复了清明 一醒来便冲着叶珍大吼道 叶珍 是不是你干的 大胆 上长老被江旭坤气得出 胡子瞪眼 恨不得一巴掌将气给拍死 你还嫌丢人不够吗 上长老怒吼道 恐怖的威压降临在江旭坤的身上 使得江旭坤顿时汗如雨下 上 上长老 是叶珍 住嘴 江旭坤话还没有说完便被上长老打断了 你若是再这么下去 接下来的灵药供应减半 上长老语气冰冷道 江旭坤文言瞬间不说话了 灵药供应减半 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只不过让江旭坤很是不解的事 长老们为什么要站在叶珍的那一边 叶珍就算再怎么妖念 终归是外人啊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上长老他们也是 几乎肯定绝对是叶珍做了什么 但是奈何他们却根本没有证据 若是他们也这么认为而拿不出证据 岂不是非常丢脸 再者说了 他们已经从龙婆婆那里听闻 江旭与叶珍似乎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关系 到时候叶珍可就不算外人了 该死的叶珍 今日之后 休想再踏入神农帝王谷半步 江旭坤很识趣的没有再说话 而是在心中放着狠话 如果坤兄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叶珍看到江旭越发不耐烦的神色 甚至就连玉手都从叶珍的手掌中抽了出来 也是连忙道 再这么拖延下去 江旭估计要先回去炼制一炉丹药再过来了 自然可以 江旭坤文言英冷道 随后来到了炼丹炉前表示没问题 叶珍见状微微一笑 几个跳跃间便来到了另外一座炼丹台上 而在炼丹台上都早已备好了炼丹炉 并且都是那种最为普通的炼丹炉 用来彰显公平性 此次你们二人鄙视的是五品丹药破镜丹 时间不限 以品质高者获胜为准 上长老但笑道 破镜丹在五品丹药中也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可以让动天境的修为成功开辟出至少一动天 或者在动天境顶峰之时破镜入神府 而具有丹文的破镜丹 其药效据说可以直接让其在动天境开辟两个动天 这无疑大大的缩短了修行时间 因此在修行界这种破镜丹也是极为的抢手 都没问题的话 那就开始吧 上长老笑道 同时一脸好奇的看向叶珍 说实话 叶珍的修行天赋虽然极为的惊艳 堪称万古无双 但是这炼丹与修行可是两码事 虽然有些关系 但是关系不多 他十分好奇叶珍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而伴随着上长老的话音落下 江虚坤也是迅速地动了起来 大量的灵药出现 随后丹火燃起 小范围的包裹灵药开始进行了第一步 提炼精华 这些动作 江虚坤全部一气呵成 并且井然有序 显然是经历了无数次的练习与实践 而相比于江虚坤的急速 叶珍这边倒是显得有些不缓不慢 云雾涌动 神兽朱雀从赤红色烈焰中腾空而起 最终融入叶珍的身体之中 叶珍也是因此短暂地获得了操控朱雀之炎的能力 利用朱雀之炎炼丹 这在先天上就领先一步 上长老笑道 其他人闻言也是点点头 表示认同 或许这叶珍真的可以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表现 只不过让众长老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叶珍并没有去动那些灵药 反而先用朱雀之炎制烤着炼丹炉 这一波操作 直接让炼制了大半辈子丹药的重长老猛逼了 难不成是要先暖一暖丹炉 上长老不确定道 可是这也没什么用啊 碰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剧烈的响声传来 叶珍的丹炉炸了 突然的变故 使得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比试才刚刚开始 叶珍便炸了炉 这还怎么玩 这所谓的叶圣子 真的如传闻中那般是为炼丹大师吗 是啊 炸炉 在座的各位 谁还会炸炉啊 众多弟子开始议论纷纷 一时间不由得对最近的传闻表示了怀疑 但这传闻 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 这位叶圣子 看来也是个孤名钓鱼之辈 一时间 众多的弟子对于叶珍都是低看了几分 纵然叶珍拥有震骨硕精的天赋 喜欢装腔做事也难有太大的成就 几位长老此时也是面露不解的看着叶珍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位叶圣子 真的会炼丹吗 一位长老虽然是疑惑的语气 但是心里几乎已经确定叶珍是个门外汉 一品丹药都炼制不出来的那种 看其样子似乎没有惊慌是错 不是对自己极有把握 那便是真的只是来玩玩的 上长老叹了一口气道 若真是如此 那么就算其引动了先路 也难寻那最后一步 神农帝王谷的大长老帝秦苍说道 众长老闻言漠然 显然也是认可了大长老的话 哈哈 叶珍你是爱搞笑的吗 江须坤见到这一幕不由的哈哈大笑起来 飞驴弹一般的脑袋在炉火的照耀下 一一发亮 江须坤嘴上说着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 可以发现 已经有差不多十分之一的灵药被其提炼完成 这个速度 在一般的目光看来已经算是很快了 这炼丹炉也太不经烧了 叶珍看着已经成了一堆废铁的炼丹炉 颇感无奈道 至于原因 也很简单 此时叶珍还能察觉到体内朱雀之炎的一些异动 无非便是嫌弃 这炼丹炉太破 不配让朱雀之炎伺候 算了 原本也不是很想惊世害俗的 叶珍无奈道 原本叶珍只是想要随意的炼制一枚带有丹云的丹药 顺利拿下笔试 然后取得神浓木的树枝 这也比较稳妥 但是现在 情况貌似不太允许啊 嗡 朱雀之炎破体而出 将叶珍面前的净千种灵药全部包裹了进去 开始了炼丹的第一步 提炼 没有必要再看了 这所谓的叶圣子 就是个笑话 简直拿练丹大戏 帝青天被叶珍的这般操作 气得吹胡子瞪眼 直接便挥秀离去了 其他几位长老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便好 难道这叶圣子真的是一个孤名钓鱼之辈 上长老有些不确定道 看到众多长老已经纷纷离开 上长老犹豫了片刻 还是咬牙流了下来 他不相信能够引动仙鹿的万古天骄 会搞出这样的笑话 哼哼 我说回之前的话 这所谓的叶圣子就是一个蠢货 那引动仙鹿之事 不会也是假的吧 众多弟子喧闹了起来 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兴趣缺缺的离去了 而留下来的人也是一直关注着江旭坤 毕竟江旭坤还是很有本事的 或许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丹卢只会限制他 江义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叶珍 低声难难道 恐怕在场唯一相信叶真的便是江义了 而反观叶珍这边 则是丝毫没有被外界所影响到 无所谓 反正待会都得再跑回来 叶珍淡笑道 目光看去 那净千种灵药已经在朱雀之炎的炙烤下 开始被缓缓提炼出了精华 至于那药渣 自然被焚烧成了虚无 一股焦壶之味难免的散发而出 恐怕是我多想了 上长老闻到这股焦壶之味时 心中那最后一丝吸迹也彻底破灭了 这叶真是来炒菜的吗 恐怕待会估计能炼制出一枚史无前例的黑丹吧 众多弟子闻到这股焦壶之味后 顿时忍不住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次炼丹之笔 可以纯当一出闹剧来看了 哼哼 这可是你自找的 江虚昆见状得意道 但是当他目光看向江义时 却发现江义仍旧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叶真 似水的美眸之中不但没有丝毫的失望 反而满是期待与异彩 我倒要看看 今日之后 你还有什么脸面留在神农药王谷 江虚昆发狠道 此时 他已经成功将一半的灵药 提炼成了最为精纯的药液 并且提炼得非常完美 这一次 他相信可以炼制出带有丹纹的破镜丹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上长老看着叶真 在焦虎味的掩盖下 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那是灵药精华 完全被提炼而出的表现 差不多可以了 叶真的重彤之中 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此时的灵药 已经被禁术的提炼完毕 可以容丹了 叶真没有犹豫 近千种灵药液同时开始相容 五颜六色的光芒四射 宛如一个大杂会一般 什么 上长老见状 顿时惊骇地站了起来 这是容丹 那岂不是说明 叶真先前已经将所有的灵药提炼完毕 但是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叶真一没用炼丹炉 二是诸多灵药一同提炼 古往今来 可以做到这一步的炼丹师 不是没有 但是其对精力的消耗堪称恐怖 简直费力不讨好 就算是灯神镜的强者 这般下来 也遭不住几轮 而叶真看起来 却丝毫没有精神违靡的症状 并且看样子 叶真似乎还要同时容丹 而此时 众多的弟子也是发觉了不对 空气中似乎已经开始散布着丹香 仅仅不过片刻 叶真竟然便顺利地容丹完成 所差的 便是最后一步承担 神龙殿前 无数的弟子面色惊骇地看着叶真 此时的叶真面前 赤红色的火焰 包裹着一团散发着九彩之光的灵药液 荣誉的丹香飘荡而出 就连已经离开的诸多弟子 都是闻到了 怎么回事 好浓誉的丹香 闻到这股浓郁的丹香之气后 疑惑地道 走 回去看看 说不定可以收获一些什么 有人提议道 众人闻言点点头 于是便纷纷又涌了回来 活了几千年 还是头一次闻到 这一般浓郁的丹香 远在药田之中 培植灵药的诸多药农 微微抬头 浑浊的目光中 绽放出了一些难得的兴奋与惊喜 忙活了这么久 也该放松一下了 诸多药农相视一笑 竟然同时离开了他们 伺候了大半辈子的药田 要知道 神农帝王谷的药农 几乎从不离药田 一生与药田相伴 大长老 最近的炼丹树 又有了突破呀 老夫头一次闻到 如此浓郁的丹香 一间古朴的炼丹房中 几位长老围绕在一个炼丹炉旁 此时大长老帝晴天 正在炼制一枚四品丹药 所谓的是炼制出丹云 是啊 如此浓郁的丹香 恐怕丹云可撑 恭喜啊 大长老终于得偿所愿了 众多长老纷纷恭贺道 大长老闻言 眼皮子忍不住抖动了两下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此次炼丹 虽然过程颇为顺利 但是充其粮 也最多出现丹文而已 不可能出现丹云 至于这丹香 根本不是自己搞出来的 碰 一声剧烈的声响传出 原本已经快要熔丹 完成的丹药 竟然在寝客之间炸了开来 这 几位长老见状 不由得有些目瞪口呆 这丹香极为不对劲 不是老夫所炼 地情天说完后 身形宛如闪电一般 离开了炼丹房 似乎非常的焦急 其他长老见状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 也是纷纷反应了过来 一个个宛如兔子一般 朝着外面飞速涌去 与此同时 神龙殿前 赤红色的火焰之中 一枚魂元的丹药 开始缓缓成型 承担一枚 对于正常的眼光来说 承担一枚 无异于是非常差劲的一个表现 但是叶珍并非没有能力承担多枚 而是选择了 将所有的药力 凝聚于这一枚丹药上 这破镜丹 叶珍也是可以使用的 若是成就丹魂 足以助其开辟 十动天 伴随着丹药的逐渐成型 很快 天空中乌云密布 其厚重程度 甚至远超当初叶珍炼制助颜丹 要知道 这破镜丹 仅仅只是无品丹药 比其助颜丹 还要低一个品级 但引起的波动 却远比助颜丹药恐怖得多 轰隆隆 沉闷的雷声翻滚 血红色的电弧涌动 宛如天灾将士 怎么回事 地擎天这时风急火燎地赶到了 直接把看得目瞪口呆的上长老 拉起来问 上长老此时大脑也是猛逼的 娜娜道 好像叶圣子炼制的丹药 快要铸造丹魂了 什么 地擎天文言 连忙朝着叶珍看去 果不其然 那浓郁丹香的来源 正是叶珍 天地之间 只有一团赤红色的火焰 不断地燃烧着 而在那赤红色火焰的包裹下 有一团散发着九彩之光的丹药 正在缓缓成形 天空中厚重的乌云密布 血红色的电弧闪烁 仿佛在积蓄着力量 天地为如 神兽之火 九彩奇光 天道之诺 世间竟有如此期待 地擎天看着这一幕 一双浑浊的双目之中 竟然有泪光闪烁 那是多少炼丹师 穷尽一生 甚至多代流传 都未能达到的成就 而在叶珍这里 竟然实现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叶珍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 江须坤疯狂地嘶吼道 目光血红 嘴角甚血 牙齿不知道崩碎了几颗 他可以接受自己输 但是绝对不能接受 叶珍在炼丹树上 拥有此番仙人成就 他凭什么 万千机缘 竟加其一人不成 哼 地擎天见状 直接一挥衣袖 将尸神的江须坤卷了过来 没用的东西 破坏了叶圣子炼丹 老夫宰了你 帝擎天冷哼道 面对帝擎天的怒骂 江须坤面如死灰 他知道 他永远不可能 与叶珍相比了 哪怕是提携 都不配 而在此时 一股浩大的地位出现 江太须宛如从虚空中走出 莫名地出现在了帝擎天的身旁 谷主 帝擎天见状 连忙恭敬道 其他长老见状 也是纷纷地朝着江太须攻身 在神农帝王谷 江太须的地位 是无与伦比的 整个神农帝王谷 没有所谓的长老会 完全就是江太须的一言堂 江太须说什么 便是什么 宛如圣旨一般 只不过江太须很少管事 只有平日里 都是长老们决策 唯有在蓬莱仙草 以及涉及宗门生死存亡的大事上 江太须才会出面 须 不要说话 这一幕 足以载入我神农帝王谷的史册 江太须笑道 众长老文言点点头 安静地看着叶珍炼丹 看来前段时间的动静 应该是这家伙惹出来的 江太须妈撒着下巴道 同时 目光看向了一直盯着叶珍看的江亦 江亦似乎也是感觉到了什么 美眸流转 发现了江太须 丫头 当初我真不该给你退婚 江太须传音道 语气中有些愧疚之感 江亦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不澄清 我也能学到炼丹术 江亦柔和的声音传来 使得江太须也是愣了一下 开玩笑 不澄清 你拿什么学习人家的炼丹术 江太须摇了摇头 随后目光也是聚焦到了叶珍的身上 在那赤红色的火焰之中 那丹药几乎已经完全成形 恐怕不消片刻便可彻底承担 这天地为炉的手段有点意思 江太须笑了笑 眼中神光流转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还是被惊动了吗 叶珍见到江太须终于出来了 也是苦笑一声 也罢 希望那江旭坤不要不识好歹 叶珍没有思考太多 这没丹药也该出事了 只见叶珍的重彤之中 散发出妖异的光芒 透过那赤红色的烈焰 一枚魂猿的丹药 静静地屹立其中 丹药之上 弥散着九彩的丹云 并且给叶珍还敏锐地感知到 这枚丹药已经诞生了丹魂 并且灵质还不低 成 叶珍大喝一声 赤红色的朱雀之言狂卷 彻底显露出了丹药的模样 成了 众多长老见状 纷纷站了起来 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那枚散发着九彩之光的丹药 九彩祥云 这是丹云的最高境界啊 地青天老泪纵横道 对于这位一辈子奉献给炼丹的老人来说 可以见到这样的仙家之计 足以慰藉此生 不愧是外界的炼丹天才 这恐怕要整出丹魂了吧 是啊 我就知道 叶圣子自身修为那么恐怖 那么 炼丹一定也是震骨朔惊 哼哼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诸多弟子看着这般仙家之计 无数的赞美之词 纷纷涌向叶珍 而那些先前离开的人 则是一个个沉默不言 眼中满是羞愧之色 轰隆隆 伴随着丹药出世 天空中的雷云翻滚不休 风云俱变 一道道粗壮的血色电弧闪烁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毁灭波动 别跑 叶珍手中出现了一团黑洞 将那枚破镜丹 吸到了掌心之中 周身弥漫着九彩之色的丹药 在叶珍的手掌中不断地挣扎着 向叶珍传递出一股害怕的情绪 刚刚诞生灵智 便有如此丰富的情绪 看来 你还真是不简单 叶珍笑道 同时也更加坚定 吃了她的信念 这枚破镜丹 绝对可以助她开辟十栋天 只是这丹结 有些恐怖啊 叶珍抬头望天 厚重的乌云下 弥漫的毁灭波动 让叶珍的肌肤 都有些微微刺痛 那是自身对于危险的一种紧张 轰隆隆 血红色的雷柱 在厚重的乌云中引现 最终带着无匹的毁灭之力 直接对着叶珍轰了下去 紫急不灭凯 叶珍低吼一声 耀眼的紫光绽放 一身厚重的铠甲 出现在了叶珍的身躯之上 淡淡的紫意流转 一股已然不动的气势 喷涌而出 而也在此时 血红色的雷柱 也彻底轰击在了叶珍的身上 血红色的电光炸裂 紫意闪烁 仅仅只是一击之下 便将叶珍的这道防御性的天阶灵术 给彻底轰破了 只见叶珍此时身上的紫色铠甲 破破烂烂的 头发炸起 一道道恐怖的血色电弧 在体表缭绕 甚至就连部分皮肤 都成了焦黑之色 颇有几分江戌坤的味道了 恐怕依靠我自己 还真看不下来 叶珍有些凝重道 仅仅只是一击 叶珍的所有防御 便被彻底击垮 更何况 叶珍抬头望天 只见那厚重的乌云 已经被彻底染成了血红之色 宛如末日天灾之景 哄哄 血红色的雷柱 宛如一脚油龙般 在云层中翻滚 极致毁灭之意爆发 使得叶珍脸色巨变 他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接下这一击 哼哼 此等尽先的丹药 岂可被小小丹节给毁掉了 一声轻笑声传来 只见江太虚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叶珍的身旁 目光和蔼地看向叶珍道 没想到 叶圣子在炼丹的方面 也这么地出色 本谷主决定了 可以答应 你先炼至石株 蓬莱仙草的要求 对于叶珍展露出的 种种妖灭天资 江太虚终于也是 做出了一些妥协 多谢谷主了 叶珍笑道 江太虚点了点头 随后深沉的目光 看向了那上空 那涌动的雷云 此时竟然缓缓地旋转了起来 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色的龙卷 龙卷中心血色的电弧闪烁 极致的毁灭之意涌动 令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了森森的寒意 你这丹药 还真是不简单 江太虚眼睛微眯了起来 但是面色上 却丝毫不见荒色 对于这位活了几十万年的 大地强者来说 这等程度的单劫之力 还不算什么 哄 龙卷中心之处 顿时喷涌出来 大量的血色电浆 宛如血色天河倒卷一般 朝着江太虚倾泻而去 四周的空间爆裂 虚无的气息散发 宛如末日降临 叶 江太虚低贺一声 整个天地之力随之调动 那倾泻而来的血色电浆长河 竟然真的定在了原地 宛如被剥离出来 时间长河之外 咦 江太虚诞声道 恐怖的天地之力 直接在血色电浆长河旁边 轰出了一个巨大的虚空裂缝 莫名的力量 推动着血色电浆长河 将其放逐到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这便是大地强者的法则之力吗 叶真难难自语道 准地与大地 虽同为地位 但是其差距 却是天与地 大地及强者 可以完全地调动 这一方天地的法则 宛如天地主宰一般 而在此时 伴随着江太虚的最后一个声音吐出 整个天地仿佛都扭曲了起来 那恐怖的血色雷云 也是在这扭曲的规则之力下 烟消云散 宛如从未出现过一般 谷主先危盖世 危震四方 谷主先危盖世 危震四方 一时间 所有的神农帝王谷弟子 全都朝着江太虚 膜拜了起来 神农帝王谷百万年道统 所积累的财富 也是众多超级势力之罪 甚至有人猜测 整个东周所有的超级势力加起来 都没有神农帝王谷 累积的财富多 若非有江太虚这位真正的大帝级强者 镇压四方 恐怕早就被各方势力分食了 江太虚见状笑了笑 手掌虚暗 众人竟然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巴 仿佛心底有个声音 告诉他要这样做一般 叶珍 捏 江太虚刚想说些什么 但却发现 天地间似乎莫名地传出了一种特殊的尼南声 就宛如佛家诵经 只不过尼南声中 却仿佛存在着某种大道治理 这是大道丹音 宛如神明吟唱一般的尼南之声 在整个神农帝王谷中回响 所有的神农帝王谷的弟子 听闻这尼南之声后 全部缓缓闭上双眸 仿佛进入了某种顿物之中 就连江义也是同样如此 大道丹音 这是大道丹音啊 上长老此时也彻底绷不住了 一双浑浊的老墓中满是泪水 你个老不休 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 不要浪费这难得的机会 地擎天见状 直接给了上长老的老脸上来了一脚 随后也是赶忙进入了顿物状态 细细感知这大道丹音 上长老此时也是反应了过来 丝毫没有在乎老脸上残留的狡气 连忙开始仔细聆听这大道丹音 进入了顿物状态之中 竟然是大道丹音 这次倒是托了你的福 江太虚看着叶真 随后竟然也是闭上了双眸 开始仔细感悟这大道丹音 这大道丹音乃是一种丹药 达到这天地间的极致之后 与天道共鸣所产生 蕴含炼丹大道的治理 对于那些困顿在某个瓶颈的炼丹师 乃是天赐般的机缘 甚至可以借此提高自身的天赋 没错 就是提升自己的天赋 让原本只能抵达六品的炼丹师 拔高到七品乃至八品 江太虚钻研炼丹术几十万年 也从未有幸聆听大道丹音 纵然自身已经是九品炼丹师 这大道丹音对其也有着极大的好处 一时间 整个神农帝王谷 都陷入了一种安静的气氛之中 所有人全都紧闭双眸 仔细地聆听着大道丹音 唯有两人特例 其中之一自然便是叶真 而另外一人则是江虚坤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大道丹音 绝对不是 江虚坤疯狂地嘶吼着 甚至用手堵住了双耳 拒绝聆听这大道丹音 愚蠢 叶真冷冷地看着 陷入癫狂的江虚坤 胆敢质疑大道丹音 那么下场只有一个 扑 江虚坤忽然吐出一口心红的鲜血 双目无神地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 我 我的炼丹术 江虚坤面色惊恐道 声音之中满是恐惧 质疑大道丹音 便会被自己的丹之道遗弃 这次大道丹音降临 江虚坤非但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反而还极大地影响了自身的担心 炼丹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说 就连往后的前途 也是到此为止了 可以说 这江虚坤 江虚坤已经彻底废了 叶珍看了看陷入顿悟状态的江太虚 随后来到了江虚坤的面前 你说了 叶珍居高临下地看着江虚坤 淡淡道 江虚坤没有说话 还在陷入诗神之中 坤兄 你是否该履行承诺了 神浓木的树枝 交出来吧 叶珍没有与江虚坤废话 崇彤之中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仿佛可以看透人心 江虚坤文言仍然没有说话 还在诗神之中 坤兄 你想反悔不称 叶珍嘀喝一声 崇彤凝视着江虚坤 奇妙地波动散发 使得江虚坤终于有了反应 给你 江虚坤终于开口了 看了一眼叶珍 随后将一个玉瓶交给了叶珍 叶珍只是用崇彤看了一眼 便将其收到了墨珠之中 接下来 该突破了 叶珍看着在手中不断挣扎的丹药 微微笑道 这次事情出奇得比较顺利 不但丹药顺利炼成 还意外地引发的大道丹音 使得江太虚 无暇顾及自己 以此顺利地拿到了神龙墓的树枝 可以说 此次来神龙帝王谷的一半目的 已经达到 接下来 便只差江亿了 不过眼下 还是先开辟石洞天吧 自身的实力增强一些 总归还是有些安全感的 想到这里 叶珍便不管手中丹药的挣扎 直接一口将其吞下 咚咚咚 丹药入口之后 还在叶珍的嘴巴里 不断地震荡 但是当叶珍 将其彻底吞入腹中之后 其挣扎的动静 也是越来越小了 吞下破镜丹后 叶珍也是立刻盘腿坐下 一股股强大莫名的气息 从叶珍的身躯之中散发 九道金光璀璨的门户 在叶珍的身后展开 九洞天 伴随着叶珍的九洞天出现 整个天地间的灵力 也被调动了起来 磅礴的灵力汇聚 在叶珍的上空 形成了一道灵力长河 灵力长河倒卷 最终朝着叶珍的身体 汹涌奔去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叶珍身躯之中 所散发的波动 也是越来越恐怖 对于灵力的需求 也是越来越大 也多亏了 这里是神龙帝王谷 天地之间的灵气 充沛的不像话 并且叶珍的墨珠之中 还存有巨量的灵石 足够叶珍顺利开辟 第十洞天 而这般剧烈的动静 也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大道丹音 其实早已结束 众人之所以 还没有彻底苏醒 无非便是为了更好的体会 方才所得 叶丹师 这是要突破了吗 看样子似的 叶丹师如今已经到了九洞天 也该突破到神府之境了 放屁 九洞天 岂能是叶丹师的极限 叶丹师 这是要开辟那传说中的十洞天 有人急吼吼道 众人闻言 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 目光朝着叶珍看去 果不其然 在叶珍的身后 除了九道金光璀璨的洞天之外 还有一道洞天雏形 正在缓缓凝聚 第十洞天 不愧是叶丹师 十洞天 岂不是同静无敌 对于叶丹师来说 越级作战 也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 神农帝王谷的众弟子 一时间不由的一轮纷纷 十洞天吗 江太虚此时也是醒了过来 目光深深地看向叶珍 看在大道丹英的份上 帮你一把吧 江太虚笑了笑 伸手轻轻对着叶珍一指 整个天地顿时动荡了起来 方圆万里的灵气 似乎都伴随着江太虚这一指 而为之引动 纷纷聚拢到叶珍的周围 并且保持一定的平衡 不给叶珍造成丝毫的伤害 而有了这般巨量的灵气加持 叶珍那地石动天 也是终于彻底开辟而出 伴随着叶珍那地石动天的开辟 巨量的天地灵气 顿时汹涌地朝着 那地石动天之中涌去 而那散发着夺目金光的地石动天 也是来者不拒 无论涌入的天地灵气有多少 全都被叶珍的地石动天所吸纳 就宛如一个无底洞一般 这样震撼的一幕 使得姜太虚都微微感到有些惊讶 好惊人的容纳量 这小子的石动天有些古怪啊 姜太虚皱眉道 这般惊人的灵力存储量 都快赶上一些普通的神附近修士了 当初自己开辟石动天的时候 可没有叶珍这般夸张 不过好在的是 虽然叶珍的需求比较大 但是姜太虚所招引而来的天地灵气 也是亮大广宝 别说是灌满一个区区的动天镜了 就算是原因镜 也适合绰绰有余 很快 在这般疯狂的灵气注入下 叶珍的地石动天也是终于抵达了极限 最终完全饱和 而也在此时 叶珍缓缓地睁开了眼眸 重彤之上闪过一丝精芒 一股极其危险的波动散发而出 石动天 开辟地石动天之后 叶珍明显感觉到自身的变化有多大 实力上的提升暂且不提 更为重要的是 对于未来的潜力又前进了一大截 叶珍可以感觉到 如果此时的自己突破到神附近 绝对可以达到一个其他人想象不到的高度 并且不只是神附近 对于往后的更高境界 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想到这里 叶珍也是会心一笑 对于这次的收获 算是比较满意了 小家伙 恭喜了 姜太虚看着醒来的叶珍 笑呵呵道 还要多谢谷主出手相助 叶珍诚恳道 他自然知道 姜太虚帮了自己一把 否则也不会如此顺利 相对于你让我谷中弟子长老 全部进入了顿悟状态 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姜太虚摆了白手道 因为大道丹音的缘故 神农帝王谷中的所有人 几乎都对炼丹 有了一个更好的领悟 对于未来的发展 也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可以说 这是整个神农帝王谷的大造化 而这场造化 是叶珍所带来的 所以 就算姜太虚再怎么报答 叶珍也丝毫不为过 只是侥幸而已 叶珍谦逊道 在这位真正的大帝面前 还是苟一些比较好 原本的叶珍 还以为 凭借着燕戈版的诸仙剑阵 就算威胁不了姜太虚 也足以斩掉神农墓 但是现在看来是太过于天真了 那般掌控天地的法则之力 甚至可以直接将叶珍的诸仙剑阵 放逐到无尽的虚空之中 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机会 姜太虚文言 却是笑了笑 若是引发大道丹音 是侥幸得来的 那么 神农帝王谷 百万年道统 连一次侥幸都没有吗 小家伙 老夫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可否答应 姜太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而是问道 谷主请讲 叶珍笑道 他已经做好 将一部分蓬莱仙草交出的准备了 毕竟从江须坤那里得来的神农木树枝也不多 根本不足 将所有的蓬莱仙草 炼制成蓬莱仙丹 我神农帝王谷 以炼丹树闻名于世 对于天下其丹 都有着一种特殊的追求 所以 老夫希望可以将你方才所炼制的那枚丹药给买下来 价格你随意看 让叶珍意外的是 江太虚竟然提出了这个要求 这个 叶珍文言颇感无奈 不是他不想卖 而是丹药已经被他给吃了 还怎么卖 叶圣子 这枚丹药 对我神农帝王谷 真的很重要 希望可以割爱 地青天忍不住道 来到了叶珍的身边 一双老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叶珍 叶圣子 你若是肯割爱 相信谷主什么要求都会答应的 甚至可以直接大胆地提亲 一二 你也可以直接扛走 龙婆婆见到叶珍还在犹豫 也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江亦 叶珍文言倒还真有些心动了 但最终还是无奈道 各位好意 叶珍心领了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地青天焦急地问道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无论叶珍提出什么条件 都会答应 神农帝王谷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光他自身的身家 便是其他势力 远远不可想象的财富 百万年道统的炼丹大宗 就是这么的豪横 只不过那枚丹药 已经被我吃了 否则 我也不能开辟十栋天 叶珍最终无奈地开口道 而伴随着叶珍的话音落下 一时间 整个场面气氛有些安静 几乎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在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珍 甚至是不理解 吃 吃了 地青天的嘴巴动了动 有些结巴道 众所周知 几乎所有的炼丹师 在炼制出自以为非常完美的丹药之时 都会选择收藏起来 类似于是一种荣耀一般 这种丹药 大多都是拥有着丹蚊 买着丹云 平日里都会宝贝得不得了 都不舍得让人看一下 更别说吃了 而叶珍 竟然就这么吃了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叶珍 叶珍毕竟刚刚开始炼丹 根本没有所谓的炼丹师情怀 再者说了 对于叶珍来说 炼丹中究不过是小道尔 自身的实力 才是硬道理 你真的吃了 姜太虚 也是目光古怪地看向叶珍 这叶珍怎么一点都不像一位正统的炼丹师 反而像是野鹿子出来的 但是这般神鬼莫测的炼丹术 又怎么可能是野鹿子出来的呢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叶珍文言点了点头 并且贪了贪手 造孽啊 地情天见到叶珍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顿时悲呼一声 一脸的身无可恋 一枚引发大道丹阴的丹药 就这么被吃了 其他的长老们文言也是心有戚戚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原本他们以为是叶珍 凭借着自身的天赋 开辟的石洞天 没想到真相却是如此的残酷 诸位长老也不用这般 大不了 我再炼制一枚就好 叶珍见状忍不住道 再炼制一枚 众长老文言全都论我一下 这东西是想炼就炼制的吗 那可是具有丹魂 以及产生了大道丹阴的仙家之丹啊 普通炼丹师穷尽必胜精力 可以炼制一枚 便足以笑着离开人世了 而叶珍却是如此轻松地说出 再炼制一枚 开什么玩笑 再妖孽也不是这么个妖孽法 叶 叶丹师 你确定可以吗 帝青天有些结巴地问道 丝毫没有身为神农帝王谷大长老的傲气 就连称呼也变成了叶丹师 整个炼丹界几乎都有一个脾气 那就是打者为师 无论年龄 只要你的炼丹术能够让我折服 跪下当孙子也未尝不可 应该可以 叶珍点了点头道 炼制出具有丹魂的丹药应该不难 难的是炼制出引动大道丹阴的丹药 不过多给叶珍几次机会 凭借着满极悟性与重彤之力 应该不是太过的困难 小家伙 若是 你可以再炼制出一枚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姜太虚笑呵呵道 虽然他也是不太相信叶珍所言 但是满足一个 仅仅只是动天竞修为的叶珍 还是不成问题的 神农帝王谷百万年的积累 可不是闹着玩的 叶珍文言沉饮了片刻 最终笑道 我想让谷主帮忙将一百株蓬莱仙草 炼制成蓬莱仙丹 我要八成如何 姜太虚文言也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 叶珍竟然是这个要求 不过一百株蓬莱仙草 想必也是叶珍身上的大部分了 而且 两成也算合适 可以 姜太虚思考了片刻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的 那就多谢谷主了 叶珍笑道 一百株蓬莱仙草 抽取两成的丹药 足够让姜太虚再撑很多年 按照正常来讲 撑到蓬莱仙境 开启三次不成问题 更何况 叶珍清楚 姜太虚的身上 一定还有很多蓬莱仙丹 只不过姜太虚不知道的是 蓬莱仙境 已经不会开启了 但是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打消姜太虚 对于自身的疑虑 而且还能多获得一些蓬莱仙丹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毕竟 从姜虚坤身上 获得的神浓木的树枝 是远远不够的 而见识了姜太虚的实力后 再给叶珍几个胆子 也不去偷窃神浓木的树枝 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别急着感谢 你先练制出 能够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再说 姜太虚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叶珍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叶珍可以炼制出 可以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 其他的长老弟子们 也是纷纷看向叶珍 目光中都含着一些期待 叶珍若是真的可以复刻 方才的仙家之计 这在整个炼丹界 无疑是极具轰动的一件事 面对众人的期待 叶珍的面色 却是没有丝毫的慌乱 随后 也是再次开始了炼丹 一段时间后 果然如叶珍所料 虽然炼制的丹药 成功地诞生了丹魂 但是却并没有引动大道丹音 不过叶珍也没有放弃 继续开始了炼丹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整整尝试了六次 仍旧没有炼制出 可以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 不过就算如此 众长老以及姜太虚 对于叶珍的炼丹术 都惊骇于绝 原因无他 虽然叶珍这几次炼制的丹药 并没有引动大道丹音 但是却都诞生了丹魂 姜太虚为了不妨碍叶珍炼丹 都不知道 为叶珍抵挡了几次丹云节了 这般恐怖的炼丹之法 简直闻所未闻 动动 当叶珍第七次炼丹成功之时 那种熟悉的尼南声 再次出现在众人耳边 并且比起第一次来 更为的强烈 大道丹音 终于成功了 叶珍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着手中这枚不断挣扎的 散发着九彩之光的丹药 直接丢给了姜太虚 信不如命 叶珍笑道 姜太虚目光复杂地看着叶珍 强大如他 此刻也有一种 这么多年活到了狗身上去的感觉 姜太虚连忙收起丹药 随后也没有浪费时间 开始仔细地感悟起 这难得的大道丹音 一时间 整个场上又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进入了顿悟状态 叶珍见状 显得有些无奈 于是便来到了姜亦的身边 貌似龙婆婆说过 可以将姜亦扛回去的 叶珍笑道 目光柔和地看着姜亦完美的侧颜 说实话 原本叶珍只是冲着姜亦的身子来的 只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叶珍却改变了主意 身子要 人也要了 大道丹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很快 众人便纷纷从顿悟中醒来 短短几天的时间 却聆听了两次大道丹音 老夫甚至感觉 可以成功晋升九品炼丹师了 毕擎天感慨道 他已经在八品炼丹师顶峰 困顿了多年 本以为此生无望九品 没想到 却有了这番巨大的机缘 真是天刻零剑 呵呵 如此以来 我神龙帝王谷的丹道道统 必将继续强盛百万年 上长老也是心情大好的说道 还真是一个 爱创造奇迹的小家伙 姜太虚看着几乎与姜亦脸贴着脸的叶珍 但笑道 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近 姜亦似水的美眸 看着叶珍 叶珍的鼻息 甚至都吹到了姜亦的脸上 鼻翼更是几乎碰在了一起 不过就算如此 姜亦也没有后退 大概是觉得 就算后退了 叶珍也会凑上来吧 龙婆婆所言 若是我可以将那美影洞大盗丹音的丹药卖了 我可以扛着你回天云先踪 叶珍笑眯眯道 重铜之中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但是我可没有答应 面对充满侵略性的叶珍 姜亦终于还是后退了几步 眼神有些躲闪道 嘿嘿 年轻人注意一些形象 颧骨的弟子都在看着呢 姜太虚干咳了两声道 叶珍文言众筒扫了一下 果然所有的弟子都在以一种吃瓜的眼神 看着亲热的两人 没想到圣女都被叶丹师拿下了 当真是恐怖如斯 是啊 江旭坤师兄当初追求圣女 可是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江旭坤岂能与叶丹师相比 一时间所有的弟子议论纷纷 但言语之中都是对叶珍与江亦的赞美之词 毕竟叶珍可是带给了他们大机缘 但是出奇的是 面对众人的观看 江亦与叶珍竟然全都无感 一个是因为脸皮够厚 另外一个则是不在乎 小家伙 拿来吧 江太虚打断了叶珍与江亦之间的亲热气氛 向着叶珍伸出了大手 叶珍见状自然知晓 江太需要的是什么 于是果断地从墨珠之中 取出了一百珠蓬莱仙草 当蓬莱仙草取出之时 龙玉的生机顿时扑面而来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那便是蓬莱仙草吗 还是第一次遇见 不知道用这等仙草炼制丹药 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中一位弟子好奇道 这你就别想了 谷主有令 任何人不得染指蓬莱仙丹的丹方 就算是太上长老也不可 有人告诫道 语气很是严肃 我也就是说说 这个数量有些庞大 就劳烦小家伙 你在谷中多歇息一段时间了 江太虚收起蓬莱仙草后 笑眯眯道 谷主不撵我走就好 叶珍笑道 主要目的没有完成 他巴不得继续留在神农帝王谷呢 江太虚深深地看了叶珍一眼 随后便离开了 叶丹师 关于恋丹的一些事情 老夫有一些地方需要请教一下 不知可否讨扰 叶丹师 我那孙女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 虽然样貌不如圣女 但是听话啊 去你的 不要脸的老东西 叶丹师 其实老夫也有几个孙女 江太虚离开后 诸多的长老顿时纷纷围了上来 将叶珍围在了中间 各种孙女 女徒弟 络绎不绝地想要往叶珍这边送 叶珍看着这群热情四射的老家伙们 一时间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二话不说 直接拉着叶珍便飞速地离开了 而叶珍也是非常的配合 甚至嫌弃江亦不够快 运用一股柔力推着江亦往前走 圣女 你这样不厚大 众多长老见状虽然扼腕叹息 但是也没有阻止 他们自然也知晓叶珍的难处 不过就算如此 也还是有几位长老选择挣扎了几下 叶丹师 若是哪天改变主意了 老夫的孙女愿意双手奉上 老夫的女徒弟也是一样 几位长老朝着叶珍的方向大声呼喊道 而叶珍则是假装没有听到 与江亦迅速地离开了神农殿前 总算逃出来了 回到炼丹房后 叶珍松了一口气 炼丹师都是一群极为执着的群体 若是叶珍真的答应了那些长老们 恐怕没有个一年半载 是离不开了 这可不是叶珍乐意见到的 自己的时间如此宝贵 又岂是孙女与女徒弟可以动摇的 教我 江亦将叶珍推丧到炼丹炉上 一双似水的目光带着一些火热的盯着叶珍 这不由的让叶珍想到了冰火两重天这句话 教什么 叶珍喉咙滚动了一下 装傻冲愣道 怎么炼之初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 江亦一字一句道 对于炼丹 没有人比江亦更为的痴迷 大道丹音 那可是比丹魂还要稀有的东西 义儿啊 这个是需要天赋的 有时候不可抢求 叶珍语重心长道 江亦闻言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比较好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炼丹天赋不好 要知道拥有神农药王体的他 可是被誉为天生的炼丹师 不过仔细想想 叶珍炼丹才不过几个月 江亦便漠然了 叶珍见到江亦有些黯然的样子 心想也差不多了 于是蛊惑道 不过 叶儿你拥有常人无法比你的努力 再加上天赋还算可以 若是跟在我身边 将来未必不可能炼制出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 江亦闻言猛地抬起了头 目光坚定地看着叶珍 道 那你就一直留在这里 叶珍 嘿嘿 虽然我也很想留在这里陪伴叶儿 但是 宗门立于危机之地 我岂能安然在这里享受 叶珍义正言辞道 江亦闻言没有说话 面对宗门大事 他这里又算什么 不过 我有一个双全之法 不知叶儿可否愿意 叶珍寻寻善诱道 什么 江亦看向叶珍 目光中满是懵懂 叶珍见状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 叶儿可愿 随我前往天云先踪 谷主那里 我会去说明 叶珍最终还是道 江亦闻言没有说话 只是柔水的目光 一顺不顺地看着叶珍 若是叶儿与我 一同前往天云先踪 我必将倾囊相授 并且相信 用不了多久 叶儿的炼丹术 便可有飞跃性的进展 再说了 到时候 叶儿你还可以回来不是 叶珍笑道 试图说服江亦 面对叶真的蛊惑 江亦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虽然他对于炼丹 的确痴迷 但是对于神农帝王谷 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所以一时间 江亦也是显得比较挣扎 叶儿不必急着回答 我先来教你一些炼丹术吧 叶珍没有催促江亦 相反 还主动引开了话题 江亦闻言 眼睛一亮 仿佛小鸡着米一般 点了点头 叶珍见状笑了笑 随后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 教导江亦炼丹 在炼丹天赋上 江亦虽然远远比不上 拥有满极悟性 以及重同的叶珍 但是毕竟在炼丹一道上 轻盈了多年 所以 叶珍讲解起来 也是丝毫的不费力 只不过 若想炼制出具有丹魂 甚至引动大道丹音的丹药 江亦还欠缺大量的练习 以及一些运气 很快 江亦便投入了状态 开始进行了炼丹 而叶珍这次也没有闲着 静止地离开了炼丹房 叶珍来到了神农帝王谷之外的 一处山剑上 因为先前凭借着重同 寄住了禁谷的路线 因此 也不怕陷入到幻阵之中 叶珍如今不在神农帝王谷中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叶珍还是动用墨珠将周围遮掩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叶珍采取出了炼制蓬莱仙丹的各种材料 赤红色的火焰出现 上千种的灵药 直接被叶珍焚烤了起来 轰隆隆 神农帝王谷外的一处山剑上 恐怖的落雷 不断地轰下 附近的几座山头 全部都被轰平了 唯有一道闪耀的紫光 在雷电的摧残下 屹立不倒 呼 终于结束了 再来就要扛不住了 叶珍身穿紫棘不灭凯 头发根根榨起 面上满是焦黑之色 显得颇为狼狈 不过收获也是极大的 叶珍咧嘴笑了笑 再次将九枚翠绿色丹药 装进了一个玉瓶中 而在九枚丹药中 其中六枚具有丹纹 两枚具有丹云 其中一枚更是诞生了丹魂 蓬莱仙丹 而且是品质极高的蓬莱仙丹 要知道 普通的蓬莱仙丹一枚 便可增加一甲子的寿命 而具有丹纹的丹药 是普通丹药药效的三倍 丹云更是十倍 至于诞生了丹魂 则是几十倍到上百倍不等 可以说 这蓬莱仙丹 让叶珍炼制 才可以将其发挥到极致 只是可惜 姜太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叶珍也只能偷着炼制 不过好在的是 凭借手里现有的材料 叶珍也是炼制了 一千多枚蓬莱仙丹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量 而且 其中大部分 都是带有丹文的 可以想象 若是天云先宗的几位太上长老 见到这些蓬莱仙丹之后 该是何等的震撼 而且 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虽然蓬莱仙丹的具体品级不高 但是其增加寿命的逆天效果 却是无数老怪物们 梦寐以求的东西 若是这些东西暴露出去 保不准会有隐世不出的老怪物 盯上叶珍 不过叶珍自然也没有那么愚蠢 会将这些东西给暴露出去 炼制完蓬莱仙丹之后 叶珍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再次开始炼制了起来 此次叶珍炼制的丹药很简单 那便是加强版的 我爱一条柴 将一个神冬药王体 虽然可以免疫一般的 对自身不利的药物 但也是有限度的 这我爱一条柴的丹方 经过叶珍改造之后 药效比之前要更为的猛烈一些 并且由叶珍亲自来炼制 至少也会具有丹文 这样一来 药效就更加猛烈了 叶珍猜测 哪怕是上古凶兽 中了这家强版的 我爱一条柴 也得趴着 原本的叶珍是打算将将义 扛回天云先宗再做打算的 但是先前的一番试探看来 将义恐怕并不会跟叶珍 回到天云先宗 那么叶珍便只好动用一些 不太光彩的手段了 并且若是要了将义的身子 说不定将义也会就此改变主意 想到这里 叶珍也便没有犹豫 开始炼制起了丹药 没过多久 当叶珍再次扛过一次丹云节之后 也预示着这枚丹药 成功炼制完成 而且是诞生了丹魂的丹药 系统 这枚丹药 能不能对将义起作用 为了以防万一 叶珍最终还是询问了万能的系统 根据本系统推算 可以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在叶珍的脑海中响起 叶珍文言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既然系统说可以 那么就必然可以 不存在第二种可能 想到这里 叶珍也便不再犹豫 穿过神龙帝王谷的幻阵 回到了炼丹房中 江义依旧在炼丹庐前 勤勤恳恳地炼制着丹药 淡淡的火光 照耀在江义柔美的侧脸上 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只不过让叶珍有些不爽的事 玲珑也在 玲珑也是见到了回来的叶珍 小巧的身体 不由地朝着江义靠了靠 水灵灵的大眼睛中 满是害怕 想必是还没有从叶珍留下的阴影中走出来 但目光还是时不时偷偷瞄着自己的玲珑 身形也是缓缓地朝着其靠近 捏 你要做什么 玲珑看着不断靠近的叶珍 小巧的身体蜷缩着 有些害怕道 我需要一些灵药 你去灵药库给我拿来 叶珍邪笑道 目光带着些许凶狠 让本就受惊的玲珑险些哭出来 捏 你要什么 我给你拿 玲珑带着哭腔道 对于叶珍 她现在是一点都不敢反抗 叶珍随意地说了一些灵药 玲珑文言刚要动身 却仿佛想到了什么 目光定定地看着叶珍 怎么 不愿意 叶珍皱眉道 脚步向前一踏 使得玲珑的娇躯顿时颤了一下 没 没有 你说的这些灵药 这里都有 玲珑打着哭腔道 指了指炼丹房中的几座堆积的 宛如小山般的灵药 叶珍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凶狠道 这些不够 你去再拿一些 玲珑文言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叶珍方才所说的那些灵药 每一样都有几百株 怎么可能不够呢 不过在见到叶珍凶狠的目光后 玲珑尽管心中有千万个不解 还是乖乖地离开了炼丹房 老是去灵药库了 终于走了 叶珍见到玲珑离开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动用墨珠将整个炼丹房遮掩了起来 他可没有让人观战的癖好 天云先宗那帮老不休长老 真是把叶珍给搞怕了 现在 叶珍在神农帝王谷的名气 已经丝毫不比在天云先踪叉 保不准会有几个老不休 有这种特殊的爱好 你又在欺负玲珑 将亦此时也是炼丹完毕 有些埋怨的看了叶珍一眼 因为叶珍的缘故 原本极为活泼跳脱的玲珑 这段时间明显有些精神恍惚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她的 叶珍笑道 这段时间将亦炼制的丹药 几乎都是一些安心养神类的 并且品质都不低 叶珍不用猜 都知道这是给谁准备的 将亦虽然表面看起来 除了炼丹之外 对什么都不在乎 但无论是对神农帝王谷 还是玲珑 亦或者是现在的叶珍 将亦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感情的 并且从神农帝王谷的诸多长老供奉 都对将亦极为宠爱这一点 也能看出一些什么 将亦文言没有说话 目光再次看向了炼丹炉 就要准备再次炼制丹药 先别炼制了 我有话对你说 别炼制了 我有话对你说 叶珍出口拦住了将亦 将亦文言美眸看向叶珍 疑惑到 什么 若是其他人对将亦这般说 或许将亦里都不会理 选择继续炼制 但是对于叶珍 他却似乎有些反抗不了 因为将亦确定 若是自己对待叶珍 像对待其他人那般 叶珍宝不准会把自己的炼丹炉打翻 叶珍笑了笑 宽厚的手掌 轻轻地覆盖在了将亦柔软的侧脸上 跟我回天云先踪马 叶珍目光温情地看着将亦 面对叶珍突然如此 将亦一时间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目光躲闪间显得有些犹豫 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 将亦对于叶珍的感情 起源于当初的一纸婚书 以及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其实说起来 将亦与叶珍更像是师徒一般 只不过叶珍时不时地侵略 让得这份感情变得有些疑腻 我 我仔细想想 将亦最终还是开口道 他知道 若是不给叶珍一个答复 叶珍是不会放过他的 想多久 叶珍追问道 同时 手中不经意间 出现了一枚奇特的丹药 随后 被叶珍狠狠地捏碎 想 等我炼制完一万枚丹药 将亦想了想 最终回答道 一万枚丹药 就算是按照将亦的效率 也要最起码好几年的时间 叶珍文言笑了笑 将亦这么说 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看来还是需要来点硬的 可是我等不及了 叶珍栖身上前 身体几乎与将亦贴在了一起 将亦甚至可以听到 叶珍的心跳声 似乎比起以往 更加快了一些 我 将亦张了张嘴 刚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却感到自己的身体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凭借着神农药王体 对于药物的感知性 将亦也是瞬间反应了过来 你又来 将亦有些埋怨地 看了叶珍一眼 不过心中也是没有多少担心 毕竟对于自身的体质 将亦还是很有自信的 就上次那种丹药 就算是叶珍用 诞生了丹魂的丹药 作用也不大 只不过将亦不知道的是 叶珍这次用的 不但是诞生了丹魂 就连丹方都被叶珍给修改过了 药效几乎呈现几何倍数提升 就连系统推算将亦的神农药王体 也是根本扛不住 面对将亦的埋怨 叶珍只是笑了笑 看向将亦的目光 却是愈发的柔和了 甚至一双宽厚的手掌 已经有些不老实了 对此 将亦也只是白了叶珍几眼 只要叶珍不是太过分 她都可以接受 但是很快 将亦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的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烫 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要知道正常来说 对她有害的药物 进入身体之后 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应 但是随后 便会被神农药王体逐渐化解 因此 药效应该是越来越弱才对 怎么现在反而越来越强了 捏 将亦抓住了叶珍作怪的手 美眸之中 也是闪了一些慌乱之色 尽管将亦此前对这方面的事情 表现得再怎么不在意 但事到临头 还是有些慌乱了 当初的退婚 是你的意思吗 叶珍的重彤 微微闪烁着 只是将亦的内心 嘴巴凑到将亦的耳边 耳语道 不 不是 是谷主擅自做的决定 将亦感觉到 越发不受控制的身体 大脑也是一片混乱 听到叶珍问话 下意识说道 原来如此 叶珍笑了 笑得非常开心 通过重彤的力量 叶珍知道将亦并没有说谎 一念至此 叶珍也便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没过一会 两人便已经是坦诚相见 你可不可以 到了现在 将亦也是有些认命了 可不可以什么 叶珍问道 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想要炼弹 将亦呢难道 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意识 叶珍 呵呵 叶珍忽然邪笑一声 重彤之中 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我保证 在某些方面 快一些 叶珍笑道 但是不知为什么 却让将亦感到一些不寒而栗 此处省略两万五千字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混沌体 两天半后 叶珍赤裸着身体 一丝丝神秘莫测的混沌之气 围绕着叶珍盘旋 混沌之气中 蕴含着最为原始的大道 可破万法 十道宛如大日般璀璨的洞天 在叶珍的身后盘旋 雄厚的灵力涌动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原来在十洞天之上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境界 叶珍低声喃喃道 一股股强悍的气息 不断地从叶珍的躯体之中散发出来 借助着混沌之气 足以达到那个隐藏的境界 叶珍深吸一口气 周围的混沌之气涌动 最终纷纷涌入了叶珍身后的十道洞天之中 十洞天合一 唯一洞天 叶珍低吼一声 十道散发着璀璨金光的洞天 在叶珍的身后围绕成一个圆圈 快速地旋转起来 而在伴随着混沌之气的涌入 不断旋转着的十道洞天 竟然开始缓缓地融合了起来 眼前的这一幕 若是落在外人的眼中 绝对会惊掉下巴 洞天融合 古往今来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早就有天资纵横之被发现 若是可以将十洞天完成融合 那么自身的实力 不但会迎来一个难以想象的质变 并且对于未来的发展 也是有着极大的好处 甚至可以提前预定 踏上先路 走入先见 但是最终无一例外 全部都失败了 并且后果都很惨 最好的情况也是修为尽丧 根基损坏 至此之后 并没有人敢去尝试这条路了 而这些人之所以会失败 那是因为缺少一样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便是混沌之气 唯有混沌之气介入 通过混沌之气的引导 才可成就唯一洞天 容 叶珍大喝一声 石道散发着金光的洞天 最终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道宛如浩天大日的赤金色洞天诞生而出 瓮 伴随着叶珍那唯一洞天的诞生 在神农帝王谷的上空 一道雪白色的道路若隐若现 这是 先 神农殿中 原本正在炼制丹药的江太虚 猛然一惊 叶 江太虚嘀喝一声 面前的炼丹炉顿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原本熊熊燃烧的炉火 顿时停了下来 就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不光是炉火 在那其中所包裹的灵液也是如此 就仿佛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大地强者的法则之列 直接将一片空间的时间给定住 宛如从汹涌的时间长河之中 将其挖了出去 而做完这一切后 江太虚才抬头向上望去 一对深沉的眼眸 仿佛可以穿透空间 直接看到了 那位于神农帝王谷上空的玉白色道路 鲜鹿 可惜 这次只是投影 江太虚叹息了一声 随后重新坐在了炼丹炉旁 那被定住的炉火 也是再次动了起来 应该是叶真那小家伙弄出来的吧 真是个不简单的家伙 江太虚笑了笑 随后开始专心致志地炼制起了丹药 在那丹炉之中 树莓翠绿色 散发着浓郁生机的蓬莱仙丹 正在缓缓成型 成了 炼丹房中 叶真感受着 自身体内雄厚的不像化的灵力 心中也是惊喜万分 并且远不止如此 叶真还发现 自己的肉身 似乎都得到了极大的淬炼 具体多少不知道 但是想必 力量已经不下于千万经历到了 这般恐怖的力量 已经堪比当初 拥有荒谷圣体的时候了 这还只是叶真所体会到的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好处 叶真还没有发觉出来 十动天合一 产生的唯一动天 得到的好处 远比叶真想象的要多 当然 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收获 那便是混沌体 叶真可以感觉到 自身体内 此时充斥着混沌之气 这些混沌之气 悬傲无比同时也强大无比 这混沌之气 便是混沌体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混沌之气 可破灭万物 也可眼花万物 端是强大无比 此外 混沌体除了拥有混沌之气 这一个大杀器之外 还天生清和混沌 容纳一切法 无论是什么功法 哪怕是相悲的功法灵数 都能在混沌体中安然存放 古往今来 在这个世界上 还从未出现过一位 拥有混沌体的绝世妖孽 唯有混沌体的传说 一直在流传 想必是当初先路没有封闭 从先界流传下来的吧 并且对于混沌之气 叶真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 那便是利用混沌之气 来使用天云地精 到时候召唤而出的云兽 该是何等的强大 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因为此时的江义 已经醒了 正在一脸忧怨地看着叶真 你醒了 叶真看着想要站起来 但却因为疼痛 而半归在地上的江义 心中顿时闪过一丝心疼 叶真过去 将江义平放在了地面上 并且从墨珠中 拿出了一套被子 给江义盖上 但是江义明显不太灵情 挣扎着就要起来 你要做什么 叶真疑惑地问道 我要去练丹 江义看着叶真 倔强道 美眸中 虽然满是对叶真的埋怨 但是却并没有恨意 叶真 不许动 就在这里就休闲 叶真直接将江义摁在了原地 不让其动弹 做什么 江义这次终于是有点委屈了 美眸中泛起了水雾 多让你那样了 我想练个丹药都不行 叶真看着江义这样子 也是感到有些后悔 因为芸汐摇的缘故 所以叶真对于这方面 还是有一些惊艳的 至少不会让江义太痛 只不过 只不过 江义却好死不死地来了 剧可不可以快点 这一下子 让叶真的男性荷尔蒙爆发 使得叶真在之后 狠狠地快乐一些 这才导致如今的江义 才会痛成这个样子 你躺得便好 叶真温和道 我要练丹 你的身体现在不合适 我要练丹 你现在这个状态练丹 根本练制不出什么高品质的丹药 我要练丹 经过叶真一系列的各种安慰 最终江义还是败下阵来 选择好好休息 足足休息了七天时间 再加上 叶真又练制了不少 恢复身体的丹药 给江义服用 江义才彻底恢复了过来 而恢复了身体的江义 第一时间便投入到了练丹大业之中 甚至 看清摩拳擦掌的样子 恨不得练制一万卢丹药 而叶真此时 也是解开了墨珠的封锁 解开墨珠的封锁后 玲珑第一时间便冲了进来 圣女 玲珑大呼一声 直接撞开了叶真 跑到了练丹房中 见到江义 在认真的练制着丹药 没出什么事实 玲珑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主仆二人 怎么都这么急性子 这可不太好 叶真笑道 玲珑见到叶真郊区 不自觉地缩了一下 给你 玲珑将叶真交代的灵药 放在了地上 随后便跑到了江义的身边 安静地看着江义炼制丹药 目光还时不时地警惕地 看一眼叶真 叶真见状无奈地笑了笑 但是对于玲珑的观感 也是好了不少 要知道 在这段时间 玲珑是一直守在门外的 小家伙 出来一下 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忽然传进了叶真的耳中 叶真回头看了看 发现江义与玲珑 并没有任何的异动 甚至玲珑还一直警惕地看着她 我有那么可怕吗 叶真嘀咕一声 随后便离开了炼丹房 在叶真离开之后 江义仿佛也是感应到了什么 回头看了一眼 叶真离开的方向 随后也没有在意 便继续炼制丹药了 圣女 竟然分心了 玲珑见状 却是心中惊讶万分 要知道 以往的江义 一旦开始炼丹 就算是谷主江泰 虚清灵 也不会回头看一眼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心 而今天仅仅只是叶真离开了 江义便为其分心了 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恥无的家伙 玲珑有些咬牙切齿道 心中间莫名地扶起一些不开心的感觉 就仿佛失宠了一般 而此时的叶真在离开炼丹房后 一眼便看到了 等候在此的江泰虚 小家伙 你可是第一个 让本谷主等的人 江泰虚笑眯眯地看着叶真 睿智的目光 深深地看着叶真 能让谷主这般等待 看来我又破了一项记录 叶真笑道 没想当也会拍马屁 江泰虚文言有些惊讶道 叶真的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桀骜之气 比最猛烈的马还要难驯服 过刚一蛇 这是江泰虚最初给叶真的评价 不过因为叶真拥有着碾压万古 无尽天才的妖孽天资 并且身后又有超级势力作证 所以才能安然无恙 但迟早也是要吃大亏的 不过现在看来 叶真也并非只是一个莽夫 那桀骜不羁的外表下 却也隐藏着一颗细腻的心 这样的人最终才有可能成为强者 谷主神威盖世 镇压八荒路河 何须我一个小小的洞天镜来拍马屁 更何况 小子之前所说也没有错 叶真笑道 开玩笑 见识到了江泰虚的恐怖实力之后 叶真哪里还敢在其面前摆谱 那就真的和找死没什么区别了 江泰虚文言饶有深意的看着叶真 随后直接丢给了叶真一个储物戒指 这里面是六百三十八枚蓬莱仙丹 江泰虚淡淡道 多谢谷主了 叶真接过储物戒指后也没有查看 直接便收了起来 江泰虚点了点头 随后便打算离开了 叶儿那丫头 平日里性子有些急躁 到了天云仙宗 你要多多包涵一些 若是让我发现叶儿受了什么委屈 你就别做男人了 临走之时 江泰虚淡淡地瞥了叶真一眼 道 叶真顿时感到下身一凉 灿灿道 谷主说笑了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叶儿 江泰虚点了点头 慢条思理道 既然如此 我神农帝王谷也不会小气 驾撞管够 江泰虚说完后 身形隐于虚空 直接离开了 留下叶真一人 在原地有些凌乱 驾撞管够 是多少 叶真不由的好奇道 神农帝王谷的富裕 是整个修行界都知道的 但是具体拥有多少财富 还真没有人知道 不过 有人猜测过 恐怕整个东周 所有超级势力的底蕴 夹起来 都没有神农帝王谷多 这便是炼丹师的吸睛能力 江泰虚离开之后 叶真也便返回到了炼丹房 出奇的是 江义竟然没有在炼丹 而是目光一直盯着房门口 见到叶真之后 才迅速地收回了目光 随后便挥动灵药 开始炼丹 一旁的玲珑 见到这一幕 感到很不适滋味 一时间竟然有些失神 先别炼丹了 叶真抓住了江义的好万 阻止了江义继续炼丹 江义有些不解地看向叶真 柔水的目光中满是不解 跟我回天云先踪吧 叶真一字一句道 江义闻言正了一下 眉眼低垂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叶真也没有催促 一直深情地看着江义 而玲珑更是紧张到了嗓子眼 心中更是一直祈祷 千万不要答应 千万不要答应 强烈的心跳声 甚至比江义这个当事人还要剧脸 也不知过了多久 江义才抬头看向叶真 最终缓缓道 好 叶真闻言会心一笑 直接将江义抱了起来 哈哈大笑道 你终于答应了 江义这次出奇的 没有挣扎与拒绝 反而是任由叶真放肆 而这就苦了一旁的玲珑 此时的玲珑 整个人有些失魂落魄 就仿佛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一般 放下来 江义注意到了玲珑的不对 开口道 柔软温和的声音 听起来仍旧是那么的舒服 叶真在这个时候 自然会顺着江义 于是搂着江义柔软的腰肢 慢慢地将江义放了下来 这个慢也是真的慢 这不由得 让江义的急性子又发作了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江义埋怨地看了叶真一眼 语气急切道 哈哈 叶真见状笑了笑 随后便直接将江义放了下来 而江义 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美眸中 已经倾满了水雾的玲珑这边 玲珑不哭 江义抱了抱玲珑 安慰道 圣女 你不要我了 玲珑紧紧地抱住江义 眼泪止不住地 哗啦啦流了下来 你也可以一起 与我前往天云先踪 江义安慰道 真 真的吗 玲珑闻言 目光微动 愣愣地看着江义 当然可以 他会同意的 江义冲着叶真挪了弩嘴 你赶来就行 叶真的重彤之中 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邪笑地看着玲珑 玲珑见状 身体顿时一缩 险些再次哭了出来 你可不可以不要吓唬他了 江义有些不满地 嘟着嘴道 哈哈 叶真见状笑了笑 随后眼中爆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而玲珑见状后 目光顿时又变得呆滞了起来 你做什么 江义见状一惊 一味叶真又要使唤 放心 给他消除一下阴影 叶真笑道 对于玲珑的惩罚已经够了 并且 看在玲珑如此护主的情况下 就拉他一把吧 江义有些狐疑地看着叶真 发现叶真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并且 玲珑的目光虽然呆滞 但是表情却并非是痛苦的样子 反而还有点愉悦 见到这里 江义也就放下了心 随后便又开始了炼丹 这一次 叶真倒是没有阻止江义 并且还在一旁指导了起来 很快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而今天 叶真也便打算带着江义和玲珑回天云先踪了 神龙殿前 江太虚将一百枚橱戒指交给了叶真 这是一成的嫁妆 你们什么时候成亲 其他的嫁妆 我会派遣一位长老送过去 江太虚笑呵呵道 同时目光看向有些心不在焉的江义 道 丫头 记得时不时地回来看看 我这个老家伙 江义文言 抬头看着江太虚 道 缺灵药的时候 我会的 江太虚 呵呵 叶儿丫头放心 灵药不够 随时可以来婆婆这里去 龙婆婆笑呵呵道 多谢婆婆 江义笑道 与众人寒暄了一阵之后 叶真带着江义 以及玲珑便离开了神龙帝王谷 这段时间待在神龙帝王谷 肥了不少啊 叶真拍了拍天灵兽的肚子 肥兽的肚子顿时颤了颤 梦 天灵兽不满地叫了一声 四提踏动了几下 表示再胖 也能够拖着你们三个 回到天云先踪 叶真先是将江义 扶上了天灵兽宽厚的背上 随后目光打趣地看着玲珑 你走着去如何 你怎么不走着去 玲珑白了叶真一眼 随后不顾叶真惊恶的目光 直接翻身上了天灵兽宽厚的背上 天灵兽的体型不算大 也就正好可以搭载两个人 还真是 叶真无奈地笑了笑 通过幻术 让玲珑对自己的恐惧走出来之后 玲珑明显又恢复了以往那般 跳脱活泼的性子 不但不怕叶真了 甚至有时候还想观战 要不去谷内申请一个座器吧 江义健壮提议道 这么下去 不知道要多久才可以抵达天云先踪 实在是太浪费炼单时间了 不用 山人自有妙计 叶真笑道 随后运转天云地精 神秘的混沌之气出现 爆发出了无穷的金色火焰 一声嘹亮的长啸声 惊天而起 一只金色的大鸟 自金色火焰中诞生 恐怖的胸威绽放 使得天灵兽竟然瞬间趴了下去 四提不安地来回摆动着 目光之中满是畏惧之色 三足金乌 果然如此 叶真看着天灵兽的异状 若有所思道 利用混沌之气诞生运转天云地精 诞生的云兽 虽然在实力上并没有多大的提升 但是却多了一种特性 血脉压制 此时的云兽金乌 除了实力之外 几乎与真正的金乌 没有什么区别 无论是血脉 能力还是灵制 这便是眼花万物的混沌之气 我做这个 叶真笑道 随后一个起跳 便来到了金乌的背上 宽大华丽的翅膀的挥动 金乌顿时飞到了半空之中 你们别被甩太远就行 叶真对着下方笑道 可恶啊 玲珑见到有些臭皮的叶真 忍不住挥了挥小拳头 做这个 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江义忽然抬头看向叶真 柔水的目光 闪烁着期待 对于江义这样的急性子来说 能够尽早抵达天云先宗炼丹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这个自然 叶真笑道 随后伸手一招 直接将江义吸了过来 突然的变故 使得玲珑瞬间惊呆了 圣 圣女 玲珑抬头看着金乌之上的两人 大眼睛中满是委屈 玲珑 就辛苦你在后面跟来了 江义难得的露出了笑容 语气愉快的说道 我 玲珑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但是伴随着金乌 一声嘹亮的提名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 只留一道绚丽的火尾 大坏蛋 臭流氓 玲珑忍不住口吐芬芳道 随后抱着天灵兽的脖子道 大黑丑 我可就全靠你了 梦 天灵兽叫了几声 随后四提踏动 飞快朝着天云先宗的方向 狂奔去 慢一点 慢一点 强大的风压吹得玲珑的脸都变形了 双手紧紧地抱着天灵兽的脖子 整个身体几乎与天灵兽贴在了一起 五天后 天云先宗扇门前 到了 叶真对着江义笑道 等等 我马上就好 江义说道 此时的江义身前摆放着一个炼丹炉 一股股金色的火焰包裹着灵药液在丹炉中燃烧 那成那 叶真无奈道 因为江义实在是耐不住的缘故 所以 索性便在金屋的背上炼制起了丹药 甚至还可以借助一下金屋之火 为了尽量不打扰江义炼丹 所以 叶真操控着金屋在天云先宗的上空盘旋了起来 看啊 那是不是圣子 这奇特的一幕 自然也是引起了天云先宗众人的注意 好像是的 但是圣子为什么一直在天上飞不下来 有人疑惑道 好像那云寿上不止圣子一人 有人注意到了江义 疑惑得道 众人闻言一愣 随后宁木看去 果然发现在金屋上 似乎还有着一个人 圣子在做什么呢 云先锋 一堆留着白胡子的老不休 看着一直在半空中盘旋的金屋 同样是有些疑惑道 如果老夫没有眼拙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女娃子吧 难不成在 黄长老黑黑一笑 有些意味深长道 当真 众长老精神一震 顿时全部宁木 朝着金屋看去 这堆老不休 老看着我干啥 叶真的重彤之上 散发着妖艺的紫芒 有些纳闷道 随后取出了墨珠 将自身与金屋 完全遮掩了起来 虽然自己啥也没做 但是叶真总觉得 那堆老家伙们不安好心 遮掩起来了 那看来是没错了 年轻真好啊 幻长老有些感慨道 哼哼 听闻幻长老最近心纳了一方小借 还是来自十万大山的天狐一族 雷长老有些打句道 嗨嗨 谣传 都是谣传 幻长老轻咳了两声 辩解道 众长老哈哈一笑 也没有在意 像他们这种强者 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这金屋之火 激荡成这个样子 好像有些过于激烈了 一位长老 看着浓重的墨色之下 不断爆发的金色火焰 惊恶道 其他长老文言也是看了过去 纷纷感慨道 圣子的体质 当真是恐怖啊 就是可怜了那女娃娃 是啊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女娃娃 起码也是妖族吧 幻长老感慨道 可恶 金屋的背上 江一看着 已经被融化了的丹炉 心中也是颇感无奈 我因为对金屋之火 特性的不熟练 所以 这次炼丹 也是理所应当的失败了 大量的零药液 此刻已经失去了药性 所以 江一也就任由 他们随意地落了下去 可以下去了吧 叶真笑着问道 不过怎么听着 都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在其中 江一文言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 好嘞 叶真咧嘴笑了笑 随后便收起了墨珠 控制着金屋 朝着下方飞去 完事了 长老们看着下降的金屋 疑惑道 好像的确有些太快了 幻长老也是有些不解道 忽然一些莫名的液体 落在了幻长老的头上 幻长老有些恼怒的摸了摸 发现还有些粘稠 转头看去 发现其他的长老 同样都是这样的状况 身上到处都是这种粘稠的液体 虽然快了些 不过这两还真不少 众长老感慨道 一声声嘹亮的提名声不断响起 三足精乌甩着绚丽的火尾 停在了云先锋上 恭迎圣子徽宗 诸多有资格 踏上云先锋的弟子 齐齐大喝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中 满是狂热之色 就连众长老也是微微一笑 热情地迎接着 长老们客气了 叶真看着这些红光满面的老不休们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有骨子淡淡的不安之感 仿佛被安排了一样 呵呵 圣子一路上 想必非常劳顿 这段时间 可要好好休息休息啊 是啊 是啊 圣子务必要好好休息 莫要损失精气了 长老们纷纷劝解道 叶真文言 则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和精气有什么关系 长老们言重了 我还不至于这么虚 叶真也没有多想 笑道 众长老文言对视一眼 最终道 那就圣子自己把握吧 终究是年轻气盛 不知道节制 这是长老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知这个女娲子是 患长老看着江亦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惊艳 江亦虽然没有云西摇奈般 宛如精灵般的跳脱美感 但是却有一种柔水的美 一平一笑之间 无处不透露着温婉宁静之感 但实际上 江亦却是一个急性子 他叫江亦 是神农帝王谷的圣女 叶真笑道 众长老 原来是江圣女 幻长老文言了然 能够让叶真动心 在神农帝王谷 也就唯有江亦了 只不过 江亦虽然声名远扬 但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所以几乎没有人 见过江亦真容 江圣女能来我天云先踪 真是天大的喜事 看来需要庆祝一下 是啊 老夫正好珍藏了 几坛千年桃花酿 是时候拿出来了 你个老东西 上次老夫过寿 你都没舍得拿出来 一位长老文言 有些吹胡子瞪眼道 哼哼 你个老家伙算老姐 等你死了 我再拿出来 呵还差不多 众长老轰笑起来 面对众长老的热情 江亦一时间 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他虽然与神农帝王谷中的前辈们 相处得非常好 但是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再加上长老们的过分热情 江亦还是有些无所适从 只是低着头 站在叶真的身后 习惯就好 这些老家伙们就这样 叶真握住了江亦柔软的小手 笑道 江亦文言点了点头 但是脚步却时不时地 在地面上画着圆 显然还是没有适应 宗主和西瑶呢 叶真忽然问道 这次神农帝王谷之行 可谓是收获颇风 有必要向云爵子汇报一下 另外 江亦的事情 也要和云西瑶商量一下 想到云西瑶 叶真还是非常放心的 毕竟当初 叶真有十份婚约 云西瑶都没怎么闹过 宗主正在知道圣女修炼 不过已经半个月了 也该出来了 换长老道 这样吗 叶真沉吟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还是自己先将一部分 蓬莱仙丹 交给几位太上长老吧 这般想着 云先锋的某处 却忽然传来了动静 哼哼 圣子回来 而在其身边 赫然便跟着云西瑶 叶真哥哥 云西瑶见到叶真之后 忍不住直接扑了上去 与叶真来了个满怀 一段时间不见 已经快要突破到神府境了 不错 叶真感受到云西瑶的修为 笑了笑道 此时的云西瑶体内灵力澎湃 气机也是有些虚浮不定 这是突破的迹象 不过看样子 云西瑶还压制着修为 没有直接进入神府之境 否则此时在修为上 已经超越了叶真了 老头子说 让我不要着急突破 要突破又强行压着 不让突破的感觉 是非常的难受的 宗主也是为了你好 十动天而已 我来帮你破了 叶真笑了笑 云西瑶的资质不差 只要给云西瑶 炼制一枚具有单魂的破镜单 就差不多了 真的吗 云西瑶惊喜地问道 那是自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叶真管 叶真哥哥太棒了 云西瑶欢呼了起来 对于叶真 他还是无比的信任了 倒是一旁的云爵子 有些奇怪地看着叶真 叶真虽然自身天赋超绝 横压万古 但是就算如此 又如何可以保证 让其他人也突破十动天呢 突破十动天的难度 云爵子开始深有体会 当初他为了突破十动天 在九动天这个境界上 可是停留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在那期间 还是服用了无数的天才地宝 以及凭借着一些运气 才侥幸开辟了第十动天 不过叶真从来不会无敌放始 既然这么说了 说不准会有什么办法 静观其变就好 但现在最让云爵子注意的是 叶真身上的气息 非常的强大 根本像是动天境的修饰 但云爵子又可以肯定 叶真绝对没有突破到神府境 他没有从叶真的身上 感知到神府的气息 圣子 不知 云爵子看着叶真 目光询问道 信不如命 叶真自然知道 云爵子想问神 于是将一枚储物戒指 交给了云爵子 这里面有六百多枚蓬莱仙丹 都是江太虚谷主亲自炼制的 叶真道 六百多枚 云爵子愣了一下 这和最开始说好的不太一样 叶真难不成改变主意 将所有的蓬莱仙草 都交给江太虚谈制了 嗯 叶真点了点头 同时传音给云爵子表示 之后会解释 这里的人毕竟还是有些多 蓬莱仙丹一世 毕竟关系重大 除了云爵子之外 叶真谁都不信 包括在场的长老 可以走了吗 而就在这时 江义拉了拉叶真的衣角 揉水的目光 看向叶真 很显然 他的急性子又犯了 估计又想要炼丹了 而江义一说话 云熙摇和云爵子的目光 也是同时的聚集了过去 发现江义那惊人的美貌之后 云熙摇更是莫名的 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叶真哥哥 他是谁 叶真哥哥 他是谁 伴随着云熙摇的问话 江义也是抬头看向了云熙摇 可能女人都有这样一种 特殊的比较心理 江义是知道 叶真在天云先宗 还有一位红颜知己的 当时自己所想 也是不太在意 但是 当看到云熙摇的时候 江义还是忍不住 拿自己与云熙摇进行了比较 发现在容貌上 自己与云熙摇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只不过是气质不同 各有千秋 但是在身材上 江义嘴角掀起了一丝淡淡的弧度 云熙摇身材偏瘦 个子也没有江义高 身材与玲珑有几分相像 而反观江义 不但个子比云熙摇高 而且身材比较风鱼 但是却丝毫不显胖 每一分肉都恰到好处 仿佛一捏 都可以挤出水来 在身材方面 一直对任何是不感兴趣的江义 竟然主动地介绍起了自己 江义 云熙摇文言也是想了起来 似乎当初叶珍的婚约之中 便有这个江义 只不过 后来也退婚了 和月流苏那个可恶女人一样 云熙摇在心中给江义定了心 她的确不介意 叶珍去找其他的女人 毕竟叶珍是如此的优秀 没有人可以拴叶珍一辈子 但是对于曾经退婚 伤害过叶珍的人 云熙摇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月流苏便是其一 这个江义也是一样 想到这里 云熙摇看了看江义 又看了看叶珍 最终道 叶珍哥哥 你和这个坏女人是什么关系 怎么是坏女人呢 叶儿的年纪应该要稍大一些 你们以后就以姐妹相称吧 叶珍笑道 认为云熙摇是在开玩笑 毕竟叶珍之前已经确认过 云熙摇并不介意自己找其他的女人 我猜不要叫她姐姐 云熙摇恼怒道 叶珍哥哥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坏女人 云熙摇不解道 叶珍文言皱了皱眉 她知道 云熙摇并非是在开玩笑了 为什么会是坏女人 叶珍问道 要先把原因搞清楚 因为 她伤害过叶珍哥哥 云熙摇嘟着嘴道 看向江义的目光 满是愤怒 而江义 却并没有和云熙摇计较的意思 或者说是不在意 只要不打扰 她恋单便好 叶珍 此话怎讲 叶珍有些不解道 江义何曾伤害过自己 自己怎么不知道 她退了叶珍哥哥你的婚约 就是坏女啊 云熙摇气愤道 叶珍文言虽然有些惊恶 但是也总归知道了实情的缘由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并不介意 熙摇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叶珍笑道 可恶 我介意 云熙摇耍起了小性子 同时目光看向了云厥子 老头子 这件事上 你要站在我这边 云熙摇愤愤道 云厥子文言 轻壳了几声 面色上颇为的无奈 但是心中却是倾向于云熙摇的 自从叶珍从蓬莱先进回来之后 前来天云先宗提亲之人 险些踏破了门槛 不过最终都被云厥子一一回绝 一来是叶珍 对此并不感兴趣 二来 则是存在着一些私心 虽然叶珍只拥有云熙摇这一个女人 有些不太可能 但是少一些 总归是好的 圣子啊 虽然你目前年轻力壮 精力充足 但还是要以修炼为主 云厥子没有直接说明 但其言语之中 已经表明了立场 其他的长老见状 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种时候 还是不发言的比较好 无论站在哪一边 都是得罪另外一边 但是云熙摇可不会放过他们 长老们 你们觉得呢 云熙摇灵动的目光 看向有些稀稀的长老们 有些期待的问道 只要长老也站在他这边 那这是基本就成了 江义绝对不可能留在天云先宗 嗨嗨 全凭圣子和宗主做主便可 换长老倾咳了两声 笑呵呵道 其他的长老文言也是这样的说辞 不开心了 嘴巴不由得越瞧越高 目光恨恨地看着长老们 长老们见状 则是假装没有看见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溜了 这样可不行 叶珍皱眉 江义是他带过来的 怎么也不能让其受到委屈 江太虚的警告叶珍还历历在目 江义要是就这样回去了 江太虚不得找上门来将自己连根拔起 宗主 可否一步一谈 叶珍上前一步 道 云爵子见到叶珍严肃的神色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一股强大的契机将叶珍包裹 随后 云爵子与叶珍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哼 坏女人 云爵子和叶珍离开后 云西瑶磨着小虎牙 瞪着江义 江义也没有在意 对着云西瑶微微一笑 温婉如水的面色搭配上致命的微笑 使得云西瑶也是呆了呆 不过 随后便摇了摇头 恨恨道 她是坏女人 就在这里吧 留云仙王树的一处树枝之上 叶珍与云爵子的身形缓缓出现 你单独找我来 不会是想要说服我支持你那切吧 云爵子有些古怪的看向叶珍 要是这件事的话 宗主 你先看看 这是什么 云爵子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叶珍打断了 叶珍直接递给了云爵子一枚储物戒指 你小子不会想要贿赂我吧 云爵子接过储物戒指 笑着道 这里面的东西 没准还真的可以贿赂到 叶珍也是半开玩笑道 云爵子文言顿时有了些兴趣 要知道 你将所有的蓬莱仙草都让江太虚炼制了吗 云爵子随意道 还以为是什么 这不是意料之中吗 毕竟有接近三百株蓬莱仙草 宗主不妨再仔细看看 叶珍笑容满面道 云爵子文言愣了一下 心中有些疑惑 但是看叶珍的样子 最终还是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这数量似乎有些太多了一些 这些纹路 是单纹 这难道是单纹 这几枚丹药怎么还会跑 不对 这是单纹 是单纹 云爵子有些震撼地看着这枚储物戒指中所蕴含的东西 那其中一个个玉瓶中 全部弥散着惊人的生机 其中赫然都是蓬莱仙丹 但最让云爵子震撼的是 这些蓬莱仙丹 竟然大部分都蕴含着单纹 甚至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 具有单云 个别更是诞生了单纹 这意味着什么云爵子 可太知道了 可以说 这枚储物戒指中的蓬莱仙丹 足以让整个修行界为之疯狂 一枚最为普通的蓬莱仙丹 便可让人严寿一甲子 拥有单纹的蓬莱仙丹 要效是三倍 也就是一百八十年 丹云更是十倍之多 也就是六百年 再加上其中还有一些诞生了单纹 可以说 这些蓬莱仙丹 足以让人凭空多出几十万年的寿命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 某些超级势力都没有几十万年的道统 江太虚谷主的炼丹术 当真是鬼神皆惊 云爵子赞叹道 心中理所当然的将这一切归功于江太虚 至于叶真先前交给自己的那枚储物戒指 虽然也有部分具有单纹 但是想必也应该是江太虚不太满意的惨次品吧 叶真文言微微一笑 道 这可不是江太虚谷主所炼制的 哦 云爵子文言有些惊讶 随后道 那是神农帝王谷的哪一位 难不成是那位丹药化型的丹夫子 那位常年游历 可不在神农帝王谷 叶真笑道 随后指了指自己 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我炼制的 云爵子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圣子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我可从不知道 圣子还是一位炼丹师 更何况 就算圣子 你是一位隐藏的顶尖炼丹师 这蓬莱仙丹的丹方又是从何而的 说的有道理 叶真文言竟然一时间无法反驳 不过云爵子不相信也就算了 反正到时候会相信的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不过这些蓬莱仙丹 还是不要暴露出去比较好 叶真道 这是自然 云爵子笑道 作为一宗之主 以往蓬莱仙境开启 大部分蓬莱仙草 几乎都是被太荒圣帝所得 所以 太荒圣帝想必也是知道 天云仙宗的收获有多少了 只不过 云爵子不知道的是 就算是太荒圣帝 以往获得 也基本都是普通的蓬莱仙丹 而且 数量也没有这么多 毕竟这次叶真 可是几乎将所有的蓬莱仙草 都给聚拢了过来 得到云爵子的答复后 叶真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谈起了正事 一言的事情 宗主你就不要掺和了 毕竟 这也算是我的私事 圣子此言诧异 在这件事上 云爵子却出奇地与云熙摇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圣子 你虽然天资纵横 但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沉醉于温柔相之中 只会耽误圣子的话仙之路 一个还没什么问题 但是多了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圣子不要浪费这一身资质啊 云爵子苦口婆心道 看似都是为了叶真着想 但具体的心思是什么 也就唯有自己知道了 反正叶真是一个字都不相信 云爵子真是这般想法 不过就算如此 叶真却反而感动难办 若是云爵子言辞拒绝自己 叶真还能够具理力争 可他却和你讲道理 云爵子已经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油条了 论口舌功夫 叶真必然是说不过云爵子的 所以只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 既然宗主这么说了 那我只好再去一趟神农帝王谷 将叶尔的嫁状退回去了 叶真有些无奈道 你能这么想 我很欣慰 云爵子见到叶真终于妥协了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心想 熹爵那丫头 这次可要好好地感谢我 毕竟将叶的容貌 可是丝毫不比云熹爵差 在身材上甚至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 若是将叶真的在天云先宗驻下 就算云熹爵不识宠 也难免会遭到一些不经意间的冷落 唉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么这些东西便送回去好了 叶真拿出了一百枚除物戒指 摇了摇头道 显得颇为可惜 云爵子见到这一幕 目光却是动了动 他好像忘记了神农帝王谷的财力 而且叶真的眼界也不低 这些东西 我倒要看看神农帝王谷能拿出什么东西 云爵子笑呵呵道 随后开始查看开了其中一枚储物戒指 这 这是九品丹药 竟然有整整一百瓶九品丹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毁灭及神域之宝清须吧 当初清须道人身允后所留 这 这般数量庞大的零食 恐怕已经赶得上我终十年的收入了 一炷香的时间后 云爵子有些面色纠结的抬头看向叶真 这些都是神农帝王谷给的嫁妆 云爵子不确定的问道 这个自然 只是可惜 要都送回去了 叶真叹了一口气道 若是拥有了这些东西 想必对于宗门有很大的好处吧 叶真感慨道 似乎是在为宗门担惊截律 云爵子文言也是感到很是纠结 叶真说的没错 这些东西 恐怕对于神农帝王谷或许只是沧海一宿 但是对于其他任何一个超级势力 都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包括太荒圣帝 呵呵 圣子若是觉得 这些东西就可以收买我云爵子 那也太看不起我了 云爵子最后还是道 将所有的储物戒指还给了叶真 圣子明日便出发 将这些东西还给神农帝王谷吧 我天云先宗不缺这些东西 云爵子转过头去 淡淡道 但是其眼角却闪过一丝心疼之色 叶真文言也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都没有打动云爵子 沉吟了片刻之后 叶真最终难难道 可是这些只是一而驾撞的十分之一啊 什么 云爵子文言猛地转过了头 语气有些不确定道 圣子方才所言为真 云爵子目光有些火热地看着叶真 十分之一 那意思不就是 到时候神农帝王谷给的 岂不是现在的十倍 这笔财富 甚至足以让天云先宗短时间内抵运暴增 实力也会在短时间内呈现井喷式增长 这对于现在的天云先宗可太重要了 虽然因为叶真的缘故 这实力强大才是硬道理 这是修行界永恒不变的真理 依靠一个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天才 终究是下诚之道 反正江太虚谷主这么说的 叶真似笑非笑地看着有些激动的云爵子 不过看样子 宗主是并不打算接受 既然如此 叶真说着 刚想要将储物戒指收回 眼前的空间忽然一阵波动 那一百枚储物戒指瞬间消失不见了 呵呵 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云爵子笑咪咪道 宗主这是同意我和叶儿之间的事情了 叶真笑着问道 嘿嘿 年轻人精力旺盛 偶尔放松一下 也是有助修炼的 云爵子倾壳了两声 义正言辞道 叶真 他们怎么还没出来 云熙摇嘀咕道 同时目光一脸愤恨地看着江亦 此时的江亦竟然在原地摆起了丹炉 开始了炼丹 将圣女的炼丹术 当真是神鬼莫测呀 是啊 种种奇妙的炼丹理论 当真是让老夫惭愧不已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感慨道 他是天云先宗的一位长老 同时还是一位七品炼丹师 江亦文言没有理会 依旧在专心地炼制着丹药 他其实很想说这是叶真教给他的 但是这样一来 难免又会让人问东问西 耽误自己炼丹 索性江亦便选择了沉默 很快 一炉丹药出炉 龙玉的丹香飘散 承丹九枚 并且其中有五枚丹药 具有丹纹 其中一枚更是诞生了丹云 此番效率简直让众人惊骇 要知道 这可是六品丹药啊 幻长老 你要的龙金虎猛丹炼制好了 江亦将丹药装进了一个玉瓶之中 交给了幻长老 呵呵 多谢江圣女馈赠 幻长老接过玉瓶后 惊喜不已 幻长老客气了 以后想要什么丹药可以提 在我能力范围内 都可以炼制 江亦微微一笑道 那日后就麻烦江圣女了 就是不要嫌弃老头子烦就好 幻长老哈哈大笑道 显然也是颇为的高兴 黄长老 你需要的丹药 我马上便炼制 江亦说完后便立刻又开始了炼制 呵呵 不着急 不着急 江圣女也要注意身体啊 黄长老有些受宠若惊道 同时 心中对于江亦也是愈发的认可了 江亦不但人美心善 还拥有一手水准极高的炼丹术 最为关键的是 完全免费 就连零药钱都不要的那种 试问 有谁会拒绝这样一个江亦呢? 一番操作下来 江亦在长老们之间 已经有了极高的人气 而且 这对江亦来说 基本上也没付出什么代价 毕竟江亦其实只是喜欢炼丹这个过程 对于丹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除非是诞生了丹魂 或许才会选择收藏一下 至于损失的灵药 不好意思啊 从小在神农帝王谷长大的江亦 从来没有体会过缺少灵药的滋味 而天云先宗底蕴 虽然不如神农帝王谷 但是对于江亦这种产出极高的炼丹师 想必也不会小气 更何况江亦此次出来 还带了不少的灵药 足够他使用几年的了 可恶 不就是一些丹药吗 就把长老们收满了 云细瑶嘟着嘴 有些愤愤道 但对此却丝毫的没有办法 不过也没什么用 等老头子过来 你照样也要离开 云细瑶哼哼道 现在 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云爵子的身上了 只要云爵子站在他这一边 众长老纵然再怎么喜欢江亦 那也没用 而云爵子平日里是极为疼爱他的 总不能跟自己唱反调吧 这般想着 云细瑶也就放下了心 大约一个时辰后 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产生 叶真与云爵子的身影 也是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叶真哥哥 师父 云细瑶见状惊喜道 尤其是见到叶真与云爵子 全都笑容满面 心中也是乐开了花 想必云爵子已经说服了叶真了 而一直在专心炼丹的江亦 此刻竟然也是奋出了一丝心神 朝着叶真这边看去 柔水的美眸中 也是透露着点点期待 他也很想知道叶真的选择是什么 师父 是不是该把那个坏女人赶走了 云细瑶拉着云细瑶子的胳膊 一脸期待道 嗨嗨 云细瑶子看着云细瑶 嘴唇如动了几下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原本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但是奈何神龙帝王谷 实在是给的太多了些 这让身为一宗之主的云细瑶子 也是难以拒绝 相信若是四位太上长老知道了 也绝对会支持云细瑶子的选择 甚至光是那十分之一就足矣 丫头 嗯 师父请说 云细瑶乖巧地点着头 甚至连称呼都变成了师父 这不由得让云细瑶子更为的愧疚了 丫头啊 为了宗门的未来 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云细瑶子心里叹了一口气 随后道 其实江圣女人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又是一位出色的炼丹师 对于宗门来说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为师相信 你们一定可以成为好姐妹的 云细瑶子说着 目光和善地看向了江亦 江亦闻言似水的眸子 也是溢满了喜悦 冲着云绝子点头示意 随后 美眸望向叶真 眸光中是一抹化不开的柔情 片刻之后 江亦便怀着轻松的心情继续炼制丹药了 师 师父 你 你说什么 连你要袒护这个坏女人 云细瑶闻言先是一论 反应过来之后 顿时感到一股委屈感袭来 眼里满是水雾的看着云绝子和叶真 圣子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云绝子见状 顿时有些招架不住了 直接开溜了 轰 轰 轰 一道道强大的灵树绽放 使得一些天云先宗弟子 哭爹喊娘的 圣女饶命 我真的顶不住了 黎晨哭丧着脸 身上的气息萎靡 灵力有些浮动不定 顶不住也要顶 云细瑶冷哼一声 一道道灵树 尽情地朝着黎晨倾气而去 不过这些灵树 虽然看着很吓唬人 但是云细瑶出手 也是很有分寸的 并不会要了黎晨的性命 顶多是让其受到一些皮肉之苦 黎晨见状苦笑一声 也只能受着 谁让她非要嘴见的恭贺叶真 成功将神农帝王谷的圣女 扛回宗门 甚至还让云细瑶给听见了 师弟呀师弟 你放心 等细瑶气消了 我一定给你备好上等的疗伤丹药 不远处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叶真 叹了口气道 当日叶真是好说歹说 才勉强让云细瑶接受江义道来这个事实 不过 接受是接受 心里不爽 也是必然的 而正当叶真头疼 该如何让云细瑶放松一下的时候 好死不死的黎晨 却在这个时候 突然来恭贺叶真 瞬间让云细瑶有了地方释放 叶真在确认云细瑶下手有分寸之后 便也不再理会 而是来到了流云先王树其中一个树枝之上 这里临时搭建了一座小木屋 小木屋中有淡淡的火光闪烁 一股股浓郁的丹香飘散 就连在树干附近打坐修行的长老都可以闻到 叶真推开小木屋的门 赫然便见到江义刚刚炼制好了一炉丹药 见到叶真到来 江义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柔水的美眸 看向叶真 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在其中 玲珑来了吗 江义问道 他们回来已经三天了 但是玲珑却还是没有消息 叶真闻言哑然一笑 到 还没 但是快了 叶真在天灵兽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他可以感应到天灵兽距离天云先宗已经不足千里 不出意外的话 今日便可以顺利抵达 那便好 江义问言点了点头 随后便再次开始准备炼丹了 但是却被叶真给阻止了 你又想 江义有些恼怒道 这三天来 芸汐摇揍了离晨三天 叶真也欺负了江义三天 搞得江义现在有些草木皆兵了 每次叶真一阻止他炼丹 准备好事 想什么呢 叶真有些干笑道 我有一种方法 可以提高你的炼丹成功率 叶真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道 什么 江义半信半疑的看着叶真 这种理由 前几天叶真已经用过了 什么精致力升华 阴阳炼丹大法等等 现在江义对于叶真是一个字都不相信 除非讲得很有道理 察觉到江义内心的怀疑 叶真也是收起了一些小心思 这次若是再不拿出一些真东西 恐怕以后都没爱了 想到这里 叶真也不再犹豫 混沌之气涌动 一只迷你版的猪雀 出现在叶真的掌中 将这朱雀之灵种在你的身上 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借给你朱雀之炎 叶真道 原本的天云地精捏造出来的云兽 只能自己借其力量 而利用混沌之气 外加上叶真的满极悟性 使得这天云地精 在功能性上又是更近了一步 据叶真推测 这朱雀之灵 足以让江义使用三个月的朱雀之炎 等到朱雀之灵消散了 叶真再补便是 方便得很 江义看着也很手中的朱雀之灵 虽然体型非常的小 但是其散发的气势仍旧不容小觑 只是稍微凑近一些 江义便感到了一股极端的炙热之感 不过就算如此 江义还是狐疑地看着叶真 你 没忽悠我 江义问道 这段时间他实在是被也很折腾怕了 主要是时间还久 太耽误炼丹了 让他快一点结束 叶真也不听 还说 这已经是最快了 当然 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 叶真笑咪咪道 江义闻言给了叶真一个好看的大白眼 道 那就快快点 朱雀之灵扑腾着翅膀 顿时冲进了江义的胸口 片刻间 江义的肌肤便泛起了淡淡的红色 好热啊 江义呢喃一声 脸色也愈发变得红润起来 原本温柔似水的面容 此刻看起来竟然有一些妩媚 如此巨大的反差 让叶真竟然又有些蠢蠢欲动 不要接 稍后再说 叶真在心中默念了一遍清心咒 随后 也是运转混沌之气 帮助江义与朱雀之灵相融合 很快 在叶真的帮助下 江义便成功地融合朱雀之灵 感觉怎么样 叶真问道 具体效果如何 叶真也没有尝试过 还要看江义的具体操作效果 江义没有说话 手掌摊开 一簇赤红色的朱雀之炎顿时燃起 真是奇妙 江义惊叹道 哪怕是出生自神农帝王谷 见识到了无数神迹的江义 都没有叶真给他带来的震撼强烈 无论是那奇怪的炼丹理论 还是丹精 以及现在 这朱雀之灵 简直颠覆了江义的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丹精的缘故 江义如今 竟然也是石洞天了 这其中 当然也是因为 江义也服下了一枚破镜丹 虽然仅仅只是 堪堪诞生出了丹魂的破镜丹 但是神农药王体 除了可以免疫对自身有害的药物 还有一个特性 那便是可以增强对自身好处的丹药的药效 双管齐下 才使得江义 顺利的突破到了石洞天 一会还有更奇妙的 叶珍搓了搓手 笑眯眯道 江义见到叶珍的这般神色 也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于是弱弱的问道 这次可不可以快一点 真的 没问题 叶珍满口答应着 随后宛如恶狼般 直接朝着江义扑了过去 一时间 不大的小木屋中 时不时的传来滴滴的身影之声 可恶啊 芸汐咬狠狠的一拳 揍在了黎晨的脸上 使得黎晨惨叫不断 恰好于小木屋中的动静 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师兄 你这丹药真是给我的 黎晨看着自己手中的丹药 到现在还有些不可置信 这可是五品丹药啊 而且还是拥有丹纹 甚至是丹云的五品丹药 就这么给自己了 要知道 五品丹药 就算是神附近的强者 都垂涎三尺 更何况 叶珍给的也太多了一些 足足三十枚 这放在一些小型的拍卖会上 都足以引起一阵子轰动了 收着吧 也不能让你白白挨走 不过 却根本不算什么 随手练制的而已 那就多谢师兄了 黎晨文言 这次也没有拒绝 毕竟这几天的确很折磨 若非云西瑶最后累了 恐怕远不止如此 不过看到这些丹药后 黎晨也觉得 这几天值了 其实只要一枚丹药 便可以治好他身上的所有伤势 叶珍之所以给这么多 恐怕也是有一些补偿的意思 也不知道 西瑶去哪了 叶珍叹了一口气道 破镜丹已经练制好了 而且是引发了大道丹荫的破镜丹 可见叶珍的诚意 并且有趣的是 当云爵子见到叶珍炼制出了 引动大道丹荫的丹药后 那眼神就仿佛见鬼了一般 到了此刻 云爵子也才彻底相信 那些蓬莱仙丹 真的是叶珍所炼制的 而这也导致云爵子 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一些 甚至对于江义都有了一些防范 毕竟若是江太虚知道了 叶珍盗取了蓬莱仙丹的丹荒 那将是天云仙宗的灾难 仲童 开 叶珍嘀喝一声 妖翼的重彤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以叶珍如今的实力 已经足以将重彤开发到视线 覆盖整座云仙丰 很快 叶珍便找到了云熙遥 黎晨兄 我先离开了 叶珍说完后 也不等黎晨回答 便直接离开了 云仙丰山腰处 一座阁楼之中 这里是云熙遥最初住的地方 叶珍的身形 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了阁楼之中 而此时的云熙遥 或许是打累了 竟然在床上睡着了 叶珍没有打扰云熙遥 就这么坐在床边 温柔的看着云熙遥 其实在叶珍的心中 云熙遥的地位 要比江义高一些的 毕竟在叶珍被赶出太荒圣地的时候 唯有云熙遥 还愿意接纳她 永恒不变 只不过江义叶珍也不可能放弃 所以只能先委屈云熙遥一下 往后尽力补偿 更何况 云熙遥对江义是有些误解的 叶珍也是知晓 云熙遥明显是将江义和月流苏 放在同一位置了 所以才会有如此大的情绪 相信用不了多久 云熙遥会接纳江义的 云熙遥睡得很沉 呼吸非常的均匀 面色还有些红润 应该是这几天奏离沉泪的 睡着后的云熙遥 没有了平日里的活泼跳脱 在叶珍的眼中 反而更像是一个不安事事的懵懂少女 很快 三个时辰过去了 在这期间 叶珍一直坐在云熙遥的床边 并且害怕打搅到云熙遥 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而此时的云熙遥的睫毛 微微的颤动了一下 身体中的各种因子 也是开始活跃了起来 叶珍知道 云熙遥要醒了 果不其然 云熙遥醒来后 先是揉了揉心松的眼睛 随后目光不经意间 与叶珍对视在了一起 叶珍哥哥 云熙遥见到叶珍后 先是惊喜地叫道 随后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面色又暗淡了起来 怎么了 叶珍习惯性地捏了捏云熙遥 充满弹性的脸蛋 笑道 叶珍哥哥 你不要我了 云熙遥说着 眉眸之中被水雾弥散 有些哽咽道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叶珍一把将云熙遥抱住 语气深沉道 因为你喜欢那个坏女人 云熙遥有些委屈道 同时也抱紧了叶珍 生怕叶珍跑了一样 你为什么会觉得叶珍是坏女人呢 叶珍闻言叹了一口气 道 因为他伤害了叶珍哥哥 云熙遥语气十分肯定道 此话怎讲 叶珍问道 他退了叶珍哥哥你的婚约 云熙遥想到这里 有些咬牙切齿道 所以他和那个太荒圣地的人一样 都是坏女人 熙遥 你误会了 叶珍笑道 叶珍与我最初并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 何谈伤害之说 在叶珍看来 最初与江亦的婚约 都是因为当初来太荒圣地提亲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除了月流苏和云熙遥之外 其他人都是玄盛给叶珍精挑细选出来的 说实话 当初退婚的时候 除了月流苏之外 其他的对于叶珍来说都无感 叶珍哥哥 你不会感到伤心吗 云熙遥不解地看着叶珍 云爵子曾经告诉过他 被退婚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 自然不会 叶珍笑道 摸了摸云熙遥的秀法 而且 亦儿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叶珍解释道 真的吗 云熙遥看着叶珍问道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叶珍笑道 那好吧 既然叶珍哥哥觉得他可以 那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毕竟叶珍哥哥这么优秀 云熙遥嘟囔道 叶珍闻言微微一笑 同时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云熙遥愿意接纳僵义 那什么都好说 动动动 而就在这时 一声声钟声忽然响起 这是云仙中 叶珍忽然警觉起来 只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 云仙中才会敲响 这个时候 所有的长老以及圣子圣女宗主等 都要前往长老殿 出什么事情了吗 云熙遥问道 毕竟这段时间 天云仙宗 几乎都处于一片安静祥和的状态 根本没有一点出大事的征兆 我也不清楚 去看看再说 叶珍面色严肃道 好 云熙遥闻言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便前往了云鸾峰 与此同时 诸多在云仙峰修行的长老 也是在向着云鸾峰赶去 云鸾峰 自从刘云仙王树在云仙峰扎根之后 云鸾峰就显得比较冷清了 但是 在今日随着云仙钟声的响起 冷清的云鸾峰又变得热闹了起来 诸多气息强大的身影 纷纷涌入云鸾峰 每个人的脸上都不满着凝重之色 叶珍与云熙遥也在此恋 很快 众人便进入了长老殿 连四位太上长老都惊动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叶珍与云熙遥来到长老殿后 赫然便发现了四位太上长老竟然也在 云末也是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叶珍 目光和善地朝着叶珍点了点头 叶珍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回应 看来太上长老们恢复得不错 叶珍心中暗道 此时的四位太上长老与最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 身上不再充斥着那种浓浓死寂味道 反而生机盎然 显然是服用了蓬莱仙丹 而且看样子 每位太上长老至少延寿了千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 诸多长老也是差不多都到齐了 而云爵子的身影也是在此刻突然的出现在了大殿的主位之上 宗主 发生了事 需要敲响云仙宗 幻长老问出了所有人都疑惑的问题 目前天云仙宗因为叶珍的存在 可谓是一片蒸蒸日上的大好气象 诸多的势力都几乎与天云仙宗交好 又有什么事情值得敲响云仙宗呢? 云爵子面色严肃 目光之中透露着一些阴沉之色 太荒圣地联合了包括天刀圣地乱天圣地等十几股超级势力宣布与我天云仙宗为敌 云爵子声音低沉道 任谁都可以听出其愤怒 什么?众人闻言顿时一惊 目光纷纷惊俊了起来 天云仙宗如今的实力虽然在稳步上升 但是时间毕竟是太过的短暂了一些 目前还处在东周超级势力的末流 若是事实当真如此 天云仙宗拿什么党?又如何党? 宗主 为何突然会如此? 这些势力之前不是都对我们散发了善意吗? 幻长老问道 叶珍也是同样有这个疑惑 为何这些势力会突然全都与太荒圣地勾结在一起? 难道是太荒圣地拿出了什么足以让这些超级势力垂涎三尺的东西? 可就算如此 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叶珍这个有机会踏上先路的天才? 他们不怕断绝这唯一的希望吗? 其他的长老闻言也是纷纷看向云爵子 期待着云爵子的答复 古墓老人 云爵子缓缓地吐出来四个字 但落在众人的耳中 却仿佛惊雷乍响 什么意思? 古墓老人不是几万年前便死了 难道还活着不长? 云末这次也是有些坐不住了 问道 古墓老人是当初太荒圣地的圣主 乃是无限接近于大地的强者 据说当初在神农帝王谷与江泰虚交手维持了一天不败 只不过古墓老人已经死了几万年了 又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古墓老人的确死了 但还有一丝残魂 云爵子开口道 而古墓老人有一种诡异的能力 那便是拷问尸体 那些在彭莱仙境死去的弟子 都被古墓老人拷问了 云爵子解释道 目光中透露着一些无奈与深深的无力 众长老文言全都沉默了起来 他们都是知道那些弟子都是叶真所杀 如此一来的话 那么便很好解释 为什么众多超级势力要联合起来对付天云先宗了 竟然会这样 叶真虽然知道古墓老人的存在 但是却根本不知道 他竟然还留有一丝残魂 不过这样一来 那古墓老人的残魂也就彻底消散了吧 太荒圣帝为了对付天云先宗与自己 还真是舍得付出代价 古墓老人就算是只剩下一缕残魂 也能短暂的发挥出紫荆地做的实力 如今竟然仅仅只是为了还原一个真相 便将其给用了 这是在拿圣帝的底蕴来对付天云先宗 可见太荒圣帝的决心之大 不过这样一来可就麻烦了 天云先宗直接从原本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之中 转入了极其恶劣的深渊之中 这件事情一个处理不好便是灭宗的代价 九天圣帝那边怎么说 皇长老问道 九天圣帝因为隐瞒了真相 自身的近况也是非常的不利 根本没有余力相助 云爵子摇了摇头道 神农帝王谷呢? 云墨太上长老开口了 这个时候就算是九天圣帝愿意相助也无用 唯有神农帝王谷可以定乾坤 准确地说将太虚一人足矣 将谷主表示神农帝王谷的立场不会改变 不过若真的到了亲父之际 可让识人前往神农帝王谷 云爵子深吸了一口气道 众长老闻言全都沉默了起来 随后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叶真与云西瑶等人 圣子 你带着西瑶那丫头先到神农帝王谷吧 这里的一切与你们无关 云墨太上长老笑着道 非但没有一分沮丧 反而多了一些洒脱 是啊 圣子与圣女就先前往神农帝王谷吧 这些破事交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好 众长老也是笑呵呵道 目光中丝毫不见畏惧 只有洒脱与浓浓战意 但叶真却也敏锐地察觉到 其眼底隐藏得一丝落寞 天云先宗好不容易迎来了崛起的时机 出了这样的事情 任谁也不可能真的放下一切 叶真文言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云爵子 宗主 没有破局之法了吗 叶真不甘心地问道 宗门被灭 归来复仇 上一世的叶真看多了这种剧本 但这并不是叶真想要的 隐忍不是叶真的个性 哪怕现如今大煞将轻 突然也是笑了起来 此等境况下 叶真还没有立刻答应前往神龙帝王谷避难 可见叶真的星星 有 云爵子重重道 伴随着云爵子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长老全都纷纷地看向了云爵子 宗主 此话当真 有些耐不住性子的长老面色激动道 见到云爵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位长老顿时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天佑我天云先宗 长老激动地大叫道 不只是这位长老 其他的长老也是纷纷动容 只不过并没有这位长老夸张而已 小爵子 你说的可是 十万大山 云墨太上长老有些不确定道 是的 云爵子文言点了点头 现在东周的人族势力要么持中立态度 要么就是打算对付天云先宗 唯一的九天圣地也是自身难保 唯一的希望便是借助外族 来自十万大山中的灵兽一族 十万大山之中 具有六只王族 分别为通明玄龙 金翅大鹏 汉天神虎 九幽天狼 泰坦巨猿 以及幻灵孔雀 这六只王族 论其实力 丝毫不弱于人族的超级势力 甚至因其奇特的血脉之力 与强悍的肉身 同境界之中 人族很少是其对手 若是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那么 天云先宗无忧 而天云先宗 历来便与其中的汉天神虎一族交好 若是可以说服汉天神虎一族 帮助天云先宗 虽然同样抗衡不了 以太荒圣地为首的十几股超级势力 但是却也可保天云先宗无忧 毕竟十万大山六王族同气连之 汉天神虎一族愿意出手 太荒圣地也就要掂量一下 惹怒十万大山的后果了 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天云先宗拿什么去说服汉天神虎一族 能够让汉天神虎一族动心的 恐怕也只有 想到这里 众长老不由的同时看向了叶真 能够让汉天神虎一族心动的 恐怕唯有那成仙之机了 叮 恭喜宿主 成功触发系统任务 说服汉天神虎一族 帮助天云先宗避过危机 奖励世界起源种子 系统机械般的声音 这是在叶真的脑海中响起 我去 叶真知道自己不去不行了 系统奖励暂且不说 这件事毕竟是因为自己而起 虽然当初 叶真是抱着将脏水 泼给太荒圣地的目的 而且几乎也快成功了 若不是古墓老人横插一脚 那些超级势力 绝对会第一个怀疑太荒圣地 但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好 既然圣子有这份决心 那么就麻烦圣子了 云爵子也没有拒绝 就算叶真最后失败了 大不了拼掉这条命 将叶真送往神农帝王谷 天云先宗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了 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而这一切都在叶真的身上 这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 将宗门的命运交给叶真了 无论是修补天云帝经 助云爵子突破准地 还是在蓬莱先进大杀四方 强行为四位太上长老续命 这次的事情 无论是云爵子还是众位长老 都没有一点责怪叶真的意思 若是没有叶真 天云先宗或许还会度过一段较为平和的时期 但最终必将走向灭亡 而叶真的到来 却改变了这一切 虽然同样惊险无比 但是却让人看到了一些 让天云先宗走向极致辉煌的希望 我也却 云熙遥抓着叶真的衣角 一脸倔强道 丫头 你不准去 云爵子却是严厉道 为什么 老头子你给我闭嘴 云熙遥一点都不给云爵子面子 当场顶嘴道 没有为什么 不准就是不准 云爵子这次没有放纵云熙遥 语气严厉道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味道 叶真看着云爵子 心中也是了然 于是安慰道 宗主是不想要 让你有危险 稍后 我会将你和翼儿送回神农帝王谷 可是 云熙遥撅着嘴 还想要说些什么 你的实力不够 跟着我也只会连累我 叶真呵斥道 为了不让云熙遥涉险 叶真也只好这么说了 否则云熙遥 恐怕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了 这种关键时刻 叶真可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 云熙遥文言没有说话 美眸中水雾溅起 但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绝对不要成为叶真哥哥的拖累 云熙遥握了握小拳头 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将事情敲定下来后 叶真与云熙遥便离开了 云熙遥还是有些闷闷不乐 但是在叶真安慰了一段时间后 也就释然了 叶真哥哥 你答应我 一定要回到神农帝王谷找我 云熙遥灵动的目光看着叶真 一字一顿道 我答应你 叶真摸了摸云熙遥的秀法 笑道 云熙遥直接扑在了叶真的怀里 轻轻的抽气着 安顿完云熙遥后 叶真又来到了流云仙王树上的一个小木屋中 江义依旧在炼制着丹药 而旁边的玲珑正在一脸怨气的看着自己 天知道他这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那天灵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个劲的颠挞 叶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玲珑的腰椎都有些不太好了 玲珑 你出去一下吧 江义见到叶真来了 以为叶真又要来 于是便自觉停止了炼丹 同时来到了床边 啊 玲珑文言有些发梦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这次真不是为了这个 叶真感知到江义的想法 有些无奈道 江义文言看向了叶真 道 你每次都是这么说 叶真文言不由得感到有些尴尬 但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现如今还是大势要紧 明日你便返回神农帝王谷吧 叶真开口道 江义文言目光顿时一正 随后扭过头去不再看叶真 语气低沉道 好 没良心的东西 玲珑见状顿时开始指责起了叶真 你们误会了 叶真感知到江义的想法 先是瞪了玲珑一眼 让其闭嘴 随后将如今的局势告诉了江义 所以 西瑶和你都需要离开 叶真颇感无奈道 要不要我去恳求一下谷主 江义看着叶真 美眸之中也是流露出了一些担忧 谷主不会出手的 叶真摇了摇头 明日你们便离开吧 留在这里的时间越久 越危险 叶真严肃道 江义文言点了点头 他知道叶真如今所背负的压力 这个时候 只要无条件的信任 叶真变好 刚过来不到三天 就又要回去了 玲珑文言却是有些埋怨道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或者你可以选择留在天云先宗 这样说不定 我还会非常的感动 叶真半开玩笑道 我才不要留在这里 圣女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这里哪有我们神农帝王谷好 玲珑对着叶真吐了吐调皮的小舌头 随后躲在了江义的身后 生怕叶真又对他施展那种可怕的幻术 不过叶真自然也不会那么小心眼 天云先宗 目前的确是比不上神农帝王谷的 不过因为流云先王术的存在 单论灵气浓郁程度 天云先宗 是要超过神农帝王谷的 也更加适合修炼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准备 明日一早便出发 叶真严肃道 江义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便又开始炼丹了 还有一天的时间内 足够炼制两炉丹药了 经过叶真的悉心教导 江义炼制丹药的速度明显进步了不少 不仅仅是炼制速度 就连对于炼丹的理解与境界也高了不少 若非实力不够 江义如今甚至可以炼制七品丹药了 炼制七品丹药所需要的灵气实在是太多了 动天境的修为根本满足不了 甚至一般都神府进出气都不行 不过或许像叶真这样的怪胎可以试一试 很快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江义在成功炼制了一炉丹药后 也是没有继续 与叶真和玲珑一起离开了小木屋 天云先宗的山门前 江义与云熙遥也是不可避免的再次碰面了 两人四目相对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会打起来吧 叶真有些担忧的 但是 让叶真有些意外的事 云熙遥竟然主动开口了 江义姐姐 先前是我不对 希望你不要介意 云熙遥有些歉意的低下了头 江义闻言仿佛也是感到有些惊讶 但是随后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熙遥妹妹客气了 先前的事情 我早就忘记了 江义微微笑道 温婉甜甜的声音 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江义姐姐 你的声音真好听 云熙遥眼睛弯成了月牙 笑道 熙遥妹妹的声音也很好听呢 江义笑嘻嘻道 随着江义和云熙遥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叶真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抬眼看去 云熙遥甚至还对着叶真做了一个鬼脸 这丫头 叶真见状 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心中也是充满了暖意 虽然先前经过叶真的一番解释 云熙遥已经初步接纳了江义 但是云熙遥的内心也是极为的傲娇的 主动开口是好 也与其性格不太符合 之所以如此 恐怕是为了让叶真不必担心 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便是云熙遥 一个一心为她着想的人 就连先前对江义的抗拒 也并非是因为吃醋 而是害怕江义 再一次伤害到叶真 呵呵 看来圣子已经处理好家事了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袁长老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袁长老就莫要取笑我了 叶真笑道 此次出行 为了保证叶真等人的安全 会由袁长老亲自护送 呵呵 袁长老笑了笑 也没有说话 而此时其他人也到齐了 因为江太虚承诺 可以保天云天云先宗十个人 所以除了云熙遥之外 还有另外九人 也一同前往神龙帝王谷 这些人毫无疑问 都是宗门的核心弟子 至于长老以及太上长老 都选择了与宗门共存亡 将最后的希望留给了年轻人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出发吧 袁长老说道 随后周身云雾涌动 一道遮天蔽玉的身影 从云雾中诞生 以天空为海 纵情遨游 凶兽昆鹏 走吧 袁长老笑了笑 当先踏上了昆鹏的宽厚的背部 其他人见状也是纷纷跟上 还是昆鹏阔解 叶真感慨道 以叶真如今的修为 虽然也可以模拟出昆鹏之行来 但是顶多也就是小昆鹏 体型不可能这么大 那对于灵气的需求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说白了 就是修为不够 伴随着众人全都上了昆鹏的背部之后 巨大的昆鹏也是动了起来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着神农帝王谷进发 入途之中 江义又是忍耐不住 将炼丹掳取了出来 开始了炼丹 其他的那些弟子 则是好奇地看着江义 炼丹师的世界 对于这些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 都是有着极强的吸引力的 但是他们也不敢太过于接近江义 只敢远远地看着 原因有两个 一是对于江义的敬畏 第二则是因为玲珑 这位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昆鹏的速度很快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众人距离神农帝王谷也是越来越近 不过 此时叶真却是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重彤之中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向着四周探取 圣子也是发现了吗 这一条强大的气息锁定了这里 应该是以太荒圣帝为首的各大超级势力 之所以如今没有出手 恐怕因为江义吧 叶真朝着江义看去 那诸多道目光 在接触到江义之时 都会有意地避开 江义乃是神农帝王谷的圣女 没有任何人或者势力 胆敢惹怒神农帝王谷 因为那代表着自取灭亡 看来这一趟要麻烦了 叶真心中暗道 原本叶真打算送江义等人 抵达神农帝王谷后 便出发前往十万大山 不过如今看来 要好好周密不止一番了 毕竟若是江义不跟来 那些人是必定会对自己出手的 仅仅只是一日的时间后 叶真等人便顺利抵达了神农帝王谷 而到了这里 那些窥视的感觉 也是总算散去了 回来了 玲珑有些雀悦道 看得出来 她还是习惯于待在神农帝王谷 不只是玲珑 江义显得也是比较开心 本以为回来要过好久 没成想这么快 叶丹师 谷主要见你 还请前往神农殿 一位神农帝王谷的长老笑呵呵道 好 叶真点了点头道 神农殿中 江太虚身穿一身白衣 依旧是那副少年的模样 若是不知情的人 恐怕很难相信 这少年 竟然便是那东周第一强者 江太虚 谷主 你找我 叶真来到了神农殿 笑着道 江太虚转身 稚嫩的少年面孔上 却有一双仿佛历经万千轮回的沧桑眼眸 你应该知道 我找你的目的 江太虚缓缓开口道 这东周除了我 便无人是你的对手 你想如何都可 江太虚目光看着叶真 等待着叶真的答复 叶真文言 目光动了动 江太虚的意思很简单 让叶真不要去贪这趟浑水 安心的 留在神农帝王谷 他自会保其平安 百年之后再复仇 很好的一个剧本 但却不是叶真想要的 谷主 先路渺茫 唯心可循 叶真不要去过多的解释原因 而是淡淡的吐出了八个字 留在神农帝王谷 不符合叶真的本心 修行之路最重本心 若强行违逆 这对于叶真之后的成仙之路 或多或少 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江太虚文言正了一下 随后深深地看了叶真一眼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 说到这里 江太虚饶有意味地看着叶真 你若让叶尔那丫头因你而哭 我就拘了你的灵魂 让你永生永世陪着叶尔 江太虚笑咪咪道 少年的面旁 却显露着一丝危险的味道 谷主放心 我也是很惜命的 你下去吧 见到叶真点头 江太虚摆了白手道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叶真对江太虚拱了拱手 随后便离开了神农殿 因果三劫 此乃第一劫吗 叶真离开后 江太虚喃喃自语道 谷主说什么了 叶真出来后 江亦连忙问道 没什么 就是想要挽留我一下 但是我拒绝了 叶真笑道 非去不可吗 江亦似水的眸子看着叶真 浓郁的优色 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非去不可 叶真坚定的点了点头 随后 叶真竟然没有发现 云西瑶的身影 不由得好奇的问道 西瑶去哪了 她却修炼了 江亦回答道 目光看着叶真 嘴巴张了张 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这丫头 叶真闻言笑了笑 随后突然上前抱住了江亦 留在这里 等我接你回天云先踪 叶真在江亦耳边滴滴的说道 嗯嗯嗯 江亦轻轻的答应道 许久之后 叶真恋恋不舍的松开了江亦 随后 看向袁长老道 袁长老 我们走吧 圣子既然准备好了 那老夫就陪圣子疯狂一把 袁长老哈哈大笑道 遮天蔽日的昆鹏再次出现 叶真与袁长老两人转瞬之间 便上了昆鹏宽厚的背上 嗡 昆鹏牛洞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离开了神农帝王谷 我要变强 绝不成为叶真哥哥的拖累 神农帝王谷某处 云西瑶看着离开的昆鹏 小手紧握成拳 随后 将一枚仿佛具有某种灵性的丹药 放入了口中 一股股强悍的气息 从云西瑶那娇小的体内不断的激荡着 圣女也是在不断的努力 有你们在 何愁我天云仙宗不幸 袁长老笑呵呵道 但其眼底深处却闪过一丝疯狂 无论如何 他都要保叶真安稳抵达十万大山 最开始 他甚至提出 借着江亦的事先去十万大山 但是最后这个提议被叶真否决了 那些人必然不会让自己 安稳抵达十万大山 更何况 他们只要不伤害江亦便可 无需有太多的顾忌 叶真可以肯定 若是当时掉头前往十万大山 那么迎来的 必然是那些人的毁灭攻势 还会连累云西瑶等人 西瑶长大了 叶真的重彤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紫芒 微微一笑道 不过他们 也该安耐不住了吧 叶真面色冷俊到 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那亏是他们的视线 已经开始肆无忌惮了起来 如今只剩下袁长老与叶真两人 明面上看起来 几乎可以瞬间将其灭掉 呵呵 老夫倒要看看 谁敢 袁长老低吼一声 身上衣衫炸裂 显露出一身精壮的肌肉 就连周围的空间 都因此而微微动荡着 在那苍老的身躯之中 蕴含着的 可是足以搬动大陆的力量 哈哈 袁王 你真的以为凭你就可以护得住那小子吗 一声大笑声传来 数十道气息恐怖的身影 拦在了昆蓬的面前 契机牢牢的将两人锁定 为首的 正是当初在蓬莱仙境时 天刀圣地的带队长老刀狂蜂 斩 刀狂蜂大喝一声 手中的宝具大刀高举过头顶 恐怖的刀是凝聚 一道惊天刀芒 宛如天河倾泻一般 朝着朝着昆蓬猛掌而下 好胆 袁长老见状 又惊又怒 身躯一动 直接飞身 迎上了这道恐怖的刀芒 只见袁长老的身躯之中 仿佛具有万千玄坤之影 每一道玄坤之影 都具有着极其惊人的力量 圣子快走 我来拖住这些不要脸的东西 袁长老大喝道 袁长老小心 叶真文言也没有犹豫 混沌之气涌动 神兽凤凤凰 从深红色的烈焰之中诞生 凤凰的速度 在诸多神兽之中 算是最为快速的了 叶真搭乘凤凤凰 快速地离开了战场 而见到这一幕的刀狂蜂 却丝毫没有慌乱之色 目光讥讽地看着袁长老 袁王 你不会觉得那小子可以逃得掉吧 刀狂蜂大笑道 连合众人将袁长老逼得节节败退 这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你反而该担心 一下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 袁长老冷笑道 那巨大的昆蓬 忽然猛烈地游动了起来 最终冲向了袁长老 与袁长老完全融为一体 而袁长老身上的气息 也是开始不断地节节攀升 没过多久 一股仿佛可以碾压天地的气势 从袁长老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捏 刀狂蜂目光惊骇地看着此刻 宛如魔神一般的袁长老 心中也不由地产生了丝丝巨异 与昆蓬融为一体的袁长老 此刻身上的气息 竟然直逼准地之境 与我天云先踪为敌 那么就要做好生死盗销的准备 袁长老抱吼一声 身上的肌肉爆炸般隆起 眨眼间便变成了一个小巨人 随后携带着无匹的力量 冲向了刀狂蜂等人 拦住他 刀狂蜂见状大惊失色 自身神域展开 惊人的刀意凝炼 数刀刀芒宛如流星赶月般朝着袁长老横斩而去 其他的神域竞强者也是纷纷展开自身的神域 一道道强横的灵术毫不留情地向着袁长老倾泻而去 但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袁长老竟然只凭一双肉拳 便轰碎了他们所有的攻势 就连自身的神域也丝毫抵挡不住袁长老的入侵 不可能 准地之下 唯有神域才可对抗神域 捏 刀狂蜂震惊道 要知道 如今的袁长老可是连自身的神域都没有展开啊 眼界短小之人 给我死 袁长老冷哼一声 狂野霸道的身躯直接朝着刀狂蜂几人碾压而下 原来如此 你竟然将神域完全与自身融为了一体 自身便是神域 刀狂蜂一般狼狈地抵挡袁长老的攻势 同时也是发现了袁长老的秘密 袁长老没有说话 只是面色愈发凶狠地盯着几人猛打 宛如一头发疯的凶兽 一时间 以袁长老为中心 方圆千里之内都受到了巨大的波及 与此同时 叶珍齐乘着燃烧着深红色火焰的凤凰 正在快速地朝着十万大山的方向赶去 十万大山位于东周与南荒的交界处 距离丝毫不比东海近 以叶珍的速度 若想要赶过去 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嗡 忽然 叶珍的前方的空间出现了一片片涟漪 使得坐下的云寿凤凰仿佛被禁锢住了一般 再也不能前进丝毫 呵呵 叶圣子 这么急着 是想要去哪儿? 一道倾笑声传来 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忽然出现 拦住了叶珍的去路 而当这位中年男子出现的时候 叶珍顿时感觉四周的空间开始剧烈地扭曲起来 形成了一座空间牢笼 将叶珍死死地困在了其中 乱天圣地的圣主 乱古天 没想到乱圣主竟然亲自出手了 还真是看得起我 叶珍看着乱古天 冷冷道 叶圣子有些妄自菲薄了 若是再给你几百年的时间 或许你便已经有了与本座平起平坐的实力 乱古天笑道 给我几百年的时间 你又算什么东西 叶珍冷笑道 丝毫不给乱古天一点面子 对方都明显要杀自己了 还用给他脸不成 叶圣子真是好大的口气 不过只怕你没有几百年的时间了 乱古天文言也是有些愉怒的 目光微微地瞇了起来 是自己吗 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终究只是天才罢了 而不是强者 罢了 你该死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乱古天伸手轻轻一握 叶珍附近的空间顿时动荡了起来 随后扭曲着朝着叶珍绞沙来 而在这危机的时刻 叶珍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枚令符 随后被叶珍狠狠地捏碎 云绝令 伴随着云绝令被叶珍捏碎 一股恐怖浩大的帝威 顿时出现 将四周那混乱扭曲的空间推了开来 乱古天 动我宗圣子 可曾将本宗放在眼里 云绝子的投影出现 紫荆帝座在其身后显现 恐怖的帝威弥漫 使得乱古天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压力 他只是一个白银帝座 与云绝子的实力有着很大的差距 尽管这只是云绝子的一道力量投影 也不是他可以轻易对付的 云宗主 你天云仙宗已经犯了重怒 放弃宗门乖夹夹着尾巴逃走 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乱古天硬着头皮道 呵呵 云绝子冷笑一声 随后 上万之形态不同的远古凶兽凭空出现 恐怖的凶威震荡 使得乱古天面色大变 本宗之事 岂容你来指手画脚 好 上万头凶兽齐齐怒吼 恐怖的凶威甚至将天空染成了血红色 最终朝着乱古天狠狠地冲击而去 乱古天有些头皮发麻地看着这一幕 但是最终还是咬牙硬上 白银帝坐在身后显现 混乱扭曲的力量发动 企图分散兽巢 这里交给我便可 有我在 他找不了你麻烦 云绝子对着叶真保证道 叶真文言点了点头 笑道 宗主出手 我放心 燃烧着深红色火焰的凤凰 仰天长笑一声 随后煽动着两只华丽的翅膀 快速地离开了 不远处的乱古天 有些艰难地抵御着兽巢 看向离开的叶真之时 眼底却是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 云绝子叹了一口气 随后目光凶狠地盯着乱古天 若是此时可以斩了乱古天 那么对于众势力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好的震慑作用 想到这里 云绝子心中的杀意 再也按耐不住了 叶真这次离开后 并没有一个劲地冲向十万大山 而是在驱动着凤凰 落在了一处山剑之中 这次便将你们一网打尽 叶真的重铜之中 闪过一丝冰冷神光 凭借着重铜 叶真可以感知到还有追兵 而且并不是如今的自己可以战胜的 所以只能取巧 只见叶真从墨珠中取出了一卷古朴的图纸 一股极端杀伐之气弥散 使得叶真肌肤都有些刺痛 诸仙镇图 叶真将诸仙镇图埋在了地下 并将四柄从旁来仙境小世界中取出来的凶剑 放入了诸仙镇图的剑形空白之处 可以发现 一股股神秘晦涩的符文 顿时遍布了整个大地 杀意开始弥漫 但却被叶真隐藏了起来 诸仙镇成 将一切布置妥当之后 叶真便在原地盘坐了起来 静静的等待着 至于这样 会不会太明显了 会被看出来 叶真却丝毫的不担心这个问题 起来追猎叶真 都是至少都是灯神镇的强者 这般强者 都有着极大的傲气 哪怕叶真乃是引动了先路的万古天骄 毕竟实力修为还仅仅是洞天镇 因此 这些强者就算发现了不对劲 也不会在意的 在他们的眼中 一个洞天镇所布置的陷阱 又能够有多强大 能够威胁到原音镇 就已经是非常的逆天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在此期间 叶真也是感知到了 数十道恐怖的目光 在窥视着自己 但是却并没有轻举妄动 这倒是让叶真感到微微有些惊讶 只不过 叶真也不着急 安稳的坐在原地修炼了起来 相信有的人 会比他更加着急的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之后 一阵阵破风声传来 数十道身影 出现在了叶真的前方不远处 每一道人影的身上 都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气息 叶神子 再次相见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场景 人群中 一位老者笑呵呵地看着叶真 浑浊的目光中 散发着冰冷沙意 叶真抬眸 重彤之中 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原来是你 名长老 叶真看着眼前的老者 冷笑道 这名长老便是太荒圣地的执法长老 当初也正是他向玄圣提议 将叶真赶出山门 而如今 却又是这名长老来追猎叶真 可以说是与叶真不死不休了 呵呵 亏得神子还愿意称呼老夫一生长老 只不过 今日恐怕需要神子买骨于此了 名长老露出极其丑陋的笑容 身上的气势 也是开始节节攀升 叶真发现 四周的空间 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一股股幽黑阴冷的气体 在四周游动 其中任何一道 都散发着极致的寒意 名长老真是看得起我 连神域竟然都动用了 叶真的重彤之中 老夫不重视 名长老闻言笑呵呵呵道 随后目光看向身后的其他人 慈子已经被老夫困住 接下来就看各位道友的了 慈子好歹曾经也是我圣地神子 老夫不想沾染他的血 名长老和善道 呵呵 名长老当真是心善 既然如此 那么便交给我等吧 身后一人笑道 随后目光顿时一力 仅仅只是用手一搓 巨量的灵力宛如汪洋般朝着叶真倾腹而下 身为灯神经的强者 仅仅只是使用最为简单粗暴的灵力碾压 便足以让叶真死无葬身之地 几十位至少都是灯神经的强者 围猎一位仅仅只是动天境的修士 理论上来说 绝无任何生还的可能 但也仅仅只是理论上而已 面对着极为恐怖的一幕 叶真的面色却是丝毫未变 反而在嘴角掀起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正起 叶真的轻轻地吐出了两个字 嗡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天地间忽然响起了 阵阵剑鸣之声 大地之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玄傲符文 无数道恐怖的剑气出现 瞬间将轰向叶真的凌厉汪洋切割粉碎 而其中一道剑气更是直接穿过了那人的重重防御 深深地没入了其身躯之中 怎么可能 那人目光瞪拔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真 一道血痕从那人的眉心处出现随后蔓延到了下身 咔嚓 刺鼻的血腥味传来 那人竟然被这恐怖的剑气直接分裂成了两半 并且这还不止 在叶真的重彤的感知下 就算是其灵魂都被割裂了 真正的烟消云散 不留任何生机存在 阵法啊 这是阵法 这阵法竟然如此强大 林长老惊骇道 虽然他早就知道叶真一定留有某种后手 甚至已经准备好了 面对天云先宗太上长老投影的准备 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 叶真的底牌却是如此的凶悍霸道 这般阵法 甚至已经威胁到了他这个神域境巅峰强者 扎 叶真才不管众人心中所想 开始全力运转诸仙剑阵 要知道 这诸仙剑阵虽然很不完美 只能发挥出其一丝威力 但就是这一丝威力 也足以让云爵子 这位凝聚了紫金帝座的准地强者受伤 对付一些灯神镜和神域镜 还是非常轻松的 伴随着诸仙剑阵的运转 越来越多恐怖的剑气开始出现 森林的杀伐之意弥漫 伴随着叶真的一声令下 那些恐怖的剑气 顿时朝着众人斩下 给我顶住 等着阵法消散 便是此子的灭亡之客 名长老大喝道 众人闻言 顿时心中一领 随后开始聚集起来 全力抵挡 一道金色的灵力屏障出现 将众人保护在其中 数十位灯神镜的强者的全力防御 还是非常可怕的 那散发着恐怖杀伐之意的恐怖剑气 宛如潮水般 冲击在那金色的灵力屏障中 金色的灵力屏障 顿时泛起阵阵液 但却依旧抵挡住了剑气的冲击 一群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东西 原来是缩头乌龟吗 叶珍看着缩在一起的众人 讥讽道 小子 等着阵法消失 我看你 还能猖狂的几时 一人毫不留情的反驳道 这些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家伙 自然不会上叶珍这般粗浅的激将法 叶珍的重彤微动 心中也是陷入了思索之中 看来这群老家伙不是那么好糊弄 叶珍暗道 随后叶珍手掌挥动 诸仙阵图从地下突破而出 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是 名长老看着诸仙阵图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既然你们要当缩头乌龟 那么 我便打碎你们的乌龟壳 叶珍低鹤道 恐怖的剑气 顿时开始朝着诸仙阵图的中央汇聚 一柄血色小剑缓缓凝聚 最终完全成形 当血红小剑出现之时 整个天地仿佛都寂静了一瞬 那 那是什么 众人看着那突兀出现的血红小剑 一股浓重的不安之感 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 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 有些凝固了 就宛如死神的镰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 血色小剑静静地屹立在诸仙阵图之上 整个诸仙阵图此刻都被染成了血红之色 恐怖的杀伐之意不断流淌着 血色小剑在叶珍操控下 开始对准了那金色的屏障 诸仙剑震 入血斩仙剑 叶珍低鹤一声 血色小剑缓缓地朝着金色屏障冲击而去 血色小剑的速度很慢 但却给人一种无处可躲 无处可逃的感觉 仿佛一旦被其盯上 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轻易追上 嗡 血色小剑的速度看似很慢 但却仿佛可以穿透空间 只是眨眼间便来到了金色屏障的前方 最终狠狠地冲击上 给我死命的顶住 发死裂 名长老知道这一击绝对不简单 死吼了起来 磅礴的灵力涌动 将自身所有的力量几乎全部倾注到了这金色屏障之上 其他人见状也是丝毫的不敢有所保留 纷纷涌动灵力加强防御 可以发现 那金色的屏障变得了更为的厚重了起来 散发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韵味 子子 血色小剑不断地冲击着金色屏障 恐怖的杀伐之气弥散 将那金色屏障都染成了血红之色 但随着巨量灵力涌入 终究还是挡住了 一时间 两方开启了拉锯战 明长老见到这一幕后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惊讶于这阵法的威力 但终究还是抵挡住了 接下来 只要等这阵法未能消散 那么 叶真便是砧板上的鱼肉 想到这里明长老不由得目光讥讽地看向叶真 再怎么妖孽又如何 没有成长起来始终都不是强者 就算是借助着外力 最终也只能任人宰割 呵呵 叶神子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 这血色小剑应该是这阵法的极限了吧 明长老笑呵呵道 其意思不言而喻 叶真文言没有说话 虫童微动 看着有些僵持起来的局面 非但心中没有半分慌万 反而在嘴角掀起了一丝讥讽的弧度 这血色小剑 可是连云爵子都能伤到的存在 又岂会攻不破 由一个神玉镜 和几十个灯神镜强者组成的防御 果不其然 那血色小剑已经开始一点一滴的钻透那金色屏障 虽然速度很慢 但却异常的坚定 而最让明长老等人感到惊骇的是 后续倾注的所有灵力就仿佛被吞了一般 丝毫起不到阻碍血色小剑的作用 给我顶住 这东西绝对撑不了多久就会消散的 明长老见到有些慌乱的众人 迪鹤道 众人文言虽然有些感到头皮发麻 但是碍于明长老的淫威 仍旧硬着头皮顶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血色小剑已经穿透了大部分金色屏障 距离明长老等人已经不足半米 那从血色小剑上传来的杀伐之意 甚至让明长老等人感到遍体深寒 不 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其中一人感受到血色小剑的威胁 竟然撤开了防御 转身便逃 混账东西 明长老见状又惊又怒 同时一股深深的寒意顿时遍布全身 失去了一人维持的金色屏障 在此时也是完全被血色小剑穿透 恐怖的杀伐之意四散 血色小剑眨眼间便穿透了数人的身躯 不 几人大吼一声 随后恐怖的血色纹路攀爬上了身躯 片刻之后便成了一堆碎肉 就连灵魂都没有剩下 逃 快逃 这是所有人目前的第一想法 一时间 所有人乱作一团 开始四散溃逃 明长老看着这一切 也是毫无办法 只能先逃再说 但是他们快 血色小剑却更快 只见血色小剑宛如穿透了空间 开始无情地收割着这群灯神静强者生命 这些灯神静强者任何的防御 在血色小剑面前都仿佛纸糊的一般 一穿就破 片刻之间 所有的灯神静强者便被血色小剑屠露一空 而血色小剑此时也是消耗了大量的力量 可以发现 表面那粘稠的血色也不如先前那般浓郁 不过就算如此 也依旧强大的可怕 就剩你了 叶真似笑非笑地看着明长老 也没有给其过多反应的时间 操控着血色小剑 穿透层层空间出现在了明长老的面前 数字而改 明长老惊怒不已 神域收拢 无数道阴冷森寒的灰色雾气聚拢在明长老的身前 一柄灰黑色的芭蕉扇出现在了明长老的手中 造化即神域之宝 明雾扇 只见明长老手中的明雾扇轻轻挥动 大量的灰黑色雾气涌动 竟然形成了一片灰黑色的雾气海洋 在那灰黑色的雾气海洋之中 无数条可怖的灰黑色小鱼游动 每一条小鱼身上都散发着极其凶恶的气息 仿佛要责人而是 灰雾明海 吞天鱼 明长老嘀吼一声 那灰黑色的雾气海洋 顿时朝着血色小剑覆盖而去 子子 血色小剑冲入了这雾气海洋之中 恐怖的腐蚀性展露 竟然让血色小剑都受到了极大阻碍 不过却仍旧未能彻底阻止血色小剑 没过多久 血色小剑便在雾气海洋之中展开了一条血色通路 据明长老见状大喝一声 灰黑色的雾气涌动 无数的鱿鱼竟然开始了互相吞噬 没过多久 一条遮天蔽日的灰黑色聚于出现 身上散发着极为浓烈的凶恶气息 宛如即将要蔑视 不愧是神域敬强者 叶珍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有些动容 神域敬强者已经掌握了自身的神域 所谓的神域 其实也是一种极为简陋的法则之力 这与灯神敬强者势制的区别 不过就算如此 也难以抵挡这诸仙剑阵的最强之力 果不其然 那灰黑色的大鱼虽然恐怖无比 但是最终 还是败给了血色小剑的极端杀法之一 被直接斩成了两半 该死的 冥长老见状 眼底也是闪过了一丝疯狂 要拼命了 哼 冥长老冷哼一声 一口金血直接吐到了手中的冥雾扇上 而吸收了冥长老的金血后 冥雾扇上顿时被血色弥漫 随后被冥长老直接丢了出去 有名是天鱼 伴随着冥长老的一声大喝 冥雾扇迎风暴涨 眨眼间便化作了一条灰黑色的大鱼 只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条灰黑色的大鱼体表分布着道道血色纹路 浓郁的凶恶之气弥散 就连远处的叶真都可以感到 心底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哼 凶恶的灰黑色大鱼 与有些黯淡的血色小剑相撞 剧烈的冲击波传来 使得叶真不得不拿出荒谷之心抵御 哈哈 叶真 我看你怎么死 一段时间后 面色有些苍白的名长老 癫狂地大笑了起来 那血色小剑赫然便与灰黑色的大鱼相互抵消了 尽管血色小剑异常地强大 但是经过先前的一番消耗 血色小剑的力量已经不足原本的三成 所以尽管结果有些不尽人意 但也在叶真的预料之中 并且 明长老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自身的神域之宝 碎裂不说 精血还损失了不少 一身实力恐怕已经不足先前的五成 咔吧 一声一响传来 可以发现 那诸仙阵图上的四柄剑已经彻底崩碎了 哼 明长老直接来到了叶真的身前 干枯的手掌狠狠地轰击在了 由荒谷之心所产生的屏障之上 你以为你躲在这里面就没事了吗 明长老语气森然道 这由荒谷之心所产生的屏障虽然强大无比 但是他可以敏锐地察觉到 叶真绝对支撑不了多久 然而对此 叶真的表现却是异常的平静 这般极为反常的表现也是引起了明长老的警觉 难道这小子还有后手不成 绝对不可能 明长老心中惊疑不定道 一个洞天静 拥有这般惊人的手段已经足以震撼万古 还能没完没了不成 我的确只有这一个手段了 叶真感知到明长老的想法后 笑道 明长老闻言心中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 但是 谁说这种手段只能施展一次呢 叶真忽然咧嘴一笑 又是四柄散发着宝光的剑出现 随后 被叶真放入了诸仙阵图之上 恐怖的杀伐之意再次泛起 并且 这次只有明长老一人承受着诸仙剑阵 明长老剑状没有任何的犹豫 撒腿就跑 同时心中也是忍不住想要骂娘 那四柄剑至少也是神域之宝级别的 先前叶真催动着阵法 已经用了四柄这样的剑 而现在竟然还有四柄 神域之宝级别的剑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 诸仙剑阵 露血斩仙剑 叶真没有给明长老一丝机会 直接发动了诸仙剑阵目前的最强之力 血色的小剑凝聚 穿透了重重空间 直接朝着明长老斩去 不 明长老惊恐地怪叫了起来 此刻的她 根本没有半分余力去阻挡叶真这恐怖的血色小剑 神子 叶神子 饶命啊啊啊啊 明长老开始求饶了 到了这一刻 她终于开始害怕了 但是叶真却丝毫没有放过明长老的意思 重通之中散发着冷意 血色小剑穿过明长老的重重防御 随后直接洞穿了明长老的身躯 总算结束了 叶真见状松了一口气 在她重通的观测下 明长老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 已经被彻底的斩碎 没有一丝生还的可能 明长老喉咙抖动了几下 强烈的无力感袭来 使她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 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明长老嘶吼一声 四周灰黑色的阴寒雾气涌动 将叶真团团围住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明长老的身躯也是被斩成了碎木 消散于天地之间 甚至死了也不安生 叶真看着将自己围住的阴冷气息 心中忍不住怒骂道 明长老在最后弥留之际 将自身的神域强行与自己剥离 随后将叶真给困了起来 这么做虽然杀不了叶真 但是以她的实力 足以让叶真困在此处数百年 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天云先宗 早就被各大势力轰成渣了 去 叶真操控血色小剑向着某一处斩去 四周灰黑色的雾气顿时被展开 但是遗憾的是 那些被展开的雾气随后又纷纷涌动 将那里封了起来 散 叶真大喝一声 散去了血色小剑 漫天恐怖的剑气迸发 开始无差别的攻击四周的灰雾空间 很快 四周的雾气便被这无数恐怖的剑气所切碎 但是仍旧没有彻底破除这神域 灰黑色的雾气再次涌了回来 该死 叶真眉头微皱 看着已经破碎的四柄剑 随后便收回了诸仙阵图 叶真来到了神域的边缘 尝试触碰了一下 这灰黑色的雾气 一股阴冷凶热的气息 顿时涌进了叶真的身体之中 叶真面色也变得灰黑了起来 显得极为的不正常 不好 叶真心中大害 后退几步之后 立刻盘坐在了原地 开始运转力量 排解这恐怖的灰黑色雾气 一段时间之后 叶真的口中吐出了灰黑色雾气 面色也逐渐恢复得红润 恢复正常之后 叶真再次来到了神域的边缘 倒是忘记了这个 叶真微微一笑 体内的混沌之气涌动 随后包裹住了叶真的全身 叶真犹豫了一下 先是用手探入了灰黑色的雾气之中 滋滋 灰黑色的雾气顿时侵蚀而来 但却伤不了叶真丝毫 可以发现 那灰黑色的雾气遇到混沌之气 就仿佛老鼠遇到猫一般 被混沌之气直接消解了 不愧是混沌之气 叶真感叹一声 混沌之气可破万法 又岂会拒着区区灰黑雾气 方才也是为了排解体内的灰黑雾气时 才想到了混沌之气 见到没问题 叶真也是大胆了起来 直接全身扎进了灰黑雾气之中 在混沌之气的保护下 那些灰黑雾气根本接近不了叶真的身躯 很快 叶真便离开了明长老的神域 东周边缘 十万大山 一声长啸声传来 浑身燃烧着深红色烈焰的凤凰 挥动着绚丽的翅膀 刺破了云雾降临 无数的飞禽灵兽 纷纷震动 慌乱地排列在两侧 迎接尊贵的万鸟之王 终于到了 叶真看着眼前无数座刺破云雾的山巒 与人族领地的蜂巒不同 十万大山的风鸾极为的奇特与险峻 保留着最为原始的韵味 还未彻底踏入十万大山 叶真便感到了一股浓烈的狂野之气扑面而来 十万大山之中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里彰显得淋漓尽致 一切都以实力为尊 在实力面前甚至利益都要放在一边 这一点是与人类那边不太一样的 汉天神虎一族位于十万大山的核心 若是没有获得混沌体的话 或许是一段比较艰险的路程 不过现在倒是容易多了 叶真笑道 叶真散去了凤凰云兽 随后召唤出了凶兽饕天 恐怖的凶威释放 足以震慑任何的灵兽 为了赶路快一些 又动用了莫珠 快速地朝着十万大山深处前行 十万大山虽然名称上是只有十万 但实际上 这里的山鸾远不止十万 具体数量不知 但恐怕足有百万之多 而汉天神虎一族独占其中九千山 莫珠的速度很快 不到一日时间 叶真便已经接近了 汉天神虎一族的领地 若非这玩意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哪怕是以叶真如今的实力 都难以支撑这东西的长时间消耗 叶真来到了十万大山的速度 还要再快不少 何人敢闯我汉天神虎一族的领地 一道如同惊雷般的声音响起 在叶真的前方 两只体型庞大的灵兽出现 拦住了叶真 那是两只拥有着棕色毛发的老虎 一个褐色的王子 散发着无尽凶威印在额头上 十万大山六王族之一 汉天神虎 两只汉天神虎有些惊疑不定的 看着面前这一团浓郁的墨色 在他们的感知之中 这团墨色中散发着一股莫大的压力 自身的实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就仿佛 血脉压制 这不由得让他们感到异常的惊骇 要知道他们可是尊贵的汉天神虎一族 更是拥有远古神兽白虎的血脉 什么东西能够以血脉压制他们 不过尽管心中惊惧 见到来人已经踏入了族群的领地之后 还是硬着头皮拦了下来 十万大山之中 领地意识是非常严重的 无故擅闯他人领地 就算被直接宰了对方族群 也没有任何办法找事 叶真见到是汉天神虎一族 于是便散去了饕天云寿与墨珠的遮掩 入出了本来的样貌 人类 两只汉天神虎见到叶真后 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同时也是惊讶的发现 先前那股奇特的血脉压制 竟然消失了 天云仙宗圣子叶真 求见汉天神虎一族的组长 叶真对着两只汉天神虎抱了抱拳 客气道 两只汉天神虎见状相视了一眼 随后身形变化 变成了人类的样子 你等着 我需要通报一下 其中一位汉天神虎的青年说道 随后便快速地离开了 若是其他的灵兽 胆敢闯入他们的领地 不用多说废话 直接就可以动手 将其斩杀 但若是人类 那就不同了 这其中牵扯的太多 只能依靠组长前来定夺 真是奇怪 最近怎么这么多人类 留下的那只汉天神虎双手抱胸打量着叶真 有些奇怪地说道 除了我 还有其他的人类来到了贵族吗? 叶真文言却是心中一动 心中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除了你还有一个 并且 比起你这个菜籍强大多了 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看了叶真一眼 淡淡道 显然是看出了 叶真仅仅只是洞天静的修为 叶真的重同微动 当看出 这位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是神辅静的修为后 也就笑了笑 丝毫没有在意 这就是十万大山的风格 一切以实力为尊 叶真没有等待太久 很快 先前那位离开的汉天神虎便回来了 人类 族长有请 汉天神虎开口道 多谢了 叶真点了点头 随后便在两只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带领下 踏入了七领地深处 一路上 叶真看到了不少的汉天神虎一族在修行 他们修行的方式也是异常的简单粗暴 那便是交战 无休止的交战 叶真亲眼看到 其中一只汉天神虎被同族人打成了重伤 随后被抬着放进了一口血池之中 伤势愈合之后 又跳着出来 继续交战 此番彪悍的作风 简直让叶真叹为观止 要知道 就算是在竞争比较残酷的太荒圣地之中 都没有这般凶悍 很快 叶真在两只汉天神虎青年带领下 来到了一片密林之中 这片密林位于一座巨大的山峰之下 看其树木的粗壮与古老程度 恐怕至少存在了百万年之久 而到了这里 叶真也是感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这密林中拥有着好多强者 并且全都在登神境之上 安玄 安玄 拜见族长 两位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忽然停了下来 单膝跪地 目光尊敬地看着前方 只见一只体型极其巨大的汉天神虎懒洋洋地趴在一旁 恐怖的凶威流淌 宛如一只蔑视凶虎 而最让叶真注意的是 在其旁边还站着一位老者 呵呵 叶神子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活着来到这里 老者一双浑浊的双目散发着危险的光芒 看着叶真笑眯眯道 让你失望了 倒是玄冠长老 没想到玄圣竟然把你派了出来 叶真看着老者 淡淡道 这玄冠是玄圣的叔叔 一身实力同样一道神域进巅峰 不过比起明长老来 还是要差一些 呵呵 老夫身为太荒圣地的一份子 自然也要为我圣地分忧 不过相比于这个 老夫倒是很想要知道 你是怎么从明长老的手上逃出来的 玄冠目光微微瞇了起来 看着叶真 很简单 把他宰了就可以了 叶真咧嘴笑了笑 露出了一口大白牙 呵呵 你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真以为自身的天资可以代表一切不成 玄冠长老讥讽道 对于叶真的这番说辞 显然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 明长老乃是神域进的巅峰 叶真只是一个小小的洞天境 纵然天资横压万古 一切天骄 在巨大的修为差距面前 也只能授手 至于叶真 为何能够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这里 想必是有某种不知名的手段逃了过来 毕竟天云先宗 好歹也是祖上极其辉煌 有这样的底蕴也极为的正常 面对玄冠与叶真的之间的唇枪舌战 一旁的神虎族长也没有阻止 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神虎一族若是与其他的族群产生了纠纷的话 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干一架 说了的人 自愿奉上自家的一部分领地与资源 并且日后绕着盗走 而他们人类 却是相当的有意思 安神秀族长 不知先前的条件 可能答应 玄冠没有理会叶真 尽管心中杀意森然 但是现如今 毕竟身在汉天神虎一族 需要给汉天神虎一族一些面子 正常情况来说 自然没问题 我汉天神虎一族 也无意插手你们人类的事情 不过现如今 既然天云先宗也来人了 自然需要听听他们的条件 体型巨大的汉天神虎一族族长开口了 一对虎目看向了叶真 天云先宗的小子 太荒圣地拿出了一件造化级神域之宝 以及十枚九品丹药 一百枚八品丹药 一千枚七品丹药 换取我足不出手 不知你能拿出什么条件 安神秀看着叶真 声音隆隆地问道 叶真文言心中不由的有些惊讶 仅仅只是让汉天神虎一族袖手旁观 便拿出了如此的诚意 太荒圣地还真是舍得 而一旁的玄冠长老 文言面色则是有些不太好看 这安神秀明显是想要代价而估 看来身为十万大山的其中一只王族的族长 脑子里也不止全是肌肉 我天云先宗同样愿意付出一件神域之宝 十枚九品丹药 一百枚八品丹药 一千枚七品丹药 此外 未表示诚意 我宗还愿意多付出一千枚六品丹药 叶真笑道 愚蠢 伴随着叶真的话音落下 玄冠不由地讥讽道 同样的代价 太荒圣地的条件 只是让汉天神虎一族选择袖手旁观 而叶真这方 却是需要汉天神虎一族出手帮助天云先宗 此番比较下来 相信只要安神秀不傻便知道该选择什么 天云先宗的小子 你似乎没有多少诚意啊 安神秀巨大的眼眸 看向叶真 口中吐出兴气 恐怖的凶威释放 使得叶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安组长莫要着急 不妨先看看我带来的东西 叶真上前一步 随后从莫珠中取出了一把通体血红的长剑 嗡 长剑嗡名 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意弥漫 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微微动容 这是 安神秀的一对虎目 散发着热切的看着这柄通体血红的剑 从其上 安神秀感受到了一种极重的杀意 并且还诞生了剑灵 光是诞生剑灵这一点 就足以堪比毁灭及造化之宝了 而汉天神虎一族拥有着白虎血脉 天生重杀伐 这柄剑无异于极其的适合汉天神虎一族使用 一旁的玄冠长老 见到叶真的筹码之后 心中也是微微感到惊讶 不过面色上却丝毫未变 仅此而已的话 还不够 这柄剑是毁灭及神域之宝 并且很适合我族人使用 但是 还不够让我足出手 果不其然 安神秀摇了摇巨大的头颅 虽然叶真的这柄剑的确很有诚意 但是太荒圣地 摆给一件造化及的神域之宝 汉天神虎一族还什么都不用做 仅仅只是提高一个级别 还不够 尽管这柄剑的确非常适合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使用 族长不妨看看我接下来的筹码 叶真文言并没有慌乱 这一点在他的意料之中 随后 叶真便从墨珠中先后取出了十枚九品丹药 一百枚八品丹药 以及一千枚七品丹药 不过都是些正常的货色 这边是我的筹码 叶真看着安神秀 笑道 天云仙宗的小子 你不会觉得这多出的这一千枚六品丹药 就足以让我足出手吧 安神秀见状盯着叶真 与其中有些怒意 这已经可以理解为是叶真的挑衅行为了 而玄冠也是幸灾乐祸的看着叶真 这些十万大山所谓的王族 脾气一个比一个臭 若是真的敢消遣安神秀 恐怕叶真就别想活着离开十万大山了 晚辈绝无此意 安组长不妨先看看这些丹药 叶真将装有丹药的玉瓶全部交给了安神秀 安神秀目光看着叶真 发现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后 庞大的体型开始逐渐的缩小 最终化为了一个俊逸的青年模样 为什么这些活了几十万年的老怪物都喜欢装正太 叶真看到安神秀的人类形态后 心中不由地吐槽道 安神秀的实力同样是准地 只不过灵兽并没有地做之说 实力的强大与否全看血脉之力 嗯?这是丹蚊 还有丹云 这难道是丹魂? 安神秀打开了玉瓶 看到里面的丹药后也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原因无他 这些丹药最次都具有丹蚊 部分拥有丹云 其中一些甚至拥有丹魂 见此之后 安神秀才知道叶真的筹码是什么 这些六品丹药的价值 已经足以相当于七品甚至八品丹药了 对于炼丹师而言更是无价之宝 如此一来 倒是足以让他们有出手的理由了 因为灵兽一脉 并没有任何的炼丹师 平日里 丹药都是拿着十万大山中的灵药去换的 因此 丹药对于十万大山的任何族群来说 都是十分的珍贵的 天云仙宗的小子 你的筹码本族长还算满意 不过若想让本族出手 你还需要拥有征服本族的实力 我汉天神虎一族从不为弱者出头 安族长此话何意 叶真文言皱了皱眉头 若是自身拥有超越你族的实力 我还要你汉天神虎一族做什么 自己就去将太荒圣地给先了 安兰 你过来 安神秀没有回答叶真 一声惊天的咆哮声忽然响彻而起 使得叶真都感到了一阵阵耳鸣 好 一阵阵天怒吼忽然响起 只见一只汉天神虎在林间快速地奔袭而来 随后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与叶真之前 见到的汉天神虎不同的是 这只汉天神虎的身上 白色调占据大部分 额头上的王子 闪烁着血红的光芒 一股浓郁的压迫感 油然而生 汉天神虎一族的圣血 安兰 安兰拜见族长 安兰变成人形 一头狂野的长发迎风飞扬 小麦色的肌肤闪烁着力量的光泽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双矫尖的长腿 刚进的肌肉均匀地分布在旗上 给人一种爆炸般的力量感 叶真怀疑 她可以直接凭借这一双腿 夹断一棵万年古树 哼哼 说过多少次了 整个族群之中 唯有你 可以不用被我行礼 安神秀目光难得温和了起来 慈祥地看着安兰 安兰不敢造次 安兰的声音很野 让叶真听着竟然有一种粗犷的感觉 母老虎啊 叶真心中感慨道 说起来 这安兰似乎当初也与叶真有着婚约 只不过 最后同样退婚了 面对安兰的倔强 安神秀也是毫无办法 随后 目光看向了叶真 眼中的和善也是收了起来 你若可以战胜我族圣雪 本族长便认可你的实力 安神秀淡淡道 不可 一旁的玄冠长老闻言大惊失色 谁不知道 叶真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同镜无敌 那是一种令人感到无比绝望的无敌 想要战胜叶真 还是有些痴人说梦了一些 要知道 在叶真没有离开太荒圣地的时候 以九动天之力 便斩了一位神府尽中期的强者 众同 至尊谷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加上叶真手上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宝物秘书 安兰一点胜算都没有 面对玄冠长老的质疑 安神秀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 不悦道 我决定的事情 容不得你来插口 汉天神虎一族的霸气 在安神秀的身上显露无遗 玄冠长老文言脸色顿时变得异常难看起来 但又却发作不得 这家伙就是一个疯子 惹急了安神秀 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也是为何一向霸道的太荒圣地 宁可使用贿赂的手段 你若是采取威胁措施 那么天云先宗 恐怕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 便可获得汉天神虎一族的帮助 安神秀没有再理会玄冠长老 而是目光看向了叶真 当然 这一切有个前提 你们不能动用灵力与任何的秘籍 包括你的崇童与至尊骨 只能以纯粹的肉身对抗 安神秀淡淡道 叶真的强大他自然也是知晓的 只不过在安神秀看来 这是多亏了那一身资质 据他所知 叶真尽管恢复了崇童与至尊骨 但是荒骨圣体却还没有恢复 若是没有荒骨圣体的叶真 可以在肉身上战胜天生肉身强大的汉天神虎一族 那么安神秀才是真正认可叶真 叶真文言微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安神秀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不过这正合叶真的心意 若是真的以为叶真的体质弱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一旁玄冠长老本来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一听到安神秀这样的要求 心中又安定了下来 汉天神虎一族的肉身是无比可怕的 在十万大山六只王族之中 位居第二 唯有泰坦巨猿一族 可以在肉身上稳稳压汉天神虎一族一头 而安兰更是汉天神虎一族的圣血 体内白虎血脉浓郁 相比于庚金之力 安兰继承的肉身之力要更为的多一些 可以说 安兰的肉身 已经可以和小成的荒谷圣体硬碰硬了 当初的荒天集 可是连荒谷圣体的皮毛都没有开发出来 你可答应 安神秀看着叶真 淡淡地问道 安兰也是看向了叶真 目光中透露着丝丝狂野之色 你就是叶真 安兰问道 是我 叶真看着安兰 笑道 窝囊废一个 安兰看着嬉皮笑脸的叶真 皱眉翠道 目光中透露着浓郁的不屑 叶真看起来非但一点都不撞 而且还有些消瘦 这让极为崇尚力量的安兰看来 就与废物没什么区别 叶真闻言有些哑然失色 随后心中也是有些怨怒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自己窝囊废 既然安族长都这么说了 叶真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叶真答应了下来 同时心中打定了主意 一会要将这安兰摁在地上使劲摩擦 不错 既然如此 那么便开始吧 安神秀见状 这才露出了笑容 伴随着安神秀的话音落下 四周的汉天神虎一族自动让出了一片地方 而安兰也是直接来到了场地中央 双手抱胸 修长有力的掌腿踏在地面上 使得地面发出了不堪受辱的搁置声 叶真见状并没有立刻上前 而是陷入了某种思考之中 呵呵 叶神子若是怕了 可以离开吗 毕竟现在你已经失去了荒谷圣体 玄冠长老见到叶真 显露出犹豫 不由的笑呵呵道 汉天神虎一族作战风格彪悍 一旦交战便是发死力 无论对手是谁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点到为止 这样的事情更是不存在的 一方必然是重伤的下场 甚至当场死亡也不是不可能 叶真没有理会玄冠的激将 而是用手指轻轻地划过自己的双眸 将自己的虫童封闭了起来 但这样的同时也是失去了视力 做完这些后 叶真才不急不缓地来到了安兰的面前 有意思 安神秀看着叶真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就是不知 但是这叶真是真有实力 还是装模作样呢 若是前者 那还好 但若是后者 他一定会后悔的 什么意思 安兰看着封闭了视觉的叶真 质问道 没什么意思 公平起见罢了 叶真笑道 叶真的重通世界 几乎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平日里都保持着开启的状态 就算叶真刻意控制 在战斗中也会下意识地开启 对于这项能力 几乎已经形成了依赖性 因此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 当然 叶真这并不是拖打 而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并且这样一来 也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征服汉天神虎一族 你若能胜 我安兰服你 安兰看着叶真 语气认真道 叶真文言微微一笑 也并没有在意 这种假大控的话 谁不会说 但是叶真不清楚的是 汉天神虎一族说出的福 那是真的福 开始吧 安神秀不想再浪费时间 直接道 哼 伴随着安神秀的话音落下 安兰的身形 宛如一只离弦之剑一般冲向了叶真 脚下的大地 因为安兰的猛灯也是开裂有一片 裂纹蔓延至四周至少有三米 安兰没有半分留守 直接一记冲拳 向着叶真的面门轰去 空气之中产生了阵阵阴暴之声 可见其恐怖 碰 面对安兰这来势汹汹的一拳 叶真也是没有半分退缩 直接选择硬汉 同样的一拳迎上 直接拳对拳 这样的碰撞是极为的凶险的 一个不慎 便是骨头碎裂的下场 在与叶真碰撞的一瞬间 安兰的面色忽然有了些变化 身形猛然后退 修长有力的小腿 在地面上拉出了两道长长的痕迹 目光有些凝重的看着 还保持着出全姿势的叶真 好可怕的力量 我的力量已经接近千万斤 竟然落在了下方 安兰有些不可思议的 据他所知 普通人类练体极净 也不过十万斤的力量 随后 踏入洞天境 主修灵力 就算肉身上会有一些提升 也不会提升太多 撑死不过二十万斤罢了 若是拥有一些提升力量的特殊体质 类似于荒谷圣体 或者是不朽战王体等等 或许可达百万斤 甚至更高一些 若想超越它 除非是将荒谷圣体 这种至尊力量体质 开发到小城 但是先不说 叶真已经失去了荒谷圣体 就算是拥有 当初的叶真 也是在神府进巅峰的时候 才将荒谷圣体 开发到了小城 如今怎么 想到这里 安兰不由的开始重新审视叶真了 该死 怎么会这样 玄冠长老见到安兰 非但没有取得优势 反而还吃亏了 心中不由的惊怒异常 同时也不禁怀疑起来 难不成叶真已经恢复了荒谷圣体 有点意思 安神秀见到叶真 竟然逼退了安兰 心中也是感到微微有些惊讶 不过却仍旧不认为 叶真可以赢 身为王族圣血 具备着浓郁的白虎血脉 安兰可还没有发力呢 竟然有接近千万斤的力量 叶真扎了扎嘴 同时也不得不感叹 灵兽一脉 这天生让人羡慕的肉身 要知道 叶真在炼体境蒙蔽了天机 费尽心力才到了百万斤力量 此后又融合十动天 铸就混沌体 并且还修炼了一门炼体天阶灵术 才拥有了现如今的强悍肉体 而安兰仅仅是因为灵兽之体便做到了 真是不得不服啊 不过 虽然暂时占据了上风 叶真也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安兰的下一次进攻 安兰也没有让叶真等太久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之后 安兰额头上的血色火花图案 忽然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一股股血色细线攀爬上了安兰的狂野的身躯 一股刚进的力量感油然而生 轰 安兰再一次冲向了叶真 同样是朴实无华的一拳 只不过这一次安兰的拳风之上 却闪过了一丝血色 强大的力量甚至穿破了声音 让空间都微微有些扭曲 叶真感受到这凶悍的一拳 面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只见叶真右脚猛地向前一塌 右掌紧握成拳 淡淡的金光在叶真的体表流淌 手臂上的肌肉也是爆炸般的隆起 与先前纤细的胳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阶高级练体之术 不灭金刚诀 碰 再一次的拳对拳 安兰与叶真都是拿出了看家本事 只不过这一次 两人却打了一个不相上下 拳风相互冲撞 谁也不让着谁 对 安兰见状猛地收回了拳头 一条修长有力的小麦色长腿 猛地扫向叶真的第五支 叶真顿时感到下身一凉 一股寒意弥散在了心头 就仿佛感受到了园长老的召唤一般 日 叶真忍不住抱出了一口上仪式的国翠 随后身形猛然后退 躲开了安兰这要命的一腿 哄 安兰直接一脚狠狠地跺在了大地上 大地迅速地军裂 在原地直接塌陷了出了一大块 可以想象 这一脚若是打实了 叶真的下场该有多么的可悲 找死 叶真这一次终于主动出手了 显然 安兰先前的行为 也是彻底地将叶真的怒火给点燃了 而安兰见到主动出击的叶真 狂野的目光之中 也会透露出了丝丝的战意 额头之上 血色的火花狂燃 身形暴动 悍然与叶真对轰在一起 轰 轰 轰 一时之间 叶真与安兰 你来我往 肉体之间不断碰撞 不过让叶真感到极为难受的是 虽然他的肉身力量 与现如今的安兰差不多 但是安兰那一双修长有力的大长腿 实在是太烦了一些 好几次都险些被安兰夹住脖子 就算是夹住腰叶 真也是极为的不好受 最为关键的是 叶真的腿 还没有安兰的长 使得叶真一时间只能被动挨打 这一次 叶真总算体会到了 什么叫一寸长一寸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叶真心中微动 现在局势全都被安兰所掌控着 若是叶真 叶真不想办法打破僵局 输赢就真的不好说了 哄 叶真故意挨了安兰的一记鞭腿 借助反正力强行与安兰拉开了距离 不灭金刚绝 金刚般若身 叶真在心中低贺了一声 一串串金色的佛纹 在叶真的体表的浮现 璀璨的金光闪烁 使得叶真整个人看起来宝箱庄严 宛如一尊再是活佛 而伴随着金色佛纹的出现 一股极其恐怖爆炸的力量感 也是油然而生 现在的叶真可以感觉自己的一拳足以将天给轰出一个窟窿 当然这是因为力量极度膨胀之后产生的错觉 再来叶真勾了勾手指 只不过因为失去了势力的缘故 所以方向错了 而那个方向正是安神秀 这小子如果要是输了就爬着出去吧 安神秀见状吐出了一口粗气 明笑着道 而安兰却并没有因为叶真的滑稽行为而感到好笑 这一次他在叶真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威胁之感 并且这也是第一次在肉身上 遇到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论的年轻人 只不过这非但没有让安兰感到不安 反而变得更加兴奋了起来 眼前这个叶真似乎比族群里那些软包好玩多了 想到这里 安兰的目光之中也是显露出了火热之色 身体弓了起来 双手撑在地面上 宛如一只即将捕猎的猛兽 So 伴随着安兰的两腿发力 身形刹那间便来到了叶真的面前 两条狂野矫尖的长腿狠狠地夹向叶真的脖子 而叶真似乎是没有反应过来 竟然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安兰那修长有力的大腿 也是第一次夹住了叶真的脖子 狂妄的代驾 安兰见状大喜 双腿猛一用力 就要想要夹断叶真的脖子 然而让安兰感到惊讶的是 无论他如何用力 叶真的脖子就仿佛是一件神域之宝一般 坚硬的不像话 可以发现 安兰因为过度用力 长腿上的肌肉微微隆起 彰显着爆炸般的力量感 面色也因此变得战红了起来 但就算如此 叶真身上的金色佛纹 只是微微不断地闪烁着 仿佛将安兰的力量卸掉了一般 这是不灭金刚角的奥义之一 可以将外来的力量分散到全身 防止被人以点突破 抓住你了 叶真用手抓住了安兰的大长腿 咧嘴一笑 先前那般行为是故意做给安兰看的 为的就是让安兰掉以轻心 毕竟安兰不仅肉身力量恐怖 身法同样也是异常的矫健 虽然叶真也修有身法灵术 但那道灵术需要动用灵力 所以只能放弃 为此 也很只能动用这种简单粗暴 但却极其有用的方式来强行抓住安兰 而安兰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只见安兰扭动身体 调动全身的力量想要挣脱开叶真的双手 但是叶真的双手 就仿佛是焊在了安兰的腿上一般 任凭安兰如何用力 都无法挣脱叶真的禁骨 放开 你给我放开 安兰咆哮道 巨大的声响 甚至震得叶真耳膜生疼 真是一只纯正的母老虎 叶真笑了笑 随后目光一立 手掌猛一发力 将安兰整个人带动起来 向空中甩了起来 哄 将安兰甩到半空中后 叶真双手抱拳 狠狠地轰击在了安兰的小腹之上 安兰的目光顿时一缩 口吐酸水地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在强大的力道下 坚硬的大地顿时开裂 蜘蛛网般的裂纹 蔓延至方圆十里左右 在这一摔之下 安兰的目光甚至都有些失神 然而这还没完 只见叶真再次抓起安兰的脚踝 将安兰宛如风车般甩动了起来 随后再次重重地落下地面 轰 轰 轰 每一次安兰落在地面上 刹那便被叶真再次提了起来 进行爆摔 如此反复了足足上百次 就连这无比坚硬的丛林地面 都被叶真折腾得下陷了树里之身 而其他的汉天神虎一族 见状则是有些目瞪口呆 老子没有看错吧 竟然将我足圣血 揍成这副狗样子 汉天神虎一族的一个年轻族人 看到被暴走的安兰有些惊讶到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这样揍安兰的还是一个人类 并且是纯粹的肉体较量 要知道安兰的肉身之力 就算是对上泰坦巨猿一族的那位 都是足以正面硬汉而不败 不过对于叶真将安兰摁在地上揍这件事 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们 却并没有展现出 任何群情激愤的样子 输了就是输了 若是因为输了而恼羞成怒 那才会让人看不起 这便是汉天神虎一族的作风 实力便是一切 只要你有实力 无论你是个什么东西 就能得到汉天神虎一族的礼遇 该死的 怎么可能 这小子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肉身 这不可能 玄冠长老看着被叶真逆转的场面 心中暴怒异常 体内的灵力甚至都有些漂浮不定 考虑着 要不要将叶真一击必杀 不过 当玄冠长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 突然感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冷意 就仿佛被死神盯上了一般 只见安神秀正在漫步惊心地看着他 目光中满是警告的意味 玄冠长老可以肯定 以安神秀的臭脾气 若是自己真的对叶真出手 那么自己也定然走不出这十万大山 想到这里 尽管玄冠长老的内心颇有不甘 但也只能按耐住心中的杀意 安神秀见到玄冠长老安分了下来后 才收回了目光 转而看向了安兰与叶真 在中间叶真将安兰抡了数百次 才停了下来 最后甚至还不忘记踩了一脚 叶真估摸着 这也应该到了安兰的极限 而此时在众人的眼中 安兰原本那完美的身形 都被叶真给揍变形了 最为关键的是 叶真竟然还在安兰的关键部位踩了一脚 险些爆了 圣雪可能要爆走了 一些人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幸灾乐祸道 这个并非是安兰的全部实力 果不其然 在叶真停下之后 安兰捂着胸口 瞬间跳了起来 随后拉开了与叶真的距离 安兰咬牙切齿的看着叶真 但是也没有说话 那是无能者的表现 竟然还可以站起来 叶真感受到安兰的动作 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不愧是汉天神虎一族的圣雪 好 一声震天的怒吼忽然响起 只见安兰目光死死的盯着叶真 随后 身形开始快速的变化 最终化为了一只整体呈现白色 带有斑纹的虎类灵兽 汉天神虎一族的本体 好 震天的怒吼响彻了天地 化身为本体的安兰 散发着恐怖的凶威 一对虎目疯狂地看着 浑身闪烁着金光的叶真 好强的压迫感 叶真感受到安兰的气势 面色也是凝重了起来 化身为本体的安兰 不仅仅是体型变大了这么简单 无论是肉身还是血脉之力 几乎都得到了几何式的增长 这一刻 身为汉天神虎一族的安兰 才真正地将自身的优势发挥了出来 同样也是第一次 叶真有了一些危机感 嗡 只见化身为本体的安兰后肢肌肉鼓动 气势宛如狂风一般的朝着叶真冲了过来 叶真站在原地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压力后 身上那金色的佛纹也是变得愈发璀璨了起来 吼 安兰狂吼一声 两只粗壮的前肢猛地朝着叶真扑了上去 叶真也是伸出了双臂 汉不畏死的与安兰硬碰硬 咔嚓 恐怖的力量完全地倾泻在叶真略显消瘦的身躯之上 当那裂纹蔓延至安神秀脚下时 却宛如遇到了什么阻碍一般诡异地停止了 再这么下去 我这里就被你们毁掉了 安神秀笑了笑 但是语气中却并没有半分责怪 而是脚掌轻轻地跺了跺地面 一层连衣飘荡而出 原本被叶真和安兰搞得满目创意的大地 在连衣扫过之后 竟然诡异地复原了 并且在原本的大地上上 铺上了一层淡淡的灵力光芒 竟然初步掌握了法则之力 玄冠长老见到这一幕 不由得感到有些惊骇 法则之力乃是真正的大地所具备的特征 安神秀目前虽然还只是准地 但却已经摸到了法则之力的皮毛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某种规则 虽然仅仅只是法则之力的皮毛 但却比起一般的紫荆地做的准地 还要强大不少 绝对不能让汉天神虎一族出手 玄冠长老心中暗道 光是一位安神秀便足以让各方势力 有些投鼠忌气了 更别说汉天神虎一族还拥有着其他准地了 碰 在安兰恐怖的力量之下 叶真终于有些支撑不住了 身形飞速的后退 企图拉开与安兰的距离 但是安兰却根本不给叶真这个机会 强壮有力的后提踏动 直接七十二上 眨眼间便追上了叶真 再度与叶真硬汉在一起 轰 轰 轰 剧烈的肉体碰撞声不断传来 只不过这一次是轮到安兰压制叶真 化为本体之后的安兰在无论是在肉身强度上 还是在作战技巧上都远超叶真 使得叶真只能被动挨打 甚至好几次胡找闪过 差点将叶真的小兄弟给挑飞了 若非叶真利用不灭金刚 绝将安兰的力道卸制全身承受 恐怕现在已经变得和元长老一样了 日绝对是故意的 叶真忍不住骂娘道 一次是意外 两次是碰巧 但是三次就是有意为之 但是叶真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肉身强度与作战技巧上的双重压制 使得叶真根本没有一点反攻的机会 能够维持不败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安兰其实也是感到非常的郁闷 虽然他化为本体之后可以全方位的压制叶真 但是叶真就仿佛是一块牛皮糖一般 任凭他如何用力暴揍叶真 也无法对叶真造成太大的伤害 甚至为此 安兰连最不讲武德的攻势都用出来了 但是却仍旧没什么用 可恶啊 安兰的内心忍不住咆哮道 对于叶真的攻势也是愈发的狂暴起来 而叶真这次也学聪明了 不和安兰选择硬碰硬 而是且战且退 安兰的攻势虽然凶猛异常 但是弊端也非常的大 这样狂暴的攻势 安兰的体力的是消耗的非常快的 尤其是身为灵兽一脉 安兰的力量大多来源于血脉之力 过度的使用血脉之力 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虽然叶真并不知道这个后果具体是什么 而事实也正如叶真所料 安兰现在的状态并非可以一直的维持 他的肉身之力大多来源于白虎血脉 若是真正的白虎 自然可以永久的保持这个状态 但是安兰显然不是 只是一直拥有着浓郁白虎血脉的汉天神虎罢了 若是一直压榨血脉之力 甚至会影响到后续的修行 这无疑是自断前程 好 安兰见到一直拿不下叶真 心中也是有些急了 随后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额头之上 那醒目的王子忽然变得血红起来 最终剧烈的燃烧了起来 暴血 通过短暂的燃烧血脉 进而获得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加强肉身之力 也可以加强白虎的更金之力 而安兰这次显然加强的便是肉身之力 只见安兰浑身闪烁着血色光芒 冲着叶真猛撞了过来 所过之处 就连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嚎 不好 叶真感受到这毁天灭地的气势 不由得面色大变 身形急速后退的同时 也在思考着解决之法 看来只能试试这样了 叶真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混沌之气调动了起来 鄙视的规定是 不能动用灵力 崇童以及至尊骨 而混沌之气显然不在此炼 那是属于自身体质的力量 与安兰的血脉之力一个性质 混沌之气在叶真的流淌 随后遍布在了叶真的骨骼 以及每一寸血肉之中 就连叶真体表 那闪烁着金光的佛文 也是弥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泽 混沌之气可以破灭万物 同样也可以演化万物 叶真此事要做的 便是通过混沌之气 强化自身肉体与这道炼体之术 而在此时 安兰的攻势也是到了 好 震慑天地般的怒吼声响起 安兰浑身散发着夺目的血光 朝着叶真狠狠地扑了过去 两只胡爪之上闪烁着冰冷的光泽 宛如死神夺命的镰刀 而此时的叶真 竟然没有选择继续回避安兰这凶猛的攻势 相反还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有趣的人类 当初我足圣雪 凭借着一招暴雪秘书 可是将一只神辅精后期的金氏大棚 给活生生撕碎了 她能硬挡不成 先前接引叶真的安玄与安元 看着叶真 皆是有些惊讶道 给老夫死 玄冠长老见到这一幕 心中也是紧张了起来 不由的暗中咆哮道 那气息 安神秀看着叶真身上 弥散的神秘光泽 不由的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那气息给她的感觉 就仿佛是法则之力一般 不对 更为准确地说 是在法则之上 可是这怎么可能 而在众人思索之间 叶真也是终于动了 面对安兰这无比恐怖的一扑 叶真竟然只是缓缓地 抬起了一只手掌 哄 剧烈的轰鸣声响彻而起 叶真脚下 那被光膜覆盖的大地 都被这强大的力道震起了阵阵涟漪 但最让人感到惊骇的是 叶真竟然真的接住了这一击 只见场面中 安兰的两只胡爪 被叶真的一只手掌稳稳接住 身上金色的佛纹不断闪烁着 神秘的光泽流转 任凭安兰如何发死力 也撼动不了叶真丝毫 好 安兰不甘心 胡爪高高抬起 凝聚着恐怖的力量 再次向着叶真轰然砸落 但是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依旧被叶真稳稳地接住 安兰不断地咆哮着 口中的心风 吹得叶真的衣衫烈烈作响 牛口臭 叶真皱了皱眉 一脸嫌弃道 随后 叶真手掌猛一用力 直接将安兰那巨大的身躯震了开来 紧接着叶长围权 身躯表面佛纹闪烁 一击冲拳狠狠地轰击在安兰的下巴上 强大的力道 顿时使得安兰那巨大的头颅高高扬起 连带着那庞大的身躯也是向后倒去 这还没完 叶真的脚掌重重跺地 右拳放在腰部 一击寸拳 直接轰在了安兰柔软的腹部 碰 安兰那庞大的身躯 顿时如同陨石一般朝着身后飞去 接连撞断了数百颗千年古墓 才堪堪停了下来 好 安兰落地之后 立刻便爬了起来 恐怖的咆哮声将身上的碎木屑全部震荡开来 额头上的王子燃烧得更加剧烈了 身上的血光也是愈发的浓郁 二次暴血 哐哐哐 安兰的快速地朝着叶真冲了过来 速度之快扯出了一道道残硬 一对虎爪闪烁着腰衣的血光狠狠地扑向叶真 叶真这次没有选择与安兰硬碰硬 而是身体骤然一侧 躲开了安兰这凶猛的一扑 随后右腿高高抬起 一记鞭腿直接抽击在了安兰硕大的虎头之上 碰 安兰的身躯因为这巨大的力道顿时高高的飞起 身上那弥散的血光都被叶真这一击抽散了不少 然而叶真这次却根本不会这么轻易地结束 安兰的抗揍远超叶真的想象 这次说什么也要彻底地奋出胜负 只见叶真栖身而上 直接抓住了安兰的爪子随后用力往上一甩 安兰的身躯在巨大的力道下顿时高高抛起 而叶真则是高高的跳起来到了安兰上方 随后一脚直接踏在了安兰防御比较脆弱的腹部上 安兰顿时痛苦地嘶吼了一声 口中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巨大的身躯朝着地面坠落而去 而叶真却是丝毫没有放过安兰的意思 身形追击而下 再度一脚狠狠地轰击在安兰的腹部上 直到安兰重重地落到地面上 砰砰砰 叶真丝毫没有给安兰任何的反扑的机会 双拳宛如雨点般朝着安兰那庞大的身躯上不断地落下 一处处恐怖的淤青出现在安兰的身体各处 身上的血光更是被叶真这宛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给完全地打散了 额头上的王子也是停止了燃烧 可以说此时的安兰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了 但是因为叶真目不能视的原因 所以根本不知道此时安兰的情况 所以拳头依旧是不断地落在安兰的身上 而安兰也是异常的倔强 被叶真如此毒打 不认着或许是因为血脉之力消耗太多了 安兰的身形竟然开始缓缓地变化了起来 最终重新化为了人形 此时的安兰脸色异常的苍白 身上的气息也是比较微弱 身体微微蜷缩着 咬牙忍受着叶真的毒打 奇怪感觉不太对劲啊 叶真打着打着 却发现手感似乎有些不对劲了 好像变软了 但是由于外界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叶真也是没有停下来 依旧卖力地轰击着 只不过力道却相比之前小了很多 认输吗 叶真淡淡道 安兰没有说话 一对虎目瞪着叶真 背齿惊咬 愣是不说认输二字 叶真发现没有回应后 也没有客气 继续开打 说起来也是奇怪 无论是汉天神虎一族的其他族人 还是安神秀这位族长 见到眼前这一幕竟然没有丝毫的动容 反而像是习以为常一般 在汉天神虎一族中 若是你不认输 就算是把你打死 也没人会说什么 弱者就是要向强者低头 这一点哪怕是身为王族圣血的安兰也不例外 既然鄙视是安神秀认可的 那么自然也要接受汉天神虎一族的规矩 我认输 大概过去了一炷香之后 安兰终于开口了 目光再也没有了先前那般桀骜狂野之色 但也没有丝毫的失落 有的仅仅是对于强者的一种尊崇以及臣服 安兰的声音虽然很小 但却还是被叶真听到了 而叶真的动作也是因此停了下来 总算是结束了 叶真也是松了一口气 别说是安兰挨揍了 不得不说这安兰真的非常抗奏 哼哼 天云先宗的小子 你赢了我族圣血 从此以后 你便可以得到我族的尊重 伴随着安神秀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所有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 看向叶真的目光都是不同了 那是一种对于强者的尊敬 叶真单凭肉身力量便可击溃圣血安兰 这无疑说明叶真可以战胜他们所有人 安族长客气了 只是希望信守诺言便好 叶真笑了笑 手指轻轻划过双眸 众筒解开封禁 黑暗扫清 眼前的世界顿时恢复了清明 而此时的叶真 也是终于看清了安兰此时的样子 此时的安兰身躯紧紧的蜷缩着 身上到处都是淤青以及血迹 头发凌乱 目光一顺不顺的看着叶真 与先前狂野霸道蛮横的安兰简直判若两人 此时的安兰就宛如从母老虎变成了受伤的小野猫一般 没事吧 叶真将安兰拉了起来 顺手还将一枚上好的疗伤丹药塞到了安兰的口中 只不过让叶真感到奇怪的是 她的这番举动竟然使得四周的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都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在他们看来 弱者是无需怜悯的 只需要爬着前往血池恢复 他日再打回来 哪怕安兰是他们一族的圣血 也是这个道理 而对这一切 叶真却是一点也不清楚 还以为这样做会迎来汉天神虎一族的好感 本族长说出去的话 自然不会反悔 安神秀笑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之中露出了浓郁的欣赏之色 不可 玄冠长老闻言彻底坐不住了 连忙出生阻止道 安神秀绝对不能出手 否则对天云先宗的围猎就几乎失败了一半 而随着玄冠长老的开口 诸多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也是纷纷看向玄冠长老 目光中全都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说出去的话 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若非玄冠长老乃是一位强者 这些族人早就扑上去了 你是想要让本族长失信不成 安神秀目光看向了玄冠长老 淡淡道 叶真见状也是目露锋芒 这个老杂毛迟早要将其斩了 安族长误会了 老夫并无此意 只是安族长此前已经收了我圣地的好处 这般行为 岂不是失信于我圣地 玄冠长老见到安神秀那锐利的目光 心中也是一慌 但还是强自镇定道 这个简单 安神秀文言笑了笑 随后光芒一闪 将玄冠长老此前的好处全部拿了出来 还给你便是 安神秀淡然道 对于他来说 这都不是事 反正还有叶真的那份好处 尤其是那柄位列毁灭及神域之宝的箭 哪怕是 对于一位准地 都是有些吸引力的 要知道 灵兽一脉抵达神域境后 是不会诞生神域之宝的 若是硬要说的话 那便是自身体内的灵和 灵和也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神域之宝 专属于灵兽 安族长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不太厚荡 玄冠长老见状有些不甘道 本组长是收了你的好处没错 但是却并没有许诺你什么 如今还给你了 本组长也不欠你什么 安神秀淡然道 这话也没错 玄冠长老来到十万大山时未表诚意 还没有等安神秀考虑清楚 直接便把好处奉上 而安神秀也收了 如今想来 却是走了一步臭旗 但就算如此 想要让玄冠长老就此放弃 显然也是极为的不甘心的 天云先宗必须亡 叶真必须死 安组长 你这样就不怕引起我圣地的怒火 将你汉天神虎一族灭掉吗 别忘了 我圣地的实力 玄冠长老见到软得不行 竟然直接开口威胁了起来 不过 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玄冠长老便后悔了 太慌圣地 还是霸道惯了 这使得他竟然有些忘记了 这里可是十万大山 果不其然 当玄冠长老的这些话落下后 在场所有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 目光都变了 他们虽然崇尚强者 但前提是 他对族群无害 你在威胁本族长 安神秀目光冰冷地看着玄冠长老 淡淡道 恐怖的地位弥漫 天地间法则变化 风云骤变 玄冠长老顿时感到手脚冰凉 一股浓浓的恐惧之意在心底蔓延 安组长 玄冠长老想要解释些什么 却发现 安神秀此刻目光中竟然动了杀意 在修行界 摸爬滚打了千年 玄冠长老十分肯定 那是一种极致的杀意 跑 这是此刻他心中唯一的念头 哄 剧烈的爆炸忽然响起 玄冠长老竟然自爆了自己的神域 汗天神虎一族 我圣地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的 玄冠长老愤怒地嘶吼道 身形宛如流星一般 快速地朝着远方顿去 好胆 安神秀冷哼道 那恐怖的爆炸 根本没有蔓延出去的机会 直接被安神秀动用法则之力 收缩成了一团 随后手掌重重一握 因灭于虚无 族长 就这么放过他不成 一位汗天神虎族的族人不甘心道 放心 他跑不了 安神秀的眼眸之中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 如鸢如玉般的灵力涌动 一柄斑驳的长枪仿佛从虚空中浮现 龙玉的更金之力弥漫 尽管相隔甚远 叶珍还是感到了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惧感 若是被那柄枪盯上 就仿佛是被死神划去了名字一般 狩猎天下 安神秀淡淡道 古朴的长枪顿时飞射而出 随后穿透了重重空间 直接来到了玄冠长老的身后 胡乃临终王者 可狩猎天下一切 无人可逃 什么 玄冠长老见状 顿时惊骇欲绝 猛的一咬舌尖 一口精血喷出 周身灵力涌动 化作了上千道灵力盾牌 抵挡在身后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间 古朴的长枪便穿透了这些灵力盾牌 最终完全没入玄冠长老的身躯 噗哧 玄冠长老重重地吐出一口鲜血 眼神中生机溃散 身躯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了下去 太荒圣地 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哪 玄冠长老说完这句话后 身躯重重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去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汉天神虎一族 安神秀解决掉玄冠长老后 气息冰冷到 好可怕的狩猎法则 叶真的重铜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眸光穿越千里 看到生机溃散的玄冠长老后 心中也是悚然一惊 成为准地之后 下一步便要开始接触法则之力了 每个人所掌握的主要法则之力不同 而安神秀所掌握的主要法则之力 便是这狩猎法则 以安神秀如今的实力 恐怕就算是远在数十万里之外的敌人 也能够将其狩猎 当真是恐怖如斯 族长身位 诸多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 虽然没有叶真的重铜 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 但是对于安神秀 却有一种盲目的尊崇 只要安神秀出手 那么那个人类就绝对活不了 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也是将叶真的目光拉了回来 只见此刻的安神秀解决掉玄冠长老后 双手合十 淡淡地拨动荡漾 先前因为叶真与安兰大战所折裂的古墓 竟然纷纷重新复原了 时间法则 不对 与我的至尊古中所孕育的力量不一样 应该是某种恢复之力 叶真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的暗保 时间法则乃是这世间最为神秘 以及难领悟的法则 放眼整个修行界 领悟时间法则的或许有 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人将时间法则 作为自己的主法则 安兰 你先去血池吧 安神秀做完这一切后 对着安兰淡淡道 因为吃了叶真的疗伤丹药 所以此时安兰的伤势也是好了不少 见到安神秀发话了 安兰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一步一驱地朝着某个方向离去 途中没有任何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去帮助安兰 这般彪悍的作风 看得叶真是瞠目结舌 天云先踪的小子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安兰离开后 安神秀目光看向了叶真 选择是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带着你的东西 安神秀淡然道 安组长 这不对吧 不是说好了 单凭肉身战胜安兰后 你便出手助我天云先踪 叶真皱眉道 我只说 你战胜了安兰后 便有资格让我足出手 但是没说一定出手 安神秀但笑道 目光细血地看着叶真 并且 本组长还为你们天云先踪 肃清了一位神玉境巅峰的强者 算是对你之前表现的奖赏吧 安神秀又补充道 损失一位神玉境巅峰的强者 就算是强如太荒圣地 也是有些伤筋动骨 叶真闻言有些恶然 随后仔细思考 之前与安神秀的对话 发现安神秀这话说的 似乎也没毛病 安神秀先前只是说 汉天神虎一族不帮助弱者 自己战胜了安兰 才会认可自己 这位安组长 倒是将话术给完明白了 叶真想到这里 不由得苦笑起来 那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叶真没有太过的急躁 而是问道 安神秀给了他两个选择 无非便是想要坐地起价罢了 而且说实话 叶真心中 对于如此轻易 便请动汉天神虎一族 没抱太大的希望 除了那些该有的报仇之外 答应我足另外两个条件 本组长便承诺 祝你天云先宗度过这次危机 安神秀目光看向叶真 缓缓道 果然 叶真心中暗道 安神秀果然是在坐地起价 不过现如今的天云先宗 除了求助汉天神虎一族 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因此 叶真也只能妥协 不知安族长的条件是什么 叶真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问道 只要安神秀的条件 不是太过分 叶真都可以答应 甚至 叶真已经做好了 多拿出一些 从蓬莱仙境那个小世界中 带出来的剑了 第一个条件 需要你和我足圣雪安蓝联手 击退列地魔虎一族的圣雪 安神秀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条件 鄙视肉身吗 叶真问道 不是 所有能力都可以使用 安神秀回答道 没问题 叶真文言 直接答应道 还以为安神秀会狮子大开口 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条件 所有能力都能使用 就算是整个十万大山的圣雪一起上都没问题 安神秀见到叶真答应的如此痛快 也是有些惊讶 问道 你就不问问 那列地魔虎一族的圣雪实力如何吗 抵制安蓝如何 叶真文言看了一眼惊讶的安神秀 假装问一声 与安蓝相当 甚至略强 安神秀目光凝重道 挺强 所以我选择答应 叶真文言想也没想到 安神秀看着叶真满不在乎的样子 心中对于叶真的真正实力也是产生了一些好奇 虽然叶真在外界搅动风雨 这些传闻就算是在十万大山也是略有耳闻 但是十万大山之中 灵兽尤其是王族灵兽一脉 都是极为高傲的 认为自身天生便比人类强大 同境界的人类不可能是拥有远古血脉 以及强悍肉身的王族之血的对手 叶真虽然在肉身上战胜了安蓝 但是在安神秀看来 双方动用全部实力的前提上 就算叶真可以赢也只是小胜 安蓝那浓郁的白虎血脉不仅仅只是加强而已 那恐怖的无比的更金之力同样强大无比 在安神秀看来 叶真若想战胜安蓝 需要动用至尊骨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叶真问道 第一个条件对于他来说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那第二个条件 等你完成第一个条件 我自会告诉你 否则一切便没有意义 安神秀没有告诉叶真第二个条件 而是淡然道 列帝魔虎一族会在七日后到达我族 具体的事宜 安蓝会和你说的 安玄 将贵客安排住下 安神秀说完这句话后便重新变回了本体 巨大的身躯区匍着 急剧压迫感 是 族长 安玄答应一声 随后目光尊崇的看向叶真 人类强者 请 在安玄的带领下 叶真来到了一座较为险峻的山峰之上 只不过让叶真有些疑惑的是 这座山峰之上竟然飘荡着浓郁的血腥味 人类强者 我族没有专门用来代课的山峰 因此便劳烦你和圣血在此了 安玄语气恭敬道 看向叶真的目光满是崇敬 叶真那恐怖的实力以及彪悍的作战风格 已经彻底征服了这位汉天神虎一族的青年 多谢了 叶真客气道 安玄恭敬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离开了 距离那所谓的烈地魔虎一族到来还有七天时间 因此 叶真也是没有急着了解情况 而是在这座山峰上闲逛了起来 而随着叶真深入这座山峰 血腥味也是变得越来越浓郁 到了如今 叶真也是猜到 这恐怕便是那所谓的血池吧 血池是十万大山灵兽一脉特有的东西 可以刺激灵兽体内的血脉增强血脉浓度 同时也具备极强的治愈能力 因此一般情况下 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在交战结束 受了极重的伤势后 都会前往血池疗伤 而安兰作为汉天神虎一族的圣血 所居住的山峰则是单独享有一座血池 对于那血池 叶真其实也是挺感兴趣的 很快 叶真循着血腥味 来到了峰顶 相比于一路来的旺盛生机之景 峰顶处却是显得比较荒凉 浓郁的血腥味弥漫 甚至让人闻之欲偶 很快 叶真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座血池 空气中也浮现着一层血池 叶真随后一抓 抓取了一缕血池 虫童发动 透析本源 这血液竟然是活的 在叶真的虫童解析下 叶真惊讶地发现 这血液中竟然蕴含着某种活性 谁 一声轻鹤声传来 只见一道狂野的身影猛然扑出 一击势大力沉的鞭腿 朝着叶真狠狠地抽击而来 挨揍没够 叶真右臂抬起 挡住了这凶猛的一击 但声道 来者正是安兰 此刻的安兰身上 只是简单地披了一件 用瘦皮制作成的皮衣 露出了脚尖的长腿 搭在叶真的手臂上 或许是刚从血池中出来 所以 所以 安兰的身上 还有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并且最让叶真感到惊讶的是 原本在安兰身上 留下的大片瘀青 此刻竟然只剩下浅浅一层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是你 安兰看着来者 竟然是叶真 这个先前暴躁自己的家伙 身躯竟然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 叶真见状看向了安兰 目光顿时一将 由于安兰只披了一件兽衣 因此 几乎是处于镂空状态 从叶真的这个角度 正好可以看到一些不该看的 不愧是拥有白虎血脉 叶真感慨一声 随后手臂微微用力 将安兰给震了下来 安兰在空中 几个帅气的挪移 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 你怎么会来这脸 安兰看着叶真 目光中已经没有了 最初见到叶真时的那种不屑之意 反而竟是尊敬之色以及 浓浓的好奇 安兰不是没有见过人类的天才 相反还见过不少 但是最终的结果 毫无疑问 都是以安兰完胜结束 所以 在安兰看来 人类中所谓的天才 根本不算什么 因此 对于当初与太荒圣帝 那所谓的神子联姻 感到异常的反感 叶真出世后 也就第一时间退婚了 但叶真却是第一个打败她的人类 而且只是纯粹地依靠肉身力量 完完全全地将其战胜 这不由的是安兰对于叶真 产生了浓浓的好奇之色 安组长让我来这里的 叶真笑道 对于安兰 叶真其实并不反感 虽然性格张狂了一些 但是相比于那些老奸巨华的家伙 安兰却显得更为的真实一些 当然 这一切也与汉天神虎一族的风气有关 族长 安兰文言感到有些意外 疑惑道 什么意思 安族长让我与你一起战胜 那列帝魔虎一族所谓的圣血 叶真解释道 安兰文言脸色顿时缠了下来 族长这是不信任我 我自己足以轻易将其战胜 安兰不悦道 他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 同样对于自身的实力也是极为的自信 安兰曾经与那列帝魔虎一族的圣血交过手 因此非常自信 自己可以轻易将其战胜 根本无需他人帮助 叶真文言没有说话 只是笑了笑 若是安神秀当真认为 安兰可以轻易战胜那列帝魔虎一族的圣血 那么就不必让自己出手了 你们与那列帝魔虎一族有什么过节吗? 叶真疑惑地问道 安兰文言犹豫了一下 但是想到 安神秀既然选择让叶真来了 因此 也就不打算隐瞒什么了 你知道天渊吗? 安兰问道 叶真摇了摇头 表示不清楚 天渊是我十万大山的圣地 每隔百年开启一次 而有资格进入天渊的 只有我们六王族 安兰解释道 叶真文言没有说话 等待着安兰的下文 但其他的灵兽一脉也有资格进入天渊 那便是战胜王族圣血 安兰的面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目光之中爆出了灼热的战役 若是其他的灵兽一脉可以战胜王族圣血 便可获得进入天渊的资格 王族圣血可以选择一人作为搭档 而其他灵兽一脉的圣血则可以选择两人 安兰讲解起了规则 意思是两对三呗 叶真无所谓道 只要有他在 无论几个人都行 无非便是多费点是罢了 没错 安兰点了点头 叶真文言沉吟了片刻 随后似乎想到什么 目光疑惑地看向安兰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战胜了 你便可获得进入天渊的资格 那么会占据王族的名额吗? 叶真疑惑地问道 不会 安兰摇了摇头 战胜我 只是多给他们一个进入天渊的机会 不会影响我族进入天渊的名额 安兰道 那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 反正输了也没有任何的坏处 叶真忍不住道 就因为这事 安神秀甚至还付出了一个条件作为代价 安兰文言诧异地看了叶真一眼 随后不解道 谁说没有坏处 什么坏处? 叶真问道 难不成汉天神虎一族 还会付出一些宝物灵药之类的东西 身为王族 输给了非王族血脉 有如我汉天神虎一族威严 安兰严肃道 叶真看来 自己还是小瞧了这十万大山的彪悍风格 叶真心中暗道 仅仅只是为了几分面子的事 便可以让安神秀让出一些利益 这在人族看来 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叶真反而有些放心了 汉天神虎一族不会太被利益所左右 只要叶真完成了安神秀的两个条件 相信汉天神虎一族也不会反悔 哄 安兰忽然对着叶真来了一记猛烈的鞭腿 雄厚的灵力缠绕其上 震得叶真手臂发麻 你做什么 叶真皱眉看着安兰 紧紧在肉身上战胜我 并不能完全地征服我 安兰看向叶真的目光满是战役 随后张口一吐 恐怖丰锐的更金之力爆发 对着叶真的面门暴刺而去 而叶真的重彤之中 此刻也是紫意弥漫 两道恐怖的紫集神光射出 抹灭一切的力量绽放 与那口更金之力相互抵消 安兰见到叶真如此轻易地 便化解了自己的更金之力 目光中的战役变得更为浓烈了 雄厚的灵力爆发 一座宛如是宫殿般的东西 在安兰的身后显现 宫殿之中遍布着点点星辰 三重神辅境 叶真看着宛如发了风般的安兰 心中也是叹了一口气 这安兰 荡真是个战斗狂人 对于实力与战斗的执着 恐怕与江亦对于战丹有的一拼 不过现在的叶真可没有心思与安兰战斗 天云仙宗的情况还未可知 是时候与云爵子传音沟通一下了 混沌之气 白虎现世 叶真心中低吼一声 体内的混沌之气调动 伴随着一声震天的怒吼 神兽白虎从混沌中诞生 恐怖的胸威绽放 浑身雪白的白虎发出一声咆哮 额头上那金色的王子熠熠生辉 强大尊贵的血脉之力爆发 使得安兰的身躯顿时一颤 随后竟然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扑通 安兰的膝盖重重落地 目光中满是惊骇之色 此时的他发现 自己竟然仿佛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在叶真召唤的白虎面前 安兰的心中只有臣服二字 就连丝毫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 仿佛那是一种对于神明的亵渎 就连身上的那原本不断涌动的灵力 此刻都收敛了起来 安兰想要反抗 但是却发现 原本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 此刻却提不起一点力气 最终 在血脉之力的压迫下 安兰重新化作了汉天神虎的本体 匍匐在原地 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被压制了 我的也是 怎么回事 众多汉天神虎异族的族人大害到 不只是安兰 此刻整个汉天神虎异族的族群 多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古老的丛林深处 安神秀缓缓地睁开了威压的眼眸 目光静怡不定地看向了某个方向 神念展开 顿时将整个族群尽收眼底 这是 我祖祖先 不对 是那天云地精制造出来的云兽 安神秀目光中透露着睿智 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过云兽为何会有血脉压制 安神秀感到很势不解 想要向叶真一问究竟 但是却又拉不下这个脸面 安神秀虽然注意到了 那云兽并非是由云雾所凝聚 但是混沌体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目前修行界还从未有人知道混沌之气的特征 所以 尽管安神秀看出 那凝聚白虎的气体必然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但是却根本没往混沌之气这方面去想 封顶上 叶真的重彤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看着已经匍匐在地上化为本体的安兰 语气淡淡道 现在你服不服 安兰没有说话 硕大的头颅低垂着 很显然已经告诉了叶真答案 叶真看着安兰 心中也是陷入了沉思 安兰这性格 若是这一次不把她彻底驯服 不知道日后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汉天神虎一族的彪悍风格 叶真可是彻底领会到了 于是叶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一个起跳间 竟然直接骑在了安兰的身上 据叶真低贺一声 神兽白虎顿时朝着叶真飞扑而来 与叶真合为一体 而叶真也暂时拥有了白虎的能力 包括血脉之力 走 带我看看这十万大山的风景 叶真语气威严道 安兰文言没有任何动作 不是安兰不想动 而是血脉威压太过的恐怖 使得安兰浑身上下根本没有一丁点力气 叶真似乎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收敛了身上的血脉威压 随后动用灵力化作了一只鞭子 猛地抽在了安兰的屁股上 现在可以走了吧 叶真低贺道 照理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受得了这般羞辱 但是安兰的目光非但没有半分屈辱之色 反而竟是顺从 竟然真的在这叶真在汉天神虎一族的领的闲逛了起来 叶真对此也是感到异常的惊讶 不过通过重彤的能力 叶真也是发现 安兰这次也算是彻底对自己服气了 他各个山峰之间穿梭 其他的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见到叶真 竟然骑着安兰大摇大摆的在他们的领地中闲逛不由的目瞪口呆 虽然叶真的确非常强大 但是这般羞辱他们一族的圣血也是有些太过分了 因此也是有许多看不下去的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前来找叶真的麻烦 只不过对此 叶真只是稍稍地放出一些血脉威压 那些表面凶猛无比的汉天神虎便一个个的都软了 好了 回去吧 叶真拍了拍安兰的虎头 笑道 对于安兰的惩罚也差不多了 还是正式要紧 安兰文言没有犹豫 直接朝着原本的山峰狂奔去 回到山峰后 叶真便随意地找了一处地方盘坐下来 从墨珠中取出了云绝令 云绝令不仅可以将云绝子的力量投射过来 还可以用来联系云绝子 而安兰则是重新化作了人形 看向叶真的目光满是沉浮之意 这一次她是彻底地服了 伴随着叶真进入状态 安兰竟然主动选择为叶真护法 目光由沉浮温顺重新变成了狂野 警惕地看着四周 尽管这里乃是汉天神虎一族的领地 几乎没有任何人胆敢入侵 而叶真这边也是终于联系上了云绝子 宗主 宗门情况如何 这种远距离的传音极其耗费灵力 因此 叶真也是长话短说 宗门暂时无恙 神农帝王谷虽然没有明确出手 但是表现出了不希望看到纷争出现的意思 众多的超级势力还在观望 云绝子很快传话道 叶真文言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所展现的天赋 终究也是让江太虚这位真正的大地强者心动了 不过神农帝王谷不可能直接出手的 天云先宗虽然现在无恙 但是太荒圣帝绝对不会让这个态势持续太久 尤其是玄冠长老的死被太荒圣帝那边感应到 现如今恐怕是太荒圣帝正在积蓄力量 就等着给天云先宗致命一击 所以 叶真也必须加快脚步完成汉天神虎一族的两个条件了 宗主 这种情况可以维持多久 叶真问道 一个月的时间左右 云绝子的很快回应道 一个月吗 叶真心中一沉 时间还真是有些紧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云绝子终于问出了最为关心的问题 安神秀组长提出了两个条件 只要完成便可出手 叶真如实回答道 如此甚好 无需有太多的牵挂 尽力完成你该做的便好 云绝子没有问具体的条件是什么 若是需要他的帮助 叶真会提出来的 若是不需要 问了也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反而徒增烦恼 叶真又与云绝子商谈了几句之后 便切断这次对话 叶真将云绝令收到了墨诸之中 面色也是有些苍白 短短不到一炷香时间的传音 却几乎耗尽了叶真的灵力 要知道 叶真的灵力雄厚程度 几乎已经堪比一般的神府尽中期了 恢复了一阵子之后 叶真才发现 一直为自己护法的安兰 那烈地魔虎一族的圣血 是什么实裂 叶真来到安兰身边问道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叶真还是稍微了解一下吧 毕竟这关系到宗门的生存 再怎么 小心都不为过 安兰文言看向叶真 目光中的狂野退去 变得温顺起来 低声道 烈地魔虎一族 具有上古凶兽穷奇的血脉 在肉身强度上 丝毫不逊色于我汉天神虎一族 只不过 他们一族血脉比较淡 也就这一代 出了一个圣血 穷奇一脉嘛 叶真文言笑了笑 随后 也没有了继续问下去的兴致了 只要知道这一点便足够了 但是安兰却是主动说了起来 这次比试 是采取车轮行事的 两族各出一人 胜利者可以继续战斗下一场 直到战胜一方的所有人 安兰解释道 叶真文言点了点头 那烈地魔虎一族出三人 而汉天神虎一族出两人 这显然是极为的不公平的 但是身为王族 所以需要让出一人 如此一想 道也合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叶真则是在汉天神虎一族中 安稳地住了下来 期间自然时不时的 会有一些汉天神虎一族的年轻族人 来挑战叶真 但结果自然是被叶真释放血脉之力 压制的身体都直不起来 时间流逝的很快 七日时间悄然过 而在这段时间 叶真也并不只是在汉天神虎一族的领地闲逛 有了一些小小的收获 至少清楚 汉天神虎一族 目前拥有七位准地级别的强者 其中最为强大的便是族长安神秀 这与人族有些不太一样 人族的最强者一般都会隐居幕后 而十万大山的王族则是最强者担当族长 得知了汉天神虎一族的实力之后 叶真心中还是比较满意的 七位准地级别的强者 尤其是还有一位初步掌握了法则的安神秀 就算是十几股超级势力联合 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精良 就算依旧实力占据很大的优势 那也不足以完全的碾压天云先宗 与汉天神虎一族的联手 对天云先宗出手就要想清楚 后果能不能承受得住 毕竟拉上几个宗门陪葬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要知道 这可是汉天神虎一族的准地 几乎最次都相当于人族的黄金帝座 列帝魔虎一族 前来败坏 就在叶真思考间 一声震天的怒吼响彻而起 使得整个汉天神虎一族都动了起来 无数道凶猛而又狂野的身形 纷纷朝着领地的边缘处狂奔去 终于来了 叶真见状笑了笑 随后身形一动 也是朝着汉天神虎一族的领地边缘 全速前进 当叶真赶到的时候 这里几乎已经聚满了人 哦不 是聚满了老虎 好 恐怖的怒吼声响起 只见一只体型异常巨大的汉天神虎腕 如从虚空中出现 来到了众人的前方 班组长 许久未见 竟然又强大了 一只浑身漆黑 背声双翅的老虎 瞪着巨大的眼眸 笑呵呵的 我是强大了 但是 这只烈地魔虎 他便是烈地魔虎一族的组长摩天 其额头上那血红色的王子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呵呵 毕竟已经快一百万岁了 也该退位了 摩天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笑呵呵道 如今只希望在位之时 可以让我祖小辈 体会一下祖血池的味道 摩天说到这里 目光中也是闪过一丝炙热之色 那你要失望了 安神秀淡淡道 世事便知 摩兄 出来 让他们开开眼 摩天低吼道 伴随着摩天的话音落下 一只比较年轻的烈地魔虎 站了出来 额头上的血红王子 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甚至看得久了 心中竟然不自觉的 产生了恐惧之意 安兰 出来受死 摩兄嚣张道 恐怖的气息弥散 身后浮现出了一座血色宫殿 四重神府镜 单论修为 这摩兄还要超过安兰 当然 并不是说 谁的修为高 谁的实力便强大 修为只是实力的一部分 只不过占据的部分 比较多而已 哼 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失望 安兰狂野的身影站了出来 目光充满战意的看着摩兄 他曾经与摩兄交过手 结果自然是安兰小胜 但那时双方都有所保留 若是血拼 谁赢谁说 还真的不好说 另外一人呢 摩天看着安兰 目光微动 随后在人群中一眼便找到了叶真 叶真感受到摩天的注视 目光也是看了过去 同时也有些疑惑 这摩天是如何得知自己到来的 天云仙宗的小子 该你出手了 安神秀也是注意到了摩天的不对劲 但是也没有太过的在意 十万大山 一切以实力为准 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是极为不齿的行为 犹如自身血脉 叶真文言很轻松地站了出来 无论这摩天是如何得知自己存在的 今日他势必都要拿下这场鄙视 呵呵 人类 摩兄见到叶真冷笑一声 目光中透露着几分不屑 但出奇的是 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仿佛早已得知一本 叶真见状重通之中 散发着淡淡的紫意 目光扫视烈地魔虎一族 很快便锁定了一个身影 那是一个人族 看其身上的荒谷气息 应该是来自太荒圣地 原来如此 还真是不够安分 叶真心中冷笑一声 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这个人已经上了他的死亡名单 你们还差两人 安神秀淡淡道 摩颜 荒原 不要让我失望 摩天声音低沉道 烈地魔虎一族中 顿时又走出了两个青年 雄浑的灵力爆发 毫无疑问 全部都是神府境 一个三重神府境 一个二重神府境 安神秀早就注意到了 荒原这个人类 但是见到荡真是 让其出战之时 目光也是稍微波动了一下 烈地魔虎这一次看来是有备而来 接下来就看安兰和叶真的表现了 既然人齐了 那就开始吧 安神秀淡淡道 随后让出了一片场地 谁先 叶真问道 按照规定 王族要先出人 我先来 安兰一马当先 来到了场地中央 净显狂野之色 谁来受死 安兰锐利的目光 扫过烈地魔虎一族的三人 冰冷的鹤道 身后一座宫殿现出 三重神府境的实力 毫无保留地展现而出 龙玉的白虎血脉激荡 给了烈地魔虎那边莫大的压力 哼哼 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汉天神虎一族的圣血之威吧 那位叫荒原的太荒圣地之人 笑眯眯道 来到了安兰的面前 安兰看了一眼荒原 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不屑 这人的身躯 比叶真还要消瘦 并且脸色苍白 一副大病出狱的样子 实在是让安兰有些提不起兴致 捏 不行 安兰看着荒原 毫不客气地讥讽道 行不行事事便知 荒原也不生气 大概也是知道 十万大山的风气是个什么样 只见荒原的身后 出现了一座笼罩在迷雾中的宫殿 二重神府境的实力肆意绽放 哼 安兰冷哼一声 目光突然之间变得锐利了起来 身形也是随之暴动 安兰虽然对于荒原很是不信 但是一旦战斗起来 便会全身心地投入 不给对手一点机会 这或许便是一种本能吧 只见安兰的身形 眨眼间便奔袭到了荒原的前方 随后 一记标准的鞭腿 狠狠地抽击在了荒原的腰腹上 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荒原的身形 竟然诡异地虚化了一下 随后身形出现在了其他的地方 直接让安兰扑了一个空 哼 安兰的这一击鞭腿 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上 直接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大坑 恐怖的裂纹蔓延 甚至将附近的一些古墓给毁掉了 安兰见到一击未果 身形也是毫不犹豫地 再次向着荒原奔袭而去 这一次 安兰用了拳 锋锐的更金之力 在拳风上斩露 力求一击必杀 但是结果依然是如此 安兰再一次从荒原的身躯上穿了过去 只不过 依旧是一道残影 荒原早已出现在了别处 不错的身法灵术 叶针的重铜之中散发着淡淡的紫意 荒原的这道身法灵术 至少是地阶的 不过光凭一味的躲闪 是根本取得不了鄙视的胜利 难不成这个荒原 只是上来消耗一下安兰的体力 可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 列帝魔虎一族的这个外园 有点太拉胯了一些 并且太荒圣地也不是没人了 何必让一个二重神辅进的外园上 老鼠一样的东显 安兰目光一立 不再一味的猛冲 而是调动体内的灵力 化作了九道金梭 锐利的更金之力覆盖其上 以一种极其刁钻的角度 朝着荒原冲击而去 扑扑扑 毫无疑问的是 前七道金梭 依旧是扑了一个空 只不过 荒原这身法 虽然奇妙无比 但是他修炼的 显然还不是太道家 最后的两道金梭 依旧是纠缠上了他 荒原无奈 只能调动灵力 筑起防御 而这也就给了安兰机会 只见安兰身形暴动 瞬息之间 便来到了荒原的前方 两条脚尖修长的腿 直接剪向荒原的脖子 此时的荒原 也是意识到了事情危险性 但是面对两道金梭的纠缠 却根本无暇他顾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安兰的两条长腿 夹住了自己的脖子 咔吧 安兰猛一用力 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 荒原的脖子 直接被夹断了 结束了 叶珍看着生机逐渐消散的荒原 皱眉道 事情好像有些过于简单了 若是如此 这荒原连消耗安兰的体力都没有做到 终于上钩了 荒原口吐鲜血 双手却是趁机死死的抓住了安兰的小腿 目光之中满是疯狂之色 看着荒原那疯狂的神色 安兰瞬间察觉到了不对 想要抽身离开 却发现 荒原此刻已经彻底癫狂了 竟然动用全部的灵力 就为了锁住自己 捏 安兰暴怒 恐怖的更金之力爆发 数道经缩宛如死神的镰刀一般 直接将荒原的身躯刺出了几个血洞 我圣地千秋万载 必将消灭等消消 荒原高呼一声 随后身躯之上布满了血洪的符文 一股毁灭般的波动轰然爆发 哄 恐怖的爆炸绽放 使得汉天神虎一族的族人瞬间脸色大变 baby 安玄现状忍不住怒骂道 这般恐怖的爆炸必然是某种秘书 这种秘书是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的 所以威力也是无比的恐怖 先前荒原之所以一味的躲闪 恐怕也是为了酝酿这道秘书 这荒原早就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爆炸的鱼拨过后 安兰的身形也是显现了出来 此时的安兰已经显成了本体 浑身血光缭绕 原本白色皮毛变得焦黑起来 两条后腿已经被那恐怖的爆炸伤得血肉模糊 尽管安兰的肉身异常的强大 但是面对这般以献祭生命为代价的秘书 也是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原来如此 叶真此时也是想明白了一切 这列地魔虎一族 是用荒原将安兰做对子给对了下去 然后让这魔凶与魔炎再来对付叶真 单论战术的确非常的巧妙 只不过这太荒圣地连自己人都随便的舍弃 当真是够狠的 不过想想也正常 叶真当初不就是那被舍弃的一个吗 没想到你族竟然玩这一手 当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吗 安神秀目光愈怒的看着摩天质问道 哼哼为了让凶儿获得一次足血吃洗礼 这一点脸面本族长还真就不要了 摩天直接大方的承认道 摩天直接大方的承认道 摆是烈地魔虎一族百万年以来最为浓郁的一位天才 若是可以得到祖血池的洗礼 将有机会彻底洗去自身的搏杂血脉 化身真正的凶兽穷企 这般诱惑已经足以让摩天放下傲骨与人类合作 甚至用出如此卑鄙的方法 可以想象这件事若是传了出去 那么烈地魔虎一族也要被十万大山的其他种族所看清一些 不过这一切在摩天看来都是值得的 就怕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安神秀冷冷道 哼哼 安组长莫不是小看了魔胸的实力 这个人类小子本组长也有所耳闻 让魔胸和魔炎对付他 已经是高看他了 摩天淡淡道 语气中满是对魔胸的自信 是吗? 安神秀文言笑了笑 若是之前 安神秀或许会担忧一下 但是自从得知了叶珍那凶悍的血脉压制力之后 他便不可能败 吼 安兰怒吼一声 目光中满是不甘之色 想要自己站起来继续战斗 但是过重的伤势 使得安兰根本没有站起来的力气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叶珍来到了安兰的身边 直接豪气的 取出了一整瓶上好的疗伤丹药 掰开安兰的虎嘴 直接倒了进去 安兰的一对虎目 看着叶珍 最终竟然低头了 目光中满是臣服之意 则? 魔胸见到这一幕 不由的扎了扎嘴 没想到堂堂汉天神虎一族的圣血 竟然像一个人的臣服了 并且还是一个修为如此弱小的人类 魔胸看着安兰 眼底闪过一丝浓重不屑之意 身为王族 竟然像一个人族低头 而且修为还仅仅只是动天境的人族 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 好 安兰文言顿时向着魔胸咆哮了一声 目光凶狠 若非身上伤势过重 恐怕早就冲上去 与魔胸拼命了 叶珍摸了摸安兰的虎头 随后目光淡漠的看向了魔胸 希望一会你跪下的时候 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叶珍淡淡道 哈哈 魔胸文言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人族都是如此不知死活的狂妄之徒吗 魔胸表情变得猙獰了起来 目光凶狠的看着叶珍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胆敢让自己跪下 并且还是一个区区人族 叶珍没有理会魔胸 将安兰送到了汉天神虎一族的手上后 便重新折返了回来 我先来 魔颜宁笑着来到了叶珍的面前 高大的身躯将叶珍衬托得异常渺小 小子 待会可不要求饶 魔颜目光细血的矮小的叶珍 一股强横的灵力压迫习向叶珍 太麻烦了 你们一起上吧 叶珍摇了摇头 淡淡倒 好嚣张的人族 摩天此时也有些忍不住道 这个人族虽然外界传闻非常强大 但那也仅限于人族 摩天自信 无论是魔胸还是魔颜 拉到人族那边 都足以做到同境界无敌 更何况是对付一个修为 还停留在动天境的叶珍 找死 魔颜文言顿时暴怒 一击冲拳狠狠地朝着叶珍轰来 拳风之上弥散着漆黑的火焰 宛如来自地狱 面对魔颜这无比恐怖的一拳 叶珍身形丝毫未动 身上却浮现出了金色的佛纹 不灭金刚诀 佛怒金刚拳 叶珍低吼一声 拳风之上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竟然选择与魔颜拳对拳 哄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在叶珍这恐怖的一拳之下 魔颜的巨大的身躯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撞击在了远处的魔胸身上 魔胸见状目光一凝 用手拖住了魔颜那庞大的身躯 但是随后面色便随之一变 好恐怖的力量 魔胸低吼一声 双掌拍在了魔颜宽厚的后背上 两人身形退后了数十里 不知道撞断了多少颗古墓 才堪堪的停了下来 四 眼前这一幕 直接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个人族似乎有些过于彪悍了 见到叶珍这般彪悍到恐怖的战力 摩天第一次表情凝重了起来 众所周知 灵兽一脉 之所以可以做到铜镜碾压人族 大多得益于强大的肉身以及血脉之力 而这叶珍在肉身强度上 似乎有些过分的强大了 简直就不像是人族 反而更像是一头人形凶兽 魔胸 魔颜 你们两个一起上 记住不要有半分留守 摩天吩咐道 目光深深的看了叶珍一眼 心中也是感到了一些不安 安神秀文言讥讽讽的看了摩天一眼 这个老东西 为了让自家的圣血进入天渊 已经彻底不要脸面了 是 魔胸文言答应了一声 甩了甩有些发麻的双手 他也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刚才是我大意了 魔颜有些不甘道 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失败了 你我都没有机会去那祖血池了 魔胸眼中闪过一丝争鸣 这祖血池 他势在必得 魔颜文言有些沉默了 最终点了点头 哦终于要一起上了吗 叶珍看着一起走来的魔胸与魔颜 淡淡道 人族小子 虽然你有几分实力 但是也莫要小看我 烈地魔虎一族 魔胸低贺一声 随后竟然直接献出了本体 被生一对肉吃的漆黑魔虎献饰 额头上那血红色的王字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凶煞之气 宛如一只灭视魔虎 魔颜此时也是收起了小觑之心 同样化作了本体 一身滔天的漆黑魔颜燃起 但却给人一种极为阴寒的感觉 好 两只烈地魔虎齐齐咆哮一声 恐怖的凶威绽放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尤其是那魔胸 王族的穷奇血脉 已经不弱于安兰的白虎血脉了 安神秀目光锐利地看着魔胸 怪不得摩天宁可不要脸面 也要取得这次鄙视的胜利 若是这魔胸 可以获得祖血池的一等洗礼 说不定真的可以完全反祖穷奇血脉 这样一来 恐怕十万大山便会有第七只王族了 但是这样一来 安神秀反而更加不能让魔胸获得 进入天渊的资格了 王族威严的损失暂且不说 以魔胸的实力 进入天渊之后 相当于是凭空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这不利于安兰的发展 人族 死吧 魔胸与魔岩同时大喝道 威武的身躯 裹挟着极为恐怖的力量冲向了叶真 神附近的实力更是毫无保留的绽放而出 哼哼 还不明白吗 在我眼中 你们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叶真冷喝一声 体内的混沌之气被调动了起来 一声震天的怒吼响彻而起 凶兽穷奇自混沌中诞生 背后一对巨大的肉斥展开 来自远古时期的恐怖凶威绽放 浓郁的血脉之力释放 瞬间压制了向叶真冲来的魔胸与魔岩 就连其身上弥散的漆黑火焰 也是眨眼间熄灭 什么 魔胸与魔岩瞬间感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压制力 身形不自觉的弯了下去 就连原本一直涌动的雄厚灵力 此刻都隐秘了起来 就仿佛不听使唤了一般 这种情况 使得魔胸与魔岩心中聚害 其实不只是魔胸与魔岩 当穷奇出现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的烈地魔虎一族 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些实力比较弱小的烈地魔虎此时 更是直接跪了下来 就连摩天都是感到体内气血翻涌 一股莫名的压制感出现 只不过依靠着自身强大的实力 所以才没有表现的那般不堪 穷奇 摩天目光死死的盯着 出现在叶真身下的穷奇 心中满是不可置信 叶真骑着穷奇 来到了魔胸与魔岩的面前 此时的两人身躯剧烈的颤抖着 想要反抗 但是在那恐怖的威压下 浑身上下 连一丝力气都没有 跪下 叶真低贺一声 穷奇的前提猛的向前一踏 恐怖的胸威绽放 使得魔岩与魔胸两人 瞬间匍匐在了原地 化作人形 叶真吩咐道 魔胸与魔岩文言 心中很是不甘 甚至在疯狂的咆哮 但是当叶真的话音落下之后 他们却怎么也反抗不了 竟然乖乖的变回了人形 叶真没有客气 指挥着穷奇 直接将魔岩与魔胸踩在了脚下 魔岩与魔胸 虽然心中屈辱无比 但是那源自血脉之中的压制 却让他们连一句狠话都说不出来 就连面部表情也不受自己的控制 这是一种绝对的压制 尤其是魔胸 身上的穷奇血脉越是浓郁 受到的压制反而越是恐怖 这是他们天云先宗的天云地精 安神秀金仪不定地看着叶真 原本他认为是叶真偶然间拥有了一些白虎之血 并且纯度极高 现如今看来 这完全是天云地精的杰作 但是天云地精所凝聚出来的云兽 何时会有血脉威压了? 若真的如此 天云先宗 岂不是天克十万大山? 与众人的惊疑不同 安兰则是目光中充满了沉浮之意 甚至偶尔间流露出了一丝丝异彩之色 在十万大山 实力强大者 总是备受他人崇敬的 尤其是像叶真这种绝对霸道的碾压 看来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安神秀目光淡淡地看向摩天 道 你可以知道的了 安神秀淡淡道 虽然他也非常好奇叶真是做到的 想来应该不是光凭天云地精的缘故 摩天文言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有些暗淡 为了这次机会 他甚至舍弃了这张老脸 采用一些十万大山所不齿的计谋 但最终却还是失败了 不过归根结底 不是魔凶与魔言太弱了 而是摩天的目光最终看向了叶真 是这个人类太过于强大了